越国 剑州 太阅山脉 叶长生和一群炼气七修士在山道上行走着 前方领路的是黄蜂谷掌门钟灵道 他们是黄蜂谷新招收的一批弟子 现在 他们准备前往黄蜂谷祖师祠堂 拜祭祖师之后就正式入门 人群如一条蜿蜒的长蛇 以礼前行 嗯?怎么走得有点靠前了? 叶长生眉头一皱 缓缓退至众人身后 光顾着看风景 不知不觉就走得靠前了 不妥 他左右观察了一番将可能的撤退路线迹下 万一发生意外事故 这就派上用场了 作为越国七大修仙门派之一的黄蜂谷 每隔十年都会大开山门招收一批弟子 这一次 有许多根谷属性皆不错的少年 败入了黄蜂谷 叶长生正是其中之一 他是穿越人世 因为一次意外 来到了这个凡人修仙传的世界 刚穿越过来的时候 叶长生还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古代世界 但一次意外 却让他发现了一个古修士洞府 说是古修士 其实只是一个几百年前作画的炼气七散修 在那个洞府中 叶长生得到了古修士的一波传承 其中包括了修仙者拥有的功法 丹药 俘禄 法器等 以及非常关键的一本手札 从那本手札中 叶长生知道了许多修仙基础知识 当看到越国七大修仙宗派 眼月宗 天鹊宝 黄蜂谷等名字后 他便知道自己来到什么样的世界了 经过检测 叶长生拥有金木双属性灵根 修行资质算是中上 在得到古修士一波后 叶长生立刻开始专心钻研仙道 经过一番小心翼翼的探寻 他逐渐接触到了越国修仙圈子 从一些散修那里 他得知了生仙大会的信息 根据叶长生对援助的记忆 生仙大会之后 黄蜂谷会举行一次收徒大会 那次收徒大会上 黄蜂谷招收了上千名弟子 其中还有一对雷灵根的兄弟 叶长生修行时间不长 去参加生仙大会 纯纯是送命 于是他便计划着在这次收徒大会上败入黄蜂谷 凭他双灵根的资质 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果然 在黄蜂谷收徒大会上 叶长生的双灵根资质被检测确认之后 便免确了一切考验 加入了黄蜂谷 此时 他已经是一个炼器七五层的修士 修炼时长两年半 熟悉凡人修仙传的叶长生很清楚 越国所在的天南地区是一个修仙资源非常贫瘠的地区 筑基丹基本上都掌握在各大修仙门派之中 想要快速筑基 最好的办法就是败入一个修仙大派 好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都是黄蜂谷弟子了 败继完祖师之后 掌门钟灵道说道 接下来会有管事向你们讲述门规 炼器弟子任务与福利等黄蜂谷常识 你们须得牢记在心 谨遵掌门之令 上千人同时大喊 声音在群山之间回荡 引得一些老弟子们纷纷驻足观看 钟灵道又勉励了大家几句话 然后便潇洒离去了 一些驻击的管事带着一群炼器的老弟子出现 向众人分发入门福利 黄丝山一剑 青叶法器一个 日常精炼工具一套 猎羊剑冷月刀各一把 石被锄带一个 这就是黄蜂谷入门弟子能领到的所有东西 都是低阶法器 总价值不超过三十块低阶零食 分发完入门福利之后 几名管事向大家讲述了门规 注意事项等常识 接着又带着大家去了传宫阁 百鸡堂等地方 这百鸡堂就是门内发布任务和领取任务的地方 带领着他们的那位驻基管事说道 叶长生等上千人就跟小学生春游一样 乖乖跟着管事的带领 在各种楼阁电雨中穿行 你们这些新入门的弟子 第一个月可以自由修行 一个月后就必须要每月领取一定的任务 按时完成 完成任务后 每月会发放一些低阶零食以做奖励 那师叔如果没有完成任务呢 一名胆大的炼气漆弟子问道 没有完成 嘿嘿 没有完成就要上交一些零食作为惩罚 师叔 可否告知这些任务都是什么样的 一位弟子面带担忧之色问道 放心 对于你们这些炼气漆弟子 门内不会发放什么特别困难的任务 都是些简单的杂事 比如说去几处矿产地监督矿工挖矿 在本门的方式中当指示弟子 照顾灵兽 种植灵药等等 这些事情以后 你们可以去百鸡堂详细了解 在熟悉了一番黄蜂谷后 种弟子便被送到了住处所在 这是一大片石屋 非常简陋 是炼气十层以下弟子的居住地 这什么鬼地方啊 破破烂烂的 能住人吗 管事离去后 看着眼前这片叙利亚战损风的石屋 许多新入门的弟子都在抱怨 他们中很多人以前都是修仙家族的少爷小姐 衣食住行 无不富贵荣华 现在来到这种地方 一时间有点难以适应 叶长生站在人群中 默默不语 当看到陆陆续续有上百号人 先后选择了石屋住进去了之后 他也动了 找了一间靠近边缘之地的石屋 叶长生住进了其中 不当出头鸟 不坐吊车尾 保持中庸随大流 时刻小心谨慎 这是在凡人世界生存的思想纲领 坐在石屋中 叶长生回想起了自己 这两年多以来修行的经历 在刚踏上修行之路的时候 叶长生曾一度十分艰难 尽管双铃根的资质的确非同凡响 配合一些丹药 只用了一年半就修炼到了炼气三层 但叶长生还是无法满足 炼气期越是修炼到后期 速度就越慢 而且叶长生的丹药也快要用光了 往后就只能靠自己水魔功夫来修行了 这怎么能行 照这样的修行速度 能成筑基已经是极限了 结丹 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机缘的话 那想都不要想 叶长生曾认真考虑过 要不要去找小绿萍 但很快 一次意外就让他打消了这个想法 他发现了自己身上一个特殊的地方 每当他左手触碰到一件东西的时候 心里默念一声解析 手上就会发出一阵白光 将这件物品彻底解析掉 而后他心里在默念一声复制 右手就会吸收一定的零食 将那件东西复制出来 这个发现让叶长生欣喜若狂 他发现 无论是药材 灵丹 服录 还是法器 材料等 只要不是有生命的东西 都可以解析 都可以复制 只要零食管够 想复制多少就复制多少 这简直是个逆天的外挂 一件上品法器 只需要消耗50块低阶零食 就能复制出来 但网出卖 却能卖出100多块低阶零食 完全是暴力 有了这样的外挂后 叶长生本可以就此夺起来 一心只修行 但为了筑基丹 他还是选择加入了黄蜂谷 在越国这个地方 当散修 基本上没有筑基的可能性 炼制筑基丹 需要的那几位主要 全都被七大门派垄断了 他们每隔几年收割一次 然后炼制上千枚筑基丹 除了掩月宗 能得到200多枚之外 其他六大门派 各自得到100多枚 这100多枚筑基丹 自家弟子都不够用呢 怎么可能流传到外面来 所以 想要筑基 就必须要加入七大门派 黄蜂谷这次招收的弟子 相较于以往要出色很多 有特殊体制者 有异灵根者 这些人 未来将会成长为 黄蜂谷的中间力量 叶长生 作为双灵根的拥有者 在这群人中 也算是比较显眼了 和他一样 拥有双灵根的新弟子 不足百人 剩下的近900号人 基本上都是三灵根 四灵根这种伪灵根弟子很少 基本上都是像 韩老魔那样 通过特殊方法入门的 武灵根 那就更不用说了 从没听说过 哪个武灵根修士能入门 可以说 黄蜂谷未来能筑基的弟子 基本上都在这批双灵根中 以我的资质 几年内修炼到练气顶峰不难 但这批助击丹 已经发下去了 难道要等到十年后 下一批助击丹出来了 再去争夺 叶长生皱起了眉头 黄蜂谷的助击丹 通常来说 有两种获得途径 一种是正常的发放 每隔十年 统一发放一次 发放的时间 就在叶长生入门之前 韩老魔是持生鲜令入门的 入门时间早于叶长生 因为生鲜令的缘故 他和那些生鲜大会的胜利者 一起获得了一枚助击丹 那是最后一些助击丹了 所以 如果叶长生 想要通过这种途径 获得助击丹 那就只能再等十年 十年 韩丽是十八岁加入黄蜂谷 二十九岁磨到入侵 也就是说 十年后 黄花菜都凉了 坐在食屋中 叶长生眼神闪烁 思索着今后的规划 十年 他是等不了的 必须要另想办法 弄到助击丹 看来 血色净丹 还是免不了要走一走 叶长生心中想到 血色净丹 便是第二种 获取助击丹的方式 黄蜂谷一般会保留一些助击丹 用来发给在血色净丹中 表现突出的弟子 下一次血色净丹开启 大约是三年后 打开储物袋 叶长生盘点了一下 自己当前拥有的东西 十几瓶氧气丹 价值一百多块零食 那是对炼气七修士修为有弊义的丹药 两年多来 叶长生一直在嗑这种丹药 现在已经快嗑出抗药性了 这种氧气丹 顶多让我修行到炼气七层 基本上就没用了 必须得寻找其他丹药 两件上瓶法器 在他这个修为阶段还算够用 其实 在之前的两年时间里 叶长生一直都想淘摸一件极瓶法器 但是 在散修之中 想要找到极瓶法器 实在是太难了 而且 风险还很高 这也是他选择加入修仙门派的一个原因 只有修仙大派之中 才能购买到好的极瓶法器 上百块低阶零食 这是他身上全部的现金流 还有一些杂物 如一本五行法术书 空白的符纸 符笔 朱砂等 除此之外 就是占据他处物带空间最大的几百张符瓶了 这是叶长生积攒最多的东西 几百张初级低阶 中阶的符瓶 包括攻击 防御 辅助等功能 对于他这种修为的人来说 战斗中能发挥作用最大的 就是符瓶了 因此 他复制了一大堆 叶长生相信 哪怕是炼器顶峰的弟子 碰到他这一堆符瓶 也要被轰成渣 吴师兄 这个金刚树 我在施展时总是难以将护照合拢 你能帮我看看 是怎么一回事吗 叶师殿 你先施展一下金刚树 我看看 叶长生文言 立刻站在空地上 施展了一下 初级中阶的金刚树 只见一层金光 从他的身体表面出现 快速凝聚起来 形成了一个护照 但是这个护照 有着明显的漏洞 头顶上有一大片空缺 无法合拢 那位被称作吴师兄的黄蜂谷弟子 仔细地打量了一阵子之后 道 叶师弟 你这种情况 应该是灵力没有均匀地释放出来 导致有的地方浓郁 有的地方稀薄 你调整一下再试试 原来是这样吗 多谢吴师兄指点 叶长生向吴师兄行了一礼 表示败献 此时 已经是他败入黄蜂谷三个月之后了 这段时间里 他除了熟悉了一下黄蜂谷的方式 和百姬堂等重要的地方之外 其余时间一直都在努力修炼 在大量丹药的加持下 他于几天前修成了炼器六层 然后 叶长生就开始钻研起中阶法术来 这也算是枯燥无味的修炼生活中的一点调剂吧 这位吴师兄是传宫阁的弟子 精通五行法术 讲解起来深入浅出 深受低阶弟子们的敬重 此人性格非常和善 不管面对什么人都一视同仁 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的经验 没有丝毫的藏私 这在修仙界中也算是个另类了 熟知原著的叶长生 对这位师兄的人品还是比较放心的 因此 他最近经常来吴师兄这边向其请教中阶法术的修炼诀窍 不过 请教法术其实只是附带的 叶长生来此地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接触一个人 一个肤色有黑 其貌不扬的黄蜂谷弟子 坐在离他不远处的地方 也在认真倾听吴师兄讲课 此人从外表上看起来闷头闷脑的 好像很呆滞 一看就是个不那么机灵的老实孩子 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的眼睛非常明亮 灵动 这透露出了他非同一般的心智 这位韩师兄 真名为韩丽的黄蜂谷弟子 不出意外的话 就是叶长生要寻找的人了 日后救苦救难的韩天尊 现在看起来还很青涩 叶长生寻找韩丽 并非是想要谋夺对方的小绿萍 也不是刻意想要结交对方 而是想和韩丽建立一个长期的稳定的交易关系 因为韩丽的外挂对他来说帮助非常大 比如假如他能从韩丽那里换取一支千年灵药的话 那他就能批量生产千年灵药 不管是什么植物 只要能从韩老摩那里得到一株 那他就能批量生产无数株 这是韩老摩对他最大的价值 不过现在一开始没必要搞那么大 先跟他做点小买卖 建立一下彼此的互信吧 叶长生心中这般想着 慢慢地向韩丽那边凑了过去 韩丽的警惕心还是很强的 发现有人向这边凑过来了 立马就把手扣在了锄袋上 足下可是韩丽韩师兄 叶长生面带微笑问道 在下正是韩丽 足下是哪位师兄 韩丽不动声色地问道 在下叶长生 比韩师兄晚入门一阵子 可当不起师兄这个称呼 叶师弟找韩某是有什么事吗 听吴师兄说 韩师兄这里有炼器七修士 能用的固本培元类丹药 师弟正好急缺这类丹药 所以想从韩师兄这里买一些 听到时爱买丹药的 韩丽心中的警惕心稍微降了点 的确 他之前为了换取修行资源 卖出过几瓶丹药 恰好那位吴师兄也知道这件事 因此 对叶长生找上门来的事情 他没有太多惊讶 我的确手上有这类丹药 但所剩已经不多 叶师弟想要多少 一瓶即可 文言 韩丽点了点头 一瓶的数量不算多 虽然他手上的丹药还很多 但韩丽深知才不露白的道理 他是绝对不会一次性卖出太多的 这是一瓶黄龙丹 里面装了十粒 十块零食即可 韩丽拿出一瓶丹药说道 很宫允的价格 叶长生点了点头 先是接过那瓶丹药 仔细闻了闻 确认是顾本培员的丹药后 拿出了十块零食 交给了韩丽 韩师兄 以后若是还有丹药想卖了 可以优先考虑一下师弟我 叶长生微微一笑说道 韩丽眉头微皱 道 我手里也没多少丹药了 以后哪有的卖 我就这么一说 韩师兄不要介意 告辞 叶长生拱了拱手 没有与韩丽进行过多的交谈 老魔性格一向谨小甚微 初次见面 如果太热情的话 恐怕会让他生起警惕心 一旦有了警惕心 以后想和老魔做交易就难了 部分道友认为 黄蜂鼓招收了上千弟子 这事是我瞎编的 我可没有胡编乱造 原著第152章提到 韩丽入门后不久 黄蜂鼓一次性招了上千弟子 有疑问的 可以去对证一下 从韩丽那里 交换得到黄龙丹后 叶长生立刻回去 开始闷头前修 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中 没有足够的修为是 无法带给他任何安全感的 在付出了四块零食的代价 贿赂了一位 百姬堂领事弟子之后 叶长生获得了一份 上交灵药的任务 照看五花束十三棵 每年上交果十二百棵 很好 这是一份按年来计算的工作 不像其他的任务 需要每月都去重新领取 这很符合叶长生的期望 他现在最怕的就是麻烦 只要能安稳修行 那比什么都强 领了任务之后 叶长生搬出了 汇聚了上千名炼气期 新弟子的食物居住区 他住进了药园子里 这里清静了很多 二话不说 开始闭关 三个月过去 他的修为精进到炼气七层 半年过去 他突破到了炼气八层 一年之后 叶长生来到了炼气十层 百姬堂 那位当初接受过 叶长生贿赂的领事弟子 皱着眉头问道 叶师弟 你说 你还想继续做那个任务 对 有什么问题吗 李师兄 每年上浇两百颗果实 我全都浇上了 倒是没什么问题 只不过 你这修为 李师兄眼中 闪过一丝惊讶之色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位叶师弟 一年前来百姬堂的时候 修为还比较低吧 试炼气几层来着 记不清了 但好像挺低的 现在 居然一下子就修炼到炼气十层了吗 这么快 即便是双灵根 这种修行速度 也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了吧 叶长生 没听说过 他是什么大家族的子弟 只要是叫得上名字的家族 其族内的双灵根弟子李师兄 都是知道的 叶长生 好像就是散修出身 一个散修 背后没有家族的支撑 能修行得这么快 不对劲 他身上一定有古怪 他身上应该有什么 能加快修行的方法 而且 这种方法 是在进入黄蜂谷之后得到的 李师兄心中想到 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前 叶长生修为很低 不像是有什么奇遇的样子 接到这个任务之后 他的修为 一下子突飞猛进 难道说 这个照看五花树的任务有问题 对方在那样园子里 得到了什么奇遇 在李师兄以前看过的 诸多修仙画本之中 从不缺乏某某主角 在门派内某处地方 获得惊人的奇遇之类的故事 联想到对方 当初不惜付出四块零石 来贿赂自己 也要得到这个任务 叶师弟 这一年里 莫非一直都在前修 李师兄不动声色地问道 除了照顾五花树之外 就一直在修行了 叶长生心里起了惊疑 面上还是很平静地说道 这位李师兄 打听他的事情干什么 哦 是这样啊 李师兄点点头 忽然热情一笑 叶师弟有所不知 你这个任务 有一位师兄已经盯上好久了 那位师兄我也不好得罪 所以叶师弟 恐怕这个任务 没法再交给你了 叶长生眉头皱了起来 这位李师兄是什么意思 索要贿赂 如果是要贿赂 大可不必如此 直接明说就是了 毕竟 两人都已经交易过一次了 也不怕第二次 莫非 他是想要加价 叶长生心里犯起了疑虑 他看了一眼李师兄 发现对方正若有深意地看着自己 叶长生心头一跳 真是想要加价吗 他当然不缺这点零食 但如果 拿出更多零食去贿赂对方 非常不妥 四颗零食已经很高了 毕竟 黄蜂谷炼器七弟子 辛辛苦苦干上一个月的任务 也就能领两块零食而已 如果出手太阔绰 不符合他的身份定位 难免会让对方动歪心思 这李师兄 这个任务还是做得挺顺手的 就不能通融通融吗 叶长生脸上一副无比为难的样子 他决定试探一下 看看这位李师兄 是不是想要加价 看到叶长生这样子 李师兄心里笑了 果然 他对这个任务舍弃不下 一定是那五花束有问题 李师兄脸上一副遗憾的表情 叶师弟啊 我也很想把这个任务留给你 可是那位师兄 真的不能得罪啊 李师兄话中的拒绝之意 很明显了 这让一直关注着 他的神色的叶长生 心中更加疑虑 不是索要贿赂 他是真的不想 给我这个任务 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叶长生才不会相信李师兄那些鬼话 一看就是借口 他纯粹是不想把这个任务交出来了 一个任务而已 有什么必要卡着 叶长生想不通 既然如此 那就请师兄给我安排另外的任务吧 他不再坚持 看到他直接放弃了 李师兄眼中闪过惊讶之色 他不想要那个任务了 但随即 他明误了 已退为进吗 哼哼 我看穿你了 恐怕是表面上放弃了这个任务 实际上私底下 还是会往那个要园子里钻吧 李师兄蜘蛛在握 觉得自己已经看穿了一切 叶师弟 看在你我的交情的份上 我给你安排一个类似的任务吧 照看火云树三棵 每年上交五十枚果实 叶师弟 你看这个任务如何 叶长生看了一下 发现这个火云树所在的药园 离自己原本的那个很远 他皱了皱眉 道 可以 就这个任务吧 多谢李师兄了 客气了 叶师弟 李师兄嘴角擒着笑 他觉得自己看穿了一切 这位叶师弟 放弃之前那个任务 不过是玩以退为进的把戏罢了 叶长生接了任务离去之后 李师兄立刻放弃了 百姬堂领事弟子的任务 利用植物之便 接了那个照看五花树的任务 然后 他直奔要园子 叶长生对此浑然不知 谁能料到 那位多疑的李师兄 在那短短的片刻时间里 挠不出来了这么多 换了任务后 他继续回去苦修 不过 这次他的修行 并不是很顺畅 只修炼了一个月 李师兄就找上门来了 站在房间外 李师兄满面的笑容 显得无比的热情 叶长生心里暗暗警惕 问道 李师兄 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叶师弟 还真让你说中了 这次来找你的确是有件事 师兄请说 是这样 叶师弟有听说过原心道人吗 李师兄凑上前来 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 看到他这样子 叶长生心里立刻提高了警惕 没听说过 哈哈 师弟没听说过 倒也正常 如果不是我翻阅家族密藏 看到了有关此人的记载的话 我也难以知晓 世上还有这般人物 李师兄说完这话 便拿眼神不住地打量叶长生 看到叶长生面色平静 一点好奇之意都没有 他不禁有些郁闷 怎么回事 一般的修士 听到这种传言 不都会很好奇吗 这位叶师弟 怎么一副一点都不感兴趣的样子 李师兄颇为郁闷地 继续开口说了下去 叶师弟可知 这位原心道人修为几何 不知 叶长生 一副西字如今的样子 他是位杰丹七的老祖 杰丹七啊 叶长生 一副很震撼惊讶的样子 看到他终于表情有了变化 李师兄心中一喜 没错 那位原心道人 是杰丹中期的修士 但是 最让人惊讶的是 他居然多次从原音七修士 手底下逃出 原音七是什么神仙人物 叶师弟应该知道吧 我们黄蜂谷如今 也就一位原音老祖 那是为活了八百年的老神仙 是黄蜂谷的定海神镇 谈起黄蜂谷的灵狐老祖 这位李师兄 脸上满是尊崇向往之色 叶长生也做出了类似的表情 李师兄说 这些的意思是 李师兄左右四处看了看 一副很小心谨慎的样子 当确认没人关注这边之后 他才小心翼翼 低声对叶长生说道 叶师弟可知 我发现了那位原心道人的洞府 什么 叶长生惊叫出声 满脸的震撼之色 李师兄很满意他这样的表现 脸上却做出了一副 惊慌失色的样子 连忙说道 小声点 别让其他人听到了 叶长生连忙压低声音 左右四下里看了看 确认没人之后 语气中带着激动 李师兄 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 没有 这种事我怎么可能骗你 李师兄拍着胸脯说道 我也是在家族点击上 无意中发现的 那位原心道人 是数万年前的修士 当今修士界 几乎没有人知晓他的名号 李师兄 你告诉师弟这件事的意思是 叶长生脸上满是激动 震撼之色 仿佛对那原心道人的洞府 很感兴趣的样子 叶师弟 不瞒你说 在发现这处洞府遗迹后 我是想一个人独自去探索的 李师兄说道 叶长生点了点头 人之常情 但 经过我一番探索后发现 这洞府外面有一只一级高阶 妖兽守护 仅凭我一人 是无法解决的 所以 李师兄的意思是 在这黄蜂谷中 我的熟人不多 师弟你算是其中一个 还有一位失恋起十二层的王师兄 王师兄已经答应我 一起去探索那处洞府 现在就差叶师弟你了 如果我们三人联手的话 相信干掉那只畜生不成问题 到时候 洞府内的宝物 我们三人平分 李师兄的语气中充满了诱惑 脸上一副我相信你的样子 他相信 以叶长生刚刚表现出来的 对杰丹修士洞府的好奇 绝对会答应他的邀请 只要他答应了 李师兄心中暗暗盘算着 但熟料 一听到要出去 叶长生立刻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不行 我才练气十层 现在就出去寻宝 实在是太危险了 听到这话 李师兄大为惊愕 练气十层 怎么就不能出去探险了 人家练气四五层的都满到处探险 寻找古修士医保呢 师弟莫非是在开玩笑 练气十层不管放在哪个地方 都不算弱者了吧 是啊 这越国修士少说的有个二三十万吧 但能达到练气十层以上的不超过一万人 这怎么说都不算是弱者了 更不用提 这位李师兄已经是练气十二层的修为 再加上那位王师兄 他们三人联手的话 只要不遇到助机器修士 那基本上就是所向披靡了 但助机器修士整个越国才多少 哪有那么容易遇见 他们一个个平日里都恨不得把一片时间掰成两片花 都在专心地提升修为 以气能结单 很少有人会跑出来的 但叶长生还是摇头 师兄莫要再劝了 我这修为太低 出不了门 这一下 李师兄的脸色就有些难看了 叶师弟 莫非你不想助机吗 以你的资质 九年后或许能征到一枚助机单 但是 只用一枚助机单 就想成功助机的话 真的很难 我们双灵根的修士 助机是全凭运气的 运气好的 只消耗一枚助机单就成功了 运气不好的 用上三枚 也无法成功 叶师弟 要把将来助机的希望 放在九年后的那一丝运气上吗 李师兄苦口婆心地劝告 仔细地为叶长生 分析了一番利弊 叶长生 知道他说的没错 原著中 即便是封灵根的陆师兄 也觉得 只凭一枚助机单 无法保证自己能助机成功 的确不能把希望放在九年后 叶长生点了点头说道 李师兄文言大喜 以为叶长生被他说动了 连忙趁热打铁 叶师弟 你想想 那位原心道人 能在原因期修士的手底下逃走 那神通得有多大 那洞府里 可是他一身的医保啊 有了这些东西 助机何难 甚至 就算是结单 也并非不可想象 李师兄为叶长生 描绘出了一幅美好的画卷 但叶长生还是摇头 师兄说得很对 但我的修为还是太低了 除非修炼到助机期 否则我不会出门 李师兄 不如等我们都助机了 再去探索那处洞府吧 叶师弟 你是在耍我吗 李师兄脸色骤然阴沉了下来 怎么会呢 我说的这些话 都是真心实意啊 哼 李师兄冷冷地哼了一声 一甩袖直接走了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叶长生冷笑一声 转身回去继续修炼 那位李师兄的话 叶长生是一个字也没有信 虽然不知道对方在打什么主意 但小心无大错 修为不够之前 绝不能出去浪 正如叶长生对李师兄所说 在没有助机之前 他是不会离开黄蜂谷太远的 探险是不可能探险的 只能磕磕药 维持一下 修行这样子 进药园子就跟回家一样 里面各个都是人才 说话又好听 回到药园子后 叶长生继续努力科药修行 他所修行的是一部 金属性的基础功法 名叫金灵诀 一共13层 对应炼气期13层 这部功法 是金属性功法中的大路货 一两块零食 就能买一本的那种 优势是 修炼后法力雄浑 攻击力强 斗法时能大占便宜 缺点是 修炼起来比较缓慢 不过 在大量丹药的加持下 这个缺陷 也就不复存在了 时光转瞬即过 一眨眼 距离夜长生 来到黄蜂谷 也有两年了 两年时间 他靠嗑药 从炼气五层 修炼到了炼气十二层 这个修行速度 比他当散修的时候 快得多了 大概是因为黄蜂谷 灵气浓厚的缘故吧 在这里修行 速度比在外面 要快一大减 到了炼气十二层之后 无论夜长生 再怎么嗑药 都没用了 那两种丹药 已经无法对如今的他 起到一丝一毫的作用 他得想办法助击了 夜长生有些愁眉苦脸的 从药园子里走出 他先去百鸡堂交了任务 那里的领事弟子 已经不是当初的李师兄了 对李师兄 夜长生始终怀有一分警惕之心 从百鸡堂出来 夜长生有些怅然地 看着天边的白云 看起来 必须得去参加那血镜试炼了 算算时间 距离那血镜试炼 应该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以我如今的实力 去参加那血色禁地 应该没有问题 夜长生摸着下巴沉思起来 他如今拥有两百块零食 数百张初级浮露和两件上瓶法器 有这数百张浮露 至少能保证我在血色禁地中不死 不管遇到什么敌人 直接丢出几十张浮露就行了 几十张不行 那就上百张 反正我最不缺的就是浮露 哪怕你有极品防御法器 也得给你轰成渣 作为某国的穿越人士 夜长生天生患有火力不足恐惧症 不管是什么敌人 先来一轮宝和式攻击再说 咱走的就是一个火力覆盖流 但果然还是得再准备些其他的手段吗 不然不保险 夜长生皱起了眉头 上瓶法器 在我这个修为阶段的战斗中 只能算是基础 得想办法搞几件极瓶法器才行 他心里打定了主意 踏着黄蜂谷发下的青叶飞行法器 向方式的方向飞去 黄蜂谷的方式 在越国修仙界中算是比较有名气的 因为黄蜂谷所在的太越山脉 在越国的边界地带 与北面的元武国相接 因此 有很多元武国的修仙者来此地交易物品 元武国是一个和越国差不多的中等国家 此国的修仙界实力也和越国差不多 元武国的天心宗方式 是夜长生一直惦记着的东西 可惜 他还没住击 就一直没去 黄蜂谷方式 就在太越山脉的东北边缘处 夜长生飞了半天才到达此地 小心起见他在方式边缘地区降落下来 换了一身衣服 戴了一个斗笠 隐藏了自己的身份 在方式中 有很多人这样装扮 因此 夜长生也不显得突兀 他此行来方式的目的是 购买几件极品法器 顺便看能不能逃到一些好点的服务 但在此之前 夜长生还得先做点别的事情 他缺钱 顶结法器的价格 从三百零十到两千零十不等 哪怕是最差的那种 现在我身上的零十也不够 夜长生想到 平心而论 他在炼气弟子中绝对算是富豪了 但即使如此 也买不到一件顶结法器 可见这顶结法器有多贵 原著中 七派炼气弟子中能拥有顶结法器的 也就那几人 说到底 这种法器本来就是为助基修饰准备的 仔细想想 也是挺离谱的 原著中韩老摩一个炼气十一层的修饰 居然拿着两株千年灵药 跑到万宝楼中换取宝物去了 这千年灵药 可是结单期修饰 都要出手抢夺的东西 一株的价格接近三千零十 两株千年灵药 这是多么庞大的一笔财富 也不知道韩力是怎么敢拿出来的 内心中吐槽了一番 夜长生觉得 韩力能做出这种事情 实在是太离谱了 而那万宝楼居然没有对他下黑手 就更离谱了 不同于韩力能拿出两株千年灵药去换法器 夜长生想要赚钱 还是得小心操作 他在方式之中找了片空地 学别人那样摆了个摊 氧气丹 黄龙丹等 对炼气修饰有用的丹药 各拿出了两三瓶摆着 一堆杂七杂八没用的法器也拿了出来 希望能卖掉 最值钱的就是那一堆福禄 初级低阶福禄平均每张价值两块零食 初级中阶福禄平均每张价值八块零食 夜长生手里有大量存货 但他每次不敢拿出太多来 摆摊卖东西这活 夜长生当散修的时候干过好几次 也算是有经验了 第一天 他卖出了几十张福 八瓶单药 到手三百块零食 第二天 夜长生改变了装束 用一种福禄将自身体型也变化了一番 继续摆摊 第二天收入仍然是三百块左右 第三天 接连摆了五天地摊 到最后一天 夜长生的生意格外火爆 赚了五百多零食 五天下来 他赚了一千多零食 随即 他立刻收手 不再卖了 太多的丹药和福禄流向市场 会引发有心人的关注的 第六天 夜长生在方氏中多了一圈 买了几张出级高阶福禄 哎 今天怎么没有人卖黄龙丹了 入过一个摊位时 夜长生听到有人在这样说 是啊 今天找了半天 也没发现卖黄龙丹和氧气丹的 前两天买到的那些丹药 品质很高啊 可惜了 不动声色地看了那几人一眼 夜长生慢慢走开 看来他的丹药和福禄已经形成一定的口碑了 名声在外 不是个好消息 这会引来有心人的目光 看来停手的正是时候 他心中暗暗想到 向前方走去 夜长生打算去给自己购置法器和福禄 万宝喽 这是一家气势极大的店铺 有不少修仙者出入 算是黄蜂古方式中最好的一家 夜长生进入其中 一名青山侍从迎了上来 满脸堆笑道 客观有什么需要的 要不要小的帮忙介绍一下 本店的东西都是精品 保证能让客观您满意 我要法器和福禄 最好的那种 夜长生淡淡说道 青山侍从听到这话 脸上的笑容更加浓烈了 他知道这是碰到了一个大主顾 连忙将夜长生迎上了二楼 这里是一间书房 里面摆放着各种古色古香的家具 显得典雅大方 一名温文尔雅的中年人 坐在那里读书 看到夜长生上来了 他不慌不忙地将书卷一盒 走了过来 青山侍从快步走上前去 向中年男子富尔说了几句 中年人听完 面带微笑地向夜长生一拱手 道 在下万宝楼掌柜填补离 不知阁下该如何称呼 韩飞鱼 原来是韩兄 韩兄请坐 田掌柜事一下人上茶 然后热切地和夜长生攀谈了起来 韩兄是第一次来万宝楼吧 不错 韩兄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我们万宝楼绝对不会让韩兄失望 希望如此 夜长生扮演成一位 西字如今的冰冷男子 这让田掌柜有些自讨无趣 看到眼前这人对客套话很不耐烦的样子 田掌柜也不再废话 直接拍手 让人将几个锦盒拿了上来 听下面人说 韩兄想要本店最好的法器和符录 我就把最珍贵的几件都带过来了 韩兄请看 田掌柜打开了其中一个锦盒 里面盛放着一张青绿色的灵符 这是木顿符 看到那张符录 夜长生有些惊讶地说道 韩兄好眼力 的确是五行顿术之一的木顿符 田掌柜笑道 夜长生眼中闪过一丝惊叹之色 五行顿术 那都是终极出阶的法术 没到筑基期 基本上没法修炼 这么珍贵的终极符 居然出现在了万宝楼中 这绝对不能放过 韩兄在看这个 田掌柜说着 又打开了一个锦盒 里面是一个丸子般大小的蓝色圆珠 隐隐间有一种恐怖的气息 从其上传出 天雷子 乃是截取天地雷电所凝裂而成的宝物 即便是筑基修饰 硬抗此物也会灰飞烟灭 田掌柜无比得意地介绍着 这东西可是万宝楼花费了大力气才弄到的 叶长生内心火热了起来 其实他此行的目的正是这个天雷子 对别人而言 天雷子只有一粒 用完就没了 但对他来说 只要有了一颗 就相当于有了无数颗 有了这东西 以后碰到筑基修饰也不怕了 对敌的时候 直接一把撒出去 这谁顶得住 田掌柜又打开了第三个锦盒 里面是一套法器 金服子母刃一套 母刃一把 子刃八把 乃是一套极品法器 此物以金铁金金为原料 由筑基七高手三天三夜炼制而成 只要手持母刃 就可以同时操控八把子刃攻击敌人 让对手防不胜防 田掌柜介绍完 就不说话了 端起茶来 悠悠地品味了起来 叶长生知道田掌柜这是要看一看他的身家了 如果叶长生没钱的话 那他说这么多岂不是白费口舌 这三件东西加起来 怎么说都得超过两千零食了 我怕是没办法全部吃下 叶长生心中想到 他现在手头只有两千零食 得慎重点做出选择了 这张目顿服 价值几何 叶长生首先问道 两百零食 这是终极服录 虽然是终极低阶 但这个价格也很公道了 叶长生文言点点头 终极服录基本上是筑机修饰 才能消耗得起的东西 两百零食确实是市场价了 那这套子母刃呢 六百零食 由于是套装法器 所以贵了点 天雷子又怎么卖 叶长生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那个东西 一千五百零食 田掌柜说完 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淡淡笑道 韩兄看中了哪样 一千五百零食 这只是一个消耗品 值这个价吗 叶长生皱着眉头说道 韩兄此言诧异 这天雷子 若是用得妥当了 便是筑机修饰 也会着了到 一千五百零食 你嫌贵我还嫌贵呢 叶长生摇了摇头 只是理论上这样说而已 真正斗法的时候 炼器修饰 不可能抓住那样的战机 哈哈 韩兄说笑了 天雷子这价格 真的很公道了 要知道 就连助击七修饰 都要对此动心 助击修饰动心 不代表着他们 能接受一千五百零食这个价格 如果天雷子这么抢手 怎么会在万宝楼 保存这么长时间 叶长生这话 就让田掌柜有些尴尬了 的确 这天雷子对助击修饰来说 着实有些鸡肋 只有一颗 很难凭此杀死同街 杀不死的话 那花一千五百零食 买这种消耗品 就颇为不值 而助击之下 炼器器修饰 又没有足够的财力 去购买这东西 有这钱 他们还不如买一件 极品法器 所以 万宝楼一直没能把这颗天雷子卖出去 如果韩兄真的想要这颗天雷子的话 我愿意降价一百零食 这是本店的底线了 田掌柜咬牙说道 他知道 既然眼前之人跟他讨价还价了 那就说明对方有购买的意图 否则 没必要说这么多的废话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想买的 他得赶紧抓住这个机会 降价一百块零食 他万宝楼也能赚不少 叶长生思索了片刻 觉得这个价格差不多了 便答应了下来 这张木顿符 和这颗天雷子 两件东西我要了 叶长生说着 递过去一个储物袋 田掌柜拿到手中 掂量了一下 立刻满脸的笑容 韩兄爽快 以后要是还想买什么珍品 可以多多考虑我们万宝楼 像韩兄这样的贵客 我们会给予一定的优惠的 别了 这笔生意 已经把我家族数十年的积累 全都消耗一空了 以后还哪有机会再来 叶长生摇着头 一脸痛惜的表情 带着木顿符和天雷子 离开了万宝楼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万宝楼应该还有几件 疾病法器 以及一件福宝 叶长生感到有些遗憾 那几件东西 他是拿不到了 手上的零食不够 这两年来 他光顾着修行了 没来这方式中卖过东西 如果之前每个月都抽空 来摆一次摊的话 估计现在也攒了 快有一万零食了 终究还是修为太低 练气期什么都不敢干 等到注击之后 许多事情就好操作了 叶长生想到 他离开了万宝楼后 立刻就飞离了方式 找了一处没人的地方 将那张木顿符拿了出来 解谢 叶长生心里暗念一声 下一刻 左手上出现一道白光 将那张青翠玉滴的木顿符包裹住 片刻后 白光散去 接着 叶长生倒出一堆零食 右手对着那堆零食 心里暗念一声 复制 右手上出现一道红光 笼罩着那堆零食 眨眼间 约有三十多块零食瞬间粉碎 化作一道灵力洪流 涌入了他的右手 而后 一张崭新的木顿符出现 只消耗了三十多块零食吗 售价两百零食 这差价也太大了 叶长生心里又暗念了一声复制 下一刻 又是三十多块零食被吸收 一张木顿符出现 就这样 他接连制作了四张木顿符 加上他原有的一张 总共就有了五张木顿符 解谢 这一次 解谢的是天雷子 虽然这次没有得到什么顶阶法器 也没有拿到福宝 但是 这梅天雷子 已经胜过其他所有 无论是法器还是福宝 使用的时候 都要消耗大量法力 尤其是那福宝 一次性能抽取掉 炼器后期修饰的三分之一法力 这种东西 对敌的时候很麻烦 吸收法力多 激发还要准备半天 而这天雷子则完全不同 基本上不消耗什么法力 还不需要准备 直接就能用 威力还巨大 得到这件东西后 叶长生对那些法器福宝 立刻就没了什么念想 复制 他心里暗自念了一句 于是 右手一下子吸收了近两百块零食 一枚新的天雷子出现 售价一千四百块零食 却只需要两百块零食 就能复制出来 复制 叶长生暗念一声 他身上的零食几乎被消耗一空 又一枚天雷子被复制了出来 天蓝色的小珠子悬浮在空中滴溜溜地转动着 一道道紫色的雷光在旗上闪烁 这下把我掏空了 叶长生虽然在叹息 但脸上却洋溢着兴奋之色 复制出了两枚天雷子之后 他浑身上下就只剩下十几块零食 但这直了 天雷子就是最大的杀手锏 保命的手段有了 可惜 这天雷子会把人连带着橱带一起炸掉 如果要舔包的话 还不能用这玩意儿 否则 我遇到任何敌人 都可以直接用天雷子来解决了 叶长生心里想到 他想到原著中含力 就是用此物解决了风月 结果把风月身上的橱带 也给一并炸没了 所以以后还是得谨慎使用天雷子 能用常规手段解决的敌人 就用常规手段解决 不能用常规手段解决的 再上天雷子 天雷子对于现阶段的他来说 就是核弹一样的东西 炼气器的丹药也不多了 还有十来瓶左右 上百张浮路 初级低阶浮只剩下不到二十张 高阶浮二十多张 剩下的全都是中阶浮 还有这几张中级符 这些浮路加起来 差不多值两千块零食 三颗天雷子 价值超过四千零食 现在我的全部身家 是六千多零食 大部分筑机器修饰 也没这么付 财不露白 在筑机之前 还是得小心谨慎 千万不能让人 察觉到我身家不菲 叶长生决定 自己还是得一如既往的低调 他离开方式 向远处飞去 小心起见 叶长生并没有直接朝着黄蜂谷的方向飞过去 而是打算直接离开太岳山脉 在外面多个圈子再回去 只是 他不知道的是 数日之前 在他刚离开黄蜂谷后不久 就有两人急匆匆地跟了上来 他们一直跟着叶长生 来到了黄蜂谷房市 然后在房市外等了好几天 一直等到叶长生出来 他们才又重新坠在他身后 跟了上来 也不知道这两人是使用了什么方法 竟然一直都紧紧 坠在叶长生身后 从没有跟丢过 飞到太岳山脉边缘之后 叶长生忽然停了下来 脸色起了变化 接连三次了 我一直都在转变方向 可这两人却一直紧跟在我后面 这绝对不是什么巧合 叶长生低语的同时 手上光芒一闪 出现了一道浮露 他用法力激发浮露 眼前立刻出现了一道水波 水波之中 有两道急匆匆飞行的身影 看到那两道人影的刹那 叶长生的眉头 立刻皱了起来 其中一人他认识 正是那位李师兄 还有一位 身穿轻衣 长得还算英俊倜倜 脸上有一股风流之色 一看就是奖励多了的那种 这位李师兄 果然对我不怀好意吗 幸亏我平时谨慎 留了一手 否则被人暗中追踪 也浑然不知 他看着手中那道浮露 眼神中带有一丝庆幸 这是一张初级高阶浮 名字叫水浸浮 其实这水浸浮 并非是一张 而是非常罕见的一种套装浮露 由一张母浮 和四张子浮组成 子浮在被激发之后 会在一个时辰内 持续不断地监控周围 一里地之内的灵力变化 如果有修士在这一个时辰内 经过此地的话 子浮就会感知到 然后通过激发母浮 就可以看到 经过子浮那边的是什么人 叶长生一路行来 接连在所经过的地方 埋下了四张子浮 在一开始 这两人刚经过第一张子浮时 他就感知到了 但那时 他没当回事 他以为是刚好有两位修士路过那里 只是个意外 但是 当这两人接连经过三张子浮后 叶长生就发现不对劲了 这太岳山脉外面 正好是杀人越货的地方啊 既然你们要来送死 那就不要怪我拉手无情了 叶长生难难说道 他的眼神中满是冰冷之意 虽然不认识李师兄身边的那位是谁 但叶长生多少也能猜到 大概是那位王师兄吧 李师兄之前提到过的那个 与他交好之人 哼 果然他上一次拿什么原心道人之类的说辞来骗我 就是想对我动手吗 叶长生心中杀意 立刻变得赤裂了起来 太岳山脉外围 两道身影踩着法器 在空中挤持 忽然间 他们头顶的天空中 传来一声嘹亮的音笛之声 于是 其中一道身影忽然停了下来 侧而仔细倾听起来 怎么了 李兄 被称作李兄的 正是叶长生认识的李师兄 而旁边那一位自然是王师兄 他停下来了 停下来 难道是发现我们了 不可能 我这赤眼鹰 能飞到近千丈高的空中监察地面 不可能被他发现 应当使他法力消耗过大 停下来打算恢复法力吧 我们快点追上去 两人又重新踩上法器 向前方急驰而去 李兄 我还是有些疑虑 一个练气期的小子 能有什么奇遇 哼 要是没有奇遇的话 他的修为 为何能增长那么快 你可知 两年前他入门的时候 修为几何 这是 你不是说过吗 在练气十层以下 哼 何止是练气十层以下 我托人打听清楚了 他入门的时候 只有练气五层 什么 李兄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这种事情 我骗你干什么 一个双灵根的修士 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就从练气五层 修炼到练气十层 这种速度 说他是天灵根 我都信啊 王兄 这你就小看他了 什么意思 练气十层 那是他一年前的修为 现在的他是练气十二层 什么 怎么可能 王师兄惊叫一声 仿佛遇到了什么 不可思议的事情 满脸都是不可置信之色 看到他这样子 李师兄心中 也有几分感慨 他又何尝不惊讶 不感到震撼 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就从练气五层 攀升到练气十层 又用了一年时间 从练气十层 修炼到练气十二层 这种速度 简直是惊世骇俗 就连天灵根修士 都不可能修炼这么快 那这样看来 此人必然掌握着 某种不为人知的 能够快速增进修为的东西 王师兄冷冷说道 他的神色平静了下来 眼神变得冰冷 充满了杀意 以及浓浓的贪欲 哼 要不是他进入了练气十二层 我没把握拿下 又何必叫上你 李师兄心中想到 一想到叶长生身上 可能存在的某种机缘奇遇 李师兄心里就火热无比 之前他以为 让叶长生修为激进的机缘 在那个要园子里 结果 他在要园子中待了一个月 毛都没捞到一根 还不得不花费一笔零食 替换掉了这个任务 这让他心中积满了欲气 后来 上门找叶长生 想把他骗出去杀掉 结果没料到 叶长生根本不理会他 好说歹说 就是不出门 没办法 李师兄就只能等着 等到叶长生终于出来了之后 他通过百姬堂一位 与他交好的弟子得知 对方已经到了炼器十二层 这直接让他心凉了一截 他也是炼器十二层 面对同阶的叶长生 他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所以 只好将这个自己还算信任的王兄 也一并叫了过来 以我们两人的实力 解决他问题不大 就是不知道他身上有什么机缘 李师兄心里充满了担忧与好奇 在修仙界 某个修士意外走了大运 得到某种机缘的事情 并不少见 这天地间的种种机缘 千奇百怪 什么种类都有 有可能 这位夜师弟得到的只是一种在炼器期有用的机缘 比如说 己瓶能帮助炼器期修事修为精进的丹药 这种机缘对李师兄来说 用处已经不大了 但也有可能这是一种很大的机缘 即便到了筑机也能用得上 在不知道具体内容的情况下 贸然去杀人越货 是一种碰运气的行为 但李师兄不在乎 碰运气就碰运气吧 反正也就杀个人而已 实际上 黄蜂谷上万炼器七弟子 双灵根资质的人不在少数 杀一个不会有人太过关注 毕竟 援助中风灵根死了都没多大屁事 两人闷头急速飞行 很快 不到半个时辰 就追上了叶长生 叶长生一直在等他们 看到两人飞来的身影 叶长生脸上露出了惊讶 喜悦的神色 咦 李师兄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啊 是啊 我也挺意外 我和王兄有时路过此地 没想到碰到叶师弟了 哈哈 真是巧啊 的确挺巧的 看来我们之间还是有点缘分的呀 叶师弟 李师兄一边说着 一边和王师兄不断地凑近叶长生 哦 对了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位王师兄 叶长生脸上露出景仰之色 王师兄的大名我 很早之前就听说了 据说王师兄是本古最有希望筑基的修士之一 今日能见到师兄 实乃三生有幸 叶长生脸上带着热情洋溢的笑容 一脸的钦佩之色 这让对他完全不了解的王师兄 心中得意至极 没想到自己在底层弟子中 还有这样的威望 而李师兄则是心里泛起了疑虑 怪了 这小子上次见面的时候 警惕心很强 这次怎么会这样 他眼神一凝 看到叶长生的手扣在离储物袋不远的地方 顿时心中警铃大作 不好 有问题 李师兄脸色一变 身体立刻向后退去 同时手扣上储物袋 准备掏东西 晚了 叶长生冷笑一声 脚狠狠一顿顿 刹那间 地面上有十二张符路同时腾空而起 这些符路上闪耀着白色的光芒 腾空而起的一瞬间 有十二支冰枪从其上飞了出来 冰枪符 它怎么会有这么多 王师兄骇然变色 脸顿时变得惨白 额头上冷汗层层而下 初级高阶符路 冰枪符 一般练器修饰 能有一张都算豪富了 眼前居然一下子飞起了十二张 而且 他们两人还处于这十二张 冰枪符的包围之中 这下惨了 不得不说 叶长生出手 真的非常豪爽 初级高阶的冰枪符 一张价格在三十块零食左右 他直接就扔出去了十二张 十二张 那就是三百六十块零食 这已经能买一件 普通的极品法器了 大多数练器器弟子的全部身家 也没有这么多 而叶长生只是一次对战 就直接消耗掉了三百六十块零食 这已经不能用败家子来形容了 李师兄和王师兄看到这一幕 直接都想吐血了 他们内心在怀疑 到底是招惹了个什么怪物 但这还没完 叶长生冷笑一声 手上又出现了一张符 他把这张符路往身上一拍 一道绿光闪过 一大片藤蔓从地上生长出来 藤蔓凝成了一副甲咒 套在了他身上 出击高阶防御符路 藤甲符 即便已经胜券在握 也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省得阴沟里翻了船 叶长生是很惜命的 区区一张高阶符而已 相比于可能出现的危险而言 根本不值一提 看到叶长生这么豪富的样子 李师兄和王师兄 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这还有天理吗 怎么会有炼气气弟子 能拿出来这么多的高阶符路 这也太离谱了吧 叶长生的出手阔绰 让李师兄和王师兄再次确认了 对方身上一定有某种机缘 但是 现在再去想着谋夺什么机缘 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了 眼下 他们两人能不能保住命 都不好说 王师兄大吼一声 也从储物袋中 掏出了一张符路 他连忙激发这张符路 刹那间 一道封墙出现 将两人包裹住 出击高阶符路 封墙符 这是两人身上 唯一的一张高阶符 李兄 有什么底牌赶紧拿出来 现在不是藏私的时候 王师兄大吼道 李师兄脸色惨白 神情挥败无比 他眼神中充满了绝望之色 底牌 现在还有什么底牌 能逆转这种劣势 他取出了一把红色的小剑 法力灌注其中 玉石小剑极力向夜长生斩去 极平法器 火云剑 这是李师兄身上唯一的底牌 与此同时 王师兄手上 也出现了一杆青色的短毛 旗上烙印着一轮圆月 青月毛 也是一件极平法器 两人拼了老命地 催动极平法器 向夜长生攻击 但没用 极平法器的攻击 被藤家挡了下来 而与此同时 冰枪已经飞到了他们面前 碰 十二支冰枪同时撞在了封墙上 只坚持了不到一吸 封墙就直接被撞散 而后 冰枪在王 李二人惊骇绝望的神色中 射了过来 收了身上的藤甲 夜长生拍了拍手 向前走去 这两位与他同为炼器器 十二层的师兄 连一声惨叫都没能发出 直接被冰枪刺穿 冻结 在这修仙戒婚 就得抱有十颗被人杀死的觉悟啊 还好你们俩碰到的是我这样的大善人 速速送你们上了路 没有经受多少痛苦 要是换做一些心理变态 不得把你们往死里折磨呀 所以说啊 到了下面之后 记得帮我祈福 下辈子投个好胎吧 夜长生一副悲天闽人的样子 嘴里絮絮叨叨感慨着 却不知那死去的王师兄和李师兄 若是在天有灵 看到这一幕会作何感想 嘴上在感慨 但手上却没有停歇 夜长生迅速打扫战场 捡起两人的储物袋 和掉落的极拼法器 小心收起来 丢了几个火球 将二人尸体烧掉 毁尸灭界 然后 风景扯祸 绕了一个大圈子后 夜长生回到了黄蜂谷 他回到药园之中 躲进了自己的住处 等到彻底安全之后 他才不慌不忙地打开储物袋 清点这一次的收获 虽然这次消耗了十几张高阶符禄 但王师兄和李师兄的收藏 完全能弥补回来 别的不说 光是青月毛和火云剑 这两件极拼法器的价值 就远超那些符禄了 王师兄的储物袋中 一个清瓶里面装着一粒红彤彤的丹药 仔细地秀了一下之后 夜长生脸上 不由地露出了一丝喜意 他认出 这是一种对炼器十层以上的修饰 仍然有效的丹药 看来我有望在短时间内 进入炼器十三层了 除了丹药外 夜长生还得到了两件上瓶法器 几十张初中皆符 几十块零食 这些东西 对他来说 价值不大 收起王师兄的东西 夜长生又将目光 转向了李师兄的储物袋 他提起储物袋一抖 里面一堆东西 哗啦啦地被盗了出来 几十块零食 十几张福禄 一件上瓶法器 两件中瓶法器 这位李师兄 看起来比王师兄要穷多了 他身上唯一值钱的 大概就是那件 极瓶法器火云剑了 嗯 这是什么 夜长生的视线 被一个木盒吸引住了 这个木盒看起来有些古朴 造型简陋 但却有一种独到的韵味 能被李师兄收藏起来的 应该不是简单的东西 夜长生低语道 仔细想了想 他先给自己身上 拍了张防御性的符禄 等到符禄生效之后 他轻轻地打开了木盒 吃 刚打开的一瞬间 一只利剑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士射了出来 碰 利剑射到夜长生面前时 被一道光膜挡住 弹飞了出去 我操 夜长生差点都想破口大骂了 他清晰地看到 那利剑上面 带着一种蓝色的光芒 显然是脆了剧毒的 这要是毫无防备地被射中 后果不堪设想 搞这种阴险手段的生孩子 没屁眼 还好我机灵 防了一手 在这冰冷险恶的修仙剑 时时刻刻都得小心谨慎 大惊之下 夜长生背后冷汗都出来了 好在 平时的小心谨慎 保住了他一命 不过 被这样重视保护的东西 里面是什么 夜长生 兴起了好奇之心 向盒子中看去 一本古说 一枚令牌 这是盒子中装着的全部东西 夜长生拿起令牌来 仔细观察了一下 这是一面银色的令牌 其上又有一些紫色符纹 显得无比深邃 神秘 令牌的正面是一个字 星 背面则是刻画了一片星空 这是什么 夜长生看了半天 没看明白 能被李师兄如此慎重地收藏起来 显然这令牌不是简单的东西 他翻来覆去地看 没看明白 算了 以后再研究吧 收起令牌 夜长生又拿起了那本古籍 经临天星宫 这上面 居然是一种修行功法 夜长生心里生腾起了好奇 翻开古籍 仔细地研读了起来 两久之后 他放下了书 忽然重重地吐了一口气 神色变得阴晴不定起来 那位李师兄 说的居然是真的 夜长生原本以为 什么所谓的原心道人 只是李师兄杜撰出来骗他的人物 但是没想到 竟然真的有这么个人物 而且 这精灵天星宫 正是那原心道人主修的功法 这实在是令人惊讶 这么说 李师兄所谓的原心道人洞府 也不见得是空穴来风了 这块令牌 看起来怕是和这个所谓的原心道人 有点关系吧 夜长生的脸色变得阴晴不定 他觉得自己有些草率了 应该让李师兄多活一会儿 说不定他为了保命 会把原心道人的秘密全盘推出 罢了 事已至此 再去后悔也没用了 这块令牌 先收藏起来 说不定以后能用得上 夜长生将这一堆东西 都收进了储物袋中 只剩下那部精灵天星宫 没想到我修行的精灵诀 竟然只是这精灵天星宫 练起气功法的简化版 刚看到精灵天星宫时 夜长生就觉得有些眼熟 仔细阅读了一番之后 他恍然发现 市面上流传甚广的 基础功法精灵诀 竟然是从这部功法中 简化而来的 精灵天星宫 是一部金属性功法 号称是金属性领域的 顶尖功法 但是不是真的有这本 古书上所吹嘘的那么厉害 夜长生并不清楚 毕竟 他以前从未曾听说过 精灵天星宫的名字 如果真是顶尖功法的话 那多半会有名声流传在世上的 而且还是残缺的 夜长生有些无奈 这本古书中记载的功法 是不全的 只有六层 记载了从炼气期 到助击后期的修行方法 再往后就没有了 这可真是 为什么能流传出来的功法 大多数都是残缺的呢 不过 让夜长生心动的是 按照这部功法的记载 只要修炼完精灵天星宫的前三层 就能掌握一种叫做 荧光甲的神通 此神通顾名思义 乃是一种防御之术 只要运转功法 就能在身体表面 形成银色的铠甲 按照古书上的说法 这种铠甲 能让炼气期修饰 抗住上瓶法器的轰击 这是相当惊人的 炼气期就能抗住上瓶法器 那助击期呢 岂不是能防御疾瓶法器了 那在网上 结单期呢 是不是能抗住法宝的轰击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这步功法 当真无愧于 是一步顶级功法 但这步功法的神意之处 还不止于此 等修到第六层 也就是助击后期之后 还能掌握一种叫做 心狠剑气的神通 这是一门攻击法术 威力极大 这两种神通 是极其惊人的 但与此同时 它们所消耗的法力 也是惊人的大 但好在 修炼这部精灵 天心功后 法力会无比的雄魂 足以支撑 这两种神通的消耗 不过 这也就意味着 精灵天心功 修炼起来非常慢 这大概就是其弊端了 这世上没有 哪步功法 是实权实美的 只要是顶尖功法 必然有其优势的一面 也有其劣势的一面 比如说那清源建绝 消耗的资源 接近同阶的两倍 修炼起来速度较慢 但由于修炼出来的法力精纯 突破瓶颈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了 精灵天心功的优势 很明显 威力大 斗法时能占很大便宜 但劣势也足以劝退很多人 毕竟 修炼慢这种事情 不是谁都能接受的 在这修仙界 时间就是生命 所以 在这步功法的最后 也很贴心地提醒了一句 如果没有天灵根 就不要修炼这步功法了 所以 就因为这个 李师兄 没有修炼这步功法吗 叶长生低语道 这其实是叶长生 错怪李师兄了 李师兄 没有修炼这步功法 并非因为其修炼起来速度慢 而仅仅是因为 他没有金属性灵根 否则 这样威力极大的功法 他是不会放过的 等我进入住机器之后 就要选择一步 主修的功法 要不要修行这个呢 叶长生陷入了沉思 考虑了两久 他最终做出了决断 决定先修行精灵天心功 他还是很眼馋那个 荧光甲的神通的 如果无法得到 这步功法的后续内容的话 那再考虑 转换功法也不迟 于是 叶长生再度开始前修 将自己的功法 转换成了精灵天心功 好在原本修炼的精灵诀 就是这步功法的简化版本 因此 他转换起来也不难 在前修的同时 叶长生 每隔一段时间 也会前往一趟黄蜂谷方式 通过摆摊卖符录 丹药 法器等 他赚了一大笔零食 其中大部分零食 都被他用去 复制天雷子和符录了 最终 只剩下了能有八百多零食 于是 他又去了一趟万宝楼 在那个田掌柜诡异的目光中 买下了万宝楼中的一件极品防御法器 玄铁飞天盾 看着叶长生离去的背影 田掌柜脸上挂着一副 哭笑不得的神情 他想起上次叶长生离去的时候 曾说之前那笔交易把他们家族几十年的储蓄全都花光了 结果 这次又拿出八百零食买了玄铁飞天盾 而且 他这次走的时候 又说自己的家族积蓄全都被消耗一空了 这位韩师弟也是挺有意思的 田掌柜捋着胡须笑道 对于叶长生这种做法 他并不感到奇怪 做生意这么多年 见得多了 对于这种优质客户 田掌柜从来都不在乎他们什么身份 他现在很期待这位韩飞宇师弟再次上门 叶长生没有辜负田掌柜的期待 半个月之后 他又来了 经过一番调查 叶长生得知 这万保罗的口碑向来极好 从来都没有干过那种龌龊的事情 大概也正是因此 韩丽在这里拿出了两株千年灵药 也没出啥问题 当了解了这些之后 叶长生就对万保罗比较放心了 他再次上门 是因为攒够了三千灵石 打算换取那件金光砖福宝 什么 被人买走了 叶长生有些惊讶地问道 田掌柜一脸遗憾 没错 刚被人买走 韩兄晚来了一步 不然这金光砖我说什么 也要留给你啊 罢了 既然如此 那韩某就告辞了 叶长生不等田掌柜挽留 立刻离开了万保罗 这位韩师弟这么急匆匆地离开 不会是想杀人约祸吧 看着叶长生离去的背影 田掌柜心中想到 算了 出了万保罗 就跟我们无关了 他摇了摇头 继续回去读他的书 能吃下金光砖的 只能是韩丽了吧 这家伙 行动速度也不骂啊 叶长生心里想到 显然 韩老魔这时已经确定了 要去血色禁地 所以再收购法器和俘虏 而叶长生 也已经下定了决心 去参加血色试炼 只有通过这个方法 才能获得合法的助击单 对 合法 其实叶长生是有好几种方法 可以弄到助击单的 比如说杀人约祸 但这些手段都是不合法的 只要他一成功助击 立刻就会暴露 助击单是一种垄断资源 无法从市面上买到 只有门派发给你的助击单 才是合法的 如果门派没有给一个人 发过助击单 而这个人却助击了 那就说明 此人有问题 门派必然会想办法调查清楚 此人的助击单来源 而一调查 就有可能调查出问题来 叶长生是经不起调查的 一旦门内详细调查他 那他两年从炼器五层 精进到炼器十二层的事情 会暴露 杀死李师兄和王师兄的事情 也会暴露 先后几次在万宝楼豪制千斤的事情 也会暴露 这风险太大了 叶长生不敢冒这个险 所以他需要一枚合法的助击单 对于如今的叶长生来说 参加血色试炼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危险性的 不管是实力多强的炼器七修士 都挨不住他一颗天雷子 而他 现在手上有整整三十颗天雷子 除此之外 身上大量的俘虏 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杀招 另外 他手上还有三件极品法器 有了这些手段保证 参加血色试炼不会出什么问题 韩力现在身上 应该还有一株千年灵药 我得想办法换过来 叶长生一边向方室外走去 一边心中想到 千年灵药 可遇而不可求 现在正是韩力急需各种装备 已度过血镜试炼的时候 只要付出较小的代价 就能从他那里换到千年灵药 等到他从血镜试炼回来 筑基成功之后 再想跟他交易就很难了 那时候的韩老摩 远没有现在这么焦虑 急切 走出方式 叶长生向四周看了看 看到一道身影 正站在飞行法器上 向远处飞去 法器上的人皮肤有黑 相貌平平 正是韩力 叶长生立刻追了上去 韩师兄 没想到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 叶长生上去打了个招呼 叶师弟 韩力看到叶长生的出现 也感到很惊讶 同时 他心中生起一丝警惕之意 对于无缘无故凑上来的人 韩力都会对其 保持一份怀疑之心 这位叶师弟 一年多以前相遇的时候 修为还远不如我 现在居然已经超过我这么多了 韩力心中震惊无比 他有些无法相信 凭他那样刻要修行 速度居然还比不过这位叶师弟吗 看到叶长生修为比自己高 韩力更加警惕了 韩师兄 刚才我从万宝楼那里得知 师兄手上有千年灵药对吧 叶长生一句话 就让韩力骤然变色 万宝楼居然把我的信息泄露 给了别人 韩力心中涌起了惊讶与怒火 这万宝楼太不守规矩了 顾客的信息能随意泄露吗 而且 他已经掩饰了自己的身份 万宝楼是如何得知 他的真实身份的 韩力只觉得心里拔凉拔凉的 这万宝楼太诡异了 他决定 以后再也不在这黄蜂股方式中 买任何东西了 在这里进行交易 没有任何安全感 我唯一的一株千年灵药 已经给万宝楼了 你如果想要 可以找万宝楼去交易 韩力淡淡说道 师兄先别急 我听说师兄在购买法器 是准备去雪晶试炼了吧 韩力文言沉默了一阵 而后说道 不错 我是有这个打算 叶长生脸上露出微笑 道 我也打算去雪晶试炼 万宝楼的那件福宝 本来是我看上了的 没想到被师兄劫足先登了 真是让人遗憾 师弟找我 是有什么打算 韩力不动声色地问道 我想问师兄 是否需要极品法器和高阶服务 我这里有一件极品防御法器 说着 叶长生将玄铁飞天盾拿了出来 当然 这件已经是复制品了 我急需千年灵药 所以这件法器 我可以卖出去 看到玄铁飞天盾的那一刹那 韩力心动了 如今的他身上只有一件极品法器 金服子母刃 叶长生拿出来的这件极品防御法器 对他而言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韩力对自己的禁地之行 是一点把握都没有的 他不过练弃十一层的修为 如果没有足够的手段护身 如何与那些十二层 十三层的人交手 反正这位叶师弟已经知道 我身上有千年灵药的事情了 不如与他交一番 韩力心中思索了起来 考虑了片刻后 韩力说道 我手上的确还有一株千年灵药 不过以这株灵药的价值 你这件玄铁飞天盾恐怕不够 玄铁飞天盾价格在六七百灵石左右 而千年灵药的价格 却是在三千灵石左右 那是自然 以千年灵药的价格 的确能换好几件玄铁飞天盾 所以 我打算再加上十张高阶服录 和一千五百灵石 来与韩师兄交换 师兄觉得如何 叶长生给出了一个 让韩力心动的价格 十张高阶服 大约价值两百到三百灵石 加上玄铁飞天盾 再加上一千五百灵石 还不到两千五百灵石 这比交易严格来说 叶长生赚了不少 不过 交易这种事情 很多时候并不完全看物品 是否等值 对于韩力来说 防御法器以及高阶服录员比千年灵药更吸引他 所以 他能够接受这点溢价 好 成交 两人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 进行了交易 于是 叶长生手上 多出了一株千年紫枝 每次和韩师兄交易 都会给我带来惊喜 师兄以后要是还有什么灵药 灵丹之类的东西 可以找我来卖 我会给师兄优惠的价格 韩力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灵丹我自己都不够用 灵药更是只有这一株了 以后怕是没办法跟叶师弟做生意了 无妨 那就等以后韩师兄有了后再说吧 这方是距离黄蜂谷 还有一段距离 师兄要不与我同行 叶长生问道 韩力摇摇头 我还有些其他的事情 师弟先走吧 既然如此 那韩师兄后会有期了 叶长生洒然一笑 踩着法器离去 等到他的背影消失后 韩力脸上露出殷勤不定的神色 片刻后 他朝着与叶长生相反的方向走了 叶长生在太岳山脉外围兜了一大圈 飞行了好几天 然后才重新返回太岳山脉 这样做 自然是怕有人在背后跟踪他 当飞过一个山头的时候 叶长生忽然间听到了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 陆师兄 这血色禁地的事 我们为何要来这么偏僻的地方讨论 师妹 这黄蜂古人多眼杂 万一走落了风声 可就不好了 琵琶 一堆柴火前坐着一男一女 刚才的交谈声正是从他们口中说出 陆师兄和陈师姐 叶长生认出了两人的身份 他连忙躲到一旁观察 防止惊动这两人 陆师兄 练弃十二层的修饰 风铃根的拥有者 在黄蜂谷内颇有名气 是受到高层关注的低阶弟子 风铃根是仅次于天铃根的修行资质 可以说 只要此人正常修行下去 筑基成功 那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将来 说不定都有那么一丝结单的可能性 陈师姐 名叫陈巧倩 在黄蜂谷中的名气同样很大 但并非因为其实力 而是因为其不俗的相貌 陈师姐长相极为秀美 在黄蜂谷弟子中 也只有洪福师祖的弟子董轩 能与他媲美 喝吧 我带的酒 可是非常美味 陆师兄拿出了一杯酒 递给了陈师姐 陈师姐也没有疑虑 直接就喝了下去 这些修仙世家出身的弟子 也太没有警惕心了 看到这一幕 叶长生心里想到 陈师姐出身越国著名修仙世家陈家 这位陆师兄 是家族给他安排的人 只要两人都筑基成功 就会结成双修伴侣 师兄 你已经有筑基单了 为何还要去血色禁闭啊 陈师姐问道 他此时仍未察觉到 有什么异样 但陆师兄的面色 已经渐渐地变了 一丝冷笑出现在他眼中 不用再去了 只要洪福师祖愿意帮我 筑基还不是早晚的事 陈师姐这时 忽然感觉到了一丝头晕 浑身都燥热了起来 什么 他轻盈道 毛子中出现了一丝恐惧 陆师兄脸上的笑容迅速扩大 一种即将得偿所愿的激动之色 出现在他眼中 为了不让轩师妹知道 我脚踏两条船的事情 就只能委屈 你了师妹 毕竟 洪福师祖 可是最痛恨薄情寡义的男人的 你 这酒 陈师姐双眼变得迷离了起来 何欢散 陆师兄的脸上带着一丝尖笑 煞时间 一股前所未有的怒火 涌上了陈师姐的心头 他双眸中简直要喷出火来 痛苦 愤怒 杀意 在他心中回荡 但他已然无法做出任何举动 因为陆师兄挥手一道丰富术 捆住了他 别这样看着我 师妹 反正你也从未享受过男女之欢 不如就让师兄好好疼爱你一番 否则一会儿香消玉允了 岂不是白白浪费了这副好皮囊 看着陈巧千那娇艳如花的面容 陆师兄心中火热无比 这样的美人 今天死在这里实在是太可惜了 但没办法 相比于董轩 陈巧千的家族势力差了不少 无法给予他更多的帮助 可惜了 陆师兄心里感叹了一声 就要伸手向前 忽然间 他心底里一寒 什么人 陆师兄迅速跳到一旁 大喝一声 与此同时 他手速极快地从储物袋中 掏出了一张福禄 风强兽 刚激发出风墙 陆师兄便看到一杆青涩的短毛 向自己无声无息地刺来 碰 短毛撞击在风墙上 发出了沉闷的响声 这一幕 让陆师兄背后出了一层冷汗 差一点 只要稍微晚上哪怕一吸 这杆短毛就会刺进他的身体 太阴险了 什么人 给我滚出来 陆师兄气急败坏地大喝 另一边 面对和欢散汹涌的药力 正在苦苦挣扎着的陈师姐 听到这声音 原本绝望的双眸中 骤然间爆发出了一丝西迹 清月毛 这不是王师兄的法器吗 仔细地看了下这根短毛后 陆师兄惊叫了出来 则则 陆师兄真的是豪雅兴 在这荒郊野外的地方 干这种龌龙的事情 为正人君子所不耻 你是谁 有本事别藏头鹿尾的 给我滚出来 陆师兄手中出现了一杆青色的大旗 眸光警惕地盯着前方的密铃 想见我 可以啊 看你有没有本事 把我找出来了 刷 四五十颗火球 忽然从密铃中飞了出来 陆师兄被吓了一大跳 这么多火球 就算他的风墙术是高阶浮禄 也很难完全挡住 他立刻挥动青椒旗 一道道青色风 刃射出 将一颗颗火球击碎 这位陆师兄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隐藏在黑暗中的夜长生 看到这一幕 心中响到 他伸手从储物袋中 摸出了六张冰枪符 刷 六张浮禄被一把甩出 化作六根冰枪 急速射去 看到这冰枪的出现 陆师兄煞时间亡魂大冒 他长这么大 就从来没见过 这样的出手方式 一次性就丢出六张高阶浮禄 哪有这么搞的 他赶紧拼了老命的 催动青椒旗 一条青色的蛟龙 从旗子上飞出 拦住了几根冰枪 剩下的几根冰枪 在撞碎了封墙之后 也缓缓消失不见 看到这一幕 陆师兄稍微松了口气 树林中的师兄 我们有话好好 咔嚓 随着青月毛穿透骨头的声音传来 陆师兄最后的话 也没能说出口 他瞪大双眼 满脸不甘之色 倒了下去 叶长生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陆师兄至死也没能看到他的相貌 几颗火球丢出 他熟练的毁尸灭迹 将掉落在地上的法器收了起来 正要去捡纳除物袋 忽然间身后一阵香风袭来 叶长生大惊 转过头就看到陈师姐满脸通红 美眸迷离 直接冲着他缠了上来 陈师姐 你干什么 等等 陈师姐 你别这样 不要 陈师姐 你放开我 不 男孩子出门在外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这是叶长生今天得到的惨痛领悟 他本来是好心来救人的 却不料 陈师姐竟然恩将仇报 实在是有辱斯文 叶长生自然是奋力反抗 但奈何因为不可抗力 他最终反抗失败 爱 一声叹息 叶长生躺在地上 看着天空中那明亮的月亮与星辰 心中充满了惆怅 一阵阴阴阴的哭泣声 从身旁传来 陈师姐双手抱着膝盖在啜泣 整个人委屈到了极点 他想不通 命运为何会这样对待他 先是被人背叛 而后又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 今日这一波三折 实在是令他心力憔悴 这样的人生 还有什么意义 还没注击 没有正式结尾道理 结果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没了 他越想越委屈 哭声逐渐的变大了起来 啪 一道清脆的声音 在夜空下突兀地响起 啊 陈师姐惊叫一声 停止了啜泣 双手向后捂着 眼神中充满了惊慌 他眼睛红彤彤的 活脱脱的 像一只受惊的兔子 别哭了 听得我心烦 叶长生不耐烦地说道 他正想心事呢 这一直哭哭啼啼的 总是打断他的思路 是你主动扑上来的 你有什么可委屈的 受害人是我 这话一说出 陈师姐先是呆愣了一阵子 而后 眼神立刻灰暗了下去 鼻子一酸 大滴大滴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哭声更止不住了 此刻的陈师姐 心中充满了哀怨 本来尸身就是一件意外的事情 他哭了一阵子之后 也打算认了 怎能料到 这薄情的男人 居然说出了这样冰冷的话语 这一下子 陈师姐原本心里 生腾起的那一丝希望 瞬间又破灭了 他对人生 对前路彻底地失去了幻想 不如一死了之 哎 听着这没有停歇的哭声 叶长生头疼地叹了口气 女人就是麻烦 还是得哄 他坐起身来 胳膊伸出 一把将陈师姐拉了过来 陈师姐挣扎了一下 但抵不过叶长生的强硬 哭声很快就停止了 热意消散之后 叶长生双手枕在脑后 仰望着星空 此刻的她 仿佛一位哲人 但她并非是在思考什么哲理 而是出于回味无穷的状态中 陈师姐的美 不足为外人道也 这件事 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知道 陈师兄的死 别人提起来的时候 你要一问三不知 叶长生淡淡说道 他在很冷静地考虑善后事宜 虽然 黄蜂谷上万炼气七弟子 死一个很正常 但是 陈师兄这样的风铃根 还是比较受重视的 他的死 必然会引发一定的波澜 不得不防 我知道 这时候 陈师姐也不再像刚才那样 委屈哭泣了 他在叶长生身边 那一双隐隐如水的毛子中 充满了柔情 我父亲是陈师家族的组长 我们陈家在黄蜂谷也有 一定的影响力 我会把这件事情摆平的 叶长生文言暗暗点头 这样的话 就没什么问题了 他毫不怀疑陈家的力量 毕竟 原住中路师兄死了后 也屁事都没有发生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沉默了片刻后 陈师姐忽然问道 打算 自然是想办法住击呗 那住击之后呢 陈师姐问出这个问题的同时 眼中露出一丝西迹之色 住击之后 自然是继续提高修为 以待将来能结单 叶长生理所当然地回答 在这修仙界 最首要的是情是什么 当然是修行 提高修为 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 其他统统要为此让路 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陈师姐眼中露出了黯然之色 他快速站了起来 整理了一番 这件事情 我不希望谷中有任何人知道 你我之间的关系 他忽然用一口冷若冰霜的语调说道 那是自然 我也不希望别人因为这件事关注到我 叶长生理所当然地说 看到他这个样子 陈师姐心里气急 冷哼一声 竟一言不发 直接驾驭法器 向黄蜂鼓的方向飞去 叶长生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淡淡一笑 也驾起法器 向另一个方向飞去 陈师姐的心思他 如何不了解 无非就是想让他做出一些承诺 诸如注击之后 就与他结为伴侣之类的 笑话 他叶长生 怎么会这么早早地 就把自己给拴住 我生来便是自由 翱翔于天空之鸟 在外面又绕了一大圈后 叶长生才回到黄蜂鼓 回去之后 他立马闭关前修 以期能突破炼器十三层 陆师兄的死在 黄蜂鼓低阶弟子中 掀起了一场小小的波澜 他是有名的人物 且受到高层的关注 结果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死了 着实让人惊讶 加上前阵子 李师兄和王师兄的死去 黄蜂鼓接连死去了 三位炼器高阶的精英弟子 在经过一番调查后 黄蜂鼓什么也没有调查出来 毕竟这三人都死在荒郊野外 尸还无存 上哪去查 能查出他们死因的 都是修为高深的大人物 怎么可能因为这点破事 就惊动他们 于是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这几位弟子 很有可能是被别派的人给暗害了 这并非瞎猜 毕竟临近血境试炼了 而且 这一次血境试炼 还不同于以往 竞争尤为激烈残酷 所以 别派提前下手 除掉一些有威胁的敌人 也是有可能的 最终 黄蜂鼓做出的应对 就是提醒炼器弟子们 出门的时候注意一些 然后就没了 因为这三人死亡的事件 黄蜂鼓低接弟子中气氛 稍微紧张了一些 那些准备参加血境试炼的人 格外地小心 不惜代价地 去购买那些 能增强他们实力的东西 山羽欲来风满楼 他们已经提前嗅到了血腥味 叶长生在自己的住所 前修了几个月 随着血色试炼的时间 逐渐接近 他的修为 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他修炼成了 精灵天心宫第三层 突破到了炼气十三层 炼气顶峰 这是很少有人修炼到的境界 这便是荧光甲吗 叶长生 叶长生站在一面水晶前 打亮着镜面中的自己 他的身上笼罩了一层荧光 荧光凝成了铠甲的模样 将他全身上下包裹的秘密实实 太拉风了 叶长生嘀咕了一句 他本就体态修长 被这银色甲皱一包裹 整个人就如同一尊银甲天神一般 威武不凡 叶长生沉吟了一下 取出了一件上瓶法器 他遇使着法器 向自己发动攻击 碰 沉重的敲击声响起 荧光甲熠熠生辉 挡住了上瓶法器的攻击 还真是名不虚传啊 那本古书上没有瞎胡说 叶长生惊喜无比 这功法果然很厉害 荧光甲能够抗住上瓶法器的攻击 这下 他又多了一项保命的本钱了 天雷子 荧光甲 数百张浮露 四件急兵法器 有了这些 我可以放心 去参加血色试炼了 叶长生心里想到 陆师兄的青椒旗 是极品法器中的精品 威力极大 对叶长生的实力 有很大的帮助 玄铁飞天盾 又是难得一件的极品防御法器 而那火云剑和青月毛 也是颇为不俗 光凭这几件法器 叶长生 其实就足以横行血色境地了 再加上其他的底牌 去了就是乱杀 打开门 叶长生准备去打听打听 血色境地的事情 忽然 他愣了一下 门外 不远处一个山头上 一位容颜秀美的女子站立 虽然神色冰冷 仿佛万年不化的冰山一般 但眉眼间的那种动人气质 却不是故作冰冷 就能掩饰掉的 又来了 叶长生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那女子正是陈师姐 在那一日 两人分别时 陈师姐冷冰冰地 说出了一番话语 要求叶长生以后 在黄蜂鼓与她相见时 不得有任何异常的表现 两人之间 全当是一个意外 即使见面了 也要当作不认识 叶长生自然是答应了 她本来就不想被别人关注 要是与这位黄蜂鼓 名气颇盛的陈师姐扯上关系 那岂不是走到哪里 都是关注的目光 但熟料 这位陈师姐没过多久 就有了变卦的意思了 总是动不动地出现在 叶长生的住所外面 每次都是一副 偶然路过的样子 但问题是 你这路过的 也太平凡了吧 叶长生好几次出门 都碰见了陈师姐 但她都没有搭理 她正忙着修炼呢 如果不是有一些 必要的事情的话 她都不想出门 在修炼到十三层之前 她没工夫考虑别的事情 不过现在 这位陈师姐的事情 终究是要解决一下了 看到叶长生出现 陈师姐慢慢地走了过来 她脸上一副 生人无尽的样子 冷冰冰道 你看我干嘛 谁让你一直盯着我了 我不是说过 啊 你干嘛 走 跟我进屋 叶长生懒得看她 故作高冷的表演 直接一把 将其拽进了自己房间中 你要干嘛 陈师姐甩开叶长生的手 一副恼怒无比的样子 不过 虽然她表现得很冷傲 但进入屋子后 她可没有丝毫要离开的意思 不要在我面前 装出这副样子 叶长生忽然伸手 猛地将她拉了过来 我装什么了 你在干什么 放开我 陈师姐脸上泛起飞色 挣扎到 啪 陈师姐身体一僵 瞬间安静了下来 她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 有些柔顺地低下头去 你的性格可不是那种冰山美人 装出不符合自己的人设 很别扭的 叶长生说道 你在胡说什么 冰山美人什么的 我才没有 嗯 放开我 嗯 不消片刻 冰山就融化了 变得柔情似水 浓墨般的青丝 柔顺地劈散 退去了保护壳的她 温柔又听话 她本就是那种温柔善良之人 强行装作冷漠 不过是出于一种 别扭的心情罢了 大概就是你不要我 我还看不上你呢 这种意思 但终究她自己内心 无法放下那一日的事情 所以动不动就来找叶长生 毕竟 叶长生不仅是她的救命恩人 还是她人生中 第一次的拥有者 关键是 当时还是她主动冲上去的 这就让陈师姐心里很复杂 叶长生深吸一口气 暗纳住躁动的心 在陈师姐不解的目光中 缓缓将其暗下 陈师姐有些迷惑 但马上 她就明白了叶长生的企图 震惊 委屈 羞耻 种种情绪涌上陈师姐的心头 她抬起头去 却看到了叶长生 不容置疑的眼神 委屈的她 只能乖乖地接受 太阳缓缓地从东边的天空 不断往西边移动 已经是日上三竿了 陈师姐没想到 自己这么快就败了 她原本还打算 继续在叶长生面前 装一装来着 看看能不能让她改变态度 对自己更重视一些 她可不是什么 随随便便的女人 结果 在叶长生的强硬面前 她乖乖地投降了 此刻 她乖巧温顺地 在叶长生旁边 享受着这一抹温暖 住击之后 你去陈家提亲吧 好吗 陈师姐微微仰头 眼中露出了哀求之色 自从那一日之后 陈师姐心里 就特别希望将来 叶长生能成为她的伴侣 叶长生长得帅 资质又好 还与她有了亲密的关系 从各方面来看 都是良配 但 又来 叶长生眉头皱了起来 这女人 为什么总想着提亲啊 伴侣啊之类的事情 你就不能想想修行吗 现在谈这是为时上走 也要等我先筑机了才行 叶长生淡淡说道 你不是已经得到筑机单了吗 以你的资质 筑机应该没问题 陈师姐小心翼翼地说道 你倒是对我信心十足 双灵根修士 哪个敢说 自己能十拿九稳筑机的 黄蜂谷双灵根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也没见得全都筑机 再说 那颗筑机单见不得光 我哪里能拿那个筑机 叶长生知道 陈师姐所说的筑机单 正是从死去的 陆师兄身上得到的那一颗 如果他拿那个筑机了 黄蜂谷立马就会知道 陆师兄是他杀的 虽然一个死去的天才 和一个活着的筑机修士 二者分量完全不同 黄蜂谷不可能因此杀了他 或是废了他修为 但门规也不是摆设 下禁制 控制终生为门派服务 将是躲避不了的惩罚 所以 叶长生必须要有 合法的筑机单来源 这是他为什么有了筑机单 还要去参加血境试炼的原因 听到叶长生的话 陈师姐才意识到 自己所说之话的不妥 的确 叶长生不能拿那颗筑机单筑机 那你打算怎么办 从别处也买不到筑机单 陈师姐眼中露出优色 现在唯一能快速获得 合法筑机单的方法 就是血境试炼 所以我打算参加血境试炼 叶长生平静地说道 什么 血境试炼 不可以 陈师姐惊叫着坐了起来 脸上露出了浓浓的担忧之色 叶长生闻言一挑眉 你再叫我做事 啪 我 可是 血境试炼太危险了 陈师姐美眸含泪 委屈巴巴地说道 放心 以我的实力 区区一个血境试炼 还不在话下 你又不是没见过我的实力 连路师兄那样的精英弟子 在我手下 也没走过三招 叶长生脸上的 神采飞扬之色 令陈师姐眼中 异彩连连 他最喜欢的 就是这种平日里 不显山露水 关键时刻 总能力挽狂澜的人物 但一想到 有关血境试炼的 种种传闻 他还是担忧无比 要不 我先不住机 到时候就说 你是用了我的住机单 陈师姐美眸忽闪着 忽然说出了这样的提议 啪 胡说什么呢 血境试炼太危险了 我不想你去参加 陈师姐小声说道 声音中充满了委屈之意 放心 这世上没有人 比我更珍惜自己的小命了 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怎么可能去参加 那种危险的试炼 叶长生抚摸着他的俏脸 忽然柔声安慰了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温柔 令陈师姐心中 一下子充满了感动 他无比的希望 叶长生能永远 这样温柔对他 等到两人都住机了 结为伴侣 共度着慢慢修到岁月 师弟 陈师姐动情地轻唤了一声 双眼迷离地缠了上来 过了几天 陈师姐带着两个御检来了 这是我们陈家以前参加过 血境试炼的弟子 回来后 关于血色禁地的描述 我全都带来了 里面有血色禁地的大概地图 以及一些关键地方的标注 陈师姐将两个御检 交到了叶长生的手上 这一刻 叶长生深切地感受到了大家族的便利 这些修仙世家 屹历几百年 上千年之久 拥有的各种资源 果然不容小觑 我有一位兄长也要参加血境试炼 他是黄蜂鼓炼气七弟子中排行前三的存在 我已经托付他 进去之后对你多加关照 陈师姐满脸担忧地说道 他还是无法放心叶长生就这样去参加血境试炼 听到他的话 叶长生眉头一挑 照顾我 大可不必了 搞不好我还得防着他 不过 想到这是陈师姐的一片好意 他也没说啥 陈师姐看着眼前这个夺取了自己的男人 眼中涌现出无限的柔情 心里已经被填满了 他现在整个人所有心思都细在了这个男人身上 上前半步 陈师姐主动双手还住叶长生 柔声道 师爹 等你成功归来 助击了 我们便结为伴侣吧 叶长生瞬间头皮发麻 师姐 你是要吓死我吗 这种棋子能乱插 看到陈师姐气机中又带着一丝丝害怕的眼神 叶长生忽然意识到 这个女人很缺乏安全感 他低下头 用无比深情的语气说道 放心 我绝对不会辜负你 他熟练地堵住了陈师姐满肚子想说的话语 在他无奈的神色中 带领着他进入了迷醉的世界 用甜言蜜语安抚住陈师姐后 叶长生来到了百姬堂 在这里 他正式报名参加了这一次的血精试炼 奇怪 古内什么时候又多了这么一位练气顶阶的弟子 负责报名事务的王管事 看着离去的叶长生 喃喃说道 此君大为疑惑 黄蜂谷顶阶弟子数量并不多 每一个他都认识 没想到又突然冒出来了一个 刚修炼上来的吗 看来这次血色境地 我黄蜂谷的收获会相当不错 王管事自语道 虽然对叶长生这样突然冒出来的顶阶弟子很奇怪 但王管事并没有特别惊讶 这群人里面叶长生认识的只有一个韩丽 对方在看见他时 眼神也微微波动 看起来心里并不平静 对于这位神秘的叶师弟 韩丽一直是防备大于信任 虽然与他进行了两次友好的交易 从未出现过问题 但是对于这种神秘 深不可测的人物 韩丽向来是敬而远之的 尤其是 这位叶师弟 现在居然已经到了炼器顶尖 比自己高了两层 法力不知道超出了多少 如果对方要针对自己的话 韩丽还真的没有把握 韩丽心中暗暗想着 进入血色境地后 遇到这位叶师弟最好是躲开 能拿出极品法器来卖的人 多半身上不缺极品法器 这样的人 在禁地中属于是那种最顶尖的人物 是猎杀者 他这种小透明 完全是这群顶尖高手的猎物 韩丽低着头想了半天 一抬头 却发现那叶师弟正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这立刻让他心中打惊 背后都出了一层冷汗 他在关注我 他为什么要关注我 难道是想在这次 禁地之行中对我下手 韩丽心中暗暗叫苦 他可不觉得 被这样一个十三层的大高手 盯上是什么好事 韩师兄 你果然来了 叶长生走到韩丽面前说道 这次禁地之行 想必韩师兄是势在必得的吧 哪里哪里 叶兄太会开玩笑了 我这样的修为 去了禁地中只能是炮灰 韩丽勉强笑了笑说道 面对比自己修为高了两层的叶长生 他可不敢再称呼对方为师弟了 哈哈 师兄太谦虚了 别人不清楚 师兄你的实力 我可清楚得很 在我看来 这里的炼气气弟子 皆是种中枯骨而已 天下英雄 为师兄与我二人 叶长生脸上露出了神秘的笑容 哄 天边一道炸雷声响起 伴随着阵阵龙吟之声 外面的龙吟声 吓得一群炼气气弟子 脸色发白 掌门钟灵道脸上却露出了喜悦之色 大声道 李师叔到了 哈哈哈哈 伴随着一阵豪爽的大笑 一位满面红光 方头大耳的老者大步走了进来 他看起来大约有五六十岁 头发虽然灰白 但精神绝朔 一双虎目不怒自威 一看就是刚烈之人 钟大掌门看到这位老者出现 立刻小跑着凑上前去 一口一个李师叔 无比的热情 神色间充满了阿鱼 其余几位助击修士 也纷纷上前拜见 他们看到钟掌门 能凑在李师叔面前 阿鱼奉承 一个个羡慕不已 这种机会 谁不想要 那可是杰丹七修士 能与他交谈 是一种天大的殊荣 万一拍马屁拍得他舒服了 随便赏赐点什么 可就赚大发了 看到这一幕 黄蜂鼓仲练气弟子们大为惊异 平日里 这些助击七的管事们 一个个趾高气昂的 竟也会如此伏地作小 这位是我们黄蜂鼓几位 结单七修士之一的李化元长老 你们以后见了李师叔 要记得问好 钟掌门转过身来 神色威严地对大家说道 拜见李师祖 练气七弟子们连忙行礼 神色恭敬无比 许多人心中立刻涌现出一种激动的心情 这可是杰丹七的师祖啊 一辈子都难得见到一次 对于这些练气七弟子来说 杰丹七修士 简直就是天上的神仙 李师祖的境界 他们终身都难以望其向背 都起来吧 李化元是一个豪爽之人 并不讲究那些虚妄的礼节 他目光在这几十名练气七弟子中扫视了一眼 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 看起来这次参加血镜试炼的阵容 还算说得过去 李师祖说道 师叔 这次可是把谷内练气七排行前三的都叫来了 钟大掌门凑到李师祖身边 点头哈腰说道 嗯 看来 你这些年培养弟子的工作做得不错 李师祖捋了捋须说道 听到这话 钟大掌门脸上露出了惊喜之色 连忙道 这全都是灵狐师祖和李师叔等诸位前辈的功劳 弟子不过是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罢了 你也不必自谦 这些年来你的辛苦 我们都看在眼里 这个掌门只有交给你 我们才能放心 李师祖慢悠悠地说道 钟掌门脸上顿时露出了狂喜之色 叶长生注意到 那些助击期的管事眼中 都露出了深深的极度羡慕之色 有李师祖的这句话 钟灵道的掌门之位 又可以稳固很多年了 李师祖目光再度在众弟子身上扫了一眼 在那些修为精深的弟子身上 他还格外地停留了一两秒 叶长生看到 这位李师祖看向自己的眼神中 有一丝鼓励与赞赏 他心头一跳 生怕这位看出什么异常来 好在 这位李师祖的修为 还没到通神的地步 他不过是觉得 叶长生的法力 较寻常弟子雄厚了许多 故而多关注了一下 收回目光 李师祖钟气十足地说了句 出发 而后 他便向大殿外走去 见状 几位助击管事连忙催促着 也大家向外走去 刚一走出大殿 众弟子便倒吸了一口凉气 只见大殿外的半空中 一只二十余丈长的 银灿灿的巨大怪物 正悬挂在那里 其庞大的身躯 所带来的压抑气势 让众人不禁产生了窒息的感觉 李师祖站在怪物头上 俯视着下方众人 看到这些炼气弟子 被震撼到了的样子 他大为满意 全部都上来吧 老实地站好了 我这银甲脚蟒的速度 可比你们自己 预期飞行要快多了 一群人心惊胆战地 踏上了银甲脚蟒的背 小心翼翼地观察着 这只巨大的妖兽 李化元轻轻地拍了一下 银甲脚蟒的巨角 下一刻 那银甲脚蟒 长吟了一声 声震四眼 而后 其立刻穿入云雾 宛如一只离弦之剑般 飞速冲出了黄蜂鼓 一些炼气气弟子 没反应过来 立足不稳 差点跌倒在地 带到重新站稳之后 大家看着周围的景色 纷纷惊叹起来 虽然是同样的云海鲜雾 但踩在下屏法器上看 和站在如此威风凛凛的 妖兽背上欣赏 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 后者是可以拿出去 吹嘘一辈子的 血色境地 距离黄蜂鼓很远 即便是银甲脚蟒 这样的妖兽 也要赶上两天两夜的路 这两天两夜里 大家就都一直待在 银甲脚蟒的背上 叶长生欣赏了一阵 太岳山脉的风景后 也觉得腻了 便坐下来吐纳起来 这时 一道人影忽然走了过来 叶长生睁开眼睛 看到眼前出现了一个 约莫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他一脸的书卷气 浑身上下有一种儒雅的气质 看起来像是个 满腹经轮的大儒 足下便是叶长生叶师弟吧 哈哈 果然是一表人才 中年儒生 目光上下打亮了叶长生一番 眼中露出欣赏之色 你是 在下陈巧天 是巧倩的大哥 中年儒生笑眯眯地说道 陈巧天 原来陈师姐说的就是他 叶长生心中想到 他想起来了 原著中 陈师姐失去筑机单后 便是和他的这位大哥 来了血色禁地 回去后 陈师姐成功筑机了 而他的这位大哥 反倒是没有筑机成功 但是 在魔道入侵 越国大变之后 这位陈巧天 反倒是后来居上 修炼到了结丹中期 而陈师姐 却没有结丹成功 最终作画 这兄妹二人关系极好 所以陈师姐 便委托他的这位大哥 在血境试炼中 照顾一番叶长生 原来是陈师姐的大哥 师弟这番有礼了 叶长生站起来 拱手行礼 哈哈 叶师弟不必多脸 陈巧天脸上露出了 善意的微笑 他仔细地打量了 一番叶长生 按道 皮囊的确是出众 难怪小妹会对他倾心 不过 他也是十三层的修士 还需要我照顾吗 小妹也太多虑了 师弟 进入血色禁地之后 若是我们遇见了 可相互扶持 陈巧天说道 那是自然 到时候 还得多多仰仗师兄了 哈哈 师弟太谦虚了 黄蜂谷这次参加血色禁地之行的弟子 堪称是兵强马壮 光是炼器十三层顶峰的弟子 就有七个之多 只凭这七人 就足以横扫禁地中 大多数别派弟子 除此之外 有十多名炼器十二层的 十一层的 只有三个 韩力是其中之一 还有一位 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圆滑老头 名字叫相之里 叶长生的眸光 在相之里身上扫过 此君也察觉到了这道目光 转过头来 对着叶长生 露出了一丝 阿谀讨好的笑容 好家伙 叶长生 不动声色地 一开目光 谁能想到 就这么几个 炼器十一层的炮灰中 竟隐藏着一对卧龙凤厨 对于相之里这老头 叶长生是无法理解的 一个化神修士 整日混迹在底层修士之中 对着一群修为 远不如自己的人 阿谀奉承 卑躬屈膝 真不知道 他是怎么想的 叶长生觉得 自己是无论如何 也做不到这样的 两天两夜之后 银甲脚蟒 在一处荒山上降落 这里便是血色禁地的 入口所在了 黄蜂谷距离血色禁地 比较近 所以来得早一些 其他宗派都得晚几天 才能到 于是 黄蜂谷众人 便在原地 等待其他宗派的人到来 这血色禁地外围的禁止 必须得七大门派联手 才能打开 等了一天 到第二天早上时 其余的六大门派 也相继到来 仲杰丹修士 便开始做打开禁地的准备 不过 此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黄蜂谷的这位 李化元师祖 和清旭门的 结丹长老 浮云子之间 竟然成立了一个赌约 两人约定 若是在这次试炼中 黄蜂谷一方的收获更大 则清旭门的 浮云子 要给李师祖 一颗血腺交内丹 而若是黄蜂谷 不如清旭门 则李师祖 要给浮云子一块铁金 听到他们的谈话 叶长生心里 不由地感慨了一番 一颗五级妖兽的内丹 竟然就能让两个 结丹修士 如此地看重 这五级妖兽 在乱星海 不说是随处可见吧 至少也是随处可见 两相一对比 可见这天南地区 是何等的贫瘠 在修炼资源这块 天南远不如乱星海 别的不说 光是这柱鸡丹 天南地区 全都被大宗门垄断了 而乱星海 却并非如此 哪怕是散修 在那里 也可以很轻易地 买到筑鸡丹 这也就导致 乱星海的铸鸡修士数量 远超天南地区 而铸鸡修士多了 高层修士自然也会多 乱星海的整体实力 要比天南地区强很多 别的不说 天南地区 已经好几万年 没有化神修士了 而乱星海 也就近千年 没有化神而已 以前的新宫 可是经常有化神公主的 最近千年来 乱星海的原因后期 大修士数量 远不如以前 但就这 也是有四位的 可见其巅峰时期 怕是超过了十位 而天南只有三个 我铸鸡之后 得考虑跑乱星海 只有去了乱星海 才能快速提升 我的实力 天南这鬼地方 想找个对铸鸡修士 有用的丹药 比登天还难 就连单方 都得费老大的劲 才能得到 而在乱星海 铸鸡修士用得上的单方 随便找个地摊 都能整上十几张 这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叶长生心里想到 注鸡之后 他就打算 去找那股船送阵 不管将来如何 跑路的规划 总得先做起来 在李化元和福云子两人 正要成立赌约的时候 忽然间 有人横插了进来 中断了赌局 这位敢于打断 两个结单七修士之间 赌局的人 相当不简单 此人被人称作穷老怪 据称是越国原因之下第一人 法力深厚 加上又是掩月宗的人 背景强大 很少有人敢招惹他 这位穷老怪的性格 有些古怪 浑身脏兮兮的 不修蝙蝠 看起来像是一个 世俗中的乞丐 但是 一看到他的出现 李化元和福云子 立刻心里叫苦 这位穷老怪他们得罪不起 而对方又特别喜欢 捉弄童街的结单修士 所以 这老头就成了越国结单修士 最不想见到的人 掩月宗 怎么是这个老怪带队 李化元和福云子 同时心中想到 前辈怎么会来此处 难道掩月宗带队的 就是您老 福云子问道 穷老怪文言怪言一番 道 我带队他们能放心 本宗这次带队的事 霓裳丫头 我只是跑来随便看看 另外 我和你们都是结单修士 不过是早进阶了几年而已 何必叫我前辈 穷老乖乖笑着说道 几年 是几百年吧 李化元和福云子 心中都一阵苦笑 这位穷老怪 可是一个差点踏入 原因境界的修士 比李化元 他们要高上一倍 既然是打赌 光你们两个 岂不是太冷清 也算上我这糟老头一个吧 穷老怪说出了 让两人叫苦不迭的话 前辈说笑了 我们两派的弟子 如何能与掩月宗的高徒相比 不用赌 我等甘拜下风 福云子勉强笑着说道 穷老怪黑黑冷笑了几声 怪眼一番 道 我会做这种欺人的事情吗 放心好了 是我一家与你们两家对赌 只要你们两家的收获 加起来超过本宗 就算你们赢了 赌注便是三枚无形针福宝 你们看如何 穷老怪手中出现了三张画 有七彩针的俘虏 这无形针可是大名鼎鼎之物 乃是这老怪的独门法宝 配合其独创的无形钝法 来无影去无踪 伤人于无形之间 实在是厉害至极 听到老怪这话 李化圆和福云子 立刻动心了 两人眼中都露出了贪婪之意 相互对视一眼 好 就依前辈所言 我们赌了 嘿嘿 穷老怪看到两人答应了赌约 脸上露出怪笑之色 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 这不禁让李化圆和福云子 心里泛起了嘀咕 这老怪可从来不做亏本的生意 难道他自信 掩月宗一定能胜过两宗的联手 李化圆和福云子 不由得有些心虚了起来 成立赌约后 穷老怪心情大好 他目光转向了四周那群练气七弟子 大致看了看之后 他连连摇头 道 没有一个能入眼的 看来真正天资好的 全都被你们藏了起来 哼 也不想想 不经历几次大场面 天资再好有个屁用 遇到那些邪魔外道 肯定叫人家顺手就给宰了 听到他这番话 李化圆二人心中富匪不已 说得好听 你们掩月宗那个天灵根弟子 不也是藏着掖着 不敢带出来的吗 咦 穷老怪忽然间发出了一声惊讶的怪叫 这立刻引得李化圆和福云子 心中一阵猜测 这老怪又怎么了 你们黄蜂谷这些年 倒是培养出了些不错的弟子 穷老怪大有深意地对李化圆说道 李化圆战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虽然黄蜂谷的确有几个弟子挺出色 但不至于能入得了这老怪的眼霸 福云子听到这话后 眼神怪异地看了李化圆一眼 能被穷老怪称赞的弟子可不简单 他心里顿时就有一种 我们中出了个叛徒的感觉 说好大家一起躺 结果你却偷偷奋斗 竟然培养出了这么优秀的弟子 却还藏着掖着 准备坑我 幸亏这赌局 被穷老怪给搅和了 福云子心中涌现出一种庆幸的情绪 而穷老怪心里也在惊叹 年纪轻轻 看样子也就十八岁左右 居然有这么一身雄浑的法力 看来 黄蜂谷这些年也培养出了能人啊 穷老怪的眼睛眯了起来 黄蜂谷若是崛起 对眼月宗来说不算一件好事 越国的资源就这么多 黄蜂谷多拿点 其他的门派就得少拿点 嘿嘿 我一个快入土的老头子 操心这些干嘛 这种事情 还是让他们去担心吧 老怪心里一笑 便不再多管闲事 他怪叫一声 身形忽而间就消失不见了 福云子双眸微眯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而李化元则是感到莫名其妙 这老怪 果然是不可理喻 他心中想到 片刻后 眼月宗的另一位杰丹修士 霓裳仙子 带着眼月宗的门人到了 在场大部分目光 立刻就被这群眼月宗弟子 吸引了过去 眼月宗来人男女参半 男子皆英俊潇洒 女子各个貌美如花 为首的一位少妇 更是风情万种 动人心魄 此女便是霓裳仙子 叶长生的视线绕过霓裳 向她身后 那群女弟子中看去 这些女弟子 每一个都容貌上等 有些人看到她的视线投了过来 竟然大胆地 朝她抛了几个媚眼 一点也不在意 身旁双修伴侣的态度 这引的好几个眼月宗难修 对叶长生怒目而视 听说眼月宗招收弟子的时候 非容貌上等绝对不要 看来我是比较适合眼月宗的 败错门派了 叶长生心里嘀咕了一句 他看了一圈 结果也没有发现 特别惊艳的 这些女子虽然容貌上等 但离倾国倾城的角色 还有那么一段距离 南宗宛呢 叶长生心中想到 看了一圈 没有看到一寺南宗宛的人物 难道是掩饰容貌了 看来应该是如此 南宗宛如果展露出真实的容貌 恐怕会引起这些 结单修饰的注意 你们应该听到了 这次赌局对李某来说很重要 如果能赢得赌局 我绝不会亏待了你们 这次帮我获胜的弟子 彤彤有奖 贡献最大的 可在住击后 被我收入门下 李化元忽然走过来 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黄蜂谷弟子们 立刻兴奋激动了起来 败入结单修饰的门墙 这是想也不敢想的好事 整个黄蜂谷 才有几个结单修饰 这简直是天降好运 一时间 众人被刺激得跃跃欲试 李化元看到这一幕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就怕这些弟子 进入禁地之后 立刻就猥琐起来 不卖力地去找灵药 所以他特地许下这样的诺言 给他们打一针鸡血 虽然这样 可能会坑死一些低阶弟子 但没关系 只要他的赌局赢了就行 黄蜂谷 清须门 掩月宗 化刀物 灵寿山 天鹊堡 巨剑门 当人都来骑了之后 七派的结单师祖们出手了 他们联手 打开了血色禁地的禁制 打出了一条通道 快见 我们可知识不要多久 听到这声催促后 众人立刻冲进了那条通道中 进入了血色禁地 一落地 叶长生就立刻运转法力 激发了荧光甲 护住了身体 他警惕地朝四周看了看 发现周围都是一片迷雾 没有任何人 血色禁地的传送很奇特 近来的人都被分散传到了禁地四周 运气好的人 落地的地方就有灵药 运气差的人 搞不好直接就被传送到了妖兽面前 叶长生轻出了一口气 将那柄火云剑暗藏于袖中 然后又拿了一张高阶防御服录 这才稍微安心 他从储物袋中拿出一张地图来 照着周围的情景 仔细地对比了起来 这是陈师姐家族珍藏的地图 相较于市面上流传的一些粗糙之作 详细了不知多少倍 看这样子 我应该是落到了云雾岭中 这里有处洞穴 里面生长有紫猴花 叶长生持着地图低语道 紫猴花是炼制驻鸡丹的主要之一 是进入这血色禁地的各派弟子主要的目标 去看看吧 叶长生对准了方向 立刻向那处山洞行去 此时 在血色禁地之中 杀戮已经逐渐兴起 传送进来的各派弟子们 只要看到不是自己门派的 必然相互出手 彼此厮杀 甚至即便是自己门派的 也绝不放过 背后捅刀子 趁人不备 而偷袭的不在少数 那些实力强大的人 已经开启了猎杀模式 利用种种手段 绞杀着实力 不如自己之人 一片腥风血雨掀起 应该就是此处了 站在黑漆漆的山洞门口 叶长生轻语道 洞窟里面 隐隐间有一股恶臭之味传来 伴随着一种兴器 守护妖兽吗 好像是说 这里有一头一级高阶的妖兽 修为堪比炼气十层的修饰 叶长生脸上露出了凝重之色 一般来说 妖兽的战力 要比同阶的人类修饰更强一些 一级高阶的妖兽 虽然修为上只是炼气十层 但实力上不弱于炼气十三层的修饰 而一级顶级的妖兽更是据说只有助击七修饰才能抗衡 手持法器 叶长生谨慎地迈入了山洞之中 山洞完全是天然形成的 通体都是灰褐色的石头 没有一丝人工开凿的痕迹在上面 往下走了一段距离之后 洞内已经没有什么光线了 一片漆黑 叶长生眉头一皱 左右观察了一番之后 从储物袋里面拿出了一颗夜明珠 在夜明珠的照耀下 黑暗瞬间被驱散 眼前重见光明 但是 叶长生也随之失去了隐匿的能力 变成了一个活靶子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炼气七的修饰 在很多方面和繁俗的武林高手 没多少区别 虽然势力的确优秀了很多 但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要抓下 叶长生心里感慨到 在练气七 神识在侦察方面 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大多数时候 还是得靠眼睛 他给自己身上 打了一张防御浮路 以防不测 而后 他小心翼翼地 迈不向里面行去 叶长生足足往里面走了 能有两三里地的距离 深入地下 七拐八绕 绕得他 都快失去方向感了 行为越来越浓重了 看来已经靠近那 妖兽的巢穴所在之地了 叶长生心里想到 他继续往前行走 走了能有一里地 忽然间感觉到 一股腥风扑面来 不好 他心里惊叫一声 立刻向后退去 与此同时 将叶明珠向前丢去 碰 一只巨大的舌头出现 撞击在叶长生 原先所站的地方 镇的墙壁上 石粉速速而下 借着叶明珠的光芒 叶长生看清了 这只妖兽的形貌 这是一只浑身被青色鳞片覆盖的蟒蛇 蛇头巨大无比 蛇性伸出 散发出一股剧烈的腥味 清灵蟒 叶长生认出了妖兽的身份 这是一种一级高阶妖兽 便是七大派的精英弟子们 见到此兽 也不见得能战胜 清灵蟒双眼之中 闪烁着冷冽残忍的光芒 刚才那一击 没有击中眼前这个人类 让其恼怒不已 嗖 清灵蟒再度袭来 速度极快 同时他大口张开 喷出了一股青色的妖物 叶长生立刻病住了呼吸 从储物袋中拿出一瓶解毒丹 吞下一颗 同时 他操控着火云剑向前斩去 身为极品法器的火云剑 斩在清灵蟒身上 却只斩出了一道不深的伤口 未曾给其造成更大的伤害 乖乖 这妖兽的躯体坚硬程度 比得上中平法器了 叶长生心里想到 同时 他快速闪开清灵蟒的攻击 然后又给自己身上 打上了一道预风符 加快躲闪的速度 清灵蟒被火云剑斩中后 痛苦地嘶吼起来 墨绿色的血液 从其体内流出 散发出浓烈的恶臭味 叶长生只觉得 脑袋微微有些发晕 他心里一惊 好可怕的毒液 我都服下解毒丹了 还没有完全抵御住 召回火云剑 叶长生手中 出现两张浮露 法力激发 一股寒意 瞬间笼罩了洞服 两支冰枪急速射出 清灵蟒 似乎也感受到了 这冰枪的危险 长思一声 口中吐出一道锋刃 斩断了一根冰枪 而后 他脑袋猛地一砸 砸断了另一根冰枪 好家伙 真生猛 叶长生再度摸出几十张浮露 挥手一扬 几十颗火球 气势汹汹地射了出去 火球连续轰击在清灵蟒的身上 虽然没有轰破他的灵甲 但也让其痛苦无比 趁着清灵蟒注意力被火球吸引 叶长生又用了几张流沙服 将地面悄然变成流沙 将清灵蟒困在其中 限制了其行动力 清灵蟒剧烈挣扎 但一时间却挣脱不了这流沙 愤怒的他不断地朝叶长生 吐出毒液 锋刃 但都被躲过 叶长生又拿出了三张冰枪符 专门冲着清灵蟒薄弱之处打去 伴随着一阵痛苦的嘶吼 与剧烈的挣扎 清灵蟒的双眼与腹部被冰枪击中 恐怖的寒意 让其身躯被冻僵 一时间无法行动 叶长生屏息凝神 运起火云剑 连斩九下 终于将对方的脑袋斩了下来 脑袋掉落后 那清灵蟒的身躯仍然在抽搐 摆动 果然 不愧是高阶妖兽 真是难缠 如果换作一个炼气高阶的人族修士 哪用得着使用这么多手段 叶长生感慨道 妖兽比同阶的人族难杀 这并非随便说说 凭借种种天赋神通 妖兽的战斗力 在前期是大占优势的 当然 等到了后期就不好说了 随着修为的精神 人族修士也会掌握种种可怕的手段 尤其是到了截丹期 能够使用法宝了之后 战斗力更是有一个质的飞跃 处理了一番清灵蟒的尸体之后 叶长生继续向山洞伸出行去 这一次没有再遇到什么危险 他一直走到山洞最里面 发现了一处空旷的石厅 石厅之中 一面紫色的石壁上 生长着几株紫色的小花 这种紫色的小花花瓣 以一种奇怪的方式 卷曲着 远远看去 就像是一只紫色的小猴子 死猴花 这是炼制驻鸡丹所需的三位 主要之一 是各派弟子 进入禁地后的主要目标 叶长生迅速上前 摘下这几株紫猴花 用玉盒装了起来 在洞内搜寻了一番 没有发现 其他有价值的东西后 叶长生向洞外走去 翻过巨蟒的尸体 向外面走了树里地 终于看见洞口的光芒时 叶长生忽然停下了脚步 敏锐的灵觉 让他察觉到洞口 似乎有些不对劲 站在原地 叶长生盯着洞口 看了片刻 眼神中闪烁着冷冽的光芒 出来吧 你已经暴露了 叶长生冷冷说道 洞口一片安静 没有任何动静 片刻后 啪 啪 啪 一道人影出现在洞口 伴随着鼓掌之声 郝敏锐的灵觉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那人问道 声音异常的阴柔 充满了冰冷之意 虽然逆着光 但叶长生 还是能看清楚 这应该是个男人 一个看起来不到二十岁的青山男子 长得眉清目秀 唇红齿白 看起来俊美无比 但他手里 却拿着一块手帕 摆出一副 脚柔造作的样子 像是青楼窗户前 招客的妓女 就连声音 也是阴柔尖利 像是女子 叶长生眸光闪烁 淡淡道 你身上的脂粉味太重了 外面的风吹进山洞 很容易被闻到 原来是这样 洞口那人拿手帕捂着嘴 轻声笑了起来 仔细地打亮了叶长生后 眼神立刻一亮 不知这位大哥该如何称呼呀 看你穿着黄蜂鼓的服饰 应当是黄蜂鼓的精英弟子吧 叶长生看到 那人看向自己的眼神中 忽然充满了欣赏 与痴迷之色 不由的一阵恶寒 我不过一介无名小卒而已 不足挂齿 倒是你 你应该是画刀物的妖人寒天牙吧 一听到妖人这个词 那人脸色骤然变得无比的冰冷 双眸中充满了沙意 不错 我便是寒天牙 既然不愿意说出你的名字 那就等我将你情下 再撬开你的嘴吧 说着 寒天牙挥手一扬 便有树根冰锥 向夜长生射来 画刀物妖人寒天牙 也算是七派炼气七弟子中 较为出名的一个 就如同那陈巧天 风月 钟吴等人一样 他们修为都在炼气十三层 且拥有极拼法器 实力高强 在血色禁地众多炼气七弟子中 属于最为顶尖的一系列 寒天牙此人 据说是拥有一灵根之一的冰灵根 法力深厚 在各派弟子中名列前茅 之所以叫他妖人 是因为他性格有些变态 虽然是男儿身 但平日里却喜欢做女儿太 且特别喜欢虐杀别人 以此作乐 夜长生脑海中 迅速闪过所有关于寒天牙的信息 心中提起了警惕 此人不好对付 随着他一句话激怒了寒天牙 此人立刻扔出了几张冰锥符 一根根冰锥 向夜长生袭来 夜长生冷笑一声 不闪不闭 运转功法 浑身亮起一片银色光芒 荧光凝成了铠甲 将他浑身保护得密不透风 冰锥打在铠甲上 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在铠甲保护下的夜长生 只感觉到一阵震动 除此之外 并无不适 这荧光甲 恐怕就是极拼法器的攻击 也能抵挡一两下 夜长生心中惊喜不已 真正在实战中检验 这荧光甲的防御力 果真非同凡响 看来这精灵天星宫 真的值得修炼 荧光甲已经这么厉害了 那后面的星恒剑气 又得多强 另一边 寒天牙已经拿出了一对法器 这是两柄红色的弯刀 其上散发着强烈的灵光 竟是一件极品法器 夜长生可不敢真的拿荧光甲 去使极品法器 他立刻寄出了一件极品法器 玄铁飞天盾 这是他在万宝楼买的 一件极品防御法器 此盾一寄起来后 立刻挡住了那两柄弯刀 两件极品法器 在空中激斗 无论那两柄弯刀 怎么飞舞猛攻 黑色的铁盾 都能将其挡住 防守得密不透风 叮叮当当的声音 在这山洞之中不断响起 有时清脆 有时尖锐刺耳 控制法器的两人都是炼器十三层 虽然夜长生的法力更为雄厚 但他是防守一方 一时间倒也奈何不了对方 这就是炼器器的局限所在 神石只能操控一件法器 多了就不行了 不过 好在夜长生并不缺乏攻击的手段 虽然无法再寄出一件法器 但他手里还有很多符禄 从储物袋中摸出了一张冰枪符 夜长生激发符禄 一支冰枪凭空出现 向对面射去 看到这一幕 寒天涯面色骤然一变 他万万没想到 对面这个小子居然这样难缠 竟然有一件极品防御法器 而且对方修为也与他不相上下 都在炼器十三层 黄蜂鼓炼器十三层的 就那么几个人 我都听说过 没有和这小子特征符合的呀 寒天涯心里充满了不解 贸然出现了这样一个高手 还没有任何关于对方的情报 实在是令人郁闷 看到夜长生的冰枪符 他大感头痛 这是出级高阶的符禄 一般炼器器弟子很少拥有 没想到 对方居然能拿得出来 他立刻拿出一张水木符激发 刹那间 一道水木出现在他面前 挡住了冰枪 这也是一张高阶符 寒天涯不愧是炼器弟子中的知名人物 这份身家很少有人能与其相比 看到这一幕 夜长生面色平淡 继续从储物袋中抓出了一把符禄 看到对方这举动 寒天涯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此人到底有多少福禄 竟然一抓一把出来 开玩笑吧 看到这一幕 寒天涯背后冷汗直冒 不敢再有任何侥幸心理 他伸手向储物带抓去 同时大喊一声 等等 你既然知道我的身份 应该也知道 画刀物长老寒天涯正是我姐姐 你若是杀了我 出去后恐怕难逃一死 在这血色境地中 杀了你 又有谁能知道 再说知道了又如何 他难道还能到黄蜂谷上门来 要我不成 夜长生声音平淡 一点也不害怕对方的威胁 在这血色境地中 人你是来头再大的人物 死了也就死了 外界不可能知道 你是怎么死的 就算对方有某种惊天动地的手段 能得知寒天涯是怎么死的 夜长生也不怕 对方不敢明着对他下手的 他是黄蜂谷的弟子 只要待在谷中 对方就不能拿他怎么样 因此 夜长生根本没有把对方的威胁 放在心上 而且 他也知道 寒天涯说这些话 不过是拖延时间罢了 此人从储物袋中 拿出一样东西后 立刻就开始往里面灌注法力 福宝 夜长生看得清清楚楚 那应该是一件福宝 对方想拿画术哄骗住他 然后拿福宝击杀他 哼 找死 夜长生立刻手一扬 几十张福禄脱手而出 瞬间全都燃烧了起来 化作一颗颗火球 砸向寒天涯 火弹符 虽然只是低阶福禄 但一下子砸出几十张 即便是水木树 也防不住 接着 夜长生觉得还不保险 又从储物袋中拿出了五张冰枪符 福禄激发 整个山洞都冷了几分 五支冰枪急速射出 看到这一幕 寒天涯眼中露出惊恐之色 大喊道 不要 等等 我有个秘密 凄厉的声音在山洞中回荡 几十颗火球砸在水木上 立刻将水木蒸发 而后 五根冰枪穿过 刺透了寒天涯的身躯 将他整个人冻成了冰雕 一张符纸从他手上飘落 骑上画着一把飞剑一类的法宝 啪哒 与玄铁飞天盾激斗的那两柄弯刀 掉落在地上 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夜长生收回玄铁飞天盾 又走上前去 将那两柄弯刀也捡了起来 双跃刃 他看到弯刀上刻着这样几个字眼 不错 又缴获一件极平法器 夜长生很是满意 又走上前去 将那张符纸捡了起来 他沉吟了一下 将自己的法力灌注进符宝之中 随着夜长生雄厚的法力 源源不断地注入 片刻后 符纸亮了起来 那把飞剑状的法宝 从其中飞了出来 去 夜长生指挥着飞剑 往山壁上一次 刹那间 一声轰鸣响起 坚硬的山壁上 直接出现了一个大坑 大量巨石滚滚而下 将之前那山洞洞口 直接掩埋 与此同时 恐怖的寒气散发开来 让四周都结上了一层厚厚的兵壁 还真是可怕的威力啊 福宝只能封印法宝的部分力量 却不知那真正的法宝 得有多强大 夜长生心中 生出了一丝感慨之心 这些种种威力巨大的法宝 无一不刺激着 他往仙道的更高峰攀登 这件福宝妙用无穷 威力巨大 以后可以作为杀手锏来使用 夜长生向福宝中输入更多的法力 下一刻 那飞剑福宝上 分化出了一道道光芒 那一道道光芒 形成了一根根完全由冰晶所凝成的冰箭 去 夜长生神识催动福宝 瞬间 那一根根冰箭如闪电般射出 冰箭射在山壁上 深深地扎入了其中 其上所携带的恐怖寒气 将周围的山石冻裂开来 这每根冰箭都相当于是一张 触及高阶浮路的攻击 夜长生有些折舌地想到 他仔细地评估了一下这些冰箭的威力后 顿时就无比惊叹 只能说 果然不愧是福宝吗 一次性就分化出了十几根 堪比高阶浮路的冰箭 幸亏没让那寒天牙激活这福宝 否则恐怕就难对付了 翻了一下寒天牙的储物袋 他除了这件福宝和那件极品法器之外 还有几件上品法器 上品法器 在夜长生这个层次的斗法中作用 已经不大了 不过蚊子再小也是块肉 夜长生将这些东西都收了起来 除了法器外 还有一些价值不大的浮路 几十块低阶零食 三块中阶零食 竟有一块冰属性的中阶零食 还真是少见 夜长生惊讶地看着手中那块散发着寒意的灵石 中阶灵石 金木水火图属性的比较常见 而一灵根属性的那种 就非常的罕见了 往往只有极为特殊的灵脉之中 才能生长出这种属性的灵石 据说 在遥远的大晋 有一极北之地盛产冰属性灵石 没想到 在这天南也能看到 寒天牙的身家当真不菲 不过这都便宜了夜长生了 另外两块中阶零食分别是水 木属性 进入血色禁地之前 黄蜂谷曾给每个参加试炼的弟子 一人发了一块中阶零食 当时夜长生挑选了一块金属性零食 现在 加上这三块 它就有四种不同属性的中阶零食了 血色禁地的地图 夜长生从寒天牙的储物袋中 得到了一份地图 这份地图与自己所掌握的略微有些区别 两相求证一下 它掌握的地图更详细了 寒天诀 最后从寒天牙的储物袋中得到的 是一部顶尖的功法 可惜 是冰临根的夜长生修炼不了 不过 翻着看了片刻之后 其中一段有关于控火之术的口诀 却引起了它的兴趣 这是一种关于如何修炼 操控 培养寒焰的方法 并且其上还列举出了多种寒焰 前蓝冰焰 夜长生看到了一个眼熟的名字 他眯了眯眼睛 郑重地将这部功法收藏了起来 以后说不定能用得着 清点完此行的收获之后 夜长生继续向血色禁地深处走去 现在 他身上有了一件福宝 五件极平法器 分别是火云剑 青月矛 玄铁飞天盾 青椒旗 和双月刃 还有三十几颗天蕾子 上百张初级高阶浮路 十几张中级初阶浮路 凭借这些东西 他完全可以在血色禁地中横着走 不过 身怀如此之多手段的夜长生 并没有骄傲自大 他仍然是小心谨慎 修仙界各种奇奇怪怪的手段太多 他可不想因为轻视敌人而翻了车 狮子驳兔 易用全力 杀鸡用宰牛刀 这是一种珍贵的品质 离开云雾岭后 叶长生跟着地图的指示 又来到了另一处标记的地点 根据记载 这里应该是有一株悬音树 当初那个陈家子弟 只是远远地瞥了一眼 然后就被一头妖兽给惊走了 这里的妖兽 应该比那青灵猫还要可怕 叶长生心里盘算了一阵后 向这处山谷走去 悬音树并非炼制住鸡丹所需的药材 所以门派对此根本没有要求 但叶长生本着瓜地三尺的精神 哪怕这东西暂时没用 也要先拿下来再说 说不定 以后什么时候就用得上了 山谷不是很大 谷底中央处有一个小湖泊 湖泊中央则是一块小小的湖中岛 上面生长着一棵 看起来不过两米左右的奇数 叶长生屏息宁气 悄无声息地靠近了那个水池 这就是悬音树吗 好阴邪的气血 叶长生看着那阴雾缭绕的古树 皱起了眉头 据说这种古树 是靠着吞噬人与兽的魂魄来生长的 其一般扎根在地下阴脉所汇聚之地 这种地方往往会吸引来大量的魂魄 悬音树所在的地方往往污秽不堪 各种阴魂 毒物 鬼怪聚居 但是它所接出来的果子 却蕴含着非常纯净的悬音之气 没有丝毫的污秽杂乱可言 有一种出于泥而不染的风采 对于修炼英明属性功法的人来说 悬音树的果子是无上的圣物 看着地方这么浓郁的阴气 肯定藏着非常厉害的妖兽 叶长生心里想到 他仔细地观察着 丙心宁气 不让自己有丝毫的气息泄露出去 慢慢地 叶长生发现了湖水中 一只缓缓游动的妖兽 那是一只鳄鱼 好强大的气息 这怕是一击顶阶妖兽了 叶长生面色微变 难怪陈家的那位子弟 在远远地瞥了一眼后 就直接逃了 原来这里竟然有一只顶阶妖兽 这可是住基7以下的修士 没法对付的 练气7弟子 哪怕有极拼法器 去找这种妖兽的麻烦 也只能是送死 等等 还有一只 看着水中又出现了一片阴影 叶长生的眉头皱了起来 那一片湖泊之中 又出现了另一只强大的妖兽 也是一头巨大的鳄鱼 两只一接顶级妖兽 好家伙 这谁能吃得下来 叶长生心里暗暗想到 这样强大的阵容 以前进来的那些练气修士 恐怕没有人敢来这里 观察了一下四周的地理环境 叶长生凝撕了片刻 站起身来 不能在这里开战 不然有可能会 直接把那颗悬疑树毁掉 他不再掩饰气息 激发一道水溅符 射向了那片湖泊 哄 这股灵力刚一爆发 立刻就被水下的妖兽察觉到 煞时间 水下产生了一道轰鸣声 那是妖恶嘶吼之声 其尾巴猛的一拍 将那道水溅轻易拍碎 凶猛的力量 激得水面上 冲起了十几丈高的水柱 无数泥沙从湖底被搅起 让湖水迅速浑浊 两道庞大的身影 从水中冲出 凌空跃起 投下一片巨大的阴影 属于一级顶阶妖兽的 恐怖气息释放 便是助击休士 看到这一幕也要头疼 叶长生迅速向山谷出口的 方向跑去 哄 愤怒的嘶吼声响起 两只顶阶妖兽 看到这个敢于打搅 他们平静生活的人类 立刻无比的愤怒 他们向前冲来 追击叶长生 叶长生速度很快 转眼间就跑到了山谷出口处 而此时 那两只妖恶也迅速追了上来 叶长生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他回过身去 从储物袋中 抛出了两张高阶冰枪符 两只冰枪迅速射了出去 打在了那妖恶坚硬的背甲上 原先无往而不利的冰枪符 这一回失效了 妖恶那坚硬的背甲 让冰枪很难对其造成多大的伤害 仅仅是刺穿了些许薄弱之处 让妖恶流了点血 但好在冰枪上的寒气阻碍了其行动 妖恶痛苦地嘶吼 横冲猛撞过来 叶长生迅速避开 果然 连高阶浮路都破不了他们的甲吗 叶长生不再浪费浮路 他手一反转 掌指间便多出了两枚天蓝色的小珠子 其上有一道道紫色的雷电在闪耀 天雷子 猛地扔出 叶长生迅速转头逃跑 妖恶自然是不认识天雷子的 因此 当这两颗天雷子丢到他们面前时 他们并没有闪避 于是 一片绚烂的白光出现 伴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整个山谷都震了一下 叶长生停下了脚步 回头看去 那两只妖恶 已经在原地停下了所有动作 他们保持着原有的姿势 一动不动 就像是两座石雕 一阵微风吹来 两只妖兽的身躯 忽然如沙力一般破碎 化作飞灰 用这天雷子解决敌人 还真是省事 唯一可惜的就是 这东西 连锄带都会一起炸掉 不然我碰到所有敌人 都可以直接用天雷子来解决了 叶长生心里一番感叹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天雷子的威力 的确没有让他失望 就连高阶幅都无法破防的妖恶 面对这天雷子完全没有抵抗之力 不过可惜的就是 这两只妖恶身上什么也没有留下 全都被天雷子炸成飞灰了 收回了目光 叶长生重新向湖中央处那小岛上走去 解决了两只顶阶妖兽之后 这里已经再无阻碍了 湖中央被一片鹰雾所笼罩 叶长生健壮丢了几颗火球进去 一些鹰雾立刻被烧掉 笼罩在此地的污秽之气 顿时淡了很多 驱散了鹰雾后 悬樱树的全貌显现了出来 这这棵树的历史 怕是有点久远了 叶长生脸上露出了惊喜之色 那悬樱树 不过两米多高 通体老树皮干裂 只干粗壮无比 在树冠上挂着一棵成棉人 拳头大小的纯黑色的果子 怕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叶长生惊讶到 那悬樱果居然长到了拳头那么大 据说 一般悬樱树 每隔百年就会结出一枚果子 一开始 这一枚果子只有指甲钙那么大 如果不被摘走的话 树的所有营养 都会用来供养这一枚果子 而后 一千年药林的悬樱果 会长成婴儿拳头那么大 而现在这棵 大小堪比成年人拳头 这药林 怕是超过三千年了 这一下转大发了 叶长生快速摘下了这枚悬樱果 小心翼翼地放在玉盒之中 一直以来 有顶阶妖兽守护的地方 各派弟子从来都不敢去 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 悬樱果才能安然地生长这么久吧 也幸亏那两头妖恶 不是英明属性的妖兽 不然这东西早就被他们吞掉了 像叶长生这样 敢于直接对顶阶妖兽动手的 练气期修士是很少的 在这血色境地中 除了他之外 也只有南宫婉带领的 掩月宗修士 敢于找顶阶妖兽的麻烦 除此之外 其他人都是能躲多远 就躲多远 也正是因此 叶长生能收获到 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东西 不过 此刻拿到悬樱果之后 他心里又有些犹豫起来 叶长生手里拿着悬樱果 面色阴晴不定 离开血色境地后 门派会用一种灵兽 检测他们每个人的储物袋 如果有人私藏了百年以上的灵药 马上就会被闻出来 所以 这枚果子带出去 多半也是要上交门派的 突然拿出这样一颗数千年 要灵的灵果 能给我带来多少好处不好说 但麻烦是肯定会有的 而且会很大 此物 对于修行英明属性功法的人来说 简直是圣物 就算是原音后期的老怪遇到了 也要大打出手 到时候 风声传出去了 不知道要引来多少寂觅的目光 而发现此物的叶长生 也势必会成为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这种风波 即便是他注击了 也扛不住 那些原音老怪 可不是什么良善人物 他们搞不好会直接搜魂 探查你的悬樱果 是从哪里得到的 虽然很可惜 但无法将你带出去了 叶长生心中叹息了一声 左手上冒出一阵白光 将这颗悬樱果完全解析 而后 他随手一抛 将那枚悬樱果丢进了湖里 搞不好会培养出一头极其恐怖的妖兽 叶长生心里嘀咕了一句 他转身离开了此地 悬樱果 等血色禁地之事结束之后 可以用零石去复制 从山谷里出来后 叶长生立刻向核心区的方向赶去 能待在血色禁地里的时间 只有五天 要抓紧时间 好东西基本上都在核心区 在这外围 是很难寻到多少珍贵之物的 像这次的悬樱果 只是个意外 前行了一段距离之后 叶长生来到了一片树林之中 嗯 这片树林 有点古怪啊 他心中生起了疑心 他停了下来 仔细地朝四周观察了片刻 发现这树林之中 有一只只隐藏得很深的飞蛾 这些飞蛾身上的颜色 和树叶的颜色很像 非常隐蔽 不仔细观察 根本看不出来 而这些飞蛾 便是叶长生那种 不舒服感的来源 天然的吗 不 应该视人为 是灵兽山的弟子吧 叶长生瞬间就明白了 这是灵兽山的弟子 使用的灵宠 有人用这种飞蛾 来监视森林 准备伏击进入圈套的人 此时 在距离叶长生 约有百丈的距离外 两名面目凶恶的男子 正在交谈 看他们身上那花花绿绿的样子 显然是灵兽山的弟子无遗 于师兄 怎么办 这看起来 不是个好对付的人 其中年轻的一位问道 那名年纪较大 被换作于师兄的男子 脸色很难看 说道 不要动手 这种人物 我们惹不起 师兄 我们两人都是十二层 加起来 未尝不能与对方一战吧 哼 你懂什么 你看他身上整洁 一点灰尘都没有 这是好惹的人吗 他是十三层的修士 很有可能是黄蜂谷 最顶尖的弟子 身上必然有极品法器 我们两个 身上最好的法器 就是上品 如何与对方抗衡 那我们就这样 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去吗 哼 不然你还想怎样 年纪较大的灵寿山弟子 训斥了自己这位师弟一顿 他性格小心谨慎 绝对不愿意去冒这种险 在血色禁地中 十三层的修士 是绝对不可以招惹的 这是老油条们 心中的一个共识 因为这十三层的弟子 很有可能是 各派寄予厚望的 为了大量采摘灵药而派来的 他们身上多半有极品法器 这种级别的杀手锏 普通的炼器器弟子 即便三五人成群 碰到他们 也很有可能被屠杀殆尽 不好 师兄 他朝着这边来了 那名年轻一些的修士 忽然惊叫道 什么 年长的灵寿山弟子 大惊失色 他立刻通过飞蛾的视野 看到了正朝着这边 急速赶来的夜长生 不好 他发现了 快退 那名年长一些的灵寿山弟子 面色发白 毫不犹豫地转身 向远处飞顿而去 年轻的那个反应 稍微慢了一拍 等到他刚转身 准备逃的时候 一团燃烧着的红云 快速向他这边飞来 红云速度很快 转眼间就靠近了这边 进了之后 一看 那哪里是什么红云 分明是一把燃烧着的飞剑 火云剑 灵寿山弟子大惊失色 认出了这把极品法器 吃 还没等他做出反应 那火云剑直接穿胸而过 将他刺了个透心凉 树袭过后 夜长生的身影出现在此地 前方 已经逃出去一段距离的 那名年长的灵寿山弟子 看到这一幕 吓得魂飞天外 黄蜂谷的师兄且饶命 我等只是偶然路过 并无与师兄为敌之意啊 他一边说着 一边玩了命地 快速往前跑 意图逃出去 但他显然跑不过 以俘虏加持的夜长生 哼 既然是偶然路过 那些飞蛾是怎么回事 眼看着夜长生越来越近 那名灵寿山弟子 心里发苦 都是我师弟胡兰 还请师兄明鉴 我真的只是路过此地啊 一边说着 他还一边从储物袋中 掏出了一件上瓶法器 法器飞起来 在他的身旁四周环绕 显然是防备着夜长生 突下杀手 哼 血色禁地中 管你有什么打算 既然碰到我 那就是你倒霉 夜长生说着 再次御使火云剑 迅速向那名灵寿山弟子斩去 咔嚓 火云剑与那上瓶法器撞了几下 很快就将那件上瓶法器斩断 而后 在灵寿山弟子绝望的目光中 火云剑一剑将其消首 检查了一下战利品 这两人相较于夜长生之前 杀的那几人来说 穷得可怜 仅仅有两件上瓶法器 加起来三四十块零食 还有一些俘虏丹药 这些对夜长生来说价值不大 唯一指得他关注的 就是一本灵寿培育的笔记 毁尸灭迹之后 夜长生摇了摇头 杀这种人 他毫无成就感 现在的血色禁地中 大约是有三类人 第一类是最底层的 修为在十一层 甚至十一层以下的修士 他们身上 也没有什么强大的杀手锏 基本上是炮灰一类的存在 这类人在进入禁地之后的 这半天时间里 基本上已经被杀光了 少数能活下来的 也藏得严严实实的 不敢再出来 第二类便是夜长生 刚刚杀掉的这两人 有一定的实力 但没有极拼法器等杀手锏 无法在禁地中称霸一方 他们进入禁地的目的 就是截杀第一类人 夺取他们身上的资源 等到杀得差不多的时候 这类人也会躲起来 防止被真正的高手击杀 第三类则是夜长生 以及被他杀死的 寒天涯这类人 他们是最顶级的弟子 不仅法力在十三层 还有极拼法器等杀招 他们能杀掉禁地中的 大部分人 第三类人是采摘灵药的 主力军 整个门派的希望 都在他们身上 不过 这些都是往常的情况了 这一次的血色禁地试炼中 加进来了太多的变数 今日遇到的 这两个灵兽山弟子 不管他们是否 对夜长生有敌意 但既然遇到了 夜长生就会顺手杀掉他们 这就是血色禁地的真谛 赤裸裸的丛林法则 本就是为了杀人夺宝来 谁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既然参加了试炼 心里就得有这个觉悟 在这短短半日的时间里 血色禁地中 因为种种原因 已经有近一半的人死去 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在夜长生如切瓜砍菜般 斩杀了两名灵兽山弟子的同时 远处的一座山头上 有人全程目睹了这一幕 乖乖 这黄蜂谷的弟子 也太猛了吧 一个长相奇丑无比 浑身花花绿绿的人 自言自语道 他这身装束 一看便知他也是灵兽山的人 如果有灵兽山的弟子 在此地的话 定然能认出来 此人名叫钟吴 这是一位在灵兽山 低阶弟子中 大名鼎鼎的人物 即便是在越国七宗的 所有炼器弟子中 也有一定的名气 钟吴 其实力也是位居 这座禁地金字塔尖上的人物 奶奶的 这人可不能去招惹了 我看 是得换个方向去猎杀 别跟他碰上了 钟吴嘴里嘀咕了一阵之后 立刻转换了方向 不再停留在这一片区域内 猎杀低阶弟子 他不想和叶长生 这样生猛的人撞上 叶长生继续前行了 一段距离之后 他离那中心区也不远了 自从杀死那两名 灵兽山的弟子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遇到其他人 此时 天色已经昏暗了下去 第一天的夜晚降临了 夜色之下 叶长生并未选择继续赶路 他找了一棵 还算粗壮的大树 纵身飞跃上去 找了个舒适的位置 瞇了起来 杀戮了一天 稍微放松放松 此刻 在禁地周围的其他区域里 杀戮仍然在持续 强者屠杀弱者的事件 比比皆是 那些抱着浑水摸鱼 简陋的心思 而来的各派弟子 死得一个比一个惨 仅有少数 因为躲得比较偏远 才勉强活了下来 死人太多 夜长生坐在这树上 都能闻到空气中 那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第一天的清洗 主要针对的是 实力最弱的那一群人 一天下来 他们已经死了个差不多 第二天 更惨烈的杀戮 将会在中心区展开 到那时候 到处都是高手 在之间的对决 不仅是13层顶峰的 炼器弟子们 彼此之间对决 还有一些胆子比较大的 实力稍差一些的人 也会加入进来 中心区 是灵药生长最多的地区 也将会是 争抢最为激烈的地区 夜长生心里 估算着时间 在树上坐了一夜 一晚上过去 他的精神重新恢复饱满 夜长生从树上站起身来 继续朝着中心区的地方赶去 嗯? 千基之树有了反应 他的手腕上 忽然亮起了一道微弱的光芒 千基之树 是黄蜂谷弟子 进入血色境地之前 由掌门中灵道 施展在他们身上的一种法术 凭借这种法术 在一定的距离内 可以感应到同门的所在 黄蜂谷使用这种树的目的 自然是为了让进入 血色境地中的这些弟子们 彼此之间相互帮助 一旦遇到危险 可以向附近的同门求救 不过 夜长生可没有拯救同门的打算 他看了眼 千基之树传来的方向 果断转身 打算向另一个方向走去 但他刚转身 就察觉到那边的同门 急速向他这边冲了过来 跑得这么快 看来是遇到麻烦了 不过两三息的功夫 夜长生视野中 就出现了一名黄山女子 看到夜长生的刹那 那名女子顿时惊喜万分 连忙喊道 师兄救命 一边喊着 他一边快速向夜长生这边冲来 还真是麻烦 夜长生看到 紧随着这名女子身后 又出现了一名女子 这是一名身穿 掩月宗白色衣服的女弟子 姿色还算可以 只是满脸都是一股煞气 脑海中稍微回忆了以下之后 夜长生顿时明白了 这女子的身份 掩月双娇之一的多宝女 其祖母是掩月宗一位长老 没被韩丽碰到 被我碰到了 看来 韩丽也在这附近了呀 夜长生心里想到 正当她脑子里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多宝女玉使一件法器 向黄蜂谷女弟子杀来 师兄 快救我 我的法器都被她毁了 那黄蜂谷女弟子 看到夜长生双手赋后 毫无出手地打算时 连忙焦急地大喊 她一边向夜长生这边快速跑来 试图祸水东影 一边扔出仅存的两张符 将那法器挡了一挡 当看到夜长生一脸淡漠的神情时 她心中顿时一凉 只要师兄救我 小妹什么都愿意付出 她焦急地大喊道 瑟瑟 贱人 你可真是狼狈啊 都瞎见到 不惜以这种手段来勾引男人了吗 多宝女冷笑两声后 不住地冷嘲热讽 黄蜂谷这名女弟子 相貌姿色 只能算中等 但身材却很惹和 倒也的确有勾引的资本 师兄 快救救小妹 事后小妹 愿意为奴为辩 黄蜂谷女弟子说着 肩上的袍服 还不经意地滑落 露出了一大片雪白 哼 贱人 去死吧 多宝女看到这一幕大怒 像是想到了什么 让她痛恨的人 寒怒出手 刷 法器横飞而过 在黄蜂谷女弟子身上 穿透了一个血淋淋的大洞 她脸上带着不甘 绝望以及一丝痛恨之色 倒在了地上 叶长生无奈地摸了摸鼻子 她发现 那位同门眼中的痛恨 竟然是冲着她来的 你这种人 还能指望别人救你吗 叶长生有些无语地想到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位同门在原著中 把货水赢给寒利后 见识不妙 马上就跑 完全是把别人 当成了挡箭牌 这样的人 她怎么可能会出手相救 这位师兄还真是冷漠呢 就这样看着同门死去 多宝女慢悠悠地走上来说道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叶长生眼睛微眯 淡淡问道 多宝女狂笑两声 眼神中露出轻蔑之意 就凭你 虽然自己只是炼器十二层 但多宝女并不怕十三层的叶长生 原因很简单 她多宝 十三层的修饰 之前又不是没有打赢过 叶长生淡淡一笑 我对同门见死不救的事情传出去 也不太好 所以 看来得请你去死了 在与叶长生对话的同时 多宝女已经偷偷摸摸地 从储物袋中拿出了一张符纸 这自然没有逃过叶长生的眼睛 显然 此人表面上装作一副狂妄自大的样子 实际上心里也谨慎得很 她应该也明白 叶长生不会放任她离开这里 所以 一边用言语激怒叶长生 一边已经开始做准备 她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张符纸 毫无疑问 那是一件符宝 以多宝女的身家 拥有一件符宝 在为正常不过 而且 此人身上的 多半还是那种非常厉害的符宝 叶长生是绝对不可能 让多宝女做好准备 把符宝寄出来的 她也立刻出手 手一扬 火云剑从袖中飞出 急速向多宝女射去 多宝女手上 立刻出现了一个粉红色的水晶球 将其系在头顶上 水晶球发射出一道粉色的光芒 打在了火云剑上 立刻让那件极平法器的光芒 变得暗淡起来 能损坏法器灵光吗 叶长生皱起了眉头 连忙将火云剑照了回来 她怕那水晶球将火云剑给毁掉 从储物袋中掏出一把符露 叶长生挥手洒出 那是一堆冰锥符 顿时化作漫天的冰锥 向多宝女射去 多宝女看到这情景 眼中也浮现出惊讶之色 似乎是在惊讶 叶长生竟然能拿出这么多符露来 她快速收起水晶球 又从储物袋中拿出一面镜子 镜子上出现一片清光 将多宝女浑身都照住 冰锥打在清光上 只是产生了一些细小的波纹 根本无法撼动那片光芒 清宁静 这是多宝女的那位祖母 掩月宗的一位长老知名的法宝 所仿制而成的极平法器 能攻能防 妙用无穷 不能再耽搁了 叶长生看到多宝女手上那张符纸 已经开始亮起光芒 那符宝快要被激活了 如果被激活的话 那战斗就变得艰难起来 叶长生不再拖延 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把符露 全是出级高阶的 你防御力再惊人 难道还能挡得住 十张高阶符露的同时轰击 叶长生甩出十张冰枪符 刹那间 十根冰枪气势汹汹地冲了过去 多宝女看到这一幕 面色大变 她急忙往福宝之中 输入更多的法力 希望能尽快将其激活 一丝焦躁之色在她眼底出现 这一次是遇到对手了 没想到 对方也是个不差钱的主 咯吱 令人牙酸的声音传来 十只冰枪撞击在那光幕上 撞得光幕发出刺耳的声音 摇摇欲坠 咔嚓 一道撕裂的响声 而后那光幕化作一片光雨破碎开来 与此同时 多宝女手上的符露爆发出一片清光 她脸上顿时一喜 福宝激活了 啊 一声惨叫 冰枪穿透了多宝女的身躯 将其冻成了冰雕 还没等她来得及催动福宝 冰枪便结束了她的性命 大喜大悲 莫过于此 上一秒还是天堂 下一秒就下了地狱 一次丢出十张高阶符露 价值相当于是三百多零食 这堪比一件极品法器 等于是夜长生一场斗法 就消耗掉了一件极品法器 这种豪气的战斗方式 多宝女以前从未曾见过 她到死也没想明白 这血色禁地之中 怎么还有人比她战斗起来更阔气 熟练的毁尸灭迹 夜长生开始清点战利品 这多宝女果然不愧其多宝之名 身上光是极品法器 就有三件 那仿制的清明镜 粉红色的水晶球 还有一对白色的绣件 都是极品法器 那件福宝上面所刻画的 也是清明镜 看起来应该是她的那位长辈 专门练制的 除此之外 此女身上 还有五块中阶灵石 三十多块低阶灵石 有两张高阶浮路没来的即使用出来 中低阶浮路个十几张 这份身家 在练气七弟子中 很少有人能相比 泽泽 就算是个助击修士 也没有这么丰厚的身家 杀人夺宝 果然是致富的最快途径 叶长生一边感慨着 一边快速收拾了 一下战场 他在四周观察了一番 确信没有人看到 他杀了多宝女后 才放心离去 此女死在他手中的事情 可不能传出去 不然 掩月宗的那位长老来找麻烦 黄蜂骨可兜不住 仔细想想 我这一身法器 能光明正大的拿出来的 竟然只有一个玄铁飞天盾 其他的全都是杀人夺宝所得 没有一个是来路干净的 叶长生心里苦笑了一声 快速离开此地 他觉得 自己以后得想办法 搞几件来路干净的法器 不然一些光明正大的场合斗法时 手段会受到很多限制 又穿过几片密林之后 叶长生来到了中心区的边缘处 他算是来得晚的了 那些传送的距离中心区较近的人 已经进去了 现在是血色禁地的第二日 第一日 在外围区域内 已经将各派弟子清洗了大半 在第二日 那些高手将更加卖力地出手 清洗剩下的那些漏网之鱼 加入血色禁地的 大约有170多人 按照以往的存活比例来看 最终能活着出去的 恐怕还不到30人 穿过一片树林后 叶长生来到了一堵 树丈高的石墙前 这里便是中心区 与外围区域的分界线了 整个中心区都被石墙围了一圈 只有东南西北四个门可以出入 石墙是无法翻越的 其上有风系进法 足以将任何试图投机取巧的人 切割成碎片 离叶长生不远处 他看到了一堵古色古香的青铜大门 于是 他立刻走了过去 铜门敞开着 说明已经有人进入了棋中 叶长生迈步走入棋中 刚一进来 眼前就呈现出一片鸟语花香的仙佳圣景 棋花艺术触目皆是 全都是外界难得一见的真棋之物 嗯? 忽然间 感应到手上千基之树起了反应 后方也出现了一道气息 叶长生回过了头 门外 距离十墙几十丈之外的树林中 走出来了一个黄山之人 看到此人 叶长生脸上 顿时露出了一抹似笑非笑之色 韩丽耗尽了所有手段 艰难地杀死狂人风月之后 急匆匆地向中心区赶来 刚走出树林 看到铜门的那一刹那 他顿时一愣 碰到熟人了 那位神秘莫测的叶师弟 正在用似笑非笑的眼神看着他 在看到叶长生的那一刹那 韩丽心中一紧 暗到自己真是倒霉 为何一路走来 总是能遇到血色境地中 最恐怖的那些人 之前的风月 现在的叶长生 他们这种十三层的大高手 是韩丽绝对不愿意见到的人 对上他们 韩丽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 尤其是叶长生 此人总是给他一种 神秘莫测的感觉 完全看不透 韩丽是一点也不想接触 这种看不透的人 这会让自己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但奈何命运捉弄 他几次三番地碰到这位叶师弟 尤其是 现在他身上很多底牌 都在对付风月时耗掉了 面对叶长生 韩丽比以往更没有底气 好在我现在还有这双靴子 他要对我动手的话 我总归是能跑得过的 韩丽心中暗暗想到 感受到脚上靴子的存在后 他心里稍微有了那么一点底气 韩师兄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 叶长生笑眯眯地说道 韩丽苦笑一声 叶兄以后还是不要叫我师兄了 韩某当不起这个称呼 这是哪里的话 师兄比我早入门一段时间 理不可费 叶长生脸上带着和善的微笑 殊不知 他的态度越是这样温和随意 给韩丽的心理压力就越大 不敢 修仙界向来是以实力来论备份 应该是我叫你一声师兄才是 韩丽拱拱手说道 哈哈 既然如此 我们就不要搞这些虚的了 我叫你一声韩兄便是 听到叶长生这话 韩丽稍微松了口气 一位十三层的高手 一直叫他师兄 这让他心里很有压力的 韩兄也是要进入核心区吗 韩某正在考虑 还未决定下来 韩丽说道 他当然是要进入核心区的 但是这事 他可不敢告诉叶长生 他怕叶长生到时候 邀请他并肩而行 不好拒绝 他可不想和叶长生一起走 这太危险了 时时刻刻都得提心吊胆 原来是这样啊 真是可惜了 我还想邀请韩兄与我同行呢 叶长生笑明尼说道 韩丽顿是一个机灵 按道 果然如此 他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连忙说道 我实力低微 可能不会去核心区了 叶兄还是请先行吧 免得耽搁了你的时间 叶长生点了点头 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先进去了 他向前走了一段距离 忽然又停了下来 回头看向了韩丽 这把韩丽吓了一跳 手连忙扣上了储物袋 韩兄该不会是想着 等我走了之后 再自己偷偷地进来吧 叶长生似笑非笑地问道 叶兄说笑了 在下哪里会有这样的想法 叶长生笑了笑 转过身去 背负着双手 如闲庭散步般 向境地深处走去 同时 他的声音还远远地传来 韩兄不必在意我的态度 想进就进来吧 不与我同行 也无所谓 说着 他的身影已经消失在 韩丽的视野中 韩丽神色变得阴晴不定起来 他站在原地纠结了片刻 居然转身重新回到了那片树林 看起来 他像是放弃了进入中心区 中心区的面积很大 约占整个血色境地的三分之一左右 整个中心区可以被分为三层 最外面的一层 便是叶长生现在所站立的地方 第二层则是一片被迷雾笼罩的环形山脉 而第三层则是一座高达百丈的巨型宝塔 这宝塔据说是从未有人到达过 炼七七的弟子根本不可能进入 这血色境地 应当是出自一位化神修士之手 那巨大的宝塔里面 便放着化神修士的一波传承 不过可惜的是 只有到了原音后期时才能进去 且要是在末交守护的那个盒子里 没有钥匙 即便是原音后期的修士墙闯 也会陨落 叶长生脑海中回想着 有关这血色境地的所有信息 第三层是不必指望了 原音后期才能进入的地方 跟它一个炼器修士 关系不大 而这第一层之中 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从石墙到环形山脉 这中间有一里地的距离 这一里地便算是第一层 在这一里地的范围内 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仅仅是栽种了一些观赏用的奇花异草 似乎当年的禁地主人是将此地荡成了花园 各派所需的灵药 其实主要生长在第二层的环形山脉之中 不过 在雾气的遮罩之下 环形山脉非常危险 进入其中 修士的神石会被迷雾压制 只能纯靠眼力去寻找方向 但由于雾气过浓 伸手不见五指 视力也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进去之后 直接就会迷失掉 而且要命的是山上还有大量的一级妖兽 他们不受迷雾影响会出来袭击修士 所以哪怕是七派最精英的弟子 进入迷雾中也是有去无回 不过 好在七派也有解决的办法 颜月宗炼制出了一种叫做月阳宝珠的法宝 可以驱散迷雾 让大家进入第二层去采摘灵药 按照约定 月阳宝珠会在第三天的早上使用 现在还是第二天 大家都只能在第一层中待上一天 这对那些实力不足 却进入中心区的人来说 是最为困难的时刻 因为在这一天的时间里 那些顶阶高手会主动出击 四处寻找实力较为差劲的修士 将其击杀 叶长生找了一棵大树 坐了上去 准备休息 他拿出了几份地图 仔细地观看环形山脉的布局 现在他手上有四份地图 一份是陈师姐给他的 一份是击杀寒天涯所得 还有两份则分别是击杀灵兽山弟子 和颜月宗多宝女所得 等于说 叶长生手上凑齐了黄蜂谷 画刀物 灵兽山和颜月宗的四份地图 这其中 颜月宗的那份地图 最为详细 哪处石殿 山洞中有灵药 有什么妖兽守护 都记录得详详细细 在相互对照了一番之后 叶长生得到了一份 极为详细的地图 目标已经明确 就等明日了 看着迷雾笼罩的环形山脉 叶长生心里想到 坐在树上 叶长生看着前方那片迷雾 漠然无语 虽然知道 前方就是地图上 记载的环形山脉 但他却没有看到 任何与山相关的东西 一片白茫茫的迷雾 遮罩了一切 放眼望去 目光所及之处都是迷雾 除此之外 什么也看不见 迷雾驱散后 上山通道 估计也会引起一番杀戮争斗 叶长生心里想到 历年来 被各派弟子探索出来的 能安全进入环形山脉的小路 也就那么几条 其余的路径非常危险 搞不好进去之后 就会碰到成堆的高阶 顶阶妖兽 即便是叶长生 也不愿意遇到这种情况 他身上天雷子虽然多 但也不能全都浪费在 妖兽身上 所以 他还是打算老老实实地 按照地图上那几条 安全通道去走 至于从环形山脉上空飞过 那更是找死的行为 大片飞行妖兽分分钟叫你做人 这韩老魔还真够谨慎的呀 到现在都还没进来 叶长生看着青铜大门入口的地方 心里想到 他坐在这棵树上 正好可以看到青铜大门那边 在这里坐了半天 除了他自己之外 就再也没人从那扇大门中走进来 看起来 我们这个方向上的人 被杀得差不多了 叶长生心里想到 四个方向上都会有一些狠人 而这个方向上的狠人 却格外的多 这也就导致那些底层修士 很难浑水摸于进来 基本上都被杀光了 像寒天牙 灵兽山弟子 多宝女这些人 在被叶长生杀掉之前 就已经猎杀了很多低阶弟子了 他们这些人 肆意杀戮之下 导致这个方向上存活下来的 低阶弟子 人数非常少 看起来 从我这个方向进入中心区的人 应该不足十个 叶长生心里想到 他从树上走了下来 向地图上 离这里比较近的一条上山小径走去 等到明天迷雾驱散后 正好就可以从那里上山 等到叶长生走了之后 又过了数个时辰 寒丽的身影 才从那青铜门中出现 他还是进来了 小心翼翼地观察了一番周围的景色之后 寒丽快速向一条上山小径的方向走去 第三天早上 在各派弟子苦苦等待了数个时辰之后 环形山脉外围地区忽然间传来了一股惊人的灵力 一道白色的光柱冲天起 直入云霄 在茫茫雾海的上空凝聚成了一颗巨大的光球 光球越变越大 最后竟宛如一轮太阳般 让人不敢直视 哄 伴随着一道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光球炸开 化作无数光点飘落下来 洒向了那茫茫迷雾之中 环形山脉上的迷雾区瞬间变化了起来 像是废水倒入冰雪之中一般 大片大片的白色雾气消融 浩瀚的雾气沸腾着 翻滚着 像是在做垂死的挣扎 在那些光点的照耀下 浓雾越来越稀薄 最终变成淡淡的一层 消失不见 雾气被驱散了 进入环形山脉仅有的几条安全路径前 一道道人影 从其藏身之处忽然跳出 嗖 速度很快 他们一个个急迟进入小路中 很快身影就消失不见 凡是有志争抢灵药的人 全都动了 时间紧迫 在这片山脉中采药的时间 只有不到两天 第五天 血色禁地就会关闭 所以 在第五天之前 就必须要退出这片山脉 否则很有可能来不及离开血色境地 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 无谓地耽搁时间 所以 一些人急不可耐地就出发了 顾不上身后 是不是会有人打他们的主意 叶长生耐心十足地 在树上又坐了一阵子 他看到 离他不远处的一个草丛中 忽然钻出了一个人 此人鬼鬼祟祟地左右 观察了一下之后 立刻飞身掠入那条小径之中 有了这人开头 这片区域立刻就热闹了 等到他的身影消失不见后 立刻有两道蓝衣的身影 不知道从哪个鸡脚嘎拉里 钻了出来 他们一现身 就立刻冲进了那条小径中 速度极快 眨眼间就消失不见 这两人一消失 立刻又有两三人相继出现 快速进入了小径之中 等了片刻 没有人继续出现 叶长生也不再耽搁 他从树上跳下 不紧不慢地走进了那条小径 这副姿态 与前面那些急匆匆地 就离开的人大为不同 看起来 他一点也不害怕被人注意到 叶长生离开片刻后 一名身穿黑衣的静装大汉 从一处小树林中钻出 他目光冷冷地看着 叶长生出现的地方 黑黑冷笑两声 也是不紧不慢地进入了山脉 等到此人离去之后 这里安静了一阵子 又有两名身穿白衣之人走了出来 这两人一男一女 看起来是掩跃宗弟子 师妹 我们真的要进入这里吗 刚才那个黄蜂谷弟子 和巨剑门弟子 看起来都不是简单角色 说话的是那个男弟子 他脸上带着一丝畏惧的神色 住嘴 他们都是单独一人 我们两人有什么可怕的 你怎么这么窝囊 那名女弟子满脸煞气地说道 真是不知道师妹怎么想的 为什么要把你这个窝囊费 安排成我的双修伴侣 他毫不掩饰地抱怨着 而旁边那个男弟子 一脸畏惧之色 丝毫不敢反驳 尽快采摘了此地的灵药 去和师祖会合 你若是敢拖后腿 小心我让你永远留在这里 那名掩月宗女弟子 恶狠狠地威胁了其双修伴侣一番之后 立刻向那条小路走去 其双修伴侣也连忙跟了上去 他们两人进入之后 这条小路外面就彻底安静下来了 再也没有人进入 进入环形山脉之后 叶长生选择了一个方向 快速向前掠去 按照地图上的记载 这个方向上有一处石殿 里面有一些快要成熟的天灵果 现在我手里有五株灵药 再采集个十株左右 就差不多了 叶长生心里想到 按照黄蜂谷的规定 采摘十株灵药 便能换取一枚助鸡丹 叶长生并没有败入 李化园门下的想法 所以他不打算采摘太多 环形山脉某处 一个身穿黄蜂谷弟子服饰 高大俊朗的男子 正遇使着一把火红色的小剑 与一只五彩孔雀战斗着 那五彩色的孔雀背后 有许多五彩长灵 不仅能飞射出来伤人 还能进行防御 这是中阶妖兽 飞灵孔雀 此兽看起来威武无比 光彩照人 但在那黄蜂谷弟子面前 却未能撑过三个回合 火红色小剑 干脆利落地斩断了 其五彩长灵 继而斩下了其头颅 这人正是叶长生 自从进入环形山脉之后 他就遇到了大量的妖兽 几乎是每走上一段距离 就会遇到一只 甚至 有时候这些妖兽 还会成群结队出现 好在他们 大部分是一级中下街 高阶与顶阶的妖兽 一般不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否则 各派弟子 也就不用采药了 叶长生不想在这些妖兽身上 浪费法力 所以 只要是能避开的 他都会尽量避开 避不开的 像眼前这只孔雀 他也会毫不脱泥带水地 将其快速斩杀 一路过来 死在他手上的妖兽 已经快有石头 而他也逐渐接近了那处石垫 看我前行路上遇到这么多妖兽 之前进来的那几个人 应该没有选择这个方向 也好 这次采摘应该比较顺利 叶长生心里想到 他快速前行 又斩杀了一头推山兽之后 前方一面峭壁上 终于看到了一座石垫 按照推测 这里的天灵果 应该是成熟了的 环形山脉之中 已经被探明的区域内 能采摘到成熟灵妖的地方并不多 这处石垫 等会儿很有可能还会有人来 我得防着被人半路摘桃子 叶长生在石垫前 停留了大约有一盏茶的功夫 而后 他纵身向那处石垫行去 待到他进入石垫中后 过了一阵子 两道身影出现在这里 一男一女 身穿白衣 正是那对掩月宗伴侣 那人已经进去了 这地方有一头高阶妖兽清风狼 等到他与那妖兽拼到两败俱伤 我们再进去 为首的女子说道 我看那人法力深厚 说不定清风狼不是他的对手 其伴侣说道 那样更好 等到他杀死清风狼 法力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进去之后 我们两人立刻用阴阳 牵引树出手 一举将此人灭煞 摘了此地的天灵果之后 再去找巨剑门那人 然后再与师祖会合 掩月宗的女子吩咐了一番 其伴侣虽然脸上虽有犹豫之色 但不敢有丝毫的质疑 两人刚交谈完 就听见那石殿方向上 传来了惊天动地的狼笑之声 开始了 掩月宗女子脸上露出喜色 立刻向石殿的方向靠近过去 哄 吐石飞剑 妖兽的吼声不断地响起 显然石殿内的战斗非常激烈 毕竟是高阶凶兽 就连一些十三层的精英弟子 都有可能死在其手中 这样的大敌 炼器顶尖的修士 即便能斩杀 也要消耗大量的法力 哄 哄 在巨大响声的掩护之下 掩月宗的两人 快速地靠近了石殿 他们两人手牵手 结出一种古怪的印 秉信宁器藏在石殿门外 随时都准备冲进去 哄 一声惊天动地的吼声传来 其中夹杂着痛苦 愤怒之意 这是那清风狼的吼声 听起来 此疗应该已经受伤 所以才会发出 这样痛苦的声音 里面的战斗 应该快结束了 是时候该准备着冲进去了 以阴阳牵引树的强大 必然能一击 便将那人斩杀 采摘了此地的天灵果之后 周师妹的心情 应该能好点了 我也就能少受点气了 掩月宗男弟子心中想到 他安安静静地不敢出声 等着自己的双修伴侣 发号施令 只是 等了半天 也没听见他出声 怎么了 他心里闪过一丝疑惑 这时 他忽然感觉到 有什么温热的东西 流到了自己手上 低头一看 一片鲜红 啊 掩月宗男弟子 发出了一声惨叫 他满脸惊骇地看着身旁 那具无头尸体 不知道什么时候 无声无息地 与他牵着手的伴侣 居然被摘去了脑袋 啊 掩月宗男弟子 发出撕心裂肺的 惊恐惨叫声 他惊恐地甩手 试图将这具尸体 甩到一边去 但不知为何 那死去的周师妹 抓着他的手 忽然像是紧箍一样 怎么也甩不开 他脸色煞白 惊慌失措地四下张望 寻找凶手的所在 你是在找这个吗 忽然间 头顶上方 一道温和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 一个圆滚滚的东西 就掉落到自己面前 看到这一幕 已经快被吓破胆的 掩月宗男弟子 尖叫一声 直接哭嚎着 连滚带爬地 向远处逃去 而他那位 双修伴侣的尸体 还紧紧地拽在他手上 怎么也甩不开 站在石壁上的 叶长生 微微摇了摇头 按道 此人的心理素质 实在是不适合休闲 火云剑从他袖中飞出 化作一团极齿的火云 快速向那 毫无防备的 掩月宗弟子斩去 住手 一道清冷的声音 从远处传来 听到这声音 叶长生神色一动 立刻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一道恶娜的身影 从前方出现 这是一个身穿白衣 看起来不过是 十五六岁的女子 相貌清纯 一脸的天真可爱之状 她容貌精致 如群山中的精灵 有倾国倾城之角色 仿若古人笔下的落水之神 好惊艳的女子 但是 助手 笑话 火云剑飞速斩落 将那名只顾着慌忙逃跑 没有任何防备的掩月宗男弟子斩杀 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那女子清纯的翘脸上 绽放出怒色 好大的胆子 她清冷的声音中 蕴含着勃然的怒气 弹口一张 一个拇指大小的粉红色圆环 飞了出来 南宫婉 再见到此女的一瞬间 叶长生便猜到了对方的身份 在南宫婉面前 杀了掩月宗弟子 这两子结大了 身为掩月宗长老的南宫婉 怎么可能 对自己门派弟子的死 视而不见 而且 被杀的两人中 还有一位是她师姐的后人 等于说 叶长生一下子得罪了 两位掩月宗大高手 等到南宫婉出去后 将这件事情告诉她的师姐 那这 南宫婉张口吐出了法宝朱雀环 一股强大的灵压骤然出现 叶长生心中一惊 他知道 这种力量 自己绝对不可能抗衡 且 叶长生嘀吓一声 刹那间 南宫婉周围的山石之中 飞出了二十多张 散发着寒意的符路 出击高阶符路 冰枪符 竟有这么多 即便是南宫婉 也惊讶了一下 一个炼器弟子 拿出了几十张高阶符路 这未免有些离谱 却 二十多根冰枪出现 向南宫婉 飞射过去 哼 一声冷哼 法宝朱雀环绕着他身周一转 刹那间 所有冰枪都被斩断 掉落在地上 无效 面对顶阶妖兽 都要将其灭杀的二十多张高阶符 对上他却根本不算什么 这下棘手了 叶长生毫不犹豫地 从储物袋中 掏出一把天蕾子 伸手一甩 三颗天蕾子 同时飞了出去 而后 叶长生一拍储物袋 手上出现一张青绿色的符路 天蕾子 南宫婉惊讶地叫了一声 看向叶长生的目光中 带上了一些不可思议 这个黄蜂谷的弟子 着实古怪 不仅能拿出几十张高阶符路 还能一下子 丢出三颗天蕾子 这实在是不可思议 天蕾子这东西 南宫婉也有了解 这是新年一位法力高深的修士 截取天雷炼造而成 总共只有七十多颗 经过这么多年来的消耗 基本上不剩下多少了 眼前这人居然一把就扔出了三颗 这未免有点惊世骇俗了 不过 虽然心中惊讶 但他也不打算放过此人 先将对方情下再说 仔细审问一番 相信他身上即使有什么秘密 也瞒不过自己这个结单修士 南宫婉身形骤然一闪 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刻便出现在距离夜长生 不足一丈的地方 那三颗天蕾子自然也是被他躲过 惊天动地的轰鸣声在身后响起 对于这个结果 夜长生并没有感到意外 他一个练器修士 就算是有天蕾子这种力气 也很难杀死高阶的强者 哪怕对面是个助击修士 都多半能躲过他的天蕾子 更何况南宫婉这种结单修士 因此叶长生早就准备好逃跑了 当南宫婉靠近到他这边的那一瞬间 叶长生化作一道绿光消失不见 木顿符 南宫婉有点被震撼了 这个黄蜂鼓的练器修士 实在是给他带来太多的意外了 居然连木顿符这种终极符禄都拿了出来 哼 以为平木顿符就能逃离我的手掌心了吗 我倒要看看你能拿出多少木顿符来 南宫婉说着 身形骤然间化作一道白光 追了下去 此时 在环形山脉各处 围绕着那些成熟的灵药 各派弟子之间爆发出了激烈的冲突 一座幽静的山谷中 一个二十多岁的蓝山青年 一位中年道士一个慈眉善目的老者 三者围绕着两株紫猴花对峙 道兄 没想到今年又见面了 你我之间还真是有缘啊 那慈眉善目的老者 对那中年道士说道 看起来 两人竟然相识 这立刻就让三足鼎立的另一方 那位蓝山青年面色一变 你们两人是什么意思 这灵药是我先发现的 青年满脸怒涩 贺问道 却不料 那两人根本不理会他 是啊 我也没想到 今年还会和李施主再次相见 中年道士说道 就是不必再提了 这两株灵药 你我一人一株 如何 老者直截了当地说道 中年道士 闻言略意沉吟 便点头答应 这一幕 让那蓝山青年又惊又怒 对方两人联手 他绝对不是对手 难道要放弃这两株紫猴花吗 要知道这里的灵药 可是他先发现的 守护灵药的高阶妖兽 也是他杀死的 而这两人后来居上 居然明目张胆地在他面前 商量着如何摘桃子 这着实把他气了个不轻 他心里犹豫一番 决定趁两人不备 果断出手 抢走两株紫猴花 于是青年身形鸡舍 直奔那两株紫猴花而去 找死 看到这一幕 老者冷喝一声 他手里一根拐杖飞出 化作一道青光 直奔那青年而去 速度极快 眼看着拐杖 就要飞到那青年身上 忽然间 一道绿光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从三人面前闪过 速度极快 简直就如同闪电一样 三人根本就没有看清 那是什么东西 紧随其后的是一道白光 速度同样快到了极点 碰 不同于那绿光绕过三人消失 那白光竟然直接冲进了 三人所在的区域中 随着一道清脆的响声 那老者抛出去的拐杖 那青年记起来 用以抵挡老者拐杖的法器 都在一瞬间被击碎 化作了漫天飞泻 白光一闪而逝 速度极快 根本没有给三人反应的时间 等到三人回过神来时 所看到的 只有漫天飞舞的法器碎屑 和地面上的一个坑 灵药也被挖走了 气氛死一般的寂静 三人面面相去 眼神中都有些茫然 蓝山青年 悄然后撤两步 虽然他损失了一件法器 但不知为何 此刻他心中竟有一种畅快之感 哈哈哈哈 他竟然毫不掩饰地 发出大笑之声 驾驭一件法器 急速撤离了此地 法器被击毁的慈眉善目老者 这一刻脸色铁青 面容争鸣 中年倒是看到这一幕 神色一动 淡淡道 李兄 我记得那轻文杖 应该是你唯一一件急拼法器吧 听到他这句话 老者面色大变 眼神中露出一丝恐惧之意 他勉强一笑 道兄这是何意 中年倒是 仍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但手已经扣在了橱带上 掩月宗的前辈 何必如此苦苦相追 在这血色境地之中 杀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有必要这样小题大做吗 哼 小贝 既然你也知道 杀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那我想杀你有什么问题吗 你又追不上我 何必浪费时间 你这样的高手 想方设法地进入血色境地 应该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吧 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合适吗 叶长生一边借助木顿斧逃跑 一边朝身后喊着 就这说话的短暂功夫 南宫婉又追了上来 距离叶长生不到三丈 看到这一幕 叶长生丝毫不慌 伸手甩出三枚天雷子 精准地封锁了身后三个方向 南宫婉骤然闪避 等到天雷子爆炸过后 他和叶长生之间的距离 又拉长了两三里 他冷笑一声 立刻又追了上去 两人之间的距离 又开始逐步缩短 的确如叶长生所说 在这血色境地之中 杀人和被人杀的情况 实在是太普遍了 死上几个人根本不值一提 南宫婉并没有一定要帮 那两个掩月宗弟子 报仇的意思 毕竟 那两人与他非亲非故 在一开始 他是有一点报仇的想法 看到叶长生杀了那两人 他便打算顺手杀了叶长生 算是为那两人报了仇 但这种报仇的想法 不可能支撑着他 一直追杀叶长生到现在 唯一让他到现在 还对叶长生紧追不舍的原因是 叶长生身上 那层出不穷的手段 天雷子 木顿符 这个黄蜂古弟子手中 拥有的这种珍稀之物 似乎无穷无尽 到现在 对方已经扔出了 能有15颗天雷子 用了4张木顿符 木顿符还好说 但天雷子 南宫丸敢保证 整个越国地区 所有的天雷子加起来 也没有这么多 当初那修士 总共也就炼制了70多枚 到现在能剩下5枚就很不错了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 这个黄蜂古的小子身上 肯定有秘密 南宫丸 想要挖出这个秘密来 不过 追到现在 他的脸色也有些发白了 消耗巨大 对方是在使用符路逃跑 他虽然也有符路 但数量很少 更多是靠着自己的顿数 而且 叶长生为了甩开南宫碗 还特意地往一些顶阶妖兽 居住的地方跑 就是希望这些顶阶妖兽 能帮他挡住南宫碗片刻 这样可以帮他节省天雷子 毕竟 他手中的天雷子 也就30颗 经不起消耗 自然 这些顶阶妖兽 不可能是南宫碗的对手 往往一个照面 就被对方用法宝击杀 就连守护的灵药 也被南宫碗摘走 但是 为了击杀这些妖兽 南宫碗也耗费了大量的法力 并且 他采摘灵药 也要花不少时间 这些时间 就足以叶长生飞顿出去树里地 有一次 他借助一只顶阶妖兽 把南宫碗甩开了十几里 差点彻底摆脱对方 但没想到 对方还是追了上来 既然你不肯放弃 就别怪我算计你了 看着身后紧追不舍的南宫碗 叶长生眼中露出一道冷意 他调转方向 根据记忆中地图上的位置 向环形山脉更中心处跑去 此时 已经是第三日的中午 各派弟子 都在辛辛苦苦地采摘灵药 杀戮 流血冲突不断发生 某处石屋旁 一个身穿黄衣的中年男子 手中持着一杆荧光灿灿的笔 以及一本金光灿灿的书 一挥一盏之间 漫天的银符金光 杀得对面一个操控着一群 巨大黄蜂的丑汉 汉流加倍 住手 不打了 姓陈的 算你狠 那丑汉往外一跳 欲使着黄蜂守护住自己 不再进行攻击 他对面的 那个被叫做姓陈的的黄蜂谷弟子 也立刻停了手 不再紧逼对方 陈兄身为黄蜂谷的精英弟子 这份实力 着实让钟某佩服 那食物里的灵药 便让给你了 说着 此人竟果断转身离去 没有丝毫的留念 这欲使黄蜂的丑汉 便是那灵兽山弟子钟吴 而与他对战的那人 自然是陈师姐的大哥陈巧天 看到钟吴逃离 陈巧天并没有去追 反而转身向石屋走去 一边走 他还一边略有忧愁地 看了一眼远处 按道 不知小妹清新的那位夜师弟 如今怎样了 某处小山山顶 韩力出手击杀了一个 手持迎剑的巨剑门大汉 救下了一个清秀鲜细的少女 一直忙着采摘灵妖幼苗的韩力 本来是不想惹事的 他只想安安静静地采药 因为他的目标 都是那些还未成熟的灵妖幼苗 所以没人与他竞争 一路上倒也顺利无比 但因为这位少女与他相识 且他对此女也颇有好感 于是最终还是出了手 那名巨剑门的高手很强 但是在错不及防之下 还是死于韩力之手 救下少女后 两人之间一番交谈 少女对这个出手相救 自己的黄蜂谷弟子 产生了强烈的信赖 当韩力说出一番话语后 他便毫不怀疑地转过身 向石屋走去 准备采摘里面他所急需的烈阳花 却不料 身后的韩力叹息一声 一掌机晕了他 某处地下山洞入口处 一群掩跃宗弟子 汇聚在此地 师祖怎么还没来 约定的时间早就过去了 师祖 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住嘴 一声力喝 出自一个带头的女弟子之口 虽然喝止了师弟师妹们 惊慌的言语 但他内心中 却也是充满了担忧 掩跃双交 南宫师祖都没来约定的地点会合 出什么事了 如果南宫师祖死在了这境地中 他们这些弟子恐怕也就完了 出去后必然要遭受重罚 那是什么 忽然 一名掩跃宗弟子 惊讶地指着某个方向说道 其余人立刻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 一道青绿色的光芒急速闪过 而在其后 有一道白光紧追不舍 看到这群掩跃宗弟子 那道白光稍微停顿了一下 而后迅速离去 下一刻 掩跃宗仲弟子中 为首的那一个脸上露出了惊喜之色 南宫师祖吩咐我们去 最终的地点会合 快走 他催促着 这群掩跃宗弟子 立刻离开此地 向环形山脉 腹地行去 叶长生借助木顿福 一路跑到了一处小盆地 盆地的四周 被高大的奇形怪石所包围 中间是一座古朴 巨大的青石殿 到达此处之后 叶长生略意停顿 便立刻向青石殿中顿去 南宫婉紧追而至 当看到叶长生 钻进了那座石殿中后 他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紫头罗网 他冷冷评价道 这个黄蜂古弟子 如果想要借助这里的妖兽来阻拦他 那只能说 他打错了主意 南宫婉稍微停顿了一下 迈不向石殿中走去 他走得很慢 甚至都有点小心翼翼 因为 之前他的确被叶长生的种种手段惊到了 如果在这种狭小的空间内 一堆天雷子向他砸过来的话 即便是他也顶不住 当南宫婉的身影 慢慢消失在石殿门口之后 没过多久 一对掩月宗弟子也出现在了此地 这里就是师祖吩咐我们会合的地点了 为首的那位女弟子说道 这里面的那头黑铃蟒 非常可怕 当年接连吞噬了十几名各派精英弟子 一名掩月宗的弟子说道 关于此地的情报 各派精英弟子基本上都掌握了一些 据说这里面有一个宝箱 历年以来 各派有不少人试图取出这个宝箱 但无一例外 全都被守护宝箱的那黑铃蟒给吞噬了 哼 再可怕 难道还能比师祖的法宝厉害 没错 只要师祖出手 这里的妖兽根本不在话下 话说 师祖呢 一名弟子发出了疑问 众人同时看向那名领头的掩月宗弟子 此女心中也有些诧异 按道以师祖的速度 应该早就在这里等他们了才是 难道师祖已经下去了 他沉吟了片刻 道 我们稍微等等 如果师祖没来的话 那很有可能是已经下去了 众弟子闻言皆称是 于是 掩月宗这群弟子便在外面等了起来 而石殿内部 南宫丸谨慎小心地向内部走去 他走得很慢 而这地下石道 也的确很长 蜿蜒曲折的石道 通往地下数百丈之远 叶长生一路急行 穿过青石道 来到了尽头 这是一处地下沼泽世界 温热潮湿 让人感觉异常难受 放眼望去 这片地下世界高能有三四十丈 而宽度则达到了树里之广 到处都是冒着黑色气泡的淤泥之地 其中有一处黑土堆上 长着树石株颜色各异的奇花异草 其中包含了炼制助鸡丹所需的集中主药 还有一些药材 叶长生完全不认识 而在沼泽最中心处 则有一座白玉小亭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 白玉小亭之中 居然有一个巨大的金色箱子 凭空悬浮着 一看就知道 那金色箱子不简单 里面应该存在某种宝物 墨胶应该就藏在这里面 叶长生看了一眼 那冒着气泡的沼泽地后 迅速藏了起来 他等了许久 南宫晚的身影 才在青石通道口处出现 他一进来 就立刻打亮了四周一圈 当看到那白玉小亭 和金色箱子时 南宫晚平静的脸上 露出了动容之色 原来如此 这座血色禁地的关键 就在此处 南宫晚又惊又喜 没想到那小子 居然把自己带进了 这样的一处宝地 不过 话说回来 那小子呢 南宫晚眉头一皱 仔细打亮了四周一圈 没有发现叶长生的踪迹 在这地方 他没法放开神石 所以只能凭眼睛去搜索 南宫晚打算 先把那个黄蜂谷的小子找出来 再去逗拿黑铃蟒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他所愿 忽然间 那沼泽地 像是遭受了什么攻击 潜藏在里面的妖兽冲了出来 吼 惊天动地的吼声响起 一只黑油油 浑身有巨大灵甲覆盖的蛇形妖物 从泥潭中钻了出来 这妖兽似蛇飞蛇 大约三四丈长 浑身被黑色的妖物所笼罩 看到此兽的那一瞬间 南宫晚骤然色变 墨骄 他惊呼一声 这里的妖兽 竟然是一头墨骄 而非那些弟子所说的黑铃蟒 黑铃蟒是一级妖兽 而墨骄则是二级妖兽 这里面的区别可大了去了 畜舍 找死 南宫晚已经顾不得黄蜂骨的那个小子 眼下收拾墨骄才是重点 他张口吐出朱雀环 收 速 拘 索 五字言绝出口 朱雀环快速抖动 搜 朱雀环忽然消失 下一刻在墨骄面前出现 趁其没有反应过来 快速套在其身上 牢牢地捆住 不好 力量怎么这么大 南宫晚脸上露出不可置信之色 这墨骄居然很快就有挣脱他的法宝的趋势 那小子必然藏在此处 但指望他与我合力斗这墨骄是不可能了 先出去与那些弟子会合 带上他们一起来杀这头墨骄 南宫晚很快就做出了决断 他冷冷地看了一眼这片地下世界 而后迅速掉头 向那轻石通道飞去 好 墨骄紧追不舍 跟了下去 掩月宗仲弟子 在上面等了半天 也没见师祖出现 于是 他们最终选择进入这十殿中 哄 他们刚下来没多久 就突然听到了一道剧烈的响声 是那妖兽 一名女弟子尖叫道 并且打出一张符路 试图照亮前方黑暗的通道 但是 这张符路刚打出来 便立刻引发了可怕的变化 一道炫目的青色神光忽然爆发 如潮汐一般向通道内涌去 通道出口 一下子消失了 看到这一幕的掩月宗仲弟子 顿时面色煞白 通道内 南宫婉正在向前挤持 忽然前 他听到了轰隆隆的声音 向前方看去 顿时他面色巨变 小五行虚迷进发 南宫婉发出一声惊叫 看着那突然消失的通道口 他的脸色苍白无比 好 墨娇从身后追来 南宫婉神色一下子变得无比难看 他伸手甩出一张终极中间的金丝符 暂时困住了墨娇 而后 南宫婉立刻掉头 向那沼泽世界跑去 没办法了 这小五行虚迷进发 根本不是他一个人能打破的 必须要借助那名黄蜂谷弟子的力量 这一刻 南宫婉的心绪复杂无比 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 追杀了那黄蜂谷弟子半天 现在居然还要借助此人的帮助吗 他快速冲到了沼泽世界中 刚进来 就看到叶长生站在一个土堆上 双手复后 正笑盈盈地看着他 你倒是镇定 今天如果不杀了这头墨娇 我们两人都要葬身此地 南宫婉冷冷说道 以前辈的实力 难道无法杀死那墨娇吗 叶长生明知故问 哼 我若是能杀死 还没有你现在说话的份 我可以和前辈联手杀了这头墨娇 不过代价是 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 叶长生开出了条件 可以 南宫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这种情况下 还有什么好说的 探查叶长生身上的秘密 已经是其次的事情 重要的是保住自己的性命 等会儿墨娇出来后 我用法宝困住他 你用天雷子将其灭杀 南宫婉迅速说道 叶长生默默点头 没有异议 吼 侵蚀通道中 惊天动地的嘶吼声响起 墨娇挣脱了金丝符的束缚 冲了过来 进 南宫婉玉手一指 朱雀桓立刻爆发出光芒 故技重施 将那墨娇捆住 快 我坚持不了多久 南宫婉大声喊道 叶长生迅速出手 三颗天雷子飞出 滴溜溜地在空中打转 哼 南宫婉召回朱雀桓的那一刹那 天雷子爆发 炫目的白光过后 是一具焦黑的残躯 墨娇浑身上下 已经找不到几根完整的骨头 啪哒 一个拳头大小的红色圆球 从其体内掉落出来 叶长生看到这一幕 顿时一愣 都被炸得这么惨了 墨娇居然还把这东西 给保留了下来 好家伙 咦 这是什么 二阶妖兽 不可能产生妖丹啊 南宫婉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走向前去捡起圆球 叶长生顿时面色大变 刚要伸出手去大喊一声 南宫师祖 不要 噗 一声轻响 圆球无故爆裂开来 一大片粉红色烟雾 将南宫婉笼罩在其中 叶长生垂在空中的 手无力地落了下来 晚了 墨娇这家伙 被炸得那么凄惨 还要把那玩意儿留下 他真的太敬业了 叶长生的脑袋有些晕 他站得离南宫婉 并不是太远 结果那浓雾出现后 他也吸进去了点 然后 就感觉到浑身气血浮动起来 不妙 中招了 外面 掩月宗仲弟子 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焦躁无比 他们一个个脸上全都是恐惧之色 如果这次师祖真的在里面出了问题 他们这些人全杀了 也难以谢罪 那可是一位结丹期的师祖啊 整个掩月宗才有几个人 好不容易因为他的功法特点 能够进入这血色禁地中 寻找这血色禁地真正的秘宝 万一在这里出了问题 那后果就太可怕了 没有谁能承担得起 全都出手 轰开这片静置 那为首的女弟子指挥着 她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若是无法救出师祖 出去后 指定没有好果子吃 一群总共十几人轮番用各种法器 浮露不断地轰击那片青色的光幕 各色的光滑绚烂无比 声势浩大 但轰在那青色的光幕上后 却没有任何效果 威然不动 他们的攻击在那光幕上 连一丝连衣都无法荡起 小五行虚拟禁法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就凭一群练气漆 别指望能把这玄妙禁法给怎么样 时间缓缓流逝 已经是第四天了 这时 掩月宗仲弟子 已经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绝望 悲观的情绪 不可抑制地弥漫了起来 没有人觉得 师祖还能活着从里面出来 毕竟 这都这么长时间了 一些女弟子 已经蹲在地上哭起来了 掩月宗弟子们面面相去 一个个脸色都无比铁青 山脉其余各地 那些采摘了足够灵药的各派弟子 正在陆续退出 时间差不多快到了 第五日 禁地便要关闭 那些自觉实力不够高强的 早早地便跑路 生怕走得晚了 其余实力顶尖的人物 会在路上拦截他们 这种事情 历年以来 不知道发生了多少 实力高强的那些人 如果采摘不到足够的灵药 就会截杀后来者 最后一日 回去的这道关卡 历来是最为凶险的 今日之事 就当是一个错误 一场梦吧 南宫婉冷冷说道 上一个陈师姐 也是这么说的 叶长生心里嘀咕了一句 对你 她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看到她这副浪子无情的模样 南宫婉心中 骤然升起了一团无名怒火 哼 她重重地哼了一声 声音中全都是不满与怨气 左看右看 看到了那墨胶残留的躯体 这下子 情绪的发泄口找到了 哼 朱雀环在空中飞舞 狂轰烂炸 把那墨胶残留下来的一点躯体 全都给扬成了灰 好家伙 看到这一幕 叶长生额头上冒出冷汗 这女人不同于陈师姐 短时间内可要小心对待了 这墨胶 本来就被天雷子炸得不剩什么了 这下子 最后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也被毁掉了 可惜了 我原本还打算从其身上取来材料 炼制两件极拼法器呢 叶长生心里想到 发泄了一番之后 南宫婉的心情顿时畅快了许多 她偷偷打量了叶长生几眼 相貌 资质都还算可以 若是有朝一日能结单 自己倒也不算白给了 想到这些 她心里的委屈与苦闷 顿时散掉了很多 再联想到 刚才那沉沦时的痴雨迷醉之态 一时间修得无地自容 这金色宝箱我取走了 你没什么意见吧 冷冰冰的声音响起 叶长生看了那宝箱 无所谓道 随你了 哼 南宫婉冷哼一声 飞向那座白玉小亭 而叶长生 则是去了那座 栽种着大量灵药的土堆 这里 只有少数几株灵药 是炼制助鸡丹所需的 剩下的很多 都是叶长生 以前从未见过的 趁着南宫婉没注意 她把每株灵药 都解析了一下 等出去之后 复制几份 说不定以后有用 而后 她把那几株门派指定需要的灵药 采摘了下来 我之前总共有八株灵药 现在这里有六株 总共是十四株 可以了 十株就能换一颗助鸡丹 我只求一颗助鸡丹 要是搞得太多 被李化元盯上了 那就得不偿失了 叶长生心里想到 她可没有拜师李化元的想法 没那个必要 这些灵药你不要 南宫婉取了宝箱 走过来惊讶问道 我所需的灵药已经够了 多了没必要 叶长生淡淡说道 拿到再多 也要上交宗门 还要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得不偿失 哼 你倒是精力得很 不做出头鸟 想到叶长生身上的古怪 动不动就拿出一堆 天雷子的豪气 南宫婉就知道 她身上必然有些秘密 这些灵药 她看不上倒也正常 有了肌肤之亲后 南宫婉反而没有探求 叶长生身上秘密的想法了 她冷冷道 既然你不要 那我就全都摘走了 说着 她便毫不客气地 将剩下的那十几株灵药 全都摘去 你叫什么名字 过了片刻 南宫婉终于还是忍不住问道 询问姓名便代表着 她对这人抱着一丝期望 他日此人若是能结单 两人便可结合为双修伴侣 叶长生 长生吗 倒是好寓意 这句话过后 两人间又沉默了下来 过了片刻 南宫婉看到叶长生 迟迟不询问自己的姓名 心中一阵气急 我都主动开口问 你的名字了 你居然无动于衷 你就那么不想知道 我的名字吗 你对我以后 就一点念想都没有吗 她心中委屈至极 过了片刻 她终于还是忍不住 主动开口 我叫南宫婉 饰演岳宗的杰丹长老 好名字 婉字有柔顺华美 温和闲静之意 很贴合你呢 叶长生脸上 带着温和笑意赞道 你想说的就这些 等了片刻后 南宫婉冷冷问道 呃 不然呢 叶长生一脸茫然 又是一个 想要我给承诺的 她心里嘀咕道 哼 看到她这副样子 南宫婉重重地冷哼了一声 转身向出口方向走去 片刻后 两人缓缓走到了那出口处 你身上还有多少天雷子 南宫婉问道 这小五行虚弥禁法 如果单靠两人用法器去哄开的话 南宫婉怕是得损失二三十年的功力 哄开这静止不成问题 叶长生说着 从储物带中拿出几枚天雷子来 哄 哄 地表十殿 当众掩月宗弟子 正死气沉沉地蹲在地上 为自己考虑后路的时候 忽然间 一道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 伴随着一阵地动山摇 众弟子惊喜地看到 南宫师祖从那通道中走了出来 师祖 众掩月宗弟子 欣喜若狂 蜂拥而来 十殿出口处 一名白衣飘飘的绝色女子出现 看其容貌 正是年龄稍微大了一点的少女师祖 此刻 她正冷冷望着远处 脸上满是漠然之色 看到她这冰冷的神色 那些狂喜地掩月宗弟子 立刻就像是被冷水浇了头一样 清醒了过来 难道这位师祖 打算追究触动静止之事吗 他们心中惊恐无比地想到 白衣女子眺望远处半晌 才在掩月宗仲弟子 坠坠不安的心态中 转过头来 冷冷道 出发 此时 已经是血色禁地开启后的 第五日下午 在禁地外面 等候多时的气派结丹修士 终于有所动作了 他们合力打开了禁地出口 望着黑乎乎的通道 等待着出来之人 那位穷老怪 也不知何时出现了 笑嘻嘻地看着通道 脸上满是轻松自在之色 对于这打赌 他看起来是一点也不慌 很快 七派弟子中那些存活下来的 便一个个地走了出来 他们大多风尘仆仆 浑身不是伤口 就是灰尘 看起来很狼狈 夜长生出来时 这里已经有十几人了 黄蜂谷一方 竟有四人 算上夜长生 就有了五人 是此间最多了 这让李化元脸上情不自禁地露出了惊喜之色 夜长生和认识的韩丽 陈巧天点头致意 走了过去 他站在人群中 闭目养神 等待最后的清点结算 通道快要关闭时 掩月综艺行人才出现 为首的是一个猛着面纱 看不清容貌的女子 那清冷的气质和玲珑的身段 招视着她多半是一个绝色美女 看到此女出现 那霓裳仙子情不自禁地扑了上去 抓住其胳膊 一阵嘘寒问暖 这让其他各派长老们心中嘀咕不已 哼 夜长生听到耳边响起了一道冷哼声 他睁开眼睛看去 南宫丸已经和霓裳仙子 飞上了掩月宗的非洲 看到这一幕 夜长生脸上露出了淡淡笑意 南宫师祖 很润 这一次各派之中 掩月宗活着出来的弟子最多 有十几人 剩下的几派里 黄蜂谷居然有六名弟子 活着走了出来 这简直让众人大跌眼镜 区区一个黄蜂谷 居然能有这么多人活着出来 当看到这六人之中 有两个修为 还不到练弃十二层时 众人便立刻恍然大悟 这两人必然是进去之后 就立马躲在某个角落里 一直带到了禁地试炼结束才跑出来 不然 十层和十一层的修士 断然没有活下来的可能性 毕竟就连十三层的 都死了那么多 最为凄惨的巨剑门 居然只有两人活着走了出来 而这两人 还都不是那种最为精英的弟子 显然 不必去指望这两人能收集到多少灵药 这一次巨剑门 可谓是损失惨重 最为关键的是 接下来几十年里 他们门派之中 能培养出来的助基弟子 也要相应地减少很多 这让巨剑门的结丹长老 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甚至 隐隐有种迁怒于黄蜂谷的意思 谁让你黄蜂谷 活着出来了那么多 画刀物的结丹修士 脸色也极为难看 因为 他发现 最寄予厚望的寒天牙 居然没走出来 他被杀死在了禁地中 这下麻烦了 此人的姐姐 可不是省油的灯 一想到寒天月发火的样子 画刀物的这位结丹祖师 眉头就紧紧地皱了起来 血色试炼结束了 除了掩月宗的穷老怪 和黄蜂谷的李化元 脸上带着笑意之外 其余各派结丹修士 都很难笑得出来 在穷老怪的催促下 各派开始清点灵药收获 首先是清虚门 除了为首的 一个中年道士 拿出来了十几株灵药外 剩下的都是三四株 五六株的样子 整个清虚门 加起来得到了不到四十株的灵药 而其余的几派情况 更为凄惨 能凑出三十株都算不错 清虚门的老道士 浮云子 看了一眼眼月宗那十几人的队伍 不由得一声哀叹 就这样的灵药树木 是不用指望能赢过任何人了 哪怕清虚门和黄蜂谷 两派的灵药树木加起来 超过了眼月宗 他浮云子 也多半要输给李化元 到了此刻 他对赌局是一点 也不抱有期望了 眼月宗那边 一开始上来的几人表现都很平庸 只拿出了三四株灵药 但是 到了后面 简直是一个比一个多 五株 七株 八株 十株 到了最后一个弟子时 竟然一口气拿出了十八株灵药 这下子 眼月宗的灵药总数目 直接超过了一百株 看来南宫晚从十殿离开后 还带着这些弟子 去扫荡了几处顶阶妖兽的巢穴 叶长生心里想到 大概眼月宗的弟子 之所以出来的这么晚 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吧 李化元和浮云子的脸色 已经无比难看 尤其是当首先出场的两名黄蜂谷弟子 一人拿出了三株灵药 一人拿出了四株灵药后 李化元的鼻子都要气歪了 这两人 秀为实力都不错 居然就只收集了这么点灵药 对韩丽和相知李二人 李化元是不抱有任何期望的 那么 现在就只能期望 剩下的两个十三层修士 能拿出足够多的灵药了 李化元将满含期待的目光 投向了陈巧天和叶长生 陈巧天果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此人走上前去 手不停地从储物袋里 往外掏灵药 一株又一株 到最后 竟然有足足二十株灵药 这直接就让李化元惊喜交加 而紧随其后的叶长生 虽然不及陈巧天 但也表现得不差 拿出了十四株灵药 可以说是重规重矩 对得起他这份修为了 不知 这位李师祖要是知道了 叶长生在禁地中 把二十多株灵药 让给了南宫碗时 他会不会气风 不过 眼下黄蜂谷的灵药总数目 已经超过了清须门 虽然两拍加起来 还是无法和掩月宗相比 但是压过清须门一头 已经让李师祖心里 稍微得到点安慰了 接下来 韩立刚要往前走 结果那老滑头相之里 突然一个剑步 抢在其前面 恭恭敬敬地 拿出了两株紫侯花 一个炮灰 居然也拿出了 两株灵药来 这让李师祖 对其的态度大为改观 不由得和煦地 朝相之里点了点头 而后 他便也不再关注 剩下的人 毕竟在他看来 一个十一层的修士 能拿出什么好东西来 结果 马上 他就被一阵惊呼声 吸引了目光 那个十一层的普通弟子 居然一口气 拿出了二十四株灵药 这二十多株灵药摆在地上 一下子就把大家震住了 看到这一幕 李师祖先是眼睛瞪圆 而后直接哈哈大笑起来 这下两拍的灵药总量 加起来 已经超过了掩月宗 岂不是说 他赢得了这场赌局 而且 清虚门也输了 等于是他赢了两场 双赢 这 怎么可能 开玩笑吧 无论是各派弟子 还是杰丹祖师 对这个结果 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这下子韩丽 直接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不错不错 哈哈哈哈 穷前辈 赌约可还作数 李化元意气风发地 看向了穷老怪 穷老怪此刻脸色很难看 他目光死死地盯着寒丽 看了又看 怎么看 这都是个普普通通的十一层修饰 没有任何出彩的地方 哼 穷老怪冷哼了一声 伸手甩出三枚无形针符宝给李化元 然后骤然间就消失不见 血腺交的那单 拿来吧 李化元得意洋洋地对福云子说道 福云子简直要吐血 但这么多人在这里 他也不可能反悔 只能臭着脸 甩出一枚内单 转身就带着清须门弟子离去 很快 各派弟子都走了得干净 这里就只剩下了黄蜂骨 李师祖脸上的喜悦得意之色 逐渐淡了下去 他看向了韩丽 冷冷道 你过来 韩丽一言过去 李化元沉默了片刻 道 你是怎么得到这些灵药的 与我讲讲 他是绝不相信一个十一层修士 能靠自己得到这么多灵药的 韩丽很是恭敬的行礼 而后现场 编转出了一个欲棒相争 他渔翁得利的故事 不管大家心里是否相信 但似乎只有这个解释说得通了 李化元满意地点了点头 看了看韩丽 又看了看陈巧天 忽然神色肃然道 你们二人 为门派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决定将你们收为记名弟子 等注击之后就正式列入门墙 你们可答应 弟子愿意 陈巧天闻言大喜 连忙说道 被一位杰丹修士收为弟子 这简直是走了狗屎运 而韩丽却是愣了一下 当听到陈巧天的声音后 才反应过来自己该如何应对 于是 连忙也无比恭敬地说 弟子愿意 李化元满意地点了点头 另一边 叶长生看到这一幕 也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得到了李化元 我得到了南宫晚 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血色禁地之事结束后 大家重新乘坐着李师祖的 银甲脚蟒 回到了黄蜂谷 降落在议事大厅时 叶长生从前来迎接的人群中 看到了一脸激动 兴奋之色的陈师姐 得 看来想要闭关住街 还得先把这位给喂饱了才行 叶长生心里想到 与陈巧天寒暄交谈了一阵之后 叶长生带着陈师姐 与这位大舅哥告别 在大舅哥一脸暧昧的神情中 两人回到了叶长生的住处 刚关上门 便有激烈的喘息声响起 数日的担忧 与重逢的惊喜 让陈师姐难以抑制 心中那汹涌的情绪 你你身上 怎么有股特别的香味 被叶长生 按在立地镜前的陈师姐 一边喘息 一边问道 这女人是狗鼻子吗 叶长生心里一惊 连忙到 灵药的香气 血色禁地中 有很多特殊的灵药 说着 他连忙堵住陈师姐 不让他继续询问下去 伴随着汹涌而来的刺激 陈师姐眼中的疑问之色 逐渐被淹没 其实他想说 那香味有点像女人的体香来着 但现在顾不上了 修整了足足一周之后 叶长生做好了 住击之前的所有准备 他来到了门派 专门为要铸鸡弟子 准备的灵食前 足一间灵食 叶长生 对看守灵食的 炼器弟子说道 那名弟子打量了他一下 说道 师兄是要铸鸡吗 叶长生点了点头 此人脸上 立刻露出了 无比羡慕的神色 一个月十块灵食 叶长生丢过去一块 中间灵食 淡淡到 多退少补 而后 便在那人的指引下 进入了一间灵食 也不知道 这位师兄能不能成功了 那炼器弟子 站在外面 感慨了一句 在此地 职守多年的他 已经见过太多 来这里铸鸡的人 这些人 来之前 无一例外 都是意气风发 但几个月后 大多数都是 灰头土脸的出来 铸鸡的成功率 是很低的 黄蜂谷 每十年 发下上百科铸鸡单 其中能铸鸡成功的 也就十之一二 临时之中 叶长生 静坐了一个时辰 而后 他拿出了一个浴盒 里面装着一颗蓝色小药丸 毫不犹豫地将其吞下 他开始运转功法 身上有淡淡的金光闪耀 数个时辰后 叶长生便感觉到 在丹田处 传来一种炙热的火烧感 而四肢和身体其他部位 却冰凉彻骨 与之伴随的是剧烈的痛苦 冰火两重天中 叶长生苦苦坚守 竭力炼化着药力 慢慢地 他的气态真元 开始变得浓稠 沉重 逐渐地有叶滴落下 滴答 滴答 仿佛下雨一般 一滴滴液态的真元 滴落在经脉之中 与此同时 精灵天心宫第四层的功法 在叶长生体内 快速运转 将这些液态真元 炼化成功法 独属的真元 助击成功了 叶长生心中一喜 但很快 他眉头又皱了起来 不够 这点液态真元 不够修炼成 精灵天心宫第四层 叶长生想了想 又拿出一颗助击丹 浮了下去 借助助击丹庞大的药力 他修炼着精灵天心宫 一连浮了好几颗 才将这门功法的第四层 真正地修炼成 这功法 耗费资源巨大 还真不是随便说说 睁开眼睛的叶长生 苦笑一声想到 看来 以后得费大力气 去搜集各种助击器 能用的丹药了 临时外面 那个看守此地的 炼器器弟子 等待了半年后 忽然间 一道人影 从里面走了出来 这位师兄 你 看到叶长生 他立刻凑上来 喊了句师兄 但注意到叶长生 身上的灵压后 他的面色顿时一变 师叔好 恭喜师叔 助击成功 此人异常恭敬的行礼 而后 立刻将还为 消耗光的灵石 双手奉上 恭恭敬敬的归还 叶长生点了点头 收起灵石 大步向外走去 身后 那道目光之中 充满了无尽的羡慕与向往 助击成功便是黄蜂谷的高阶弟子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在黄蜂谷 真正算个人了 接下来 便可以去开辟 独属于自己一人的洞府 叶长生先去了意识殿 在中大掌门那里登记造册 而后 又去了麒麟阁 租了一只双铜鼠 接着 他便直奔黄蜂谷外 在太阅山脉 西北部最外围的地方 叶长生放出了双铜鼠 这种灵兽对灵气 有着异乎寻常的感应能力 牵着双铜鼠 叶长生搜寻了两天时间 终于 在来到了一处 高达百余杖的巨大石壁面前 这双铜鼠发了风式地 钻进了某处缝隙 叶长生见状 立刻拿出一件法器 运转法力切开山石 打出一条通道来 一刻钟后 岩壁被破开 一个石余杖的天然岩洞 出现在眼前 叶长生刚一进来 一股浓郁的灵气 便扑面而来 灵眼之泉 找了两天终于找到了 微微眯着眼 感受了一下那 灵眼之泉浓郁的灵力后 叶长生脸上露出喜色 在这地方修行 速度比在别的地方 要快很多啊 找到了灵眼之泉 接下来便是开辟洞府 购买法阵 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叶长生立刻收起双铜鼠 玉石法器 不断地在此地开辟 在耗费了数个时辰的时间后 一座洞府出具规模 他走出数百里 将那双铜鼠放生 让其自行回到黄蜂谷 而后 又在洞府门口 布置了一个简易粗陋的阵法 遮掩起来 这阵法 大概也就片片练器修饰了 得尽快去找新如荫 叶长生心里想到 他需要此女的颠倒五行阵 来守护自己的洞府 叶长生将目光投向了北方 此地位于越国边境地区 北面紧邻着元武国 元武国三大正派之一的 天心宗开办的方式离这里并不远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之后 叶长生立刻出发 前往了元武国 元武国的修仙界 和越国不太一样 越国七派不分正邪 没有阵营 而元武国则是正魔两立 双方势均力敌 一直都在僵持 正道方面 以三大先派为首 天心宗正是其中之一 进入元武国境内后 叶长生飞行了一段距离 脚下的飞行法器 便骤然往下一坠 禁止飞行的禁止 叶长生心中一喜 看来是到了方式的范围里了 不然不会有这种禁非的禁止 他快速向前行去 走了几里地 看到了一大片建筑群 比黄蜂古方式的建筑群 大了很多 一个高达二三十丈的巨大楼阁 屹立在中心 周围遍布着一些 远比他矮小的建筑 那高大楼阁上 有一块巨大的牌匾 其上刻着星辰阁三个字 不用说 这自然是天心宗自己的店铺 手上出现一张面具 叶长生戴在脸上 遮住了自己的容貌 这是他在血色禁地中得到的 算是一件下瓶法器 具有遮掩气息的妙用 在方式中溜达了一圈 叶长生看到了各种售卖东西的店铺 丹药 法器 福禄 零售等等 看起来 这里比黄蜂鼓方式要繁华很多 但真正的好东西 还是极少 至少 叶长生没有看见一件极拼法器 或是一张终极福禄 这位前辈 是初次来到天心宗方式吗 一位中年儒生 忽然凑上来问道 你是如何看出来的 叶长生反问道 声音很是平淡 听不出情绪 前辈有所不知 但我们这一行的 多有点特殊的识人方法 那中年儒生 满脸堆笑说道 叶长生轻声一笑道 干你们这一行的 你是风行子吧 前辈慧眼如猪 那中年儒生 连忙大拍马屁 前辈来这方式 是想买什么东西吗 晚辈名叫王子玲 就在这方式常住 也许能帮到前辈 王子玲吗 哼 我想买些镇旗 镇盘之类的东西 如果你推荐的地方 不比星辰阁更好 那就不要浪费 我的时间了 但如果你能推荐出一个 我满意的地方 那我也不吝啬赏赐 叶长生慢慢转过头来 眼神淡淡地注视着王子玲 隔着面具 炯炯的目光 给了此人很大的压力 毕竟 被一位助击修士这样盯着 肯定是不会太好受的 王子玲心中犹豫了起来 神色殷勤不定 他的确知道 有一个人在镇法方面的造诣很深 但是此人能不能满足这位前辈的需求 他没法保证 怎么 你似乎很纠结 叶长生不嫌不淡地询问 让王子玲更加紧张 他一抬起头来 就看到了叶长生那面具后面冷冽的目光 那人的镇法造诣究竟怎么样 我也没见证过 如果贸然推荐过去 那人却又不行 岂不是惹恼了这位前辈 王子玲心中快速盘算着 不如 就先带这位前辈去一趟秘店 想来 这种层次的交易会上 总归是 能让这位前辈得到其满意之物的 王子玲心中做出了决定 立刻抬起头 脸上堆满了笑容 前辈幸亏没去那星辰阁 天星宗的镇法名气虽然大 但不代表星辰阁里 就有上好的镇旗和镇盘 前辈有所不知 这好一点的镇法 天星宗是不会拿出来售卖的 星辰阁中摆放的 都是一些面向修仙小家族 和散修的普通货色 既然你敢说星辰阁的不行 那看来你有把握 能给我推荐更好的了 叶长生淡笑一声问道 儒生闻言 先是东张西望一番 发现没人之后 才鬼鬼祟祟 压低了声音说道 前辈可知密电 是那种处理来路不明的 物品的店铺 叶长生被勾起了兴趣 他此行来天星宗方市 也有寻找密电 进行一番交易的想法 这密电是专门用来处理 来路见不得光的东西的地方 就像叶长生杀人夺宝 得到的那些东西 除了来头太大的几件 不好出手之外 其余的都可以在这密电中 进行交易 因为密电中出没的 往往都是修为比较高的修士 所以经常能冒出好东西来 前辈果然见多识广 晚辈能介绍一家 很少有人知道的密电 那里出售的东西 绝对都是顶尖的精品 我想 在那里前辈或许能买到 满意的正齐正盘 王子玲说道 那密电就在这方式里吧 叶长生淡淡问道 如果在方式里的话 这密电就相对比较可靠一点 如果在外面搞 那多半是坑 就在离这里不远处 还有一个时辰 就是这间密电 一月一次的近拍会时间 前辈若是愿意去的话 晚辈这就带您过去 王子玲兴奋了起来 看来 这位前辈对密电这种东西 不是很抵触 开口询问 大概率是要去了 拉去一位住机的客户 他是能得到不少密电的提成的 那就走吧 叶长生一开口 王子玲立刻大喜 道 在下这就给您带路 说着 走到了前面 带着叶长生向方式的一个角落走去 七转八拐之后 他将叶长生带到了一个破破烂烂的院落前 敲开门 里面走出来的是一个姿色平庸的妇人 王子玲似乎对此女颇为忌惮 连忙上前向此女介绍了一番叶长生后 便匆匆离去 阁下 还请随我来 那女子神色肃然说道 虽是练气修饰 但面对叶长生这种助击修饰 他也没有多少畏惧 结合王子玲对他的态度来看 此女应当是颇有背景 不过也是 能主持召开这种密电的 怎么可能没有背景 叶长生点点头 没有过多的犹豫 跟随其进入了院落之中 又经过一番七转八拐 走了几条密道 眼前顿时出现了一座石门 门前 一左一右站着两位助击修饰 身穿黑袍 脸上戴着恶鬼面具 那妇人像是没有看到这两名助击修饰一般 直接推开了石门 带着叶长生走了进去 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出现在眼前 大厅呈圆形 直径数十丈 里面摆放着一些木椅 上面坐着数十位着装各异的修饰 叶长生神识一扫 发现这里面大部分都是助击修饰 果然是层次很高的秘店 对他来说刚好 叶长生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 闭目养神 等待着竞拍会的召开 虽然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秘店 但他表现得却很随意 就像是老手一般 这让一些暗暗打亮 他的目光收了回去 等了约有一个时辰后 一道木门打开 里面走出来了两个人 着装与之前十门外的那两人 一般无二 欢迎诸位同道 光临本次的交易会 一道苍老之音响起 这站在中间园台上的两人 都是助击修饰 其中最先说话的那个老者 更是一位助击后期修饰 这修为 让大厅中一些人 微微有些不安 看向那两人的眼神 无比的忌惮 那少数的一些练气修饰 在这样的环境中 更是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在这大厅里的几十人 都用面具或斗篷 遮掩了自己的容貌 手法精妙一些的 连气息都遮掩了 就如夜长生这样 根本无法通过外部特征 来判断这是何人 那主持竞拍会的两人 脸上也戴着恶鬼面具 看不出具体身份 不过 根据坊间传言 能主持这种秘店竞拍会的 不是修仙大派 就是修仙世家 就在这或多或少 有些紧张诡异的气氛中 竞拍会召开了 还是老规矩 竞拍会上 先由本店喊出一个临时机架 大家再用临时竞争 临时不足者 可以用等价物来抵押 具体价值多少 由我二人评估 最后 等本店的货物竞卖完成后 就是大家自由交易的时间 若有什么要售卖或交换的物品 可自行上前来展示 自主交易 本店不会干涉 苍老的嗓音 将交易会的规则 讲述了一遍 而后 主持竞拍的两人 走到一张桌子前 仍然是 那道苍老的声音 本次竞拍会 还是由老朽主持 想必有些同道 已经不是第一次 见到老朽了 那么废话就不多说了 我们开始 下面先进卖的 是一株500年药林的黄金汁 底价是300零食 第一件拿出来的就是一株500年灵药 这可谓是重磅开局了 500年的药林 算是灵药中的极品了 结单修饰 见了 都要心动 在那血色禁地外 李化元急急忙忙地 将韩丽和陈巧天二人 收为记名弟子 就是为了分得两人所收获灵药的一半 而那些灵药 年份大部分也只是在300年左右 这500年的灵药 市面上很少出现 机会难得 买回去炼成灵丹 绝对是诸位突破境界的最佳机会 不需要这位老者过多的介绍 大家都知道500年灵药的分量 一时间 场上的气氛 立刻就火热了起来 但凡是有点身家的 都在出价 5010 第一个出价的 直接加了20010 这立刻就把一些身家一般的修饰 给挡在了门外 一些准备喊价的人 心中怒骂不已 但立刻还是有人跟了上来 继续将其抬高 6010 8010 一番激烈的争夺 这株500年的灵药 最终以900多灵食的价格 交易了出去 再高 就有些不值了 开门红之后 场上的气氛 立刻火热无比 那老者先后拿出了 数件极品法器 每一件都很快 被卖了出去 最珍贵的一件 拍出了6010的价格 叶长生也参与了竞拍 那是一件比较不错的 攻击性极品法器 虽然他身上极品法器很多 但大部分来路都不干净 不好随随便便就拿出来 所以 他想要买一件 没有那么复杂的背景 稍微干净一点的法器 但当那件法器的价格 超过5010之后 他立刻停手了 5010他拿得出来 但不值得 他现在身上灵石也不多 只有六七百 参加血色禁地之前 他就把身上大部分灵石 都复制成了天雷子和葫芦 参加完血色禁地后 他又用灵石 复制了几株禁地中 解析过的灵药 以备不时之需 那些灵药 都是墨礁所在的地方的灵药 年份都很高 七八百年药 领得很常见 复制一株所消耗的灵石 基本都得在两百以上 在这上面 叶长生消耗了不少灵石 而后 他又立马闭关开始注击 注击出关后 就来到了这方式 还没来得及赚取灵石呢 虽然我能通过批量制造丹药 服录 法器的方法 快速赚取灵石 但是总让我自己去摆摊 太麻烦了 叶长生心中想到 他可不想把时间都浪费在赚取灵石上 最好是能找个渠道 一次性大批量地出手那些 服录法器之类的东西 但偏偏 在这修仙界 大部分店铺是不可信的 其背后 大多是修仙大派或世家 如果叶长生总是大规模地 在他们那里出手修仙资源的话 总会引起怀疑的 这件事情 可以找一下陈诗姐 陈诗家族 是越国修仙界的大家族 各种店铺开了不少 处理这些修仙资源的渠道 肯定很多 让陈诗姐通过他们家族的渠道 去处理 这比我单打独斗快了很多 也安全了很多 叶长生心中 很快就打定了主意 对他而言 陈诗姐这个渠道 最关键是安全可靠 这位诗姐的性格非常传统 自从被他救下 又将清白托付给他后 便一门心思都细在了他身上 只盼望着 两人兜住机后 便合集双修 当然 对叶长生来说 他是不可能和陈诗姐 结为双修伴侣的 只能暂时先这样吊着 等到将来他修为远超陈诗姐后 再将其收为侍切 便合情合理了 以后得对陈诗姐好一点 叶长生心里暗暗想到 他的那位兄长 陈巧天是一个值得投资的人 如果不出意外 陈巧天这次助机是要失败的 到时候 我正好可以赠送一枚助机单 雪中送炭 等到陈巧天也助机成功 他们兄妹二人 两名助机修士 在他们家族中的话语权 必然会大幅提高 那么 利用陈家帮我出货 也就容易很多了 在叶长生的思考中 近拍会逐渐走向尾声 这家秘店所能拿出来的东西 的确档次都很高 五百年左右的灵药 极品法器 妖兽卵 炼器材料 对助机有辅助作用的灵药等 每一件都引起了修士们的争强 但 能让叶长生看上的东西不多 所以 他很少出手 一直到近拍会快要结束的时候 终于出现了 让他精神一阵的东西 接下来要拍卖的东西 是炼器师最爱的东西 一件顶接的天云炉 曾炼制诸多大名鼎鼎的顶接法器 在许多炼器大师的手中流传过 喜欢炼器 或者亲朋好友中有炼器师的同道们 切不可错过了 底价为四百零十 现在开始近拍 听到炼器的炉子 叶长生立马就来了兴趣 对于这炼器的技术 虽然他这些年专心修行 从来都没有尝试过 但一直都很好奇 对修仙之人而言 炼丹 炼器 阵法 福禄 玉兽 傀儡等等 这些技艺可以不精通 但最好是都懂一点 尤其是炼器 等到了结单期之后 需要炼制本命法宝 如果没有一手过硬的炼器本领 那怎么能行 虽然大部分筑基修士 都不配去奢望结单境界 但叶长生对自己能达到 结单境界这件事 还是有信心的 所以 他得提前为结单期的法宝考虑一下 炼器的炉子 炼器的这种东西并不常见 尤其是达到顶阶法器级别的 今日这一只既然碰到了 值得出手争夺一下 于是 叶长生也参与到了竞拍之中去 五百零十 六百零十 六百五十零十 七百零十 这只天云炉的价格 很快就节节攀升 逐渐到了一个大多数人 都承担不起的天价 原本参与进竞争的很多修士 都退了出去 这样的价格 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不值了 到了这一步 还在与叶长生竞争的 只有两人了 一个头戴面具的男子 一个戴着斗笠的女修士 五百零十 加一把极拼法器火云剑 叶长生冷冷叫价 这相当于八百零十了 直接就将价格又抬升了一百零十 那头戴面具的男子 由于片刻后 冷哼一声 退出了竞争 那戴着斗笠的女子 仍然不放弃 冷声到 八百五十零十 六百零十 加火云剑 叶长生神色淡然 继续加价 在他看来 这尊炼气炉 只要不超过一千零十 都在他的接受范围之内 那女修士沉默片刻后 冷声道 九百五十零十 阁下若是还能出更高的价格 那这尊天云炉 就让给阁下了 一千零十 叶长生的价格爆出来后 那名女修沉默了 不再言语 还有没有人出更高的价格了 那主持拍卖的老者 开始询问 接连询问三遍之后 没有一个人出更高的价格了 于是 这支天云炉归了叶长生 上前浇了七百零石和火云剑后 叶长生身上的零石全部清空 换取了一支顶阶炼气法器 不亏 拍下此件物品后 之后的东西里 就再也没有出现叶长生感兴趣的 压轴的物品 是一株千年灵药 这可是很少见的 立刻就引起了哄强 最后 价格推到了三千零十的天价 被一个气息森然的筑基后期 修饰买走 好 本次竞拍会就此结束 接下来 大家可以自由交易 享受卖或交换物品的同道 可以到这里来展示你的东西 老者满意无比地结束了这一次竞拍会 听他那声音就知道 这一次 他们赚了不少 等到老者话音落下 立刻有一位修士 迫不及待地跳了上去 将自己要出售的东西拿了出来 这是一枚黑毒蟹的卵 用来换取一节三百年以上的红香木 如果没有红香木 也可以用舍木来替代 此人说出了他的要求 但下面众人却面面相去 显然 大家都没有这所谓的红香木 那黑毒蟹的卵 还是让不少人动心的 毕竟 那是三级妖兽卵 成年之后 便是一个助击大高手 于是 便有人忍不住喊道 我出高架收购这枚黑毒蟹的卵怎么样 那人摇了摇头 只能用红香木或舍木来换 片刻后 众人没有反应 那修士便很失望 道 难道就没有人有这两种灵木吗 没人回应 显然 此地是 没有他所需的东西了 这人在上面站了片刻后 只能失望地走了下来 而后 便立刻有另一名修士走上去 拿出了自己想要交换的东西 叶长生静静地看着 一连有十几名修士走上高台 拿出东西来交换 过了一阵子 他也站了起来 走上了高台 天雷子一枚 我想也不用我过多介绍了 大家都明白 此物的价值 换取一颗 能帮助助击修士法力精进的灵丹 天雷子 这颗少见得很 对我等助击修士来说 若是用得妥当了 倒也算是一种杀手锏 不过 这助击境界法力精进的灵丹 也珍贵得很 不到突破境界的时候 一般是不会用的 这位道兄 难道是要冲击助击中期了吗 突破境界 一颗恐怕不够用吧 一颗天雷子 只换一枚丹药 似乎也有些不值啊 这有什么值不值的 一物一物就是这样 很多时候 双方交换的东西 价值都是不对等的 没错 你急需某样东西的时候 可不会去考虑值不值的问题了 听到台下的讨论声 叶长生笑而不语 他嗑药的方式 对这些人来说 奢侈得难以想象 只是要一颗吗 台下忽然传来一道询问之声 是的 一颗 叶长生急于肯定的回复 只要一颗的话 老朽倒也能云出一颗来 说话的 居然是刚才那主持竞拍会的老者 道兄身上只有这一颗天雷子吗 那老者忽然问道 哼 兄台莫不是在开玩笑 难道还有谁能拿出十颗八颗的天雷子来 这天雷子 能碰到一颗 就已经不容易了 叶长生轻笑道 哈哈 那倒也是 老夫梦浪了 这便是那灵丹 道兄验证一下 那老者说着 递过来一个玉瓶 叶长生打开一文 仔细观察一下后 心中一喜 他认出来 这是一种名叫和弃丹的丹药 正是适合助击修饰法力精进的灵丹 收起灵丹 叶长生将装着天雷子的盒子 推了过去 这便是天雷子 请到凶验证 那老者双指夹起天雷子 仔细观察了一下 淡淡道 不错 没有问题 交易完成 叶长生走下了高台 他神色平静 继续坐在原来位置上 看着别人拿出东西来交易 虽然表面上泰然自若 但实则 他内心中已经惊喜万分 这次来密店 近拍会本就是碰碰运气 没想到 还真的得到了一种有用的弹药 以后 短时间内 他在助击期 是不用担心 修为进步慢的问题了 交易会结束后 叶长生便离开了密店 他在方式中转悠 打算再找一下那王子灵 看看能不能从对方那里得知新如荫的信息 只是 刚走了一段距离之后 叶长生便察觉到了 有一道神石远远地落在了他的身上 叶长生绕了一圈后 这神石还是跟着他 丝毫也没有要离去的意思 背后这人 似乎是吃定他了 叶长生面色一沉 快速向方式之外 行去 对于自己被人盯上这件事 叶长生是有点疑惑的 在刚才的交易会上 好像也没拿出什么惊人的东西吧 比他出手豪爽的人不少 难道是有人盯上那颗丹药了 但一般来说 这种精进法力的丹药 一颗所能起到的效果有限 还是说 那个炼气的炉子 不至于吧 心中虽然不解 但叶长生马上警惕了起来 既然对方都毫不掩饰地 将神石放出来了 那他再耽搁时间也没有意义 离开方式 看看是什么人盯上了自己 只要不是结单 叶长生就不拒 而在这方式中 出现结单的可能性 不能说没有 但也是很小了 再说 刚才的交易会上 也没有出现结单修饰 离开方式 走出禁飞领域 叶长生立刻驾驭起飞行法器 向远处飞去 很快 身后便有人追了上来 那人头上戴着一个斗笠 同样遮掩了容貌 他驾驭着一件品质上加的飞行法器 速度比叶长生更快 神石一扫 注击中期 叶长生心中一灵 难怪此人肆无忌惮地跟了上来 原来是修为比他高了一层 觉得凭此能轻易拿下他 叶长生迅速停了下来 右手上悄然出现了一件福宝 左手抓出了一把福禄 同时 神石操控着极品法器 他站在空中 神色冷漠地等待着 不过片刻 那人便飞了过来 嘿嘿 此人刚追上来 嘿嘿一笑 正要说些什么 哗 煞时间 铺天盖地的冰锥 直接朝他飞来 叶长生根本不和他废话 先下手为强 那助击休士 登时大吃一惊 没想到对面这人 居然如此果断 直接就出手了 找死 他怒吼一声 脸上变得无比难看 一次性 洒出上百张冰锥符 这不算什么 但是 他仔细一瞧就发现 这些冰锥中竟然非常阴险地 藏了几十张高阶冰枪符 这要是他稍微轻视一下 一不小心 就有可能着了等 这位助击休士大怒 冷喝一声 一个白色的碗 飞到了头顶上 滴溜溜地转动 撒下一片白色光幕 将其守护住 同时 一柄飞刀被他寄出 携带着火光 在空中快速飞舞 将一根根冰枪斩断 那密密麻麻的冰锥 打在那白色光幕上 根本无法撼动 另一边 叶长生扔出浮露后 立刻再度出手 他根本没指望 凭借这些浮露 就能战胜一位 助击中期的修士 在扔出浮露后 青月矛便立刻飞出 去截击 那携带着火光的飞刀 而后 那冰剑浮宝 已经被系了起来 闪烁着蓝白色光芒的 小剑刚一出现 周围的空气 几乎都要冻结 这浮宝的威势 比叶长生 练气境界的时候 所寄出的强了 何止十倍 神石操控着浮宝 快速斩下 恐怖的寒意 在空气中弥漫 几乎要让人血液 停止流动 浮宝寄出后 叶长生手中 又骤然间 多了三颗天雷子 准备在浮宝 撕破对方防御法器的屏障后 便见机打下 这一套动作 连贯顺畅 无比丝滑 先用大量浮露 吸引对方注意力 然后寄出极平法器 与对方极平法器缠斗 拖住对方手脚的同时 麻痹住对方 为浮宝争取时间 等到浮宝一好 立刻出手 用浮宝斩杀对方 同时还准备好天雷子 万一对方有什么底牌 就立刻用天雷子招呼 哪怕这样做 会毁掉对方的除袋也无妨 首要目的 还是先把人灭杀掉 那助击中期休士 正在抵挡夜长生的 冰锥冰枪轰击 忽然间 就感觉到了一股 彻骨的寒意 抬头一看 一柄蓝白色的小剑 已经被夜长生记起 并迅速向他这边斩来 浮宝 他惊讶地发出了一声大叫 即便是助击休士 也有很多人是没有浮宝的 咔 那蓝白色小剑轻轻斩落 指一下就斩裂了那极品防御法器形成的光照 等等 夜长生听到了对面那助击休士的大喊声 他没有丝毫要留守的想法 指挥着飞剑福宝再度斩落 原心道然 一声大喝 夜长生神色一阵 停下了手 那助击中期的休士额头上留下一滴冷汗 脸色已经煞白 头顶上方 那柄福宝小剑还悬浮着 只要对方心念一动 就会落下来 刚刚可真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没想到 这个助击初期的小子 居然如此棘手 不但拥有一大堆福禄 还有福宝 别的不说 光是那一大堆福禄 都快顶得上一个普通助击休士的全部身家了 怎么会有这么豪富的斗法方式 最关键的是 这小子心狠手也辣 一个照面 招呼都没打 就直接动手了 直接给他打了个措手不及 在此君看来 夜长生此举 已经无异于是偷袭了 说吧 关于原心道人 你知道些什么 夜长生的声音传来 冷漠 不含有任何感情 从中听不出任何情绪 道兄之前拿出来的那火云剑 应该是从我侄儿手中得到的吧 那助击休士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说道 侄儿 你姓李 夜长生皱起了眉头 不错 我叫李三变 是李家的家主 那助击休士说着 取下了头上的斗篷 露出了一张苍老的面孔 李三变 李家 没听说过 夜长生毫不客气地说道 哼 道友没听过也正常 我们李家本就是越国一个不知名的小修仙世家 又不是燕家 陈家这种超级家族 道友 可否先将这些东西收起来 我们找个地方 好好谈谈原心道人的事情 李三变苦笑着指着头顶上的飞剑福宝说道 夜长生四下里看了看 点了点头 这里距离天心东方市不是很远 他也不想太引人注意 走吧 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样 我能灭杀你的手段很多 夜长生很是平静地说道 话中充满了威胁之意 老者苦笑一声 见识了刚才那福宝的威力后 他还哪敢动什么心思 也真是离谱了 他一个住击中期的修士 居然被一个初期的修士 差点秒杀 夜长生和李三变两人 快速离开了此地 找了个僻静的角落 停了下来 既然火云剑在道友手中 道友也知道了原心道人的名字 想必我那折就是道友所杀吧 刚一落地 李三变就这般说道 你那折自己要来送死 怪不得别人 怎么 你想给他报仇 夜长生冷冷问道 呵呵 李三变苦笑了一声 要报仇 也得看看实力是否允许 道友的实力比我强 我怎么敢胜出报仇的心思 再说 对我等修仙之人来说 别说是折了 就是亲儿子 也不过如此 终究是自己的 长生大道最重要啊 李三变一脸冷漠无情的样子 只是 他内心深处 是否真的这样想 就不为人知了 说说那原心道人的事情吧 夜长生平静说道 关于原心道人的事情 他不得不重视 毕竟 这关系到他后续修行的功法 对于精灵天心宫 这种威力极大的顶级功法 夜长生 还是很希望能得到后续部分的 他不想将来去转换功法 这很麻烦 但如果这老者所说的 无法让他满意 他便会立刻杀掉此人 以绝后患 道兄应该是从我那折手中 得到了一块刻着星字的令牌吧 另外 道兄虽然是筑击初期 但法力雄厚无比 想来也是修行了 那精灵天心宫 老者说着 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既然眼前这人修炼了精灵天心宫 那么接下来 他就有把握说服此人了 对了 还未曾请教到兄姓名 韩飞鱼 原来是韩兄 韩兄想必 才进入筑击期没多久吧 老者眼珠一转 开始旁敲侧击起来 叶长生眼神一冷 我不是来听你说这些废话的 老者苦笑一声 连忙道 老朽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感慨一下 那么我们继续说原心道人的事情 想必韩兄应该已经知道 原心道人有洞府留下 里面放着其一生 所收集的宝物和传承 那洞府外面有非常强大的禁止 非我等筑击修饰 所能打破 但是 每隔百年 那禁止就有一次开放期 届时持有四块令牌 便可进入那洞府 四块令牌 叶长生眉头皱了起来 是的 总共四块令牌 韩兄得到的只是其中一块 还有一块在我身上 另外两块 在其他两个家族的手上 当然 我并没有随身携带这块令牌 老者立刻补充道 似乎是生怕叶长生 现在就杀人夺宝 叶长生轻笑了一声 对于此人的话语 不置可否 而那洞府的开放期 就在一年之后 李三便快速地将事情讲了出来 说着 他还感叹了一下 不知韩兄是否发现了 带着那块令牌在身上 能够宁心尽气 有帮助入定 突破境界的功效 否则 我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 交给我那辗儿 李三便说着 哀声叹息了一番 这大概是真情流露了 如果不是将令牌给了自己折 那这令牌 就不会落到叶长生手中 他也不会在密电中 见到火云剑后 立刻就跟了上来 想要从叶长生手中 将这块令牌抢回来 那么 自然也就不会落到 如今这种局面 李三便自己 本来是抱着杀人夺宝的想法的 但可惜 既不如人 如今反倒是受人所致 所幸 对面这个小伙子 仍挺厚道 听到原心道人的名字后 就放过了自己 想到这里 李三便心里稍微松了一口气 叶长生面具下的神情一致 得到那块令牌之后 他就将其放在储物袋中 倒是还没有发现 此物居然还有这种神奇的功效 那这其余两枚令牌 都在什么人手上 叶长生问道 一枚在我们越国的修仙世家林家手上 另一枚则是在原武国张家手里 我们此前已经与这两家约好 一年后 共同探索原心道人洞府 得到的东西平分 现在 既然这块令牌落到了韩兄手上 那么韩兄自然就有了 奋一杯羹的资格 老者拱手说道 他的姿态摆得很低 做出一副很和善的样子 仿佛对叶长生杀死他侄儿的事情 毫不在意 叶长生知道这老家伙的话中 多半有不少藏丝之处 但那原心道人的洞府 的确也是他想去的 所以 对方是否藏了丝 对他而言并不重要 一年后吗 好 这是我答应了 叶长生说着 从储物袋中 掏出了一个玉瓶 从玉瓶之中 他盗出了一枚丹药 这丹药中 藏着一种蛊虫 伏下之后 它就会进入你的经脉 深处前藏起来 若一年后 你得不到解药 蛊虫就会吃光你的经脉 把它扶下去吧 叶长生淡淡说着 将那玉丹药扔了过去 这东西 还是当初他在血色禁地中 那两个灵兽山弟子身上搜出来的 没想到 如今发挥了奇笑 老者看到那丹药 脸上露出了苦涩的表情 果然 他没有那么容易放过我 李三变心中叹息一声 看了一眼叶长生 发现对方手里正拿着那枚福宝 冷冷地盯着自己 浑身的法力都已经在运转 气势很是射人 仿佛只要自己拒绝 就立刻记起福宝杀了自己 之前是我没有防备 被他打了得措手不及 现在就算他有福宝 我也不是没有一拼之力 李三变心中生起了这样的念头 方才他的确是输得有些冤枉 如果重新再来 李三变相信 以自己助击中期的实力 即便是无法战胜对方 逃掉也没有问题 只是这样的话 原心道人的洞府 也就没法探索了 看着那丹药 李三变心中有了一丝想法 随即 他立刻仰头服下丹药 韩兄这下放心了吧 李三变脸上露出苦笑之色说道 叶长生点了点头 道 我这样做 不过是为了维系 我与道兄之间的信任罢了 想必道兄能理解我的做法 说着 叶长生将福宝收进了储物袋 一副对李三变已经完全信任的样子 等到一年后 我们探索完那原心道人的洞府 我自会给道兄解药 李三变听到叶长生这话 低下了头 眼中闪过一丝阴狠之意 他知道 眼前这人 怎么可能真的会给他解药 一年后 即便自己探索洞府能活着出来 想必对方也会凭着丹药杀了自己 不过 虽然明知道这一点 但他却还是选择了接受这枚丹药 因为 叶长生在算计他 他又何尝没有算计叶长生 一年的时间足以做出很多布置 那枚丹药 他一眼就认出来是灵兽山的 压根就不是什么高级货 可以找人解开 老者心中打着算盘 终究是年轻小子 就这样信任我了 一年后 不怕你来 就怕你不来 李三变心中想到 眼神越发的阴狠 一年后 你和那两个家族的人 约定在哪里相聚 听到这声音 李三变立刻抬起头 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 嘴唇微动 异常小心地 用传音的方式 告诉了叶长生一年后 汇聚的地点和时间 叶长生文言点了点头 道 既然如此 那你先走吧 一年后 我们再聚 到时候 不要耍什么花样 叶长生似乎不放心一般 警告了一句 李三变心中冷笑 朝叶长生拱了拱手 转过身去 一件飞行法器 出现在他的脚底下 他踏了上去 然而 身后 叶长生的手 已经扣在了储物袋上 嗖 青月毛骤然浮现 向李三变射去 偷袭 叶长生根本没有信任过 这个老家伙 从一开始 他就想着 从这老家伙嘴里 套出话来 然后将对方击杀 狗贼 你果然不想放过我 李三变怒吓一声 那个婉状的法器 已经浮现在头顶上 他也没有完全 失去警惕心 防着一手呢 用防御法器 挡住叶长生的 青月毛后 李三变立刻驾驭 飞行法器 急速冲天上 想要逃走 他知道 自己是打不过 对方的 对方不仅 法力远比 同阶修士魂后的多 还拥有福宝 那件福宝李三变是认识的 画刀物的寒月剑 听说画刀物的寒天牙 死在了血色禁地中 想必就是被此人所杀 那这么说来 此人前不久参加过血色禁地 注击应该就是最近的事情 李三变正是因为看出了这一点 所以在一开始 他就旁敲侧击地试探过 老家伙一直把自己认识寒月剑的事情 没表现出来 藏得很深 就是生怕叶长生想要杀他灭口 小贼竟然如此阴狠 等老夫离开此地 定要让你好看 李三变心中暗暗发狠 他打算离开之后 就立刻去找灵兽山的人 想办法把这蛊虫解了 然后再对付叶长生 关于如何对付叶长生 他已经想出了很多办法 至于不知道叶长生的身份 无妨 已经知道了寒月剑 稍微调查一下 参加过血色禁地的那些人 就不难查到此人的身份 离远五国最近的就是黄蜂谷 这小贼 想必就是黄蜂谷的吧 只要调查一下 黄蜂谷 最近有谁住击了就行 他李三变 在这越国修仙界 也是有点人脉的 调查一个刚住击的人 没什么难度 李三变心中畅快地想着 眨眼间 已经冲上了高天 距离那小子 已经很远了 他追不上自己 之前就注意到了 那小子的飞行法器很低级 速度很慢 高空中 李三变稍微缓了口气 低头向下面看去 想要看到叶长生气急败坏的样子 但 他看到是一个背负双手 悠然自在的人 那面具下的目光 看向自己这边 里面带着嘲弄 他这是 李三变心中一惊 正要去细想 此人为何如此镇定 忽然间 心口一痛 眼前一黑 他直接一头栽倒了下去 还真以为那丹药里面是蛊虫啊 叶长生冷笑一声 看着眼前这具摔烂的尸体 摇了摇头 他给李三变得 根本就是一枚毒丹 只不过 样子和灵兽山的那种蛊虫丹药一样罢了 对方服下之后 只要动用法力 必然会激发毒性 叶长生向前走了两步 去拿尸体上的储物袋 忽然间 一道绿悠悠的光团 从对方体内急速飞出 如闪电般直奔叶长生的脸 原神夺射 早就等着你了 叶长生冷喝一声 眼疾手快的一把 将这绿色光团抓住 他手使劲一捏 顿时 那绿色光团中 爆发出了一阵痛苦的惨叫声 道兄 阿博 前辈 饶命啊 请放我一马 我还有很多秘密还没有说 李三变的原神中 传来一阵阵凄惨的大叫 哦 你还有什么命你没有告诉我 速速到来 否则我让你尝尝抽魂炼破的滋味 夜长生冷声道 听到这话 李三变的原神机灵灵地打了个冷战 到了这一步 他已经不敢再有任何耍滑头的想法 他明白 不能把眼前这个戴面具的家伙 当成一个刚住机的矛头小子去对待 这小贼比今年老魔还可怕 这一回是真真正正的灾了 那原神道人的洞府之中 还有很多秘密 李三变连忙大叫道 他快速一番讲述 告知了夜长生一些关于原神道人洞府的秘文 原来三百年前 他们家族的一位住机先祖 曾经去过那洞府 探索过一次 虽然因为没有集齐令牌 而未能打开洞府 但也获得了足够多的情报 你说的这些 我会去你的家族中求证的 如果所言有虚 夜长生眼神中露出冷酷的光芒 你应该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吧 李三变打了个冷战 苦涩道 这一回我李家是彻彻底底地栽了 还望道兄得到那些东西后 放我李世家族一马 在我李家藏书阁内有一密侠 里面便放着先祖的手闸 道兄若是不信我所说的 可以去找这手闸求证 那是自然 只要你所说的不是骗我 我还不至于去灭了你全族 夜长生淡淡说道 而后 他手上出现一团光芒 使劲一捏 那道原神彻底湮灭 一代住机中期修士 就此死去 死在这无人问津的荒野 手上出现一团火球 夜长生将其丢了出去 将李三变的尸体烧掉 毁尸灭界 这活他老熟练了 一滩毒水 从李三变的尸体中烧了出来 夜长生收起对方的锄带 又将那飞行法器捡了过来 那是一只竹鸢 不知是用什么灵竹做成 有一种风属性的加成 飞行速度 比夜长生之前那个青叶法器 快了好几倍 他之前那个 只是黄蜂鼓发下来的 制式飞行法器 堪称是最低级的那种了 有了这只竹鸢 以后赶路的速度 能快上很多倍了 寒月剑 夜长生将那件 福宝拿了出来 看着符纸上刻着的小剑 难难道 刚才 从李三变口中 他知道了这件福宝的真正来历 画刀物的寒月剑 来头很大 看来以后使用这些福宝的时候 要小心些了 尽量不要有目击者 夜长生眼神中闪过一丝冷意 最完美的隐匿方式 自然是把所有看见的人 全都杀了 打开李三变的锄带 几件法器掉落出来 一把红色的飞刀 这是一件极拼法器 加上那个防御性的碗 李三变身上 就这两件极拼法器 对于一个助击修士来说 这似乎有些寒颤了 还比不上夜长生 在血色境地中 见过的那些各派精英弟子 那些人还都是练乞器 有的人身上 就两三件极拼法器 加一件福宝 不过 其实李三变这样的人 反而是助击修士的常态 正常的助击修士 全部身家加起来 能在一千零食左右 就算是富裕的了 练器修士更惨 大部分练器修士 忙活一个月 也就赚两三块零食 其全部身家加起来 能有一百块零食 就算是富裕群体了 叶长生以前接触的那些 都是各派的精英弟子 很多人都是有点背景的 所以显得很豪富 正常的练器弟子 哪怕是练器十一二层的 很多连上品法器都买不起 所以当黄蜂谷 为参加血色禁地的人 拿出一件上品法器 和一块中阶零食的奖励时 会有那么多人选择拼命 只因他们的身家 着实是有限 现在的这位李三变 也算是正常助击修士的代表 当然 身为李家家主的他 实际上比一般的助击修士 要富裕一些 他的这两件极品法器 加起来价值超过了一千零食 那件飞行法器 也差不多能值个两百零食左右 再加上储物袋中五百多零食 符禄 丹药 上品法器等杂七杂八的东西 李三变得全部身家 直充两千零食 这已经很不错了 实际上大部分人 哪怕是注击了 身上也就顶多一件极品法器 战斗力有限得很 碰到叶长生这种手段多多的 被低阶杀高阶 毫不奇怪 啪哒 一道清脆的响声 一块令牌掉落在地上 叶长生将其捡起 这块令牌样式 与之前从李师兄手上 得到的那块很相似 只是令牌上刻着的字不同 这块令牌上刻着的是道字 还有两块 想必分别是元宇人吧 四块令牌 对应元星道人的名字 叶长生心里想到 这位李家家主 果然是把令牌随身携带着的 接下来 就是一年后 与另外两家的修饰会合 一起去探索洞府了 那么 在这一年里 我还得做足准备了 叶长生如此想着 快速将这里收拾了一番 离去 杀死李三变后 他又多了两件极品法器 现在 他身上有青宁镜 寒月剑 这两件福宝 有天云炉 青月矛 青椒旗 玄铁飞天盾 双月刃 仿制青宁镜 粉色水晶球 白色袖剑 红色飞刀 碗状法器 这十件极品法器 这里面除了玄铁飞天盾 和天云炉之外 其他的都是杀人夺宝所来 尤其是从夺宝女身上 一下子就得到了三件 这里面 好几件都是不太好 拿出手的 而且法器太多 斗法师很多也用不上 看来 得考虑出手几件 叶长生心中想到 极品法器 保留五六件就行了 有防御 有攻击 有辅助 剩下的都可以出手 换成零食 说白了 对他而言 极品法器的价值 不过就是为激活福宝 而拖延时间 保留太多 没什么意义 除了法器外 他身上现在还剩下八颗天蕾子 三张中极符 近两百张初极符 血色禁地中 消耗掉的天蕾子和中极符 还是挺多的 一直都没来得及补充 还有两株千年灵药 两株八百年灵药 剩下的一些上品法器之类的 不值一提 仔细一算 他身上这些东西加起来 总价值超过了两万零食 一般的结单修饰 都没这么负 当然 这些都是固定资产 他身上现在的流动资产 只有从李三变这里得到的五百多零食 接下来修行 需要大量的零食 我得多搞点流动资金了 叶长生如此想着 快速向方式的方向飞去 回到天心宗方式后 他在方式中绕了一圈 找到了王子林 前辈 您这是 看到叶长生忽然又出现 王子林很是惊讶 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吗 叶长生声音冷淡地问道 听起来 这语气中 甚至带了一丝怒气 这一下子 就把王子林吓了个不轻 他立刻想起了 对方曾对自己说过的话 如果你推荐的地方 不比星辰阁更好 那就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了 但如果你能推荐出一个 我满意的地方 那我也不吝啬赏赐 难道这位前辈 没有在那密店中 得到自己想要的法证吗 王子林坠坠不安地想着 我在那密店中 白白浪费了数个时辰 根本没有看到法证的影子 王子林 你莫不是在消遣我 最后这句话 带着强烈的怒气 冰冷的目光 从面具下露出 有着恐怖的压迫力 王子林额头的冷汗 刷一下就流了下来 一瞬间汗流加倍 整个人面色煞白 前辈请息怒 晚辈哪里敢消遣您啊 还请前辈明鉴 晚辈也没想到 那间密店中 竟然连法证都没有 王子林一边说着 一边眼神挣扎不已 怎么办 之前夸下海口 已经惹恼了这位前辈 要是无法提供 比星辰阁更好的法证来源 那岂不是彻底得罪了 一位助击修士 看来 只能将这位前辈 带到那名女子 所在的地方了 希望那人不是在说大话 否则 王子林眼神中 出现了一丝果决 前辈 晚辈还知道 一处售卖法证的地方 这个来源极其秘密 很少有人知道 前辈若是相信晚辈 请随晚辈来 王子林一咬牙说道 他终究还是决定 将这位前辈 带到那名女子处 只希望那女子 不是自吹自擂 在叶长生的一顿恐吓之下 最终王子林决定 带他去见 那名叫做 心如荫的女修 王子林并不能确定 心如荫的水平 是否真的 如他身边的侍女 所说的那么高 但 现在他只有这条路可以走 否则 就彻底得罪了 这位助击的前辈了 只希望 那个女修的阵法水平 不是吹出来的 前辈 这边请 在王子林的带领下 叶长生七拐八拐 来到了一条小巷子中 小巷子里 有几座院落 王子林带着叶长生 来到其中一座前 敲了敲纳木门 动 动 片刻后 一道清脆的声音 应答道 来了 来了 木门打开 一个长得很是秀丽 五官精致的小丫头 探出头来 王大哥 是你啊 有什么事吗 小丫头看了一眼 王子林后 便用带着好奇 与警惕的目光 看向了叶长生 小妹姑娘 这位前辈 想要买高档的阵法 我想到你们家新姑娘 正好擅长此道 所以就带着 这位前辈来了 听了王子林的话 小妹姑娘仔细地打量了一圈叶长生 脆声声地道 前辈请敬 前辈 这里的新姑娘喜敬 我就不进去讨扰了 王子林点头哈腰地说道 叶长生文言点了点头 无妨 你便在外面等着吧 随即 叶长生跟着小丫头 进入了院落中 这处院子虽小 却很清幽 干净 迎面来的是一个温婉的女子 穿着蓝色裙装 身材中等 鼻子小巧 一双明眸 清澈如水 那优雅从容的气质 配合上灵慧的双眸 给人一种颇为惊艳的感觉 脸上 带着甜淡的笑容 举手投足间 有一种雍容大度 此女 在气质上 便是冠绝群方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 载于史书中的贤德皇后 小女子心如音 见过前辈 见到叶长生进来 此女立刻站了起来 脸韧一礼 神识一扫 根本看不清境界 心如音便知道 这位前辈修为远胜自己 面对高境界修饰 她并没有惊慌 反而很是从容 听王子玲说 新姑娘在阵法一道 造诣颇深 叶长生淡淡一笑 问道 小女子沉浸阵法 一到十几年 的确是有几分造诣 小梅 给前辈上茶 心如音说着 请叶长生坐了下来 然后吩咐侍女小梅一句 那侍女小梅 立刻端来了一壶热茶 悠悠清香散发出来 沁人心脾 这是小女子花了数年时间 调制出来的灵茶 还请前辈见上一二 心如音说着 亲自倒了一杯茶 递了过来 叶长生看到这一幕 心中无奈一笑 她知道 此女是通过这种 委婉的方式来 请求她摘下面具 毕竟 一个来历不明 且修为强大的修士 突然来找他们买阵法 她心中 还是有几分疑虑的 还真是灵慧之人啊 叶长生心里感慨了一句 摘下了面具 露出了一张年轻的面孔 心如音和小梅脸上 同时露出一丝惊讶 大概是没想到 这样一位深不可测的前辈 居然如此年轻吧 接过茶杯 叶长生饮了一口 口齿生香 果然是好茶 她赞叹道 心如音无嘴轻轻一笑 流露出一丝娇媚的风情 能得到前辈的夸奖 小女子也足以自傲了 前辈年纪轻轻 就修炼到了 我等渴望而不可及的境界 想必是哪家大宗门的高徒吧 在下不过修行刻苦努力点罢了 能有今日的修为 纯属侥幸 叶长生微微一笑说道 面对心如音旁敲侧击的打探 她滴水不漏地推了回去 前辈还真是谦虚 哦 对了 差点忘了请教了 小女子该如何称呼前辈 叶长生沉吟了一下 道 我姓叶 原来是叶前辈 不知前辈是想要什么样的阵法 心如音问道 她神色间有点郁闷 这位叶前辈 看起来年轻 但心性果然不一般 问了半天 什么也没问出来 只是知道了对方的姓氏 还不知道真假 我想要一座守护洞府的阵法 最好是上等的晶片 心如音听到要求后 斟酌了片刻 道 我这里的确有几套守护性的阵法 这些阵法有的 现在还在一些修仙家族中使用 能够抵挡助击修饰的攻击 不知前辈是否看得上 我家小姐的阵法 可不是那种普通货色 基本上都是修仙家族 护足大阵那种等级的 一旁的小梅补充道 能抵挡助击修饰吗 的确是不错的阵法 但距离我的需求 还是差了一截子 叶长生缓缓说道 哦 前辈对阵法的要求 竟然如此之高吗 欣如荫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异色 欣姑娘如果有更高等级的阵法 尽管拿出来 不用担心我 付不起价钱 叶长生淡淡一笑 说道 一副深不可测的样子 欣如荫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讶 这位前辈 这么大的口气 看来他对自己的身家很有自信 既然如此 那不拿出点真正的好东西 就太看不起这位前辈了 欣如荫淡然一笑 端起茶杯 优雅地抿了一口 而后道 不瞒前辈 小女子最近正在研究一套颠倒五行阵 前辈可曾听闻 颠倒五行阵 这样大名鼎鼎的阵法 我自然是听闻过的 难道新姑娘会这种阵法 叶长生问道 小女子还没有完全掌握这种阵法 不过 以现在小女子的水平 可以制出一套简略版的颠倒五行阵 叶长生脸上露出动笼之色 既然如此 那我便要这种简略版的颠倒五行阵了 前辈请见谅 这套阵法短时间内无法布置出来 收集材料 布置阵法 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还请前辈耐心等待一二 欣如荫站起来 微微一礼说道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叶长生沉吟一下问道 至少一个月 主要是收集材料 需要耗费很长时间 欣如荫说道 是这样吗 那好吧 一个月后我再来找你们 叶长生站了起来说道 前辈请慢走 叶长生走出院子 身后传来欣如荫清脆悦耳的声音 他与此女谈妥 在一个月后来 找他买那份简略版的颠倒五行阵 为此 他付出了两百零十的定金 走出院子后 叶长生立刻看见了门口站着的王子林 此人一见到他 立即便是点头哈腰 热情无比地询问 前辈可还满意 那新姑娘在阵法一道上 可谓是大名鼎鼎了 叶长生已经戴上了面具 因此这位风行子无法通过他的面部表情 得知其心情 他心中坠坠不安至极 生怕新姑娘无法让这位前辈满意 还行 一道温和的声音传来 顿时让王子林提着的心落了回去 前辈满意就好 我就知道新姑娘不会让前辈失望的 王子林喜笑开言 丢过去四枚零食 叶长生道 这是给你的报酬 拿好了 四枚零食 这个数量让王子林心中大喜 这可是一笔高收入了 没想到这位前辈出手如此阔绰 前辈 以后若是还有什么需求 尽可来找小的 小的对这方是很熟悉 光是掌握的密电就不下三家 王子林满面笑容地说道 叶长生文言点了点头 认识这样一个地头蛇 对她以后的确有不小的帮助 于是 变道 我已经记下了你的模样 你可以给个联系地址 以后我有需求了 自然会找你 王子林文言大喜 连忙将其常在的几个地方 告诉了叶长生 随后 便一脸喜色地看着叶长生离去 这样的优质客户可不多见 一定要笼络住了 还得多谢这位新姑娘 没想到她的阵法造诣 竟然真的入了这位前辈的眼 告别天心宗方士后 叶长生立刻向自己的洞府方向飞去 因为升级了飞行法器 这去时的速度比来时快了不知多少倍 很快 她就离开了元武国 进入了越国境内 看到了那太越山脉 一阵飞行之后 叶长生来到了那洞府所在的地方 降落在洞府前 检查了一下阵法 没有任何动静 这个地方很偏僻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人经过 这整个黄蜂谷 又有谁能想到 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居然存在着一个灵眼之泉呢 叶长生进入洞府 收拾了一下这次所得之后 立刻开始闭关修行起来 这次得到了和气丹 正该是努力修行的时候 叶长生拿出那枚丹药 解析过后便开始用灵石复制 则则 用掉20枚灵石 才能复制出一枚灵丹 该说 这不愧是能帮助助机修饰 修为精进的丹药吗 叶长生看着手中消耗的灵石 则则称奇 以前炼气期的时候 一块灵石便足以复制两三枚丹药 而现在助机期 这个灵石消耗量简直是飙增 不过 想到助机期所服用的丹药 基本上都是用数百年灵药 所炼制出来的时 叶长生倒也觉得合理了 这样一枚丹药 看起来小小的 里面所蕴含的灵力 却是极其庞大的 叶长生刚一服下丹药 立马就感受到了一种 灵气炸裂的感觉 汹涌的灵力 在体内散发开来 他心中一惊 连忙运转功法开始炼化 精灵天心宫修炼起来 所消耗的资源 至少是同阶的三倍 这意味着 叶长生想要做出突破 速度要比资质相同的人 慢上三倍 一般来说 像他这样的双灵根 从助击初期到中期 基本上要耗费 十年以上的苦工 如果没有丹药加持的话 在精灵天心宫的拖累下 叶长生要想达到 助击中期至少要三十年 但是 现在有了丹药加持 他足以将这个速度 加快十几倍 叶长生不敢有丝毫怠慢 打坐小星 炼化那丹药中的灵力 足足一整天时间 他才将这一枚丹药中的 所有灵力 全都炼化完毕 盘坐在地上 叶长生眼中神光战战 显然法力精进不小 一种丹药 绝对是不够我去修行的 他心中想到 他想起了寒老魔的经历 对方在进入助击期后 也是磕药修行 一种丹药 寒力磕过五十粒之后 就会产生抗药性 磕到两百粒以上 便彻底失去了效用 而含力从助击初期 进入助击中期 大约是磕了三百粒左右的丹药 他修行的清源渐绝 所耗费的资源 不到同阶的两倍 这样一估算的话 我想要进入助击中期 所需要的丹药 在五百粒左右 我的资质比含力好很多 但灵根资质 在磕药方面的优势 只体现在炼化药力方面 含力炼化一枚丹药 需要一周的时间 而我只需要不到一天 只要有足够的资源 双灵根的修行速度 是四灵根的七倍以上 也就是说 只要能源源不断地磕药 我能在一年半之内 进入助击中期 但是 在抗药性方面 灵根资质再好 也是体现不出来多少区别的 这一点 在练气期的时候 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所以 我要是不想被抗药性 拖慢修行速度 那就得找到足够多种类的丹药 目前来看 想要进入助击中期 最好是能有三种丹药 我已经有了一种 还得再找两种 微微眯着眼睛 夜长生未今后的修行 定下了规划 其一 赚取零食 这一点可以交给陈师姐去做 其二 寻找丹药 这一点也可以借助陈家的力量 但自己也要努力去找 复制一枚丹药 需要二十零食 那么这就意味着 想要进入助击中期 要消耗掉一万零食 这精灵天心宫 当真是赤资源的大户 难怪工法上专门提醒了一下 没有天灵根 最好不要修炼 恐怕 就算是天灵根 如果不走科药流的修行模式 想要把此工法 从助击初期 修炼到助击中期 也要十几二十年的苦工 夜长生摇了摇头 也不知当初是哪位奇才 创造出了这么一门工法 他继续盘坐修炼 扶下一枚丹药 开始炼化 现在他身上只有三百零食 只够复制半个月的修炼所需 半个月后 得去赚取零食了 半月后 夜长生出关 他再次前往天心宗方市 戴上面具 他找到了上次参加过 竞拍会的那个秘店 在这里 夜长生将储物代理的三件 极拼法器出售了出去 分别是从陆师兄身上 得到的青椒旗 还有从李三变身上得到的那两件 这三件虽然来路不明 但背景都是一般般 所以夜长生出手得很放心 这种秘店 就是专门用来出手 来路不明的法器的地方 而后 他又找了一家店 将身上一大堆上品 中品和低品法器 全都出手 卖掉这些东西之后 他身上有了三千零食 去见了一趟新如荫 发现对方仍然在收集材料 研究阵法 了解了一下进度后 夜长生再度回到自己洞府之中 三千零食 他留了一千枚零食 用作复制丹药修行 以及平时花销所用 剩下的两千零食 全都用来复制福禄 初级低中高阶福禄复制起来 所消耗的零食各有不同 这两千零食 夜长生总共复制了五千多张福禄 以初级低阶福禄为主 这些东西 等到陈师姐出关之后 交给他去处理 想必以这五千张福禄 卖出上万零食不是问题 夜长生继续修行 半个月后 与新如荫约定的期限到了 他立刻前往天心宗方式 踩着竹鸢来到方式外 夜长生顺着记忆中的方向 来到了新如荫的小院前 敲了敲门 半天没有回应 夜长生皱起了眉头 放出神石扫视了一圈 发现院子里根本没有人 不在 难道是有事出去了 沉吟了片刻 夜长生走出了小巷 来到了附近的街道上 神石扫了一圈 没有发现新如荫主仆 他眉头微微一皱 向王子林经常驻足的方向走去 打算问问这位风行子 救命啊 有谁来救救我家小姐啊 走了一阵子后 忽然间 一道带着哭腔的求救声 在街道一侧响起 听到这声音 夜长生眼神顿时一鸣 他快速赶了过去 在街上看到了一个 哭得梨花带雨的小姑娘 小梅 他从方式外跑来 一边跑一边哭喊着求救 小姐没有朋友 他没地方去找人帮忙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找一个好心之人 可惜 修仙界人情冷漠 大多数人听到他的求救声是冷眼旁观 一言不发 街上 一家名叫骑士练气的店铺中 一个长相憨厚的青年 听到这哭喊声走了出来 你家小姐怎么了 他看着哭成泪人的小梅 心中生起了一丝同情 于是问道 我家小姐 小梅带着哭腔 刚要说话 一阵风闪过 夜长生出现在他面前 小梅 新姑娘怎么了 夜长生神色凝重无比地问道 尽管戴着面具 但小梅还是听出了他的声音 夜前辈 是你吗 小梅止住了哭声 红着眼睛又惊又喜地大喊道 是我 太好了 夜前辈 你快去救救小姐吧 他被一伙歹人困住了 小梅又是激动 又是惊慌地大喊着 见到夜长生 他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紧紧抓着夜长生的袖子 哀求着 旁边 那名骑士练器中走出来的青年 看到这一幕默默地退了回去 刚才他神识一扫 发现这位被称作夜前辈的面具修饰 修为深不可测 根本探查不出来境界 从这个小姑娘的话语中 就可以看出 这位前辈 想必是一位助击高人 这等修饰的事情 他还哪里敢掺和 快带我去你家小姐那边 夜长生打了两道加速灵符 带着小梅 快速向方式外冲去 离开禁飞领域后 一只竹鸢从袖中飞出 悬浮在脚下 路上与我细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夜长生对小梅说道 他带着小梅上了竹鸢 在其指引下 快速向远处飞去 回首看了一眼方式 夜长生看到 那名骑士练器中走出来的青年 正正正看着这边 想必那就是齐云霄了吧 夜长生心中想到 稍微回忆了一下原著后 他便明白了此人的身份 神兵门齐家庞系弟子 齐云霄 看起来 此人应当是在这一次事件中 与新如荫结缘 这样一来 岂不是让我给结糊了 夜长生脸上露出沉思之色 原著中 齐云霄多次帮助到新如荫 最终也因新如荫而死 这么说 我反而救了他一命 没有新如荫 齐云霄身为齐家弟子 不说是混得风生水起吧 一辈子修行无忧也没问题 他是一个好人 好人该有这样的结局 希望他以后的人生 顺风顺水吧 夜长生心里想到 他虽然断了齐云霄的缘 但也间接救了齐一命 我和小姐去购买 最后所需的一点材料 结果被一伙歹人盯上 小梅在一旁快速讲述着 今天发生的事情 原来 简略版颠倒五行镇的 布置出了点问题 需要更换一种材料 她便和小姐 出去采购这种材料 这种材料价格不菲 两人付出了六十多零食 才买了下来 结果 就因为这个原因 被一伙练器修饰盯上了 他们想要洗劫心如荫主仆 心如荫也是机灵之人 提前察觉到事情不对 立马就跑了 但因为两人修为都不算高 不如对面那伙人 所以逐渐被对方追了上来 心如荫见到是不可为 便让小梅先走 自己用阵法挡住了那几人 于是 小梅便跑到了方式中来 寻求他人帮助 正好遇到了叶长生 竹鸢急速飞行 在叶长生的全力驾驭之下 其速度之快 令人瞠目结舌 没过多久 就来到了一处山崖前 山崖上一座阵法将一位温婉大方的女子守护在其中 外面是四五名炼器修士 玉石法器猛攻阵法 阵法上的那层红光 只剩下薄薄一层 眼看着就要被全部消去 心如荫 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前辈 就是那里 快救救小姐 小梅焦急地喊着 叶长生神识一扫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都是炼器七八层的修士 不过而而 袖中飞出一道清光 在那阵法外面转了一圈 那几名炼器修士 瞬间全都栽倒在地上 原本惊慌失措的小梅 瞬间愣住了 她骇然望着这一幕 没想到 那些法力 比她高强许多的修士 在这位前辈面前 竟然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这就是铸鸡修士的威士吗 小姐 小梅大喊一声 快速冲了上去 阵法散开 心如荫向这边看来 苍白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红韵 她脸刃一礼 朱唇轻起 道 多谢前辈 话还没说完 她身形一晃 竟有栽倒在地的趋势 一阵强烈的炫韵 与痛苦感袭来 让心如荫站立不稳 一头向地面栽去 小姐 小梅的惊慌喊声传来 我这是顽疾终于发作了吗 心如荫意识有些模糊 正当她以为自己 要栽倒下去的时候 一只坚实有力的臂膀 将她扶了起来 随即 倒进了一个厚重宽阔的胸膛中 一股淡淡的清爽气息传来 新姑娘 你没事吧 温润浑厚的嗓音中 夹杂着观心 一道法力 顺着那只手传递了过来 随着法力进入体内 新如荫的晕眩之感 稍微减轻 而后 她马上就发现了自己的处境 竟躺在叶前辈的怀中 前辈 我没事 新如荫快速站了起来 离开了叶长生的怀抱 撩了撩并边的发丝 一道飞色 快速浮上脸颊 令心中娇羞无比的她 展现出一种柔媚的风情 新姑娘 你的身体真的没问题吗 刚才那样子 可不像是法力耗尽啊 叶长生摘下面具问道 脸上带着一抹温润的笑容 像是一位谦谦君子 明媚的眸子看了过来 新如荫脖子都红了 但还是展现出一副 从容大方的姿态 有劳前辈担心了 我真的没事 话还没说完 一阵比刚才更加强烈的 晕眩感传来 小姐 新姑娘 新如荫耳边传来惊呼 而后 顿时眼前天旋地转 失去了意识 叶长生抱着再度倒入 她怀中的女子 眉头深深皱了起来 脸色煞白 气息微弱 小姐 小姐 你醒醒啊 小姐 小梅被吓得惊慌失措 哭喊了起来 龙吟肢体吗 叶长生眼中闪过忧色 面对这样棘手的体质 她也没有任何办法 双指并拢 放在那号腕上 只觉得肌肤冰凉 凉了凉脉搏 叶长生声音沉稳说道 新姑娘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但她的身体很棘手 求求前辈 舅舅小姐吧 小姐她还这么年轻 小梅哭诉着恳求 叶长生叹了口气 道 先回方式中吧 说着 她抱着心如荫 踏上了竹渊 小梅也随即跟了上来 三人向方式的方向 急迟而去 心如荫的小院中 脸色煞白的她 躺在床榻上 眉宇凝结 可见晕倒前的她 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叶长生双指搭在她耗腕上 一丝灵力进入其体内 仔细探查着她的身体情况 小梅站在一旁 脸上虽是惊慌之色 但大气也不敢出一口 她紧张地看着叶长生 眼神中带有强烈的期待 希望叶前辈 能治好小姐的病 踏实筑机修饰 一定可以的吧 经脉已经开始萎缩了 如果强行修炼 最终必然是 英年早逝的命运 叶长生叹了口气说道 前辈 有没有办法能救救小姐 小梅连忙问道 其实 现在问题还不是很严重 你家小姐 只是因为法力消耗过大 暂时引发了病症 等法力恢复过来后 会慢慢醒过来的 但 叶长生再度叹气 龙吟之体 男儿体质 错生女儿屈 非我所能解决 怎么会这样 小梅顿时失魂落魄了起来 眼圈一红 滴滴的啜泣声响起 片刻后 她忽然一声惊叫 对了 小姐曾经找到一个古方 说是能治疗她的顾姐 翻箱倒柜地找了半天后 小梅翻出了一张药方 快速对到了叶长生面前 叶长生看了一眼 以千年灵药为影 调治一种药根 或可治疗龙吟之体 前辈 小梅眼巴巴地看着叶长生 眸中是浓浓的期盼之色 千年灵药 这么珍贵的东西 世上能有几人拥有 就算有 又怎么可能拿来救助一个 漠不相干的女子 须知 这种年份的灵药 就算是杰丹修士看见了 也要大打出手 拼命抢夺 小梅知道 千年灵药很珍贵 但是 现在她所能期望的 就只有这位叶前辈了 毕竟 认识的人中 最厉害的 就是这一位 放心 新姑娘的事情 我不会做事不管 你先照顾好她 我去买几位灵药 叶长生说道 多谢前辈 小梅脸上露出 浓浓的感激之色 叶长生暗自摇了摇头 她知道 那个古方 根本解决不了 龙鹰肢体的问题 只能暂时缓解 走出小院 她去了方氏上一个药店 那古方中 除了作为药饮的 千年灵药外 其他的灵药 倒也不是很难找 买到灵药后 她随即回来 在小梅惊喜的目光中 拿出了一株千年灵药 她心中的焦虑 慢慢缓解了下来 有了千年灵药 小姐就有救了 调治好药根后 叶长生扶起心如荫 亲自一勺 一勺地给她喂药 一旁 小梅看到这一幕 眼神微微一正 不知想到了什么 眼珠一转 闪过暧昧之色 扶下那药根后 心如荫体内的 经脉萎缩状况 大有缓解 但并未根治 片刻后 心如荫悠悠睁开了眼睛 沙白的脸庞 恢复了几分血气 看到眼前的人 她微微一正 对面 叶长生脸上 带着温和淡然的笑容 正看着她 这是 小姐 你可算醒来了 都快吓死我了 一旁 小梅惊喜万分地说道 小梅 我这是 心如荫看着眼前的近况 有些不知所措 小姐 都是这位叶前辈救了你 我跟你说啊 这位叶前辈人可好了 为了救你 她拿出了一枚千年灵药 叶长生面带笑意 看着小梅在一旁 叙叙叨叨地讲述着 当听到叶长生毫不犹豫地 拿出了一株千年灵药 来调制药耕时 心如荫立刻面色一变 千年灵药是什么价值 她心里很清楚 挣扎着站起身来 心如荫脸任意里 道 前辈大恩大德 小女子实在是无以为报 如荫姑娘不必客气 你出了事 我岂能坐视不管 只可惜 那千年灵药 也无法跟着你的顾忌啊 叶长生脸上 闪过遗憾之色 能到这一步 如荫已经很满意了 接下来 如荫必定会全力以赴 去钻研那颠倒五行阵 必不让前辈失望 心如荫抬起头来 洁白如玉的脸上 带着红韵 娇媚的风情 令人心醉 如荫姑娘 还是多注意自己的身体为好 阵法的事情 我不是很急 叶长生摆摆手 一副温润君子的形象 那简略版的颠倒五行阵 马上就能完成了 还请前辈捎带一下 我这就完成那阵法 心如荫明媚一笑 再次行礼 然后和小梅走向了后院 小姐 我跟你说 当时你晕倒之后 那位叶前辈 可是一直抱着你 小梅的话语 让心如荫刚刚平静下去的神态 再度掀起波澜 无法继续保持从容 这一次 连修长洁白的脖梗 都红了起来 死丫头 不要乱说话 心如荫羞怒地低声骂道 我哪有乱说 小姐 你是不知道 那位叶前辈 对你可关心了 听着小梅的话语 心如荫心中涌现出一种异样的感觉 她偷偷回眸 看向叶长生 却发现对方 也正在看向她 眸中擒着笑容 温润如玉 心头一跳 一瞬间 心如荫几乎想直接扭头逃离此地 但多年下来养成的从容心态 却让她没有做出 这样小女人般的姿态 反而 回过头来 落落大方 从容不迫地朝叶长生明媚一笑 而后和小梅一起离去 还真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 叶长生心中想到 在她所经历过的女人中 陈师姐是那种思想传统 温柔善良的小女人 一旦认定一人 便会对其千一百顺 只求对方心中 能有自己一席之地 南宫婉是那种风华绝代 高高在上的神女 性格高傲 一般人轻易入不了她的眼 但同时 她的思想也偏向传统 对夺取了自己身子的人 格外重视 一旦对方修为追上自己 被她认可 那她也能成为将百炼之刚 化作绕纸柔的女子 而心如荫 则是那种温婉大方 性格柔和中 带着坚韧的女子 始终能以一种从容 大气的姿态 去处理问题 仿佛这世间的一切 她都能包容在心中 心如荫带着小梅 进入房间中去炼制阵法 而叶长生则是在院子中 悠闲自在地坐着品茶 数个时辰之后 一脸疲惫的心如荫和小梅 从房间中走了出来 手里拿着一些阵盘和阵棋 前辈 这阵法未经布置出来了 约有完整版阵法的 十分之一位理 心如荫将阵盘和阵棋 递过来说道 叶长生文言 脸上露出动容之色 颠倒五行阵 号称是小禁断之阵 在威力上 和黄蜂谷 这样的大门派的互派 大阵是没有区别的 唯一的缺陷 就是覆盖范围小 无法主动杀敌 但是 这些缺陷 对于叶长生这样的人来说 等于是不存在 因为 他本来的目的 就是用阵法守护洞府 洞府就那么大点的地方 守护这么一片区域 对颠倒五行阵来说 那是绰绰有余 完整版的颠倒五行阵 困住杰丹修士都没问题 现在 这简略版的 有了十分之一的威力 对叶长生而言 已经足够了 这已经足以让助击修士 面对他的洞府 失望心叹了 结果布阵法器 叶长生拿出了一个储物袋 如阴姑娘 这些零食 你且收起来 前辈 心如阴挡住储物袋 坚定地摇了摇头 道 前辈已经用千年灵药救了我 我又岂能再要零食 这阵法前辈拿去便是 是啊 前辈 你接连救了我家小姐 我们又怎么能再问你要零食呢 小梅在一旁帮腔说道 一年后 前辈可以再来一次 等如阴阵法造诣更深一步 足以将这阵法提升到原版阵法威力的一半以上 三到四年后 如阴相信自己能将这颠倒五行阵的完整版威力复现出来 唯有一套完整的颠倒五行阵 才能略表如阴的感谢之心 心如阴柔声说着 眼神中满是坚定之色 听他话中的意思 今后那颠倒五行阵 全都是免费赠予叶长生 以报答救命恩情 了解了他的心意后 叶长生收回了零食 他洒然一笑 道 既然如此 我也不提什么零食了 如阴姑娘 若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以后见面 尽可提出来 多谢前辈关心 心如阴文言脸任意里 雪白如玉的俏脸上露出了明媚的笑容 不必如此客气 如阴姑娘若是不嫌弃 以后可以叫我一声叶大哥 我们之间 年纪也没差多少 看到叶长生那清澈的目光 爽朗的笑容 心如阴俏脸上 飞起了一抹烟红 他明眸含羞 落落大方地在诗意里 道 既然如此 那如阴便不客气了 叶大哥 一旁小梅眼珠子一转 兴奋说道 那小梅 以后就叫叶前辈叶公子吧 叶长生健壮点了点头 道 今日便便如此吧 如阴姑娘 小梅姑娘 我以后再来看你们 说吧 洒然一笑 转身离去 心如阴美目盼惜 有些失神地看着那离去的背影 心中有着说不出的复杂意味 今日之事 对他心境的冲击之大 难以言喻 晕倒前感受到的那温暖坚实的胸膛 晕倒后醒来时 看到的那温和俊朗的笑颜 不经意间 他多年平静的心扉 就此被扰乱 小姐 小姐 人都走远了 还在看呢 小梅笑嘻嘻地挥着手 在心如阴眼前晃动 回过神来的心如阴 翘脸一红 狠狠地瞪了小梅一眼 晨道 胡说什么呢 嘻嘻 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小姐明明都看得出神了 还不让小梅说一下 这位叶公子可真是厉害 才见了几次面 就把小姐的魂都勾走了 死丫头 你再胡说 心如阴闻言 耳朵根都红了 伸出手去 吴小梅的嘴 嘻嘻 我就说 小姐 你不知道 那位叶公子 在你晕倒的时候 可温柔了 一阵嬉闹声 在院子中响起 叶长生 很快就飞回了 自己的洞府 按照心如阴 交给她的说明预见 她将阵旗插好位置 将阵盘埋了下去 然后 拿出几块中阶灵石 按照一定的方位 镶嵌在阵眼处 给大阵提供足够的灵力 这样一来 大阵便运转了起来 主阵之人 只需了解一些 简单的操纵阵法的方法 而后就可以利用 留在手中的主阵旗 控制整座阵法 只要不遇到敌人 这几块中阶灵石 足以支撑整个阵法 运行数年之久 布置好洞府之后 叶长生去了一趟黄蜂谷 估摸着 现在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陈师姐应该已经筑基成功了 果然 当叶长生来到陈师姐的住所时 便看到了一身筑基灵压的塔 师弟 看到叶长生 陈师姐翘脸上露出了惊喜之色 他轻呼了一声 快速走了过来 师姐 恭喜你筑基成功 叶长生走向前去 拉住他的手说道 光天化日之下 被叶长生如此拉着手 尽管已经有过多次亲密关系 但陈师姐脸上 还是露出了一抹羞红 都是一同闭关 你却比人家筑基还早上好久呢 他仰着头娇声说道 看着叶长生俊朗的面孔 陈师姐像是想到了什么 眼中闪过了一抹娇羞 两人都筑基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就可以 师弟 你的洞府开辟在什么地方了 我还没选择洞府呢 陈师姐睁大眼睛 眼中带着期盼之色说道 不会是想要和我住在一起吧 看到陈师姐眼中那期盼之色 叶长生敏锐的 察觉到了他的心思 他念头一转 说道 我的那洞府离山门很远 是边境上的荒凉之地 缺乏灵气 啊 你为什么要在那种地方 开辟洞府啊 陈师姐不解地问道 因为一些复杂的原因吧 师姐 我在那里开辟洞府 只是暂时做一个过渡 以后我会换个洞府的 叶长生说着 神石四下里扫了一圈 无人 于是上前半步还住了陈师姐的腰 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 师姐脸淡微红 声音低了下去 那你要尽快搬回来哦 那种地方灵气稀薄 得修行不力 他眼神危罪 你一难道 师姐放心 我在那里 只是为了靠近一些 天心中的方式 等到我在方式那边的事情忙完 就搬回来 和你一起住 叶长生凑在师姐的耳边 说着暧昧的话语 煞时间 陈巧欠那如玉的脸庞上 布满了红韵 他软软地倒在了叶长生怀中 几个月未见了 两人都很想念彼此 于是 叶长生抱着他 进入了房间中 不知多久后 打开房门 一股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叶长生走了出来 身后跟着陈师姐 他预言上 还残留着一丝红韵 师姐 我陪你去选一处 合适的地方 开辟洞府吧 叶长生拉着他的手说道 陈巧欠嘀嘀地恩了一声 于是 叶长生轻声一笑 抱着他踏上了竹渊 向附近的一片山脉飞去 黄蜂谷的筑基地子 大多都聚集在 这样的几片区域里 这些地方灵气浓厚 最是适合开辟洞府 我们陈家的几位叔父的洞府 就在那边 陈师姐指着某个方向说道 陈家是越国的修仙世家 超级大族 仅次于燕家 虽然没有杰丹修士 但是族内筑基级别的修士 却是有十几位 陈巧欠的祖父 甚至已经是贾丹修士 这在越国 不管是放在哪个门派 都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黄蜂谷中 陈家号称是三大修仙家族之一 相比于普通的筑基修士 他们自然是要强势很多 一片灵气格外充裕的地方 被陈家占据了下来 族内给我和大哥都预留了位置 等我们筑基成功了 就可以在那里开辟洞府 陈巧欠指着那片地方说道 但紧接着 他脸色又变得黯然 道 也不知道大哥现在怎么样了 还没有出关 这么长时间了 肯定筑基失败了 叶长生心里想到 不过 他倒是没有直接说出来 反而揽住师姐的腰 凑在他耳边笑着说道 你忘了吗 我身上还有一枚筑基丹呢 啊 陈师姐惊呼一声 回想了起来 的确 叶长生身上还有一枚筑基丹 是从那陆师兄身上得到的 你大哥就是我大哥 我岂能让他筑基失败 这颗筑基丹拿去 万一大哥筑基失败了 你便将此物给他 叶长生将一个小盒子 塞到了陈师姐手上 师弟 这 陈师姐双眸中出现了雾气 感动无比 筑基丹是何等珍贵之物 这要是拿出去 放到密店中 不得引起疯强 卖出几千零食都不奇怪 这么珍贵的东西 叶长生居然就这样 毫不犹豫地给了自己 这一刻 陈师姐心中感动得稀里哗啦 如果不是还在空中 她定要扑上去 好好地感受一番湿地的温暖 报答她的恩情 不过 饶是如此 陈师姐也已然动情无比了 师弟 我们快去开闭洞府吧 她低声 娇媚无比地说道 死 不愧是筑基女秀 叶长生心中一颤 看来刚才还没有喂饱陈师姐 两人降落在一处灵气浓郁之地 而后 鞋里劈开山时 没过多久 便开辟出了一座洞府的雏形 与叶长生 简单粗糙地处理了一下不同 陈师姐很是热心地 在洞府中不断劈滑 仔细修整 她心灵手巧 开凿出了许多柜子 书架 桌椅 床榻等生活用具 虽然是实质 但看起来很是精巧 又拿出各种小物件布置了上去 不消片刻 这十栋 就变成了一座精致的洞府 看着墙边那一面巨大的落地镜 叶长生摸着下巴 嘖嘖赞叹了两声 好啊 妙啊 她这副样子 立刻让陈师姐想起了 上次血色静地回来后 叶长生把她按在镜子前的事情 从没想过 还能有这么多花样 煞时间 她满脸通红 娇媚地白了她一眼 开启阵法 关闭了洞府 陈师姐双眸盈盈如水 慢慢走到叶长生面前 双臂还上了她的脖子 师爹 拉长了音调 甜腻的声音 令人骨头都酥了 两人很快拥在一起 倒了下去 叶长生在陈师姐的洞府中 足足度过了一周的时间 颇有点乐不思蜀的意味 在这期间 她深刻地感受到了 陈师姐的热情似火 柔情似水 此中之乐 不足为外人道业 当叶长生离去之后 陈师姐手上多了个锄带 里面装着近五千张符录 以及一瓶筑机器用得上的合气单 叶长生嘱托她 借助陈家的渠道 将这些服录全都处理掉 陈师姐自然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她是个很笨的女人 一旦认定了某人 便会陷入其中 但她也是个很聪明的女人 不会去问这些东西从何而来 只会在背后默默地完成 叶长生交给她的任务 抓着储物带和丹药 回味着这几日的点点滴滴 陈巧倩陷入了傻傻的幸福之中 一个月后 叶长生的洞府外面 飞来了一张传音符 正在修炼中的叶长生 心面一动 运转阵法 将那传音符接了过来 是陈师姐发来的 那些服录 她已经处理了 批发卖给了陈家的各处店铺 如叶长生所预料的那样 赚了一万多零食 此外 陈师姐还依照她的吩咐 调查了一番李家的情况 李家是越国修仙界 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家族 族内只有李三便 这么一个住机修士 旗下 恋气弟子不足百人 居住在一处城堡之中 城堡外面 是数以十万计的凡人 全是李氏一族的弟子 修真家族的常态 便是如此 大量的凡人 供给着为数不多的一些修行者 接到陈师姐的传音后 叶长生立刻前往黄蜂谷 去了陈师姐的洞府 将临时和情报取到 叶长生又给了陈师姐两瓶丹药 嘱托他好好修炼 而后便出发去寻找这李氏家族 平州是越国十三州中 区域面积排名比较靠前的一州 但这一州灵气比较稀薄 既没有修仙门派 也没有大的修仙世家 唯有一些小的修仙家族和大量的散修 撑起了这一州的修仙界 枫林山是平州众多山脉中 比较知名的一座 山上存在的一条小小林脉 让其成为平州为数不多的 适合修仙的地方之一 但平日里很少有散修赶来这座小山 只因这枫林山 早已被一大修仙家族占据 远远望去 枫林山上遍地的枫树 将整座山染得一片赤红 枫叶飘舞之间秋色盎然 山不是很高 看起来不到百丈 只能称得上是个小山包 在山的顶端 有一座巨大的古堡处理 古堡外面密密麻麻地 修建了许多建筑 围绕着古堡 临次致笔 错落有致 这些建筑中 有大量的凡人往来 其中步伐武功高强的江湖高手 行进间飞檐走壁 身法灵动 吆喝声 叫卖声 浓重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生活在这里的凡人 看起来很轻松 不像山外的那些民众生活那般辛苦 不过 与补外轻松的氛围不同的是 如今的李家宝 内部却隐隐间 有一种山雨 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巡逻的岗哨 变成了平时的树辈 层层护卫 严防死守 练气弟子带队 身后跟随的 都是世俗间难得一见的武林高手 他们紧张地看着四周 像是防备着什么人偷袭 李家宝身处 一间密室之中十几名白发苍苍的老者聚集在此地 仔细一看 他们身上的修为比外面巡逻的那些人要高出很多 都是炼气高阶的人 最差的一个也在炼气十二层 大哥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你就直接说出来吧 别瞒着兄弟们了 其中一名满面红光的老者大声嚷嚷着 他身上是炼气十三层的灵压 白发苍苍 长着一只九糟鼻 被他叫做大哥的 是一个长得更老的人 身上的气息比他略微还要强上一点 那人叹了口气 缓缓道 前两天 家主的护身法器 在元武国修仙剑秘殿中出现 这件事情 你们应该都已经知道了 他这话一说出来 下方十几人 脸色立刻变得无比难看 大哥 快说吧 家主究竟怎么了 为首的老者沉默了片刻 方才沉痛道 根据我们的调查 家主已经隐身于元武国 什么 怎么会 尽管心中早有预料 但是骤然听闻这则噩耗 下方众人还是立刻大惊失色 凶手是何人 有人很是激动地问道 是要为家主报仇 有人大喊着 都坐下 吵吵闹闹的 像什么样子 为首的那老者突然冷喝道 问出了凶手 又能怎样 我们有能力报仇吗 他怒喝着 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 如何保全整个家族 而不是追究家主的死因 那个酒糟比老者冷冷说道 七弟说得没错 我们李家能占据这枫灵山 全赖家主这个助击修士 现在没了助击修士坐镇 我们还能不能坐稳这条小灵脉 是个难题了 听到这话 原本闹哄哄的密室中 立刻安静了下来 之前还群情激昂的众人 一个个都垂头丧气 像是被浇了一盆冷水一样 所有的愤怒都被浇灭了下去 是啊 现在家主一死 李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能不能保住家族不灭海两说呢 哪有功夫去计较家主如何而死 想到外界那些豺狼觊觎的视线 一时间 众人之中竟有种大祸临头 人心惶惶的气氛 以前 李家能坐稳此地 仰仗的是数百年来 接连有助击修士出现 一代接一代 尤其是这一代的家主 更是一位助击中期的修士 在整个平州都算是高手 这样一来自然就没有人敢图谋李家 但是 这一代简直是倒了大霉 先是被族中寄予厚望 有希望助击地 送到黄蜂谷去的一位精锐弟子 莫名死去 而后 又是家主也莫名死去 这一下子 李家的顶层战力 完全断荡了 大哥 我有一记 可暂时缓解家族的危机 一片死记中 有一人站出来说道 哦 三元 你有什么想法 说来听听 我们可以将那先祖传下来的秘密上 攻击某个修仙大派 请求他们庇佑我们家族百年 百年之内 我们应当能培养出助击修士 那人朗生说道 他这话一说出 众人立刻都皱起了眉头 先祖的秘密 他们大致都知道是什么 但是具体的内容 却从来不清楚 那是只有家主才能掌握的秘密 为首的老者沉吟了片刻 道 这个方法我也想到了 这也不失为一条退路 但用此计须得谨慎 否则可能为家族招来灭顶之灾 可那秘密 我们没有一个人清楚 如何让那些大门派相信我们 一人质疑道 为首的老者神秘一笑 道 其实 先祖曾留下一本手杂 上面详细记载了那个秘密相关的东西 那本手杂 以前只能由家主保管 我等都无权观看 但现在既然家主已经不在了 我们便去将那本手杂取出来 好 大哥快带我们去吧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东西 众人一时间都振奋无比 仿佛看到了保住家族的希望 立刻在为首的那老者的带领下 向藏书阁的方向行去 十几人来到此处 当他们怀着激动与好奇的心情 打开藏书阁的大门时 却齐齐愣住了 一个戴着鬼脸面具的男子 站在藏书阁中 正冷冷看着他们 什么人 李家众多修士立刻大惊 纷纷掏出了法器 哼 一声冷哼 面具男子踏前一步 一股铺天盖地的气势压来 强大的灵压让这群练气修士 勃然变色 助击修士 怎么会是助击修士 李家众人面色惊骇地 看着眼前这人 一时间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一名助击修士 轻轻松松便能抹杀 他们这些练气修士 在人家面前 他们就真的跟蚂蚁一样弱小 叶长生背负双手 冷冷地看着眼前这群人 李三便提到的那本手札 他已经拿到手 刚准备离开 却正好神识发现 这群人走了过来 于是 他便留了下来 想要看看李家 这群练气修士 想做些什么 敢问前辈怎么称呼 李家 为首的那名老者站出来 苦涩无比地问道 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叶长生反而问道 你们便是李家 现在的主事人吗 丙前辈 家主不在 我等便是李家的画室之人 前辈有什么吩咐吗 那为首的老者 恭恭敬敬地说道 既然如此 你们来此地 是为了先祖守闸吧 叶长生冷漠的声音 让李家这些炼器 修士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既然此人知道 李家的先祖守闸 那岂不是意味着那个秘密 他完全知道了 难道说 此人便是杀死家主之人 李家众人心中涌现出一个 令他们浑身冰冷的答案 他们纷纷低着头 不敢去看那面具男子 生怕被对方察觉到自己敌视的眼神 为首那老者苦涩道 敢问前辈与家主是什么关系 是否知道我李家家主如今的去向 他已经死了 冰冷的话语 让李家众人眼神中闪过一丝哀意 嗯 正当李家众人低着头 哀气的时候 叶长生却将目光投向了远处 眼神出现了一丝变化 你们李家若是不想遭受灭族之灾 最好管住自己的嘴巴 叶长生冷冷说了一句 而后 他瞬间便消失在了原地 离开了李家宝 留下一群惊恶的李家修士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别人盯上 这李家了 无声无息 飞出李家宝的叶长生 心中想到 刚才 他察觉到了两道助击修士的神石 于是便迅速甩开李家众人 飞了出来 停下脚步 站在枫林山外某处石崖前 叶长生看向前方那片树林 冷冷道 出来吧 啪啪啪 一阵掌声响起 两道人影从树林中走了出来 一道高胖 一道矮兽 高胖之人身上气息在助击初期 而矮兽之人则是助击中期 奇特的是 两人身高差距如此之大 长相却非常相似 道兄果然敏锐 隔着这么远就发现了我们兄弟二人 那矮兽之人率先说道 二位如何称呼 我们姓林 那矮兽之人笑眯眯的说道 林 叶长生瞳孔微微一缩 他想起了李三便所说的四块令牌掌握在三个家族手中 李家有两块 越国的林家有一块 还有一块在元武国张家手中 敢问到兄弟又如何称呼 那矮兽之人问道 他旁边的那个高胖男子一直都是一言不发 冷冷地盯着叶长生 眼神无比警惕 似乎是只要一言不合 就会出手 比人姓寒 叶长生淡淡说道 原来是寒兄 看来 李三便是死在你手中了 那矮兽之人用一副感叹的语气说道 何以见得 道兄这么急急忙忙地来李家 想必就是为了与元兴道人有关的东西吧 我兄弟二人 在得知李三便死去的消息后 就立刻前来此地 结果没想到 还是比道兄慢了一步 看来 东西都已经落到道兄手中了 那矮兽之人缓缓说道 微微眯了眯眼睛 叶长生淡然道 不错 与元兴道人有关的一切都已经落入我手中 哈哈 没想到李兄这么个筑机中期修士 竟会死在韩兄手下 想来韩兄神通实力定是深不可测了 那矮兽之人 忽然用一口异常热情的语气说道 林兄想说什么 叶长生轻声一笑 问道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了 既然韩兄已经得到了李兄的一切 那么不久后的那场聚会 韩兄 想必不会不参加吧 叶长生心知肚明 对方所说的那聚会 必然就是约定好的 一起去探索元兴道人洞府了 这种盛事 我自然不会错过 只是 不知道这聚会时间和地点在何方 叶长生问道 难道李兄死前没有告诉你吗 那矮兽男子诧意问道 哼 我还是想从道兄这里知道一下 叶长生轻声一笑说道 哼 原来如此 道兄也是够谨慎 怕李兄哐你是吧 矮兽男子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 接下来 他嘴唇微动 以传音的方式将时间和地点告诉了叶长生 看来李三变还算老实 叶长生心中想到 对比了一下之后 他便发现 林家这人所说的时间和地点 与李三变所说的一样 看来相距的时间地点 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叶长生注意到 在自己和那矮兽男子交谈的同时 那高胖男子 看向自己的目光中 时不时地有杀意闪过 他似乎是在犹豫 要不要对叶长生动手 心里在评估着动手成功的可能性 这两人 一个助击初期 一个助击中期 而叶长生 只有一人 也只是助击初期 看起来 这两人的实力 无论如何都要胜过叶长生 但是 他们却不敢对叶长生轻举妄动 因为 叶长生毕竟是杀了李三 变这个助击中期休士的人 这一点 让两人很是忌惮 叶长生戴着面具 似笑非笑地看着那两人 一动也不动 他背负着双手 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 一点也不在意 那高胖男子 眼中若隐若现的杀意 三人就这么站着 僵持了片刻 那矮兽男子 忽然一笑 韩兄待在此地 还有什么事情吗 没了 不过 两位灵兄 在此地 莫非有什么要做的事 叶长生问道 我兄弟二人 的确有点事 要去那李家宝一趟 就不陪着韩兄啊 那矮兽男子 拱了拱手 拉着他那位兄弟 两人向李家宝的方向飞去 看起来 他最终还是 有些忌惮叶长生的实力 没有选择出手 叶长生看了一眼 两人离去的背影 淡淡一笑 踏上竹渊 也向远处的云海中飞去 至于那林家的两兄弟 要去李家做什么 他没有去管 这不是他该操心的事了 他承诺给李三变的 就是不杀李家修士 只拿走那卷先祖手闸 之后发生什么 与他无关了 从李家宝离开后 叶长生并没有立刻回到黄蜂谷 反而又去了一趟天心东方市 见到了心如荫和小梅 打铁要趁热 叶长生自然是懂得这个道理的 于是 他以一副暖男的形象 出现在心如荫主仆面前 在小梅暧昧的笑容中 询问了一番心如荫的身体状况 然后 很自然地提到 方世外某座山上 有一种对心如荫身体 有好处的药材 邀请他一起去采集 心如荫自然是想带着小梅一起去的 但是 叶长生义正言辞地提到 需要有人守家 否则被人闯进来了怎么办 小梅自然是抗议 表示这座院子被阵法守护 一般人闯不进来 但在叶长生的坚持下 他还是闷闷不乐地留了下来 而后 心如荫脸淡微红地 跟着叶长生前往方世之外 叶长生倒是没有骗心如荫 这座山上 的确有一种对他身体有好处的灵草 不过 他没说的是 这种灵草 对所有女性都有好处 自阴养颜吗 哪个女子用不上 只不过对心如荫的龙荫肢体来说 这种灵草的效果 可能要更明显一些 采集完灵草后 叶长生又顺势提到 附近有一座山头上 野花盛开 风景秀丽 邀请心如荫一起去观赏 既然来都来了 心如荫自然不会拒绝叶长生的提议 于是 两人便顺理成章地 去了那座山头 漫山遍野的花海中 一男一女独处 这种暧昧的情境 让心如荫心弦激烈跳动 洁白如玉的俏脸上 遍布着红霞 不经意间 叶长生手上 已经出现一个编织好的花环 如荫姑娘 不觉得这个很适合你吗 叶长生用一种 很平淡的语气说着 这个时候 自己可千万不能太激动 太激动了 反而会吓到对方 平平淡淡的语气是最好 这样更容易卸下对方的心防 在心如荫羞涩中 略带点害怕褪却的目光中 叶长生将花环替他戴上 花美人更娇 没有哪个女人 能拒绝这种浪漫 如果搁在前世 叶长生已经凑上去拥吻了 不过 这个世界终究是不同 叶长生并没有趁势做点什么 反而很是君子地 陪伴着心如荫在花海中徜徉 最后 又将他礼貌地送回 这一来一回 自然是大大的增加了 这位镇法大师 对叶长生的好感 带到回去的时候 心如荫看向他的眼神中 已经带上了一丝情窦初开的那碗了 不急 慢慢来 叶长生很懂得小伙慢顿的道理 礼貌地与主仆二人道别 而后回了自己的洞府继续修行 这一日时光 于他将来漫长的寿源而言 只是一点条计 不值一提 但对一位青涩的少女而言 这 便是一生 在洞府中修行了大半年后 叶长生手中的丹药终于失效了 他以一天一力的速度 磕了两百多粒和气丹 硬生生地将这种丹药 在他身上的抗药性给点满了 其实 在磕到五六十颗的时候 这种丹药的药效 就开始下降了 抗药性初步体现 而后 就是药效的不断降低 最终降到毫无药效 到了后期 科伊利丹药的效果 还比不上他在这洞府之中 吸纳灵气 修行一天来得快 于是 叶长生便彻底放弃了和气丹 现在 他手上还有三十多粒和气丹 叶长生叹息一声 走出了洞府 伸了个懒药 已经做了大半年没动过了 要是鸽仔还是凡人那阵子 非得做出个痔疮来不可 一身雄浑的法力 在叶长生体内流转 现在 他的法力已经堪比一般的筑基中期修饰了 这精灵天心宫的确是神效 叶长生对这部功法的后续是无比期待了 只是修炼完前三层 就掌握了一个荧光甲的神通 这门神通 当他到了筑基期之后 所凝聚出来的银色铠甲防御力 堪比极拼法器 而且 随着他的法力越强 这荧光甲的防御力也就越强 等于说叶长生身上挂着一个可以随时开启 全方位无死角防御的极拼法器 这可是极为逆天的 一般的防御法器 如玄铁飞天盾那种能守护的区域相当有限 如果斗法的时候将所有防御的希望都寄托在玄铁飞天盾上 而不做出其他的防护举措的话 那很有可能被别人阴死 比如说 韩丽就用他得到的那透明丝线 阴死过很多斗法时不开防御罩的人 这种人的想法是 我都有了极品防御法器了 还开什么护盾 那不是白白浪费法力吗 结果 就因为这种想法 而白白地遭了劫 甚至死在实力远不如自己的对手手中 而有时候 就算是开了护盾 也挡不住敌人一些强大的偷袭手段 比如说 血灵钻这种 但叶长生就不存在这种问题 荧光甲作为功法 自带的神通 开启与关闭 全在他的一念之间 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准备 以现在 这荧光甲的防御能力 等我法力更强之后 说不定能挡住那血灵钻的偷袭 叶长生心中想到 在进阶驻击之后 他对这荧光甲的威力 有了新的认识 现在 他手上掌握的所有防御能力中 就这个荧光甲最强 连玄铁飞天盾 这件极品防御法器都比不上 也不知道那修炼完第六层后 可以掌握的神通 心痕剑气 又该有多强 叶长生心中想到 感慨了一阵之后 他向黄蜂谷的方向飞去 轻车熟路地 来到了陈师姐的洞府前 将一道传音符打了进去 不消片刻 洞府的守护阵法便打开 陈师姐从里面扑了出来 两人已经有大半年未曾相见了 见面之后 自然是少不了一番亲热 当彼此都心满意足了之后 叶长生抚摸着师姐光滑的预备 柔声道 这次我给你带来了三瓶助击漆 用得上的丹药 总是给我丹药 你修炼不用吗 我这边你上次给的还没用完呢 陈师姐如小猫般浮在她怀中 声音慵懒中带着一丝嘶哑 啪 叶长生重重一拍 引起了师姐一道娇媚的轻盈 如水的眸光盈盈看来 她扭动了几下 差点又引发叶长生的火气 叶长生面色一冷 赤道 给你的东西你就尽量去用 谁让你节省着了 我这不是考虑到 你的丹药可能不够用吗 陈师姐委屈无比地说道 听到这话 叶长生心中涌现出一股柔情 刮了刮她的穷鼻 轻声道 你呀 竟喜欢瞎操心 我能给你那么多丹药 就说明 我自己绝对是够用的 以后不许再节省了 该用的就用 知道了 陈巧倩皱了皱小巧的鼻子说道 声音甜腻 眼神中满是感动之色 陈师姐徜徉在浓浓的感动之情中 先用冷漠的口气训斥 而后再突然示意温柔 叶长生经常这样对待陈师姐 而陈师姐 也的确非常吃这一套 每次冷漠之后的柔情 都会让她加倍地感动 对叶长生更加死心塌地 陈巧倩这种人 如果放在叶长生前世那个时代 她必然是虐欺一时爽 追欺火葬场的那种 女凭爽闻的最忠诚粉丝 女人的脑回路 有时候的确是难以理解 不过 叶长生从来不试图去理解他们 她只要摸清楚他们的性格 然后针对这种性格 制定一套相应的相处模式就行了 陈师姐与她相处的时间最长 也相应的 在她的这套相处模式下 早已死心塌地 微眯着眼睛 享受着陈师姐的温暖与包容 叶长生心中感慨道 总有人骂我是渣男 我可不是什么渣男 我叶某人 只不过是想给那些可怜的女子 一个嫁吧 我这种深情之人 上哪儿去找 过了不知多久 叶长生舒舒服服地 呼出了一口气 陈师姐爬了上来 凑在她怀中 逆声道 最近 我父亲和几位舒白 都在催我赶紧嫁人了 你是怎么说的 叶长生心中一动 问道 陈师姐伸手抚摸着她那 棱角分明的面孔 声音中充满了迷恋 我知道 你心里不止我一个人 所以我没给他们说 关于你的事情 我只是告诉他们 我刚刚筑基 想试试有生之年 能不能冲击结单 所以 暂时不想考虑嫁人的事情 那他们同意了吗 叶长生 抚摸着她光洁的脸蛋 问道 本来 家里长辈们 是不愿接受这个说法的 他们早就 给我安排了一门联姻 但后来 大哥也住击了 站在我这边 长辈们考虑了一下后 便同意暂时给我几年的时间 看看情况 叶长生 吻了吻她的额头 凑在耳边温柔道 那你就尽快服用我给你的丹药 突破境界 让你的那些长辈 无话可说 嗯 有了这些丹药 我有把握 能在几年内 进入筑基中气 到时候 族内能比我强的人 也没几个了 他们看我修炼如此之快 肯定会将 结丹的希望 寄托在我身上 七级陈家 能成为燕家那样的家族 到时候 就没人敢逼我了 陈师姐眼中 带着憧憬之色 她对那更高的境界 也是向往不已 以前 结丹对她来说 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但现在 在将自己的命运 托付给叶长生后 似乎结丹也不是没有可能了 这个男人 身上充满了秘密 就像是一团迷雾 别的不说 这一瓶瓶的筑基期 精进法力的丹药 有几个人能随便拿得出来 但陈师姐不会去追究 叶长生到底有什么秘密 她只知道 这辈子紧跟着叶长生就行了 她怎么说 自己就怎么做 她就是如此传统的女人 放心 将来我肯定会给你一个结果的 叶长生抚摸着她的秀发 许下了诺言 嗯 陈巧倩痴痴回应一声 眼神迷离 其实 她心中早就没有了 一开始的那些奢望 现在的她 只求能待在叶长生的身边就足以 名分之类的 早就不去想了 对了 说到丹药 我们陈家倒是保留这一份单方 陈师姐说着 伸手将仍在一边的储物袋拿了过来 从里面拿出一份预解 这是能帮助助机修饰 修为精进的一种单药 只是 里面的药材 对于年份的要求都很高 很难搜集到 我们陈家这么多年来 也只是搜集到两三份合适的药材 曾经炼制出过一炉单药 但到现在全都用完了 听到陈师姐的这些话 叶长生再次深深感受到 天南地区资源的评级 他将神识探入预检中 看了一遍药材的品类 的确都是很难获取到的东西 其中对于一位主裁的年份要求 甚至达到了六百年 这在越国 上哪儿去找六百年的灵药去 也难怪陈家凑不出来 看来又得找韩丽做交易了 叶长生心里想到 从陈师姐的洞府中出来后 叶长生向韩丽居住的百药园行去 刚走到百药园门口 却正好撞见韩丽走了出来 哈哈 韩兄 这要巧 正要去找你呢 我们许久未见了 叶长生脸上挂着热情的笑容 打了个招呼 韩丽看到他也很惊讶 刚想说句什么 但注意到他身上的气息后 却立刻变色 眼神一阵变幻 韩丽脸上的表情精彩至极 他念如了一下 低下头 行礼道 弟子韩丽见过叶师叔 泽泽 韩兄 什么时候跟我这么客气了 师叔已然是筑基七修士 弟子仍在练气七 按照修仙界的礼法 韩丽应当称上一句师叔 韩丽恭敬说道 韩兄这就太客气了 我可是一直把你当作朋友来对待的 何必如此见外呢 再说 不过是区区一个筑基七而已 突破起来有什么难度 又岂能挡住你我 我相信韩兄不久后 也能成为我被中人 叶长生语气 很是随意地说道 听到区区一个筑基七 这种话语时 韩丽眼角抽出了两下 他可是为了这个境界 奔波忙碌了好久的 要是没了小绿萍 他觉得自己这辈子 都不可能进入筑基七 哪有叶长生说得这么容易 韩丽虽然有了筑基丹 但能否筑基成功 还是未知之术 又岂敢在诗书面前鱼里 韩丽仍然是一副 很恭敬的样子 硬队的姿态滴水不漏 让人挑不出毛病来 叶长生摆了摆手说道 罢了 韩兄 我们还是不要客套了 我来这里是有事找你 我这里有张丹方 上面记载了一种 能帮助助基修饰 修为精进的丹药 我想 韩兄助基后 应该也很需要这种丹药吧 你帮我收集一份 炼丹所需的材料 我便将这份丹方给你 你看这笔交易如何 助基七的丹方 对于这种东西 韩丽也是很渴望的 他知道自己将来肯定用得着 而且 他也多少知道 在这越国修仙界 助基七能用得上的丹药和丹方 是多么珍贵 虽然在叶长生面前 他一副很谦虚的样子 说自己没把握 能助基成功 但在他的心中 对自己能助基成功这件事 已经有了足够的把握 毕竟他有小绿瓶 小绿瓶给了他足够的自信 当听到叶长生所谈的交易内容时 韩丽马上就心动了 但他还是很谨慎地问道 收集药材这种事 师叔为何来找我 以师叔的实力 发布一个任务 应该有很多练气高阶的弟子 能帮师叔完成这件事 叶长生摇了摇头 发布任务去收集药材太慢了 而且我也不相信那些人 说到底 在这黄蜂谷中 我认识的人也没几个 值得信赖的更少 韩兄与我做过几次交易 我对韩兄的能力是认可的 在收集灵药这方面 我相信韩兄的能力 毕竟 韩兄可是一直住在这百药园中的人 收集起灵药来 岂不是比别人方便很多 叶长生还贴心地帮韩丽 找了个台阶 原来他认为 我的灵药是从百药园中得到的吗 韩丽心中想到 百药园是黄蜂谷最大的灵药培植地之一 里面有不少百年以上的灵药 这位叶兄与他交易了几次 的确对我帮助很大 他的信誉也挺好 只是 韩丽对叶长生也是有几分信任的 但他一直都觉得 这位叶兄神秘异常 这一点让他有些不安 犹豫了片刻后 韩丽最终还是咬咬牙 说道 这个交易我答应了 反正都已经跟叶长生交易过千年灵药了 有这么一桩交易摆在前头 再去帮叶长生收集一些灵药 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含兄爽快 我就知道交给你没错 叶长生笑道 将灵药的清单丢了过去 对了 这是我洞府的位置 韩兄收集好灵药后 便可以来此地找我 叶长生将洞府位置 通过传音的方式告诉了韩丽 而后 他又说道 对了 希望韩兄尽快找齐这些灵药 我急着用 叶师叔请放心 韩某定会优先帮师叔找齐灵药 韩丽拱手说道 叶长生点了点头 欣然离开 只要韩丽优先培养他所需要的灵药 那么凑齐一份单方所需的药材 还是很快的 与韩丽告别后 叶长生又去了一趟黄蜂谷方市 购买了一个炼丹炉 以及一些药材和几个简单的单方 回到自己的洞府 他开始琢磨炼丹之术 他没有直接让韩丽帮自己 把这种丹药炼制出来 因为他知道 韩丽现在的炼丹水平也很稀烂 而且对方这段时间恐怕还是忙于助击 不可能去耗费大量时间炼制这种丹药 韩丽助击成功还得等到三年多以后 叶长生可不想等到对方助击成功后 再去和他交易 所以他打算自己去炼制这种丹药 炼丹之术 叶长生以前从未接触过 但就如同炼器之术一样 这东西也是一个修饰应该要掌握的技能之一 这世上并没有那么多现成的丹药 等着叶长生去复制 越是修为到了高阶 各种丹药就越难找到现成的 只能根据各种流传下来的丹方去炼制 所以 培养自己的炼丹技能也是有必要的 叶长生不缺材料 所以也不怕浪费 在韩丽将灵药送上来之前 他便根据那些简单的丹方 开始锻炼起自己这项技能来 一个多月后 韩丽将药材送了过来 看到这位师叔的洞府 开辟在这么偏远的地方 韩丽心中很是诧异 这位师叔的想法 跟我怎么这么像 韩丽心中感觉怪怪的 他也想过 筑基之后 一定要将洞府开辟在偏远的地方 韩兄要不进洞府坐坐 叶长生打开洞府静置 邀请道 一听到这话 韩丽马上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弟子还有急事 就不打扰师叔了 行吧 那我就不送你了 叶长生关闭了静置 回到了自己洞府中 他知道 韩老摩心中 还是对自己怀有戒心 不过也无所谓 只要交易 能做下去就行了 叶长生得到单方的材料后 立刻复制出一大堆 然后开始尝试炼制这种丹药 在接连不断地失败了十几次之后 他才终于成功地炼制出了一炉 但这炉丹药成色很差 一看就是药效不怎么样的那种 于是 叶长生继续炼丹 在成功一次之后 后面炼制起来就容易了很多 成功率逐渐提升了上来 到了后面 几乎每一炉都会成功 看着眼前那一堆丹药 叶长生眼中充满了成就感 但也疲惫至极 接连不断地喷出筑机修饰 才能发出的先天真火 连续炼丹两个多月 这谁能撑得住 也得亏叶长生 法力雄魂至极 加上这洞府之中有灵眼之拳 恢复法力极快 所以才撑得起这样的消耗 休养了几天后 叶长生从这堆丹药中 挑选出橙色最好 最为饱满的一粒 将其解析复制 而后 以这些丹药 开始快速修炼起来 他再一次感受到了那种 灵气炸裂的感觉 停止了几个月的修为 再度飞速增长 又过了几个月后 当初与灵氏兄弟两人 约定的时间临近了 叶长生停止了修行 去了一趟天心宗方市 陪了心如荫两天后 他从心如荫那里 得到了一套攻击性法阵 这是心如荫 现阶段能布置出的 最好的攻击性法阵了 能对助击修饰造成威胁 得到这套法阵后 叶长生便一约前往 与灵氏兄弟约定好的地方 越国东边 紧靠着车骑国 一处名为金谷园的地方 便是他们约定好汇聚的地点 金谷园 一个很熟悉的名字 日后魔道入侵时 越国七派与魔道之间的战场 便是此地 现在 叶长生 灵氏兄弟 他们约定的地点 也在此地 在这里会合后 他们将穿过越国的边境 进入车骑国 原星道人的洞府 在车骑国那一处 名为幽浮沼泽的地方 这片沼泽 在车骑国 算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 幽浮沼泽中 有大量妖兽存在 即便是结单修饰 进入其中 也有陨落的风险 因为环境极为恶劣 因此 除了一些对妖兽材料 有需求的修饰外 很少有人来此地 有谁能想到 在这沼泽深处 竟隐藏着一个 结单修饰的洞府 金谷园的边缘 某处小山头上 叶长生降落在此地 神石一扫 周边没有发现任何人 看来 我是第一个到的了 叶长生观察了一番 周边的环境后 便背负着双手 气定神闲地等待了起来 过了一阵子 天边两道顿光出现 快速向这边冲了过来 叶长生转过身去 看向那边 过了一阵子 顿光便出现在眼前 一高一矮两人 从其中跳下 正是那林氏兄弟 哈哈 韩兄来得挺早啊 林氏兄弟中 为首的那个矮兽之人 上前来打了个招呼 他那个长得 高高壮壮的兄弟 似乎是不善言辞 一直未曾开口 韩某也是刚来此地 叶长生拱了拱手说道 林氏兄弟的老大 那个矮兽之人 左右看了一圈 道 元武国的张家 离此地较远 应该来得会晚一点了 既然如此 那我们等待片刻即逝 叶长生的声音很平静 听不出心里有什么想法 这让那一直偷偷揣测着 他的林氏老大 心里很失望 他话锋一转 问道 韩兄到了此地 还要戴着面具吗 我们兄弟倒是没什么 可要是等会儿 那张家之人来了 恐怕会起了疑心 这探索原心道人洞府的事情 关乎重大 我们兄弟和那张家修士 都是来历清清楚楚的人 韩兄是不是也应该将身份告知我等 林氏兄弟的老大 神色严肃 认真的看着叶长生说道 关于眼前这个面具男子的身份 他早就想知道了 他可不愿意 跟着一个来路不明 连真面目都不愿意露出来的人 一起去探索洞府 对方能杀了李三变 想来必定是 某位大名鼎鼎的助击修士吧 叶长生轻笑一声 坦然摘下了面具 露出了一张年轻的面孔 不是要瞒着林兄 只是在下修行了一门特殊的功法 面孔不能长时间见到阳光 所以才一直戴着面具 叶长生满脸笑容 胡扯到 林氏兄弟的老大 听到这话 心里冷笑了两声 这种鬼话 谁会相信啊 不过 他也没有情商低到直接拆穿 反而迅速换上一张恍然大悟的面孔 原来如此啊 不过韩兄看起来当真是年轻 还有几分陌生 不知是哪个大派的弟子 林氏兄弟的老大 试探着问道 在下不过画刀物一介无名小卒罢了 不值一提 叶长生微笑着说道 听到他这话 林氏兄弟的老大 却是连连摇头 否定道 韩兄此言诧异 我们兄弟二人的来历 对你好无掩饰 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了 韩兄却对我们藏私 恐怕有些说不过去了吧 听到他这话 叶长生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拱手抱拳说道 罢了 既然林兄都这样说了 那我还藏私 的确就有些过分了 在下韩飞宇 一年前还是画刀物的炼器弟子 林兄应该明白 我是什么意思吧 叶长生脸上一副 无比诚恳的表情 在此之前 他早就调查过 这林氏兄弟的身份 林氏兄弟 是林家维尔的驻姬修士 同时也是越国七派之一 天鹊宝的弟子 正是因此 叶长生毫无心理顾忌地 编了个画刀物弟子的身份 作为一个刚刚成为驻姬的修士 名字不被外界知道 很正常 什么 一年前才驻姬 林氏兄弟的老大 惊叫了一声 看着叶长生 满脸都是不可思议 林兄觉得 有什么问题吗 叶长生 微微笑着问道 林氏兄弟的老大 瞪大了眼睛 仔细盯着叶长生 看了半天 方才干巴巴地说道 韩兄可真是 让我们兄弟大吃一惊啊 一个刚驻姬的修士 竟然能干掉里三变 在下也不过运气好点罢了 叶长生白白手 轻描淡写地 将这个话题 一句带过 一个刚驻姬的修士 想要杀死一个驻姬中妻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双方的法力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林氏兄弟中 那个一直沉默着的高胖男子 看向叶长生的目光中 立刻多了一丝轻视与鄙夷 在他看来 叶长生多半是用了 某种阴谋手段 才杀了李三变 而他的兄长 那矮瘦男子 却是一脸沉思之色 看向叶长生的目光 变得古怪了起来 怎么样 现在林兄应该对我的身份 没有什么疑问了吧 哈哈 只要韩兄的身份说得清楚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我们兄弟 其实也不是非要探究韩兄身份 主要是考虑到 元武国的张家之人的态度 林氏兄弟的老大 笑嘻嘻地说道 咦 那边有人来了 看来应该是元武国张家的人 林氏兄弟的老大 忽然看向远处天边说道 So 一道紫光在天边一闪 以一种极快的速度飞驰 眨眼间便出现在了三人面前 看到那紫光的速度 叶长生瞳孔微微一缩 太快了 紫光停下 一件相貌奇特的紫色法器 出现在三人面前 两头肩 中间圆 类似将两个圆锥体的底部 粘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奇特形状 飞天灵梭 见到此物的瞬间 林氏兄弟的老大 就立刻惊呼出声 哈哈 林兄果然见多识广 紫色飞梭中 传来了一声爽朗的大笑 而后三人从其中走出 当接连三人 从那飞天灵梭上走下来后 林氏兄弟的老大 脸色一下子变得异常难看 他不动声色地 朝叶长生这边靠近了点 使得他们兄弟 看起来像是和叶长生是一伙的 三人对三人 他心里稍微有了点底气 而后 阴着脸 声音冷漠地问道 张兄 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飞天灵梭是神兵们知名的飞行法器吧 被他称作张兄的 是一个黑脸大汉 身上气息在筑机中期 为人看起来很是豪爽 听到林氏兄弟老大的质询 他哈哈一笑 大声道 林老大你说的没错 这飞天灵梭的确是神兵们的法器 我来给几位老兄介绍一下 我身后的这两位 乃是神兵们的齐梁城道友 与其双修伴侣连夫人 黑脸大汉笑眯眯的说着 指向了身后两人 一男一女 为首的男子面白无须 相貌儒雅 脸上带着微笑 身上的气息 竟然也是在筑机中期 而那女子姿色出众 行为举止 颇有些腰野轻浮 是一个筑机初期的修士 齐梁城 莫非是神兵们 齐家家主的亲弟弟 林老大神色一动 问道 没想到远在越国的林兄 也知道齐某的波名 实在是令人惊讶 齐梁城拱拱手 微笑着说道 而他的那位双修伴侣 则是挽着他的手臂 一副亲密的样子 毛子却不住地 在林氏兄弟 和叶长生身上打量 眼神妖夜无比 林老大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朝着齐梁城拱了拱手 而后 脸上难以抑制地 出现了一丝怒火 沉声道 张兄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可和我们约定的不服 突然出现了 两个神兵们的修士 还与齐家这种大家族 扯上关系 由不得他不担心 他甚至怀疑 这个黑脸大汉 是不是已经把 原心道人洞府的信息 完全告诉了齐家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很有可能会把 杰丹修士给扯进来 而一旦杰丹修士出现 那他们这群人 就不要去妄想得到 原心道人的密藏了 似乎是看出了他的担心 那黑脸大汉大笑两声 道 林老大 你觉得 我会连这点分寸 都没有吗 放心 这件事除了齐兄夫妇外 就再也没有其他人知道了 那叫做齐梁城的儒雅男子 也微微一笑 说道 这件事就连我兄长也被我瞒着 整个神兵们上上下下 只有我们夫妇知道 还请林兄放心 这件事 我不会让太多人知道的 毕竟 多一个人 就要多分出一份收益 我也不是傻子 黑脸大汉笑着说道 但随即 他话锋一转 指着夜长生问道 不过 林老大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一下 为何李三变没有来 来的反而是这位陌生的修士了吧 李三变死了的消息 你们应该知道的比我早 现在这位韩兄是代替李三变的人 他的身份我很清楚 没有问题 林老大说道 同时 他嘴唇微动 给夜长生传音 韩兄 眼下形势你也看清楚了 我万万没想到 那张家修士 还叫了两个帮手过来 现在他们那边是大 我等若是不联合起来 恐怕分饱的时候 林氏兄弟的老大话 虽然没有说完 但夜长生明白他的意思 对面三人 两个驻击中期 还都是元五国的修士 是一伙的 如果他们三人不联合起来 对面难免会起歹心 毕竟 把他们三人杀了的话 将来分饱的时候 就可以少分几人了 防人之心不可无 林兄的意思我明白 你担心的 正是我担心的 接下来 我们联合行动 夜长生也传音说道 这时那黑脸大汉 也正好看向了他 拱手问道 还未请教 韩兄尊姓大名 在下韩飞宇 越国画刀物修士 夜长生也拱了拱手 说道 原来是画刀物的高徒 韩兄能杀了李三变 可见实力不一般呢 他这话一说出 那神兵们两人的目光 便齐齐落到了夜长生身上 充满了探究的意味 侥幸罢了 夜长生不动声色地回道 黑脸大汉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哈哈大笑道 不管大家的来历如何 但今日 我们既然聚到了此地 都持有令牌 那自然就有奋一杯羹的资格 且慢 林老大一句话 打断了黑脸大汉 想要继续说下去的话 我认为这宝藏的份额 不能按照人数区分 而应该按照 持有令牌的份额来算 一块令牌 便是一份宝藏 林老大说道 此言一出 对面三人面色立刻一变 他们三人 总共只有一块令牌 岂不是说 只能拿走一份 黑脸大汉 面色一冷 沉声道 林兄这话是什么意思 莫非是觉得 我的这两位朋友 没有资格去分得一份宝藏 我没有这个意思 不过当初我们约定 今日共同探索宝藏的时候 就说过 按照令牌的份额来算 今日 神兵们的两位出现 也是张兄你擅作主张 事先可没有通知过我们 黑脸大汉的脸色难看了起来 冷冷到 李三变都已经死了 当初的约定到现在怎么还能作数 自然应该重新划分份额才对 而后 他冷冷地看着夜长生 不客气地说道 韩兄手里有两块令牌 莫非是想要分得两份宝藏吗 黑脸大汉语气冷漠 眼神中充满了威胁之意 他身后的神兵们那对道理面带笑容 上前一步 气势连成一片 向夜长生压来 隐隐有逼迫的意思 两名助击中期 一名助击初期 三人都是助击多年的高手 而他们对面的夜长生 一个刚助击一年的休士而已 双方的实力对比很明显了 灵氏兄弟见状面色一变 上前一步打算声援夜长生 这时 却听到夜长生轻笑一声 说道 我一个助击初期休士 的确不适合拿两份 这样吧 我让出一份给神兵们的两位道友 如何 夜长生提议道 哈哈 韩兄果然痛快 你这个朋友 我交定了 黑脸大汉大笑着 豪爽无比地说 林老大见状 神色变换了一下 卖出的步子退了回去 看样子 也是接受了这个分配方案 于是 六人便约定 得到的宝藏分成四份 元五国一方两份 越国一方两份 商议好之后 大家脸上都挂上了笑容 一副皆大欢喜的样子 只是 在这样的笑容下 各自藏着什么样的算计 就不为人知了 前往原心道人的洞府的过程中 要经历几重困难的 这一点 读过李家先祖手札的 叶长生很清楚 而其余几人 想必也不会完全不知 真正到达洞府 打开密藏时 还能活下来几个人 谁都不好说 现在这会儿的约定 岂能当真 所以 叶长生毫不犹豫地 让出了一份收益 做出一副 他畏惧对面三人势大的样子 以此来降低对方的警戒心 实际上 就算他不这样做 对面三人对他的警惕心 也比不上对林老大的警惕心 毕竟 对方可是货真价实的 助击中妻 而叶长生 一个助击初妻罢了 虽然有杀了李三变的先例在 但谁也没亲眼见证 他是怎么杀死对方的 如果用一些阴谋诡计 偷袭手段的话 助击初妻 也不是不能杀死助击中妻 所以 在元五国三人的眼中 越国三人的实力排行 使林老大 强于叶长生 强于林家老二 一行六人 各怀鬼胎 却又维持着表面上的和谐 向车骑国的方向行去 叶长生踩着竹渊 林氏兄弟 也踩着各自的飞行法器 而元五国那三人 则是站在飞天零梭上 这件在周边几国 大名鼎鼎的飞行法器速度 显然比叶长生 他们手中的这些法器 要快上很多 但为了照顾他们三人 元五国那三人 还是降低了速度 看着那闪耀着紫色光滑的铃梭 叶长生眼中 闪过了一丝渴望 这件法器不错 真是让人心动啊 众人闷头赶路 很快就穿过了两国边境 进入了车骑国 幽浮沼泽在车骑国的东南方向上 离众人比较远 急迟了一阵子后 林老大的脸色忽然沉了下去 怎么了 林兄 一直暗中观察着他的黑脸大汉 看到这一幕 惊讶问道 诸位道兄没有发现吗 这车骑国 我怎么感觉有点诡异 林老大脸色难看地说道 林兄是指 叶长生神色一动 问道 就在我们这一路飞过来的途中 接连有三波驻机修饰路过 虽然他们畏惧我们六人是重 没有敢靠近 但是这么多驻机修饰出现 总归是不寻常 林老大沉生说道 黑脸大汉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最近车骑国 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这才是最诡异的地方 明明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怎么会有这么多驻机修饰频繁出动 林老大说道 车骑国是一个小国 国内驻机修饰加起来 不足越国的三分之一 平日里 驻机修饰基本上都是呆在自己 洞府里苦修的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他们不会随便出来 现在 这些驻机修饰一波波的 成群结队的出现 显然是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我前年还来过一趟车骑国 去那幽浮沼泽边上看了一趟 那一次 一来一回 我可是一个驻机修饰都没有碰见 林老大沉声道 这么看来 车骑国还真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大事发生了呀 黑脸大汉的脸色也难看了起来 这对众人来说 可不算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车骑国如果发生什么动乱的话 很容易波及到他们 这时 那神兵们的骑良城忽然神色一变 说道 不好 刚才路过的那些驻机修饰跟上来了 众人大惊 神识往后一看 身后出现了八道顿光 是之前经过的那三波车骑国驻机修饰 他们竟会聚在一起追了上来 情况不妙 看起来这车骑国怕是出了什么问题 林兄 韩兄 你们到这飞天零梭上来 我们加快速度 不能在此地停留 黑脸大汉立刻说道 听到他这话 叶长生和林老大眼神中闪过一丝异样 随即三人立刻登上了飞天零梭 这道紫色的零梭立刻化作流光 以之前数倍的速度向前飞去 眨眼间便将身后那八人甩了个眉影 嗖 嗖 几道破空之声传来 一群车骑国修士出现在叶长生他们刚才停留过的地方 看着远方消失的紫色光芒 脸色顿时难看无比 这是群什么人 速度如此之快 来头不小啊 看那紫色流光 有点像是元武国神兵们著名的法器 飞天零梭 这群人应该不是我们车骑国修士 看起来是从越国的方向飞来的 越国修士 他们这个时候 进入我们车骑国是什么意思 这么一群人 恐怕所图不小 关键时刻 不容有失 这件事得立刻汇报上去 绝不能放任这群越国修士 在我们车骑国乱跑 车骑国这群驻机修士 一阵交谈后 有数人转向 向另一个方向飞去 看起来是报兴趣了 而剩下几人 则是顺着叶长生他们飞走的方向 继续追了下来 站在飞天零梭上 叶长生神识放出 仔细地打量着 这件著名的极品飞行法器 飞天零梭 以中阶零石作为能量来源 其全力飞行的速度 快比得上杰丹修士了 当初叶长生乘坐过的 李化元的那只 引甲脚蟒的飞行速度 也没这个快 据说 这是神兵们 一位齐家长老 炼制出来的飞行法器 世上只此一件 便是杰丹修士 见到这件法器 也要心动一二 没有个三五千零石 根本买不下来 这件极品法器 但 就算你能掏出这么多零石 齐家多半也不会 将其售卖 有了此物 结丹之下 逃命是不用担心了 在飞天零梭的 全力赶路之下 到了傍晚黄昏之时 众人便来到了 那幽浮沼泽的所在 这是 一片漆黑的沼泽 地面上水洼密布 沼泽泥 水质 全都呈现出一种 幽黑之色 从此地开始 我们便不能用 飞天零梭赶路了 否则可能引起沼泽中一些强大 既然如此 那我们便进入沼泽吧 站在幽浮沼泽边上 六名助击修士 纷纷从储物袋中 拿出解毒的灵丹来 服下一粒 这幽浮沼泽里面 常年弥漫着一种毒性很强的瘴气 即便是结单修士 也不能无视 做好一切准备后 众人才开始进入沼泽 踩在烂泥地上 时不时能看到脚下的泥水中 钻出一两条 各种奇形怪状的虫子来 诸位倒有小心了 千万别叫沼泽中的虫子咬中 指不定哪种身上就带着剧毒 走在最前面的黑脸大汉 提醒了众人一句 夜长生神色一动 低下头去 便看到一只炸猛一样的东西 从泥水中钻出 猛然向它的脖子跳来 这东西的弹跳力惊人的强 在泥水这种不受力的地方 也能起跳如此之高 看来 多半是跟妖兽沾点边了 刚来到沼泽边上 就遇到了这样的凶猛恶虫 进入深处 那得潜藏多少危险 屈指一弹 夜长生迅疾 而又准确地弹中了这只虫子 手指甲上荧光一闪 这只蚂蚱一样的凶虫被震死 小小地动用了一下 荧光甲的神通 它可不想用皮肤去接触 这沼泽里的虫子 将荧光甲这门神通 在身体局部应用 也是它近来修行的成果之一 抬头看去 前方几人显然也被 沼泽中层出不穷的各种虫子 困扰得不胜其烦 纷纷施展神通 那黑脸大汉黑黑一笑 往身上倒了一些不知名的药粉 顿时 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传开 马上 沼泽里的虫子都避开它了 似乎对这种气味极其厌恶 那神兵们的两人 则是各自 穿上了一件奇特的 戴着兜帽的长袍 虫子冲到他们身上时 纷纷被弹开 显然这是一种法器 灵氏兄弟则是各自 拿出一张灵符来 拍在身上 形成了一个光照 挡住了那些虫子 叶长生想了想 也拿出了一张防御性的灵符 罩在了身上 这沼泽深处 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 还是小心点好 随时把护照开着 方能放心一些 众人纷纷全力放开神石 不敢有丝毫地懈怠 虽然势在不行 但众人行进的速度很快 转眼间就消失在了 这片区域中 幽浮沼泽占地面积 约方圆五百多里 从我们这个方位出发 到达圆星道人的洞府 大概要走四百多里的路程 如果一路顺利的话 一天的时间 我们就能到达 黑脸大汉说道 那要是不顺利呢 他身后 齐良城的道旅连夫人 忽然开口问道 这是他的第一次说话 声音柔媚至极 带着一丝勾魂射破的力量 令得第一次听到 他声音的几人心中一荡 竟产生了一种 成为其群下之臣的想法 魅宫 叶长生眸光一宁 驱散了心中的遗泥 刚见面的时候 他就觉得 这位莲夫人 看起来像是 修炼了某种魅宫的样子 果然如此 哈哈 夫人这话说的 要是不顺利 我等还能不能活着到达洞府 都不好说呢 黑脸大汉笑着说道 说着 他突然遇使一把飞剑 向前方的泥水中斩去 吃 一道血浪冲起 黑水中两截尸体浮了起来 看起来是一只蜥蜴 一级低接妖兽 林老大滴滴说了一句 脸色有些难看 这才走进来没多远 就已经遇到妖兽了 继续往深处去 得有多少危险 难怪结单修士 都有陨落的风险 想来这沼泽深处 怕是有五级 六级的妖兽存在了 这种级别的妖兽 碰到一只 他们这群人 恐怕都不够人家塞牙缝的 诸位 我们要去的地方 应该不会有太强的妖兽 这一点大家放心 黑脸大汉转过头来 安慰了众人一句 也不知道当初那原星道人 怎么想的 把洞府放在这种地方 林夫人娇声抱怨道 或许 这是对后来者的一种考验吧 那些修行界的前辈们 就喜欢干这样的事 其道理温生说道 哼 如果我将来要留下什么机缘 也一定会设置重重障碍 让后人去头疼 黑脸大汉说道 吃 说着 他又欲使那飞溅 斩掉了一条 从水中窜出的毒蛇 也是一级低阶妖兽 继续向沼泽深处行去 慢慢地 叶长生等走在较后面的几人身边 也开始陆续出现各种妖兽 叶长生时不时袖中钻出一道白光 将一只只一级妖兽斩杀 当众人进入沼泽 大约有一百多里后 开始有一级高阶的妖兽出现了 诸位 从这里开始 就要万分小心了 黑脸大汉嘱咐道 他话刚说完 忽然间远处一片黑云向着众人快速飞了过来 靠近了 神识仔细一看 这哪里是什么黑云 竟然是密密麻麻的一群蚊子 黑斑蚊 不好 我们快躲开 看到那蚊子的刹那 黑脸大汗 脸色骤然变化 黑斑蚊 听到这个名字 众人同时面色一变 来之前 大家对幽浮沼泽 也是多少了解过一些的 知道这里面最不能招惹的妖兽中 就有黑斑蚊 这种蚊子 通常都是成群结队出现 小的蚊群可能是几千只 大的蚊群 里面能有数百万只蚊子 所过之处 铺天盖地 任何生灵都能给你吸干 面对这种成群结队的妖兽 不会有哪个修士 产生去杀死他们的想法 法力再多 也不是那样浪费的 这团黑云 看其规模 里面怎么都得有几万只蚊子 众人见状 二话不说 就开始跑路 蚊群飞得很快 众人光用脚跑是甩不开的 不好 追上来了 诸位道友小心 林老大回头一看 吓得脸色都白了 连忙大喝一声 跑在最后面 黎蚊群 最近的夜长生见状 迅速拿出两张俘虏来 拍在他的腿上 煞时间 他的速度一下子加快了三倍多 猛地冲到了前面去 林氏兄弟和神兵门那两位 眨眼间被他甩开 嗡嗡 轰鸣声越来越近 回头看去 一片黑压压的蚊群 给人一种恐怖的压迫感 闪烁着星红光芒的口气 令人望之声味 只要被追上 即便是助击修饰 煞时间也能给你吸成白骨 最后面的林氏兄弟回头一看 瞬间面色大变 那蚊群离他们已经不足百米了 这一点距离 眨眼便可追上 看到那黑斑蚊群 眨眼间就要追上来了 林氏兄弟纷纷拼了命一样 往腿上打加速的灵符 但可惜的是 他们好像没有像夜长生那样高阶的灵符 因此 即便是加快了速度 也很难快速甩开那一群黑斑蚊 嗡 嗡 射人心魄的轰鸣声 在身后响起 给众人一股极强的压迫感 落在最后面的林氏兄弟 眼看着就要被这群蚊子追上了 其老大面色忽然一狠 自腰间灵兽带中 拿出一只雪白的妖兽 猛地向后方丢去 妖兽在空中身躯 急速变大 竟是一只鹰损 还没等这只灵兽反应过来 那蚊群便追到了他面前 一声哀气的鸣叫响起 妖兽撞入蚊群中 那些蚊子稍微停顿了一下 一具骨头便从空中掉落了下来 就这短暂的一停留 林氏兄弟已经跑出去了树里 雪文英 跑在最前面的夜长生神时 观察到了后方的情况 看到那雪白的灵兽后 暗暗感叹 林氏兄弟壮士断腕的决心 这可是一只一级顶级的妖兽 成年后是有希望进化到三级的 对于一个修仙世家来说 这种妖兽的珍贵程度不言而喻 没想到林老大能如此果决地 将其荡城诱尔抛出去 这一丢 可是丢掉了一个家族 未来几百年的一根支柱 但即便如此 他们两人仍然未曾甩开那黑斑纹 夜长生的身后 那黑脸大汉不知使用了什么方法 速度竟然不比夜长生慢上多少 紧紧地跟在他身后 而神兵们的那对道吕 则是浑身笼罩在一道清光中 看起来是使用了某种法器 两人的速度加快了许多 与那黑脸大汉相差不多 林氏兄弟被甩在最后面 他们二人见到这一幕 脸上一发痕 迅速各自吞下一枚丹药 一抹病态的红润浮上两人的脸 一瞬间 他们二人的速度再度加快 竟然达到了夜长生这个层次 眨眼间就追了上来 并且超过了黑脸大汉和神兵们的道理 这一追一逃之间 众人已经跑出去了几十里 越发地深入沼泽 眼前越来越多的一级顶级妖兽出现 诸位 我们多杀一些妖兽 将尸体甩向远处 将黑斑纹裙引走 黑脸大汉迅速向众人传音道 他率先动手 欲使飞剑斩杀一条高阶的毒蛇 而后施展一种法术 将毒蛇的尸体隔空抓起 甩向树里之外 众人见状 纷纷效仿将一路上遇到的妖兽斩杀 然后远远地甩出 这样一来 果然有效地迟滞了黑斑纹裙的飞行速度 在一群助击修饰面前 即便是顶接妖兽 也压根不够看 往往一个照面 便被几人快速绞杀 呱 忽然间 一声充满了煞气的鸣叫声响起 前方的水潭中 跳出了一只巨大的蝉蝴 强横的妖气散发开 一股恶臭的气味 滚滚而来 这竟是一只二级妖兽 二级妖兽 理论上修为相当于人类的助击初期 但是一般来说 妖兽的战力都要更上一个档次 所以 在实战时 即便是助击中期的修饰 也不见得能拿下这家伙 毒血缠 看到此兽 黑脸大汉顿时大喜 连忙快速传音 诸位 这毒血缠的血液 最是吸引那黑斑纹了 我等全力出手 将此疗打伤即可 Soul Soul 他话音刚落下 一道道法器 立刻向那毒血缠飞去 六人齐齐出手 那毒血缠刚跳出来 伸出长长的舌头 打算卷走六人 结果 那黑脸大汉的飞剑就到了 重重地 斩在毒血缠的舌头上 黑脸大汉 脸上一洗 但下一刻 他的笑容马上就凝固了 之前无望而不利的法器 面对此兽 竟失去了效果 飞剑 斩在那舌头上 软软的 根本不受力 毒血缠 毫发无伤 毒血缠舌头一蜷缩 竟要将那件极瓶法器卷走 黑脸大汉怪叫一声 迅速将其收回 与此同时 叶长生等五人的法器 也纷纷落在了毒血缠身上 结果还是软软的 不受力 吃 那毒血缠背上 竖个鼓鼓囊囊的疙瘩中 突然喷出一大片毒液 向众人射来 众人立刻跳开 不好 黑斑纹追上来了 要速战速决 黑脸大汉回头一看 面色大变 叶长生神色一动 手扣在了储物袋上 正寻思着 要不要拿出点厉害手段来 这时 神兵们的齐良诚 忽然冷哼一声 看我解决此疗 说着他手中骤然升起一道白光 白光之中 一把弯刀从一张符纸上面飞了出来 月灵道 看到这张符宝 黑脸大汉 灵氏兄弟等人眼中闪过浓浓的羡慕之色 吃 月灵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斩下 携带着无匹的威力 在一声惨叫声中 将那毒血蝉的一条腿斩下 这还是齐良诚 记得黑脸大汉的嘱托 不能直接杀了这毒血蝉的结果 否则 福宝一击之下 这只二级妖兽必然要被斩杀 毒血蝉体内流出了黑色的血液 带着一种恶臭之味 这种恶臭味一散发出去 远处的黑斑纹群立刻爆发出了 比之前还强烈数倍的嗡鸣声 疯狂地向这边冲来 快走 黑脸大汉大喝一声 不用他说 叶长生等人已经迅速跑了出去 黑斑纹来袭 那毒血蝉这时候才发现不对劲 顾不得发泄自己的痛苦与愤怒 呱的一声向水潭中钻去 但 那群黑斑纹紧随而至 竟也钻进了那水潭中 跟了上去 不再追杀叶长生等人 叶长生六人得以逃离 又跑了几十里 彻底甩开黑斑纹之后 众人速度慢了下来 叶长生慢慢地重新回到了 队伍靠后的地方 在他身后 是脸色惨白的林氏兄弟 显然 之前的那枚丹药让他们并不好受 林兄 你们两人没事吧 叶长生忽然用一副异常关切的语气 向林老大传音 林老大面色一愕然 惊讶地看向叶长生 随即脸上迅速挂上笑容 传音道 多谢韩兄关心 我们兄弟没事 没事就好 等会儿我们还要相互依靠呢 叶长生脸上带着微笑传音道 那是自然 林老大也微笑着回复 脑海中却闪过了刚才叶长生搜的一下 跑到最前面去的场景 前方 一直用神识观察着三人的黑脸大汉 见到这一幕 心中冷笑两声 当众人正在各怀鬼胎的传音的时候 搜 一道水箭 忽然向众人袭来 突如其来的攻击 打断了众人的传音交流 来势汹汹的水箭 让众人瞬间提高了警惕 迅速跳开 躲过了这只水箭 沼泽地中的黑水 一阵翻腾 一条四鱼飞鱼 四蟒飞蟒的妖兽 从大则中钻了出来 吼 他张口咆哮 露出了尖锐锋利的牙齿 森白的冷光 让人心里发寒 鱼龙 一声惊呼 出自那神兵门的骑凉城之口 怎么 骑兄 认识这种妖兽 看着那形貌奇特的怪物 黑脸大汗 脸色有些发白 连忙问道 这是一种此前 他从未见过的妖兽 气势强大无比 竟是一只四级妖兽 四级妖兽 那相当于人类的 助击后期修士了 而其战力一般来说 比助击后期修士 还要强一些 鱼龙 看到这只妖兽的瞬间 叶长生心里 也暗自说了一句 这是在李氏先祖手札中 记载过的一只妖兽 数百年前 李家的那位先祖 来此地寻找 原心道人的洞府时 也曾遇到过一头鱼龙 不过 那个时候的鱼龙 还是三级妖兽 现在的这头鱼龙 却是四级妖兽 不知道是不是 李家先祖遇到的那一头 妖兽的寿命 远比人类要长 说不定这就是同一头 毕竟 鱼龙这种妖兽 还是很少见的 这种妖兽的胆 具有一种奇效 以其胆液 配合数种灵药 能够调制出一种 洗炼眼睛的灵液 一头四级的鱼龙 用其胆液调制出来的灵液 足以让人的势力翻倍 这里面的好处 不言而喻 势力的强弱 对修士的日常生活 斗法等方方面面 影响都很大 齐良成的眼中 闪过一丝贪婪之色 听到黑脸大汉的询问 他心中一灵 面色变得平淡 微微一笑 道 这是一种很少见的妖兽 其身上的灵甲 能够用来炼制非常珍贵的极品防御法器 原来是这样 齐兄神兵们出身 难怪见到 这种妖兽会如此惊讶 想来是见烈欣喜了吧 黑脸大汉 呵呵笑着说道 也不知道 他是否相信了齐良成的解释 众人一边交谈 一边御使法器 斩向那头鱼龙 这鱼龙身上的灵甲 果然如齐良成所说 非常坚硬 极品法器打在上面 只是溅起一片火花 根本无法给对方造成伤害 而那鱼龙的攻击非常凶猛 张口吐出的水箭众人 根本不敢去碰 只能想尽办法地闪躲 终归是四级妖兽 实力强大 叶长生 欲使着青月毛 腿上拍上几张加速的灵符 在边缘摸鱼 他一边做做样子 攻击着那鱼龙 一边偷偷观察着其余几人 诸位 我来用福宝解决此聊 你们帮我困住他 齐良成向众人传音 他眸中出现一抹自信之色 自信之下 是深深地隐藏着的贪婪 这可是鱼龙啊 一身是宝 再见到他的瞬间 齐良成就心动了 一定要将这头妖兽拿到手中 齐良成欲使着一面小盾挡在身前 又用上了一张高阶符 给自己套上了护照 同时 齐双修伴侣也在一旁协助 保护着他 做足了准备后 他重新拿出刚才那张福宝月灵刀 开始输入法力 另一边 叶长生 灵氏兄弟等人 纷纷遇失法器 攻击着鱼龙身上薄弱的地方 如眼睛 腹部等 但很遗憾的是 即便是这些地方 也有灵甲守护 很难给齐造成伤害 So 又是一只水剑射出 直直地向齐良成的方向而去 似乎这头妖兽也察觉到 那边有一股对自己有威胁的气息在出现 于是 悍然发动了进攻 聂处 找死 齐良成的道理 连夫人剑撞发出一声娇和 欲使着一面圆镜子飞了上去 意图挡住那只水剑 碰 水剑撞击在圆镜上 发出了巨大响声 化作一片水花四剑开来 连夫人剑撞 脸上刚刚露出喜色 却忽然间听到咔嚓一声 他的那面镜子上 出现了一道道裂纹 怎么可能 他惊呼一声 那可是一件极品防御法器啊 怎么会这么容易被打猎 小心 那鱼龙的水剑 堪比贾丹修士的权力一击 齐良成的话音刚落 搜又是一道水剑 向他这边射来 连夫人剑撞 脸色苍白 犹豫了一下 但还是马上 预使着那面镜子迎了上去 碰 镜子直接炸开 一件极品防御法器 就此被毁掉 与此同时 那水剑威力不减 快速向齐良成射去 碰 水剑撞击 在挡在齐良成身前的盾牌上 未能打破这面盾牌 散去 这竟也是一件极品防御法器 看到神兵们的 这对道吕身上 不断地往外掏 极品法器 临时兄弟等人 眼中露出羡慕之色 他们这些精打细算的 助击修士 身上能有两三件 极品法器 就已经不错了 哪像这对夫妇 不仅有飞天灵梭 这种极品飞行法器 还有极品防御法器 攻击法器等等 各种法器层出不穷 只能说 不愧是神兵们的修士 叶长生在一旁 指挥着青月毛 与那鱼龙斗的不亦乐乎 同时他冷眼旁观 注意到从一开始 临时兄弟就跟他一样 出宫不出力 唯有那黑脸大汉 攻击鱼龙的时候 还算是卖力点 似乎大家都在等待 齐良成使用福宝 这么一会儿功夫 齐良成的福宝 已经准备好了 一路奔逃而来 被黑斑蚊群追杀 又接连动用福宝 即便是他这个助击中期 此刻脸色也变得有些苍白 诸位道友 请助我一臂之力 齐良成朗声说道 头顶上悬着一把白色的弯刀 自该如此 诸位 我们一起动手 防止此疗逃走 黑脸大汉 哈哈大笑两声说道 这里毕竟是六名助击修士 哪怕那鱼龙再是凶猛 也不可能赢 乒乒乓乓乓 众人指挥着法器 在鱼龙身上敲打着 剑出一片火花 与此同时 齐良成指挥着那月灵刀 猛地挥斩而下 碰 一道比刚才大很多的声音响起 火花四剑间 鱼龙的几片灵甲被斩飞 血肉绽开 打了这么半天 终于让这头妖兽受伤了 吼 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吼 鱼龙发了狂噬的狂喷水箭 吓得众人纷纷快速闪避 黑脸大汉眉头皱起 快速说道 齐兄 快点解决这头妖兽 我们不能在这里停留太久 齐良成闻言 脸上一发狠 输入更多的法力 刹时间 那月灵刀上的光芒更加闪亮 同时 他的脸色也更加苍白 嗡 月灵刀在空中一颤 而后迅速斩下 斩在鱼龙背上 刹时间一片血花四剑 鱼龙发出疯狂的吼叫声 向齐良成那边冲去 齐良成面色大变 连忙道 诸位道兄帮我拦下此聊 嗖 鱼龙速度极快 如一只离弦的剑一般冲出 临时兄弟和叶长生手上的动作 却不约而同地慢了一拍 眼看着鱼龙要冲到齐良成的身前 那黑脸大汉一咬牙 手上出现一只瓶子 他运转法力 嗖 一声 鱼龙竟然直接被那瓶子收走了 张兄竟然还有这等宝物 看到这一幕众人都很惊讶 面色各异地看着那只瓶子 连四级妖兽都能收走 这若是自己一不小心着了道 黑脸大汉干笑两声 正要说些什么 忽然 那瓶子猛地涨起 不好 黑脸大汉一声惊呼 连忙将瓶子甩了出去 而后 便听到轰一声大响 那瓶子直接炸开 鱼龙的身躯从里面冲出 这头妖兽已经红了眼睛 仍然急速向骑梁城那边飞去 骑梁城的月灵刀快速斩下 差点将鱼龙的半边身体给斩掉 血液哗啦啦的 如瀑布般从鱼龙的体内冲出 但这反而愈发增加了此瘦的凶狠 急速冲来 快把我挡住 骑梁城毫不客气地 冲着身边的道旅大喝道 连夫人脸色煞白 眼中犹豫之色一闪而逝 立刻双手 持着骑梁城的那面防御盾牌 快速冲上前 挡在了骑梁城身前 只听到轰一声 连夫人直接被撞飞了出去 那面盾牌也被撞成了一块块碎片 但经过这么一阻挡 鱼龙慢了一拍 骑梁城再度指挥月灵刀 迅速斩下 这件福宝犀利无比 化作一道白光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落下 将鱼龙拦腰斩断 血液似箭 鱼龙的冲进散去 躯体掉落在地上 连夫人从远处爬起 剧烈咳嗽了两声 吐出大口大口的鲜血 他脸色煞白 连忙扶下一枚丹药 视线在骑梁城的后背上 停留了片刻 而后走了过来 骑梁城脸上露出兴奋之色 诸位道友 这头鱼龙是我斩杀的 我拿走其材料 大家没有意见吧 黑脸大汉 自然不会有意见 林氏兄弟 虽然也很贪婪 这头鱼龙的材料 但是他们没出多少力 自然也不好索要 叶长生 眸光在连夫人 和骑梁城身上 转悠了一圈后 也点了点头 骑梁城努力压抑住了 脸上的兴奋之色 走上前去 将鱼龙的所有材料 都收进了储物袋 诸位 我们在这里 已经停留够久了 快点离开吧 黑脸大汉说道 走 众人再度上路 向原心道人的洞府行去 这最后一段路程 倒是没有再遇到 什么特别厉害的妖兽 只有两头二级的 很快就被大家解决 最终 众人有惊无险地 来到了原心道人的 洞府所在地 这是一片水泽 洞府就在水下 诸位 到了这里后 应该就没有什么危险了 接下来 我们打开洞府 平分宝藏 黑脸大汉 转身看向众人说道 叶长生听到这话 眼中露出一抹似笑非笑之色 他观察了一下众人 黑脸大汉 仍旧是一脸豪爽之色 临时兄弟表情平静 但面色都有些苍白 之前 为了躲避黑斑文群 他们兄弟吃了那丹药之后 就一直这样 还没有缓过来 神兵们的那对道理 情况更惨 齐良成面色发白 刚才接连使用福宝斩杀鱼龙 对他的法力消耗极大 尽管他已经吞下了两枚丹药 恢复法力 但现在恢复了几成 还不好说 而他的道理 更是面色煞白 脸上缺少血色 看起来是受了不轻的伤 毕竟是正面扛了鱼龙的一击 此女恐怕已经被震出内伤 走吧 我们下去 黑脸大汉说着 带头踏进了大泽中 向水下前去 众人也随即跟上 幽浮沼泽的黑水 非常影响视线 甚至对神石 也有几分阻碍作用 不过 众人还是很快就找到了 原心道人的洞府之所在 这是一面古老的石门 斑驳的痕迹 沧桑的气息 让人仿佛看到了 数万年前的岁月 石门上雕刻着一些 不知名的异兽 还有各种奇特的纹络 一眼望去 竟有一种射人心魄的感觉 神石探过去 竟直接被吸走 这石门上 有一种可怕的力量 果然 如那手杂上所记载 这石门上 有着极其厉害的静置 叶长生眼神闪烁 看了一阵子那石门 又向四周看去 观察周围的地形 韩兄怎么看 接下来的取宝 一直走在后面的林老大 忽然凑了上来 与叶长生并肩而立 传音问道 看了一眼 此君略显苍白的面孔 叶长生淡淡道 随机应变 好一个随机应变 韩兄的看法与我一致 若是那三人 愿意按照之前约定的份额分保 那我们便安安心心 取了保 大家相安无事 但倘若 那三人不讲规矩 那我们兄弟 也会与韩兄共进退 听到林老大的这话 叶长生眼神闪烁 不知道是什么心思 他缓缓点头 传音道 之前与林兄的 约定我没有忘 在这沼泽中 我们共进退 叶长生的表态 让林老大眼中 浮现一抹满意之色 站在最前面 一直观察着 那面石门的黑脸大汉 忽然转过头来说道 看来这里 便是放令牌的地方了 他指着石门上的 四个大小一致的凹槽说道 两位道兄 我们将令牌 放置其中 打开这尘封了 数万年的秘藏吧 黑脸大汉脸上 带着笑容 看向了叶长生和林老大两人 叶长生和林老大 对视一眼 皆是点头 走上前去 与黑脸大汉 并肩而立 三人拿出了四块令牌 将令牌 向石门放去 啊 忽然 身后传来一声惨叫 发出惨叫声的是 林老大的弟弟 那个从来没有开口 说过话的高胖修士 当叶长生等人回过头后 看到的是一团黑影 骤然出现 而后林家老二 被那团黑影卷走 只来得及 发出一声惨叫 然后就不见了 老二 悲愤的大吼声 从林老大的身上发出 他又惊又怒 对眼前的这一幕 感到难以置信 他弟弟那样 一味助击修士 居然毫无抵抗之力地 被卷走 那团黑影 究竟是什么 林兄 请冷静 那黑脸大汉冷喝一声 按住林老大的肩膀 让他不要太激动 诸位 看起来这里还有危险 我们还没走完最后一关 小心了 黑脸大汉沉声说道 众人眼神警惕地 看着那黑色幽深的水流深处 那里面 虽然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但能一下子 卷走一名助击修士的 肯定不简单 叶长生 眯了眯眼睛 眸光闪烁 身上荧光微微亮起 那水流深处 有什么东西 他是知道的 一头四级的蛟龙 当初李家的先祖来到这里后 见过那蛟龙 差点死在这头妖兽身上 用尽了浑身解数 才勉强逃离 四级妖兽 本身就已经很强了 又是蛟龙这种生物 比寻常的妖兽 更是要强上一截子 除了杰丹修士外 恐怕就没有几个人 能战胜这个级别的蛟龙了 众人将法器拿出 齐良城更是开始准备福宝 大家都清楚 接下来必然有一场恶战 诸位道友 这应该是最后一战了 不要藏着掖着了 有什么手段都拿出来 杀了藏在暗中的这个家伙 我们再去夺取宝物 黑脸大汗沉声说道 林老大脸色阴沉得可怕 眼神阴狠地看着那水流深处 一副随时都要爆发的样子 水流深处安静了一阵之后 忽然间一片巨大的黑影 快速向众人袭来 他来了 黑脸大汗大喝一声 而后黑影快速靠近 众人马上便看清了 这头妖兽的真面目 长长的身躯如蛇 黑色的鳞片泛着幽冷的光芒 四肢足 五角 眼神阴冷 长有两条长长的龙须 蛇龙 看到此兽的瞬间 黑脸大汗等人 顿时发出一声惊呼 脸色瞬间变得难看了起来 怎么会有四肢的蛇龙在这里 没有人顾得上回答这个疑问 那庞大的身躯 已经冲了过来 众人立刻散开 躲避蛇龙的冲击 这是在水中 众人的行动 远没有那头蛇龙方便 极平法器打在其身上 只是泛起了火星 根本无法对其造成伤害 诸位 全力出手 不要再犹豫了 黑脸大汗大喝一声 一拍储物带 手中出现了一张符鹿 符鹿激发 一个巨大的水团忽然出现 将那气势汹汹地冲过来的蛇龙 困在其中 水牢术 齐梁成一声惊呼 认出了那张符鹿 那是一种很少见的终极符鹿 珍贵无比 那蛇龙一下子就被困在了水牢之中 左右挣扎 怒吼着 一时间震不开 诸位 我这水牢困不住它太久 你们快想办法 黑脸大汗立刻朝众人传音 哼 不杀此聊 怎能解我心头之恨 林老大冷哼一声 从储物袋中 拿出了五六杆各色小旗 甩了出去 围绕着那水牢散开 阵法 众人都有些惊讶 这林老大 居然还随身携带着一座阵法 这在之前遇到黑斑文逃命的时候 都没有见到他拿出来 可见是压箱底的底牌了 叶长生微微眯了眯眼睛 看起来 跑来这里探索原星道人洞服的几位手中 都有着不错的底牌 这林老大 先前便拿出了一只一级顶级的妖兽 帮他挡了黑斑文群 现在又是一座阵法 那黑脸大汉 不仅有一个能收走四级妖兽的瓶子 还有中级服录 那神兵们的道理就更不用说了 法器 福宝一大堆 诸位 此阵名为黑水凝煞阵 具有困敌 杀敌的效用 威力无穷 但以此来对付四级的蛟龙 肯定不够用 等会儿我用阵法困住此聊 你们有什么杀罩 就赶紧使出来 林老大说话的同时 脸色阴沉得可怕 碰 这时 那蛟龙已经挣脱了水牢树的束缚 身体舒展开来 一声嘶吼 向众人冲来 但紧接着 四面八方忽然黑水泛起 凝成了一根根粗壮的绳子 捆在他身上 与此同时 一根根水箭 在阵法中凝聚出来 向他射去 蛟龙灵致不高 突然遭遇这种变故 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只能剧烈挣扎 同时张口吐出一团团黑色的水球 向四方冲去 那些水箭射在他身上 根本伤不了他 而那些黑色的水球飞出去 触碰到阵法的边界后 会立马爆炸开来 冲击着阵法 这阵法坚持不了多久 诸位 快 林老大焦急地催促道 齐梁成牙一咬 面色发狠 再度将法力向福宝中灌去 而与此同时 叶长生也从储物袋中 拿出了两张福禄 我这两张福禄 应该能破开蛟龙的林甲 到时候 就全靠齐兄的福宝了 叶长生向众人传音 他激发手中的福禄 煞时间 福禄飞到了阵法之中 化作了漫天的金光 仔细一看 那些金光 竟然都是一柄柄刀刃 成千上万 汇聚在一起 化作一道红流 向下方的蛟龙冲去 千刃硕 黑脸大汉意外地 看了叶长生一脸 没想到这种终极俘虏他 一下子就拿出来了两张 看起来 身家不菲啊 万千金刃扑下 轰在蛟龙身上 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嘶吼 一片血雾散发开来 破开他的防御了 众人又惊又喜 立刻还不带 齐梁成的福宝打下 就指挥着极平法器 向着那伤口处攻击 蛟龙身上那伤口迅速扩大 他痛苦地发出一声声嘶吼 同时口中喷出更多的水团 在水团的冲击下 阵法摇摇欲坠 快要困不住此疗了 齐兄 快 催促声响起 齐梁成脸色一狠 指挥着那月灵刀落下 这件福宝 多次使用 都快被用废掉了 而且 接连不断地使用福宝 让他的法力严重损耗 到了现在 他的实力 已经不剩下多少了 好在对面那两人 也损失巨大 齐梁成 瞥了夜长声 和灵老大一眼想到 嗖 月灵刀落下 重重地斩在那蛟龙的伤口处 吃 一道刀砍入血肉的声音响起 而后便是惊天动地的嘶吼 吃 吃 齐梁成不断地指挥月灵刀 攻击蛟龙的伤口 一下一下 砍得蛟龙半边身躯 都断裂开来 不愧是四级的蛟龙 如果换作其他的助击妖兽 只需要福宝一两下就能解决 可是这头蛟龙 月灵刀斩了五六下 都没有斩断其身躯 碰 碰 那黑水凝成的水绳 一根根崩断 阵法撑不住了 吼 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嘶吼 蛟龙猛地震断了所有的水绳 阵法就此崩溃 庞然大悟 快速向众人冲来 惊骇之色 从灵老大等人脸上露出 到这一刻 他的底牌已经耗尽了 夜长生神色一动 忽然从储物袋中 又掏出了一张浮露 将其激发了出去 煞世间 一根根金丝从浮露中飞出 迅速缠绕在蛟龙身上 将其捆住 金丝福 一声惊呼响起 众人认出了 这是一种终极中阶的浮露 一张价值在四到五百零时 堪比一件极平法器 极平法器 可是一直能用的东西 而这浮露 只能激发一次 这种一次性的消耗品 价值太过珍贵 大多数筑机修饰身上 都不会拥有 没想到 此人居然能拿出来 而且是 接连拿出了三张终极符 这一下子 众人看向夜长生的面色 立刻就变了 难怪此人能杀死力三变 林老大他们心中想到 我身上的底牌 可全都用在这里了 诸位 接下来全靠你们了 夜长生苦笑一声说道 交给我吧 齐良成虽然脸色惨白 但还是接过了最后的众人 没办法 谁让这里只有他拿出了福宝 现在 他身上的那张福宝灵力 基本上都要耗尽了 再用几下 几乎就会变成一张废纸 So 月灵刀再度落下 重重地斩在蛟龙的伤口上 金斯福仅能困住这头蛟龙 很短暂的时间 但这点时间也够了 齐良成不顾法力的消耗 急速御使月灵刀 一遍遍地斩落 一连斩下四五次 终于将这头蛟龙拦腰斩断 好 最后一声不甘地嘶吼响起 大片血液弥漫开来 染红了周围的水流 蛟龙的尸体坠落了下去 齐良成飞到其身前 拿出一柄小剑 准备包掉蛟龙身上的皮 好了 我们先去取洞府里的东西吧 这蛟龙的尸体 等会儿再收拾 林老大淡淡说道 哈哈 齐兄 还是先把原星道人的宝藏取了吧 免得夜长梦多 黑脸大汉呵呵笑道 也好 齐良成眼中闪过一丝不舍之色 收起小剑 跟着众人重新来到了那洞府石门前 四块令牌放了上去 这一次 再没有遇到什么意外 咔嚓 一声脆响 石门向两边退去 露出了里面的通道 一层淡淡的光膜挡在入口前 阻止了水流的进入 黑脸大汉哈哈大笑了两声 率先走了进去 光膜一闪 没有阻挡他的进入 齐良成和其道旅锦随其后 也进入了里面 林老大看了一眼 站在最后面的夜长生 也踏入其中 夜长生淡淡一笑 向前走去 同时 他被在身后的双手上 忽然间飞出几道光芒 向四面八方射去 他踏入了洞府中 眼前是一条白玉砌成的通道 形成向下的台阶 很长 一眼望不到头 走吧 站在最前面的黑脸大汉 看到夜长生走了进来后 淡淡地说了一句 他一马当先 向前面走去 众人跟上 脚步声在安静的通道中响起 慢慢地 一种紧张的气氛 悄然从五人周边出现 到了这里 要防着的 就是自己人了 众人彼此之间 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向下一直走了 大约有四五里的路程 终于将这白玉长街 走到了头 前方出现了一座阁楼 阁楼同样用一块 巨大的白玉雕成 看起来小巧玲珑 非常精致美丽 在阁楼上方 洞府的顶壁上 是一块块发光的奇特宝石 这些宝石 以一种不规则的形状排列着 仿佛星辰一般 配合黑油油的洞顶 竟给人一种 浩瀚星空的感觉 白玉台阶 顺着延伸到了阁楼中 站在阁楼前 黑脸大汗停了下来 他忽然转过身来 用一种似笑非笑的眼神 看着夜长生和林老大 道 两位 有件事情想和你们商量一下 他脸上带着粗豪的笑容 一副爽朗的语气 夜长生和林老大皱起了眉头 手已经扣在了橱带上 齐良成和齐道旅 走到了黑脸大汗身旁 三人站在一起 冷冷地看着夜长生 和林老大两人 是这样 我觉得之前商业好的分配方案 到现在不能做数了 黑脸大汗 微微一笑说道 姓张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林老大冷喝道 声音中充满了怒气 没什么意思 修仙界以实力为尊 现在我们双方的实力不同 自然不能再按照之前的分配方式 黑脸大汗理所当然地说道 听到这话 林老大的脸色迅速难看了起来 他早就知道对方会翻脸 但没想到翻脸翻得这么快 还没见到宝物呢 就直接要动手了 我有一个分配方案 两位不妨一听 齐良成忽然温和一笑 说道 他上前两步 信心满满地看着夜长生和林老大 我认为 这宝物可以按照在场众人的实力来分配 现在我们有三位助击中期 就分成三份吧 每位助击中期各一份 如何 齐良成的话语 立刻让林老大眼中闪过异动之色 但随即 他又问道 那剩下的两人呢 齐良成脸上带着微笑 我夫人和我共享一份 至于那位韩兄嘛 此人之前拿出了不少终极服 可见身价应当是不菲 林兄 我等何不联手杀了他 夺了他那一身宝物 齐良成竟然光明正大的 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韩飞宇 区区一个助击出气的修士而已 虽然拿出了三张终极服 的确是让众人惊讶了一番 但不会有谁认为他 还能拿得出更多服录来 三张终极服 那已经是助击修士 倾家荡产 才能搞来的东西了 如果韩飞宇 还能拿出更多的终极服来的话 那说明 他的身家 已经快达到 结单修士的水平 一个助击出气的修士 拥有快堪比 结单修士的身家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有极大的背景 说明他背后 至少有一个 结单后期的靠山 甚至是原因期的靠山 如果是这种人的话 绝对不会缺少 修炼的功法和资源 没必要千里迢迢地 跑到幽浮沼泽来寻宝 而且 如果他真有 这么厉害的靠山的话 之前也不会岌岌无名 那些背景厉害的修士 其相貌林老大等人 都是知道的 所以 经过简单的判断之后 黑脸大汉 齐良成 甚至包括林老大等人 都把叶长生 当成了一个有一定身家 但不会很高的修士 他的实力 顶多达到 驻姬中期的水平 不会再高 仅仅是驻姬中期的话 并不足以让对面 援武国的三人畏惧 怎么样 林兄 我的这个提议如何 齐良成 眯着眼睛说道 四人联手杀了叶长生 然后瓜分宝物 这个提议听起来很诱人 但林老大又不是傻子 他仰天哈哈大笑两声 道 齐良成 你是蠢货吗 这种蠢到家来的提议 你居然也能说出来 恐怕 等我们联手杀了韩兄后 你们就要 对我动手了吧 林老大冷冷道 被林老大如此辱骂 齐良成脸上 一阵青一阵红 他眼神立刻变得 阴狠了起来 姓林的 既然你不愿意 接受我的提议 那你们两人 就一起去死吧 说着 他一挥手 一把紫色的小剑飞出 迅速向林老大展来 林老大冷哼一声 一拍储物袋 一尊小鼎飞了出来 迎上了那紫色的小剑 两剑法器 缠斗了起来 战斗直接开启了 韩兄 我们二人联手 齐良成和其道律法力 消耗剧烈 实力大减 不是不能一战 林老大迅速向 叶长生传音 林兄放心 这种时刻 我肯定和你站在一起 你我唯有坦诚相待 才有活命的机会 叶长生也传音说道 一声娇笑 齐良成的那位道律 连夫人也从 储物袋中 拿出了一件法器 向林老大攻来 叶长生见状 立刻指挥青月毛 挡住了那件法器 两位助击初期的修士 欲使着法器 缠斗了起来 一旁 黑脸大汉还未出手 双方实力差距很明显了 对面两位助击中期 这是压倒性的力量 齐良成脸上 露出了胜券在握的表情 林老大脸色阴沉 一边欲使那尊顶 抵挡齐良成的攻击 一边观察着周围 忽然 他向叶长生传音道 韩兄 我先用符露轰开信旗的那件法器 然后你帮我挡住 那对狗男女的攻击 我用一件底牌 可以迅速斩杀齐良成 叶长生闻言 眸光一闪 眼中出现异色 淡淡传音道 可以 他一拍储物带 又是一件极平法器浮现 与此同时 林老大忽然大喝一声 从储物带中 拿出了数十张符露 一把甩了出去 这些符露上 爆发出大量的火球 锋刃 将齐良成那件 与林老大的顶纠缠的小剑 轰开 韩兄 就现在 快 林老大忽然一声大喝 听到他这话 瞬间神兵门那对道理 黑脸大汉的注意力 就全都转移到了 叶长生身上 齐良成也以为 叶长生即将要拿出什么大招 迅速警惕了起来 指挥着那紫色小剑 向叶长生斩来 而这时 林老大却急速收回自己的顶 转身飞向台阶 急速向洞府外面逃去 哈哈 韩兄 麻烦你 帮我挡一挡他们吧 林老大发出一声大笑 转瞬间就消失不见 洞府中 一下子就沉没了下来 片刻后 看来你的这位盟友 抛弃了你呢 黑脸大汉冷冷一笑 也不去追林老大 目光看向了叶长生 你们就这么放他走了 就不怕他逃出去后 将这里的事情告诉别人 叶长生淡淡问道 神色平静 呵呵 那也要他能逃出去再说 黑脸大汉冷笑着 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神色 啊 下一刻 一声惨叫从远处传来 那是林老大的声音 一堆碎肉 咕噜噜的滚了下来 掉落在众人脚下 这是 叶长生皱起了眉头 这是林老大的尸体 可是 他怎么会变得这么惨 正当他猜测的时候 一阵稀稀锁锁的声音 从众人走过的台阶路上传来 片刻后 两只花花绿绿的大蜘蛛爬了过来 出现在叶长生的后方 二级妖兽 哼 哼 正是 这是我家族豢养的两只妖兽 它们吐出的丝线透明 锋利无比 刚才进入洞府的时候 我就将这两头 妖兽放出 让它们潜藏在了台阶两侧 这蠢货一心想的逃跑 没有注意到洞府门口的蜘蛛丝 所以被切成了这一堆碎块 黑脸大汉 走到林老大的尸块前 踢了一脚 冷笑道 原来如此 这洞府之中压制神石 难怪我们进来的时候 没有发现这两只蜘蛛 叶长生喃喃说道 他脸上的神色依旧平静 到了现在 你仍然不慌乱 看来是有什么底牌了 拿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吧 齐良诚冷笑着 对叶长生说道 三人绕成圈 将他包围了起来 两位助击中期的修士 一位助击初期 两只二级妖兽 面对这样的阵容 怎么看 叶长生这个助击初期的修士 都不可能活着离开此地 就算他有什么底牌 难道还能干掉这么多同阶不成 看来 你们是吃定我了 叶长生微微一笑 说道 只是 我很好奇 杀了我之后 你们三人之间 又将怎么分配这里的宝物呢 修要挑拨离间 我们三人怎么分配 不是你该操心的 你还是先去死吧 齐良诚冷喝道 齐良诚欲使着紫色的小剑斩了下来 叶长生冷笑一声 手中又出现了一道福禄 他伸手甩出这张福禄 下一刻 一道金色的光照出现 将它包裹在其中 紫色小剑撞在金色光照上 发出了轰鸣之声 金照福 齐良诚一声惊呼 没想到眼前这人 居然还能拿出终极福禄来 这已经是四张了 有点离谱了 看着齐良诚使劲地攻打金照 叶长生神色很是悠然 在来此地之前 他在天心宗方式中 出高价购买了数种终极福禄 之前使用过的千刃福 还有金丝福 金照福 都是在那个方式上得到的 这终极防御法术 可不是那么容易破开的 使用出金照福后 叶长生手中 立刻扣上了一张福宝 同时 他预使着青月毛 向那两只大蜘蛛刺去 刷 两头大蜘蛛迅速跳开 同时吐出锋利的蛛丝 来切割叶长生体外的金照 一起出手 黑脸大汉看到这一幕 皱眉说道 他手中也出现了一件极拼法器 和那神兵们的盗驴 两人一起向叶长生攻来 这一下子 就相当于是由五位助击修士 在对他动手 那金色的赵子 一下子就摇摇欲坠 很难撑太久 叶长生皱了皱眉头 看来得用点雷霆手段了 伸手摸向储物袋 十枚天雷子 立刻出现在手中 叶长生伸手一甩 那是什么 黑脸大汉刚一声惊呼 便听到惊天动地的一声大响 哼 一阵璀璨的白光爆开 这座地下洞府 立刻被照耀的一片光明 光明持续了一刹那 夜长生体外的金兆 就被爆炸的冲击波阵裂 他身上出现银色的光甲 扛住了蔓延开来的冲击波 攻击他的那三件极拼法器 都在一瞬间被冲飞了出去 另外三人也收到了爆炸的冲击 不过他们终究是助击修士 迅速就跳开了 白光很快散去 一个巨大的深坑出现在地面上 黑脸大汉的那两头蜘蛛 已经消失不见 天 雷 子 黑脸大汉一字一顿地说着 脸上满是惊骇之色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天雷子 石梅 那可是足足十枚 太夸张了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难道这小子背后有一位雷灵根的元英修士 帮他炼制了一堆天雷子 可要是有元英修士撑腰的话 何至于跑来此地 不管元五国三人怎么想 但现在形势一下子就有了变化 叶长生的悍然出手 一下子就将那两头二级妖兽杀死 怎么可能 齐良成灰头土脸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满脸的不敢置信之色 他因为之前的消耗 法力薄弱 所以在天雷子的冲击下 最是狼狈 脸夫人立刻过去扶住了他 呵呵 韩兄 我们有话好商量 黑脸大汉干笑了两声 立刻转变了思路 这阁楼中的宝藏 该怎么分配 我觉得可以重新商讨一番 他忽然一脸热情的笑容说道 不行 齐良成忽然一声大喝 我不相信 他还有更多的天雷子 听到这话 叶长生脸上浮现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看向众人 说道 不好意思 这里的宝藏 我全都要了 杀 下一刻 又是十枚天雷子出现在他身前 悬浮着 转动着 看到这一幕 黑脸大汉面色狂变 大喝一声 快跑 他迅速向齐良成道旅二人身边冲去 与此同时 叶长生欲使着青月毛 向齐良成斩去 他没有直接使用天雷子轰炸 因为天雷子会将对方的锄带也一并炸掉 他可还惦记着对方那一身的宝贝呢 尤其是那飞天灵缩 那是叶长生志在必得的东西 青月毛斩来 齐良成立刻面色猙獰地欲使着紫色小剑飞了过来 挡住 同时他身体一动就想向台阶外逃去 不能打了 对面这人动不动就掏出石眉天雷子 这怎么打 他向前冲去都顾不上身后的道理 但刚踏出第一步 还未落下 他便感觉到背后剧烈一痛 而后一股大力将他击飞向着叶长生的方向扑去 叶长生眉头一皱 立刻预使着青月毛向齐良成斩去 齐良成却顾不上眼前飞来的青月毛 心中充满了不解 挣扎着回眸一瞥 便发现那黑脸大汉熟练地揽住了自己道理的腰肢 两人迅速沿着台阶向洞府外冲去 他们两人 什么时候 齐良成只觉得一股血气涌上了脑袋 瞬间眼前一黑 栽倒了下去 眼前这狗血的一幕 让叶长生大为惊愕 以至于他手上动作都慢了一拍 让那两人给逃了出去 这三人之间的关系 沉默了片刻 叶长生颇觉好笑地摇了摇头 走上前去 摘下了齐良成腰间的橱带 神石一看 飞天零缩在里面 叶长生面色一喜 丢出一团火球 烧掉了齐良成的尸体 也不去追那两人 转身走进了阁楼中 眼前只有一张桌子 桌子上依次摆着五个玉盒 叶长生环顾四周一圈 仔细地观察了一阵子 确定这里只有这张桌子上有东西 他打开第一个玉盒 里面是一块玉碱 神石探入玉碱中 叶长生看到了 《精灵天心宫》这五个字 脸上露出喜色 叶长生大致看了一遍 这是一到十三层的精灵天心宫 能一路修行到化神器 前面几层和他之前得到的 没有任何区别 看来是完整的功法 以后一直到化神器 就不用考虑功法的问题了 打开第二个玉盒 里面仍然是一个玉碱 叶长生神石探入其中 片刻后 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这枚玉碱中记载的 居然是一门名为 九翘星元宫的炼体功法 接引周天心力 淬炼肉体繁胎 这是一门极其高深的功法 仅是看了片刻 叶长生脸上 就露出了震撼之色 这门功法 吸纳的居然是 传说中的心灵之力 周天心力 广泛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中 如太阳之力 太阴之力等 都算是周天心力 这个世上 很少有功法 能吸纳这种能量 就算有 也多半是吸纳太阳 或太阴之力 对于其他的星辰 就很少设计了 但是 这门九翘星元宫 居然是来者不拒 只要是星辰之力 都可以吸收 全都能利用起来 淬炼肉身 这实在是让人感到震撼 但 这门功法的强大之处 还不仅于此 九翘星元宫 顾名思义 修炼到极致 便能在体内 开辟出九个星翘 每个星翘 都相当于是一个 微缩版的丹田 在里面 能够存储大量的法力 如果九个星翘 都能修炼成功 并且存储满法力的话 那这一身的法力 将雄浑到何种地步 难以想象 这门功法 简直可以用逆天来形容 而更让夜长生 呼吸急促的是 这门功法 配合着精灵天心功 居然有帮助 突破瓶颈的奇效 修炼出一个星翘 便可以大幅度增加 结单的几率 修炼出三个星翘 能大幅度增加 突破原因的几率 而如果能将九个星翘 都修炼出来 那便能大幅度增加 突破到化神的几率 这竟是一部 直指化神的炼体功法 但 可惜的是 叶长生发现 这部功法是残缺的 到第四层就断了 不过即使如此 前面的这些内容 也足以让叶长生 无比欣喜了 九翘星猿功 精灵天心功 这明显是相互配套的 两种功法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奇人 创造出了这样的 两门功法 叶长生放下欲剪 惊叹道 这一趟 还真是来对了 叶长生一声感叹 打开了第三个愈合 这里面仍然是一枚预剪 不会又是什么功法吧 叶长生嘀咕一声 神识探入其中 心功 他一声惊呼 神识刚进入 就看到了这两个字眼 仔细阅读下去 叶长生的脸色 慢慢变得奇怪起来 原来 这枚预剪中 记载的是 原心道人的来历 它并非天南的修士 它是在数万年前 通过古传送阵 来到天南的 乱星海修士 出身乱星海的新宫 预剪中提到 这金灵天新宫 和九翘新原宫 都是新宫的功法 是新宫最顶尖的功法 但 越是往后看 叶长生的脸色 就越是难看 金灵天新宫 修炼起来 要耗费大量的资源 几乎是同阶的三倍 而九翘新原宫更甚 这门功法 难修炼的程度 是金灵天新宫的几十倍 原心道人 拥有金属性天灵根的资质 可是终其六百年的寿命 也只是修炼成了两个心窍 六百年 两个心窍 相当于三百年 一个心窍 当然 实际上算起来 肯定不能这么算 因为那六百年中 它又不是 只修炼九窍心原宫 这一门功法 它要做的事情很多 并非时时刻刻都在修炼 根据原心道人的估算 如果一个天灵根的修士 坐着不动 一直去修炼这门九窍心原宫的话 大约需要八十年到一百年左右的时间 才能修炼出一个心窍来 看到这里 叶长生白眼一番 这个时间长度 是它所无法接受的 它又不是天灵根 就算是天灵根 它也不可能这样去修炼 离谱了 这么长的修炼时间 怎么可能会有人去碰这门功法 叶长生摇摇头说道 他刚才因为得到这门功法 而兴奋起来的心情 立刻冷静了下来 继续往后看 原心道人提到 九窍心原宫的完整版 就在新宫之中 他是曾经的新宫公主的清传弟子 后来 新宫发生了一场变故 传承更迭 他不得不逃了出来 在这枚预检中 原心道人提到 他无比的悔恨年少时期气盛 不顾旁人的反对 选择了这两门功法 如果不是这两门功法的话 以他的资质 早就进入了原因期 也不至于 让新宫主导权 被另一脉窜走 原心道人劝告后来者 拿到这两门功法后 谨慎抉择 不要重蹈他的覆辙 即便是天灵根 最好也不要修炼这两门功法 如果实在是想修炼 只修炼一门精灵天心宫就行了 九窍心原宫 千万别碰 预检的最后原心道人提到 他在这里留下了两件法宝 供后来者护身所用 而后 如果得到他传承的人 将来能修炼到化神期 那么希望对方 未来能夺取新宫公主之位 让传承重新回到他这一脉之中 放下预检 叶长生的脸色变得复杂了起来 他揉了揉太阳穴 苦笑道 真是给我出了的难题啊 他所忧心的并非对方最后提到的 夺取新宫公主之位的事情 而是在忧心 到底要不要修炼这门九窍心原宫 九窍心原宫的威力 着实是让他心动不已 但 那个修炼的难度 也太劝退了 新原宫新原宫 怎么总感觉有点耳熟 叶长生凝眉沉思了起来 片刻后 大周天心原宫 他忽然一声惊呼 才想起来 仙界不是有一门炼体的宫法 叫做大周天心原宫吗 这两者之间 莫非有什么联系 叶长生神色变得阴晴不定起来 重新拿起那枚 记载着精灵天心宫的预检 叶长生神识探入其中 他看到了这门宫法 本命法宝的记载 周天心沉静 这 脸色变换了一阵子后 叶长生将三枚玉碱都收了起来 而后 打开了另外两个玉盒 里面是两件法宝 一者为剑 一者为盾 一公一方 按现在的叫法 这两件法宝 应该被称作洪荒古宝 叶长生低语道 洪荒古宝 是古修士炼制的一种 威力极大的法宝 但正所谓有得便有失 这种法宝在威力极大的同时 却无法收入体内 一般的法宝 是可以放在丹田中 随时召唤出来的 但洪荒古宝不行 只能像法器那样 放进储物袋中 仔细地端向了 两件法宝片刻后 叶长生将其收了起来 看了一眼 亭子中 没有再剩下什么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向外面走去 一边走 一边打开 齐良城的储物袋 倾典起收获 这位神兵门齐家的嫡系弟子 储物袋中 所拥有的东西 远比一般的筑机修饰 要丰富很多 这次出行 可真是收获满满 首先是飞天灵梭 这件极品飞行法器 叶长生 已经眼馋很久了 有了此物 以后赶路的速度 能快上好几倍 将那紫色的灵梭 捧在手中 叶长生 仔细观察了片刻 才满意地将其收进储物袋中 继续向齐良城的储物袋中看去 除了飞天灵梭外 这里面还有三件极品法器 其中一件是叶长生见过的 那紫色小件 还有另外三件 分别是黄色的旗子 绿色的珠子 蓝色的炼器炉 除了炼器炉外 另外两件都是攻击型的法器 这齐良城的防御型法器 在之前的几次战斗中 被毁掉了 齐良城 一个人身上就带着五件极品法器 这还没算他 那位双修道理的法器 可见这神兵们的修饰 在法器这块 的确是豪富 除了这几件极品法器外 在齐良城的储物袋中 叶长生还发现了 许多炼器的材料 这其中便包括 之前杀死的那头鱼龙的材料 想起之前齐良城卖力地击杀 这头鱼龙的情景 叶长生有些好笑地摇了摇头 当时大家都在藏桌 结果就他把福宝给拿了出来 或许这就是大家族修饰的傲慢吧 可能当时的齐良城 根本就没有把在场中人放在眼里 毕竟 在他看来 他不但法力高强 还拥有大量强力的法器 福宝 还有一位助击出气的帮手 结果 谁能想到 连他的道理都背叛了他 可能那黑脸大汉 敢把齐良城夫妇叫来的原因 就是 他早就和那连夫人勾搭到了一起 想必黑脸大汉打定的主意 就是他们三人先联手杀了越国这三人 然后再背刺齐良城 最后所有宝藏 被他和连夫人拿走 结果 没想到出了叶长生这么个意外 否则 他还真的就成功了 在齐良城的储物袋中翻了半天 叶长生将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收走 八块中阶零石 两百多块低阶零石 合计一千零石 这对助击修士来说 算是一笔巨额财富了 可惜的是 那张悦灵刀福宝 已经几近于废掉了 否则叶长生 又能得到一件新的福宝 嗯 这是 叶长生忽然找到了一卷手杂 此物被齐良城 小心翼翼地保存在一个愈合之中 看起来很是重要 打开手杂 映入眼帘的是六个字 骑士练气心得 骑家是神兵们的大家族 祖上出过多位练气大家 这本手杂中 收录了他们所有人的练气心得 这恐怕是骑士一族最珍贵的传承了吧 握着这卷手杂 叶长生难难道 没想到 还有这样的意外收获 他最近正考虑着磨练练气技术呢 结果这练气心得就送上了门来 郑重地将这份练气心得收了起来 在叶长生看来 他在齐良城储物袋中得到的最珍贵的东西 就是这练气心得了 有了此物 他要想学习练气 便能少走很多弯路 清点完齐良城的储物袋后 叶长生顺着台阶 向洞府外面走去 他不紧不慢地 走完那白玉台阶 来到了洞府门口 刚走出来 便听到有人在大喊 喊道有 我们二人甘愿为奴为婢 只求能饶我们一命 是那黑脸大汗的声音 叶长生脸上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向前方看去 一座偌大的水牢出现在眼前 四方上下都是水墓 形成一个立方体 将两个人困在其中 正是那黑脸大汗和莲夫人 叶长生背负着双手 悠然自在地看着被困在阵法中的这两人 黑脸大汗进入洞府时 留下了后手 一贯心思缜密的叶长生 又怎么可能不做足准备 这座魁水碧波阵 是从心如荫那里得到的阵法之一 哪怕是四级妖兽 也要被困在里面 更何况是这两人 所以 当时看到这两人逃跑时 叶长生一点也不着急 跑到这幽浮沼泽中来的这几人 根本没有谁能从这座阵法中脱身 从一开始 叶长生就打定了 将他们一网打尽的主意 哪怕最后分饱的时候 他们不翻脸 叶长生自己也要翻脸 当看到叶长生出来时 那一男一女立刻苦苦哀求起来 赌咒发誓 表示自己甘愿为做一个仆从 只求能活命 韩兄 之前是张某做错了事 还请韩兄能饶我一命 我好歹是个住击中气的修士 能帮韩兄做不少事的 韩道友 儒家从没有想过 与韩道友为敌 之前对道友出手 都是那兴起的逼我 儒家对韩道友 可是一见倾信 只要韩道友答应能放过我 那连夫人娇滴滴地说着 一边做出楚楚可怜的样子 一边不断地向叶长生抛着媚眼 试图用那点媚术来 让叶长生饶过他 泽泽 你们求饶的对象是韩飞宇 关我叶长生什么事 叶长生摇了摇头 手中青月毛骤然出现 快速向阵法中被困住的两人刺去 不论是法力的智还是量 叶长生都要远胜过这两人 哪怕那个黑脸大汉 是住击中期 也是如此 因此 即便他只是用一剑极平法器出手 也很快就斩杀了这对男女 熟练的毁尸灭迹 叶长生将两人的储物袋收起 清点一番 对比齐良城的储物袋 这两人稍显寒酸 只找到了四件极平法器 以及一千多块零食 还有一堆初级福禄 这里面还包括了 林老大的全部身家 还行 叶长生也没有多失望 毕竟从一开始 就没有对这两人 抱有什么指望 从齐良城和莲夫人 相处时的情况来看 就知道 莲夫人身上 不可能有多么珍贵的东西 而那黑脸大汉 之前更是将自己的全部底牌 都耗费掉了 更不可能有什么好东西 走上前去 叶长生找到之前 杀死的那蛟龙的尸体 将那头四级的蛟龙扒皮抽筋 将其浑身有价值的东西 都搜刮干净 全都收了起来 这蛟龙的一身 可全都是珍贵的炼器材料啊 在蛟龙的肚子里 叶长生还发现了 未来的急消化掉的林家老二 从其储物带中 又得到了一些东西 叶长生满意地拍了拍手 此行圆满了 这一次的幽浮沼泽之行 叶长生收获极为丰富 且不提从原星道人洞府中 得到的那些东西 光是从同行的那五人身上 他就得到了价值超过一万零食的 各种宝物 再算上从两头四级妖兽 树枝二级 三级妖兽身上得到的东西 这些加起来 大概有两万零食了 叶长生清点完所有东西后 腰上挂上了三个鼓鼓囊囊的储物袋 我得去整一个超大号空间的储物袋才行 不然这一大堆可太难看 也太惹眼了 叶长生看着自己的腰部 心里想到 一个储物袋中 装满了妖兽材料 主要是那头蛟龙的 一个储物袋中 放着那些暂时用不到的法器 杂物的 最核心的那个储物袋中 放着叶长生随时要用的东西 他看了眼周围安静的环境 暂时没有立刻离去 反而 转过身去 回到了原星道人的洞府之中 将那飞天灵梭拿出来 仔细研究了一阵子 学会了用法之后 叶长生才离开此地 回去的路上 他被加小心 这沼泽之中 一直传闻 说是有五级的妖兽 叶长生现阶段 可不想碰到这种级别的生物 在五级妖兽面前 他最大的杀手锏 天雷子也会失去效用 毕竟 那结丹期的妖兽 大多数都是皮糙肉厚的存在 而天雷子这东西 连月皇这样的假丹修士 都能硬抗 更不用说真杰丹了 真碰上杰丹修士 除非叶长生一次性 撒出上百颗天雷子 否则多半不管用 实际上 就算真的有上百颗天雷子 也很难伤到杰丹修士 毕竟 杰丹修士又不会傻傻地站着不动 让你去用天雷子炸 杰丹修士的顿速 是远大于 你丢出天雷子的速度的 除非你用各种轨迹手段 将天雷子送到杰丹修士面前 否则他们很容易就会躲开 大境界的差距 到底还是没有那么容易跨越 不过 以这精灵天心宫所修炼 出来的庞大法力 到了筑基后期时 我或许可以尝试与杰丹修士 掰掰手腕了 而要是同时 还能将九翘新元宫修完第一层 练出一个心翘来的话 按照原心道人的说法 筑基杀杰丹也不是不可能 叶长生心里想到 功法所带来的法力 这代表着叶长生自身的力量 而实际上 他还有不少的身外之物 比如说 阵法 俘虏等 配合这些手段 真要是在沼泽中 碰上个五级妖兽 逃得一命的问题还是不大的 不过好在叶长生回去的途中很顺利 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厉害的角色 倒是有一两头二级妖兽出现 但被他三下五除二就解决掉了 化作了厨袋中的炼器材料 走出幽浮沼泽 他在坚实的大地上 回望那漆黑的茫茫沼泽 叶长生叹了一口气 来时六人近 回归时只有一人 莫非我也有团灭光环 大袖一甩 紫色的飞天灵缩 出现在脚下 叶长生站了上去 箱上几块灵石 启动这件飞行法器 Soul 一道紫色的流光消失在此地 车漆国这是 飞在空中 叶长生注意到 地面上时不时的 有一对对修士出现 大部分都是练气漆 但里面也有不少助击修士带队 他们有点急匆匆地奔走 有的双方一见面 就立刻开打 车漆国乱起来了 来的时候 叶长生他们一行人 就发现了不对劲 现在居然出现了这样大范围的战斗 得小心一点了 叶长生皱起了眉头 稍微回忆了一下原著 想了想这个时间段的车漆国 叶长生立刻就面色一变 魔道入侵 车漆国和江国这两个小国 是越国与魔道六宗所在的 天罗国之间的缓冲国 原著中 燕家堡事件 算是魔道入侵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以燕家堡事件为时间节点 计算下来 现在距离魔道入侵还有七年 七年后 魔道六宗突然出现在越国边境上 打了越国高层 一个措手不及 这件事很突兀 在越国修士眼中 魔道修士要想打到越国来 首先得干掉车漆国和江国这两个小国 要知道 这两个国家的修仙界 实力加起来 是可以和越国抗衡的 魔道修士 怎么可能无声无息地穿过这两个小国 突然打到越国来 事后越国高层才知道 原来早在之前的几年里 魔道修士就秘密进入了车漆国和江国 拉拢了部分该国的修士 击溃了那些不愿意与他们合作的修士 他们彻底地掌握了这两个小国 而后才开始对越国动手 而这一切 越国都被蒙在鼓里 完全不知道 只能说 越国在情报这方面 做得太不到位了 当然 更大的可能性是 越国的高层 对正道修士抱有幻想 觉得正道不会任凭魔道 肆意扩张 所以 他们自始至终 根本就没觉得 魔道真的敢入侵 结果 魔道真的来了 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 妄战必危 这对越国修士来说 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现在的这个时间点 很有可能就是 魔道开始对车漆国 和江国动手的时间了 如此一来 现在在车漆国境内 看到的这种乱象 也就不难理解了 如此说来 那些平常难得一见的原因 结单修士 岂不是都开始活动起来了 叶长生面色一变 忽然就觉得 周围变得危险无比 我得尽快离开车漆国 紫色飞梭的速度 再度加快 叶长生竭尽全力地 催动这件飞行法器 快速向越国的方向飞去 前面的道修 还请等一下 身后有一道声音 忽然传来 叶长生回头一看 竟是两名助击修士 他们是从下面飞上来的 不知借助了什么手段 速度竟然堪堪 跟上了叶长生 一名助击后期 一名助击初期 有点眼熟 仔细地看了两人几眼后 叶长生眼神一变 眉头凝了起来 这竟是一开始 他们六人来到车漆国时 追过他们六人的那几位 助击修士中的两人 不妙 叶长生心中一紧 立刻全力催动飞天凌缩 速度再快几分 立刻将那两人甩了个眉影 紫色的流光一闪而逝 叶长生眨眼间就没了影 只留下身后那两人吃尾气 怎么办 刘兄 此人速度太快 我们追不上 那名助击初期修士 对助击后期的那个男子说道 姓刘的助击后期男子 沉映了片刻 道 他们总共是六人进入幽浮沼泽 现在却只有一人活着出来 看来 他们应该是去幽浮沼泽 探寻什么宝物了吧 刘兄莫非是看上了此人身上 可能得到的宝物 助击初期的男子说道 不 我对那东西暂时没兴趣 现在是关键时期 我们顾不上那些 刘姓男子淡淡道 他在幽浮沼泽中 得到了什么东西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不能让他把在车气国 看到的事情说出去 此言有理 如果被他说出去的话 我们的大忌就要败露了 那我等要将此事上报 给诸位杰丹长老吗 那助击初期的修士问道 不 每一位杰丹长老 都有重要的任务 无法分身 刘姓男子摇摇头 否决了他的提议 那该怎么办 我们根本追不上此人 我倒是知道 有一位大人物 刚好来到了这车气国 可以将此人的信息告诉他 想来他会感兴趣的 刘兄 你说的莫非是 助击初期的那个男子 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哈哈 没错 正是何欢宗的那位 刘姓修士脸上露出淡淡的笑意 将事情如实上报 想来何欢宗的那位 会很乐意去看看这个越国修士 究竟在幽浮沼泽中得到了些什么的 如此也好 将事情报上去 不管此人最后做了什么 都不关我们兄弟的事了 车气国和越国接近边境的地方 叶长生 住在一座山头 紧皱着眉头 看着前方 前方是一座城堡 里面是一个车气国修仙家族 现在 这个修仙家族的人都四散了开来 成群结队地在边境地区巡逻 只要看到 有人要从地面上 或是天空中穿过边境 前往越国 他们都会上前去盘问 不妙啊 看着那座城堡 叶长生眼中充满了忌惮 刚才 他亲眼看到一个筑机修仕 想要强行穿过边境 结果被城堡中 飞出的一道光芒 顷刻间夺去了生命 此地必有结丹修仕坐镇 叶长生摇了摇头 立刻换了一个方向 没想到 磨到修仕的速度这么快 这才短短的几天 就已经开始封控边境了 可见 入侵车气国这件事 他们应该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准备了 像这样的边境修仙家族 搞不好都是他们扶持起来的 绕开了此地 叶长生换到另一个方向上 准备穿过边境时 结果又看到了类似的情景 此地没有结丹修仕 但有一个驻基后期的修仕坐镇 数百名炼气漆修仕分散开来 监控长长的边境线 远远地观望了片刻后 叶长生乔装一戎 走进了一座城市 他很快就发现了这里的修仕 几个炼气四五层的散修 叶长生悄然接近他们 听到了一些消息 这边的边境都封锁了吗 是啊 全都封锁了 有驻基修仕坐镇 不让前往越国 为啥呀 他们这是 什么意思 这些修仕家族也太嚣张了吧 不知道 谁晓得这些修仕家族 突然发什么电 嘘 小声点 别让人听见了 怕什么 这里只有我们几个 不会有外人听见的 话说 我前两天在方式上 倒是听到了一则传闻 什么传闻 据说 咱们车骑国 那几大仙派要开战了 什么 怎么可能 他们这么多年都相安无事 怎么会突然开战 谁知道呢 有人说是利益分配不均 也有人说是 发现了什么能让原因期的修仕 做出突破的宝物 所以这几大仙派 一下子按捺不住了 这 那几名炼器散修 听到这话 顿时眼中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如果真是发现了 能让原因修仕突破的东西的话 难怪这些大派要干起来 也难怪他们要封锁边境 原来是不想让消息传出去啊 那越国的修仙剑实力比我们强 要是传出去了 那些大派的高人们可争不过越国修士 这样搞就不怕魔道趁虚而入吗 谁知道那些高人们是怎么想的 反正天塌了也不关我们这些散修的事 哈哈 对 我们操纳心干嘛 再好的宝贝也落不到我们手里 叶长生皱眉离开 听这几个散修的话里的意思是 整个边境都被封锁了 越国和元武国的边境很长 但其实想要封锁整个边境也不难 只要有大量的炼器器修士 加上几个强者坐镇就行了 除非是结单修士 否则想要无声无息地飞过这边境 还真没那么容易 更不用说魔道修士还有许多骑轨的手段 比如说派出大量的虫子 灵兽 飞鸟等监控整片空域 只要有人飞过就立马示警 而后 坐镇的结单修士立马出击 正是因为忌惮这些手段 所以叶长生暂时没有轻举妄动 给想个稳妥的办法才行 麻烦了呀 叶长生叹息了一声 他在两国边境上暂时停留了一段时间 找到了一家方式 在里面打听到了大量的消息 这里面自然是混杂了大量的假消息 比如说 像之前听到的那种 车企国发现了某种 能让原因修士突破的灵药之类的谣言 不用说 这必然是魔道修士散发出来的假消息 用以掩盖现在车企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虽然消息很混杂 但叶长生还是从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边境上只有两名杰丹修士坐镇 叶长生眼神闪烁 不过 这只是明面上的数据 暗地里还有没有 谁也不知道 但 就算是有 应该也不会太多 这样看来 还是有一些空隙可以钻的 找那种筑机修士坐镇的边境 然后迅速冲过去 筑机修士应该追不上我的速度 等到他们 把消息告诉给杰丹修士时 我人已经跑远了 如果他们纠缠上来的话 我也可以用雷霆手段 快速灭杀 叶长生立刻做出决定 只要别一头撞进杰丹修士坐镇的区域 那逃掉的问题不大 一旦他深入越国 那魔道修士就不敢继续追击了 经过对地图的观察 以及大量消息的分析 然后又亲自实地观察了一番后 叶长生确定了一条相对而言比较安全的通路 从这个方向通过 距离那些杰丹修士应该是最远的了 这里有一位贾丹修士坐镇 暗中藏着一位杰丹的可能性是最低的了 贾丹 哼 虽然他修为高 但他的马没我的快 叶长生自我调侃了一句 大秀一甩 飞天灵梭出现在脚下 叶长生踏上紫色飞梭 全力催动 骤然间 灵梭化作一道流光 向前方飞去 So 速度极快 什么人 一道道惊呼声传来 飞行在天空中 监察此地的那些炼气弟子 立刻大声喊了出来 预警 站住 远处 一声怒吓传来 那名助手在此地的贾丹修士 立刻发现了想要冲出去的叶长生 他猛地一拍桌子 正要站起来去拦截叶长生 忽然间 一只素白修长的手按在了他的肩上 将他按了回去 让我来吧 说话的是一个长得非常艳丽的男子 若是改换一下装束 恐怕大部分人都会把当成一名娇艳的女子 公子 那贾丹修士看到此人大吃一惊 这等小角色怎能劳您动手 无妨 我来此地 就是为了这人 哼 果然如我所推算 此人必然会从这里穿过边境 那艳丽男子呵呵笑着说话的同时 身体已经猛然窜了出去 骤然冲向叶长生 两人交流的这十几秒里 叶长生已经快要穿过这二十里的边境监控带 进入越国了 嗖 忽然 身后一团强大的气息逼来 叶长生神识一扫 看见身后出现了一团粉色的烟雾 烟雾笼罩着一个艳丽的男子 向他追了上来 好快的速度 叶长生心中一惊 身后这艳丽男子的顿速 居然不弱于他 一个助击修士 却拥有堪比结单的速度 这究竟是何人 粉色的烟雾 艳丽的面容 这么快的速度 这莫非是 叶长生心头一跳 脑海中冒出一个名字来 田不缺 何欢宗宗主的二儿子 道兄 何必如此匆忙地离开呢 不如留下来 我们交个朋友 身后传来了艳丽男子 略显阴柔的声音 哼 叶长生冷笑一声 全力催动法器 急速向前冲去 田不缺都出现在此地了 指不定这边就有结单修士 可不能大意了 叶长生不管其他 只顾着全力 向前飞去 两道流光刷 一下就从此的消失不见 地面上 那名贾丹修士皱着眉头 看着远去的那两道流光 你们立刻将田公子 出现在此地的事情上报 贾丹修士皱眉吩咐到 说完 他立刻向着 两人离去的方向追了过去 虽然田不缺说 只靠他自己就够了 但这名贾丹修士 可不敢当成真的 以防万一他还是追了上去 不过他的速度比起那两人来 就慢了很多 一道紫色的流光 一道粉色的光芒 急速从天空中穿过 地面上一片片山河湖泊 从他们身后掠过 远去 两人速度都极快 一前一后 近乎是不相上下 很快就深入了越国境内 看到身后这人还在追 叶长生一条眉 冷冷到 好大的胆子 两人这一追一逃之间 已经跨越了上千里的距离 这已经离车气国很远了 也不知田不缺是一高人胆大 还是 叶长生默然停了下来 转过身来 身后 田不缺见到他停下 也立刻停下 粉色烟雾包裹中的他 一脸的玩味笑容 好发气 好速度 小子 你叫什么名字 田不缺背负双手 傲然问道 叶长生却是不答 他目光远眺 看了看两人一路飞来的方向 片刻后 淡淡道 看来 后面是没有人追来了 那么 你死在这里 也就没有人知道是我杀的了 叶长生平静说道 杀我 田不缺乍闻此言 满脸的惊恶之色 眼前这个筑鸡出气的小子 居然说要杀他 这是在做什么春秋大梦 长得非常女性化的田不缺 仰天大笑 声音阴柔的同时 竟也有一丝豪迈 小子 教出你在幽浮沼泽中得到的东西 我或许可以饶你一命不死 叶长生摇摇头 道 跑到越国来 还这么嚣张 真不知道该说你是自大 还是该说你狂妄呢 哈哈 越国之大 可有人敢杀我 有谁能杀我 田不缺手里 拿着一把玉笛 神色傲然 的确 他是何欢宗主的儿子 即便是那些原因老怪见了他 也不会轻易动手 毕竟何欢宗 那可是有魔道巨博存在的 叶长生冷笑一声 道 真是狂傲惯了 说着 他也不再废话 伸手一撒 上百张俘虏同时出现 化作漫天的火球 冰枪 锋刃等 向田不缺弓去 好大的手扁 田不缺冷哼一声 手中玉笛一挥舞 发出一声清明 清明之声响起 后 他身上的那粉色霞光 与清明之声呼应 忽然脱体而出 化作了一只粉色的孔雀 孔雀飞起 张口一吸 煞时间 叶长生 洒出的漫天浮露攻击 全都被那只孔雀吸走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愧是原音修士的儿子 叶长生看到这一幕 心中一灵 这田不缺 虽然只有助击中期的修为 但论起战力来 恐怕是助击期中 最顶尖的那种 贾丹修士 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我看你能吸走多少 叶长生冷哼一声 一拍储物袋 寄出了一尊炉子 这是一件上品法器 是从之前那些人 储物袋里得到的 看到叶长生 突然间拿出一件 上品法器来攻击他 田不缺也是一正 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人刚才一把洒出了价值三四百零食的福禄 看起来应该很富裕才对 但现在 怎么就只用起了上品法器 虽然搞不明白怎么回事 但田不缺还是反应很快 立刻指挥那粉色的孔雀 一口将那上品法器吞了下去 哼 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 当田不缺指挥着粉色孔雀 将那炉子吞下去后 骤然间一股庞大的力量 在那粉色孔雀体内爆开 田不缺的这只粉色孔雀 乃是他修炼的荷欢宗秘法之一 借助那只笛子使用出来 几乎可以挡住 结单之下的大部分攻击 不管是法术还是法器 只要被其吞下去 都可以快速炼化 自从这门秘法修炼成功以来 田不缺与人斗法 都是无往而不利 助击期基本上就没有遇到过什么 像样的对手 但今天 他栽倒在这里 粉色的孔雀吞下去的 不是一件上品法器 而是一堆天雷子 随着天雷子爆开 煞时间 璀璨的白光出现在眼前 叶长生早有准备 快速避开 而田不缺却是反应慢了一拍 当他感受到粉色孔雀体内的不对劲时 天雷子已经全都爆开 恐怖的爆炸冲击波四散开来 这时候 田不缺再想逃 已经有点晚了 只能硬抗 他怒吓一声 浑身绽放出璀璨的粉色霞光 将他整个人包裹住 而后 迅速向远处顿去 轰 天雷子爆开的冲击波 直接先飞了田不缺 他体表的粉色霞光 狂闪两下之后 立刻熄灭 他整个人顿时承受了极其可怕的冲击 再也无法维持力在空中 向下掉落而去 So 叶长生驾驭着紫色的飞天零缩 也是急速降落 眨眼间便追上了田不缺 手上一道福宝 已经亮起了光芒 轻宁静 这件福宝的功能很多 当叶长生将其催动 发出一道白光之后 田不缺的身体 立刻被定住 停滞在空中无法移动 连眼皮都无法眨一下 一套组合拳 将田不缺这个战力超群的 助击修饰完全打猛 叶长生伸手一招 将田不缺腰间的储物带吸了过来 田不缺此时意识是清醒的 他看到这一幕又惊又怒 眼眸中带着杀人的光芒 这次是大意了 他的实力完全都没有发挥出来 结果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着了道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连原因都不知道 那个上瓶法器被吞下去之后 为什么会爆炸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可怕的爆炸 他根本不知道 简直像是被偷袭了一样 说得莫名其妙 还被这镜子福宝给定住了躯体 连洞都动不了一下 这一下子不是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了吗 田不缺眼神中蹦出愤怒的光芒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储物带被那人拿走 却什么都做不了 太憋屈了 收起田不缺的储物带后 叶长生手上再度出现数张浮露 浮露在空中激发 化作四五根冰枪交叉飞出 射入田不缺的体内 咔嚓 田不缺的身体直接被冻结 剧烈的痛苦让他眼神中迸发出惊人的光芒 但他的身体动不了 甚至连眼角抽搐一下都做不到 完全被清明镜福宝给定住 没死 叶长生惊讶地说道 那树根冰枪射入田不缺体内后 居然没有将对方杀死 奇怪了 一个助击休士而已 再怎么说 肉身也没有强大到可以抗住冰枪符的地步 叶长生眉头一皱 手中出现了一枚天雷子 就不信 这次你还能抗住天雷子 伸手将这枚天雷子甩出 飞向那被白光定住的田不缺 就在天雷子即将爆开的那一刹那 天不缺额头处忽然间爆发出一道璀璨的光芒 何人敢害我 一声怒喝 震得叶长生脑袋嗡嗡响 头痛欲裂 差点跌落下去 他面色巨变 惊骇地看到田不缺的额头处飞出了一道光芒 照住了那天雷子 让天雷子立刻失去了笑容 何欢宗主 不用问 叶长生立刻明白了这道声音主人的身份 他居然将一缕分神印记寄托在自己儿子身上 随时保护着田不缺 半空中 眼中满是怨恨与不甘之色的田不缺 忽然眼神一凝 下一刻 他的眼神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沧桑 威严 霸气 那不是田不缺所能表现出来的气度 他的身体控制权被人拿去了 何欢宗主一出现 清宁静福宝 立刻摇摇欲坠 那凝炼的白光立刻散乱了起来 定不住田不缺的身体了 咔嚓 咔嚓 田不缺体内的那些 因为冰枪符而凝结起来的冰块 也迅速消减 不好 虽然只是一缕硬解 但元音七的神通 不是我能抗衡的 叶长生心中大惊 如果让这个元音修饰 操控着田不缺的身体 那他不可能有任何胜算 他立刻伸手 甩出几道光芒 那是挤干震旗 甩出后悬浮在空中 立刻构成一座阵法 将田不缺困在其中 这是新如鹰所创的一种简易阵法 威力极大 但也只能使用一两次 这座阵法 具有压制神石和困住敌人的效用 叶长生速度极快 在田不缺 还在对付清宁镜的时候 便将阵棋甩了出去 毕竟只是一缕印记 当他冲破清宁镜的白光 将这件符宝打成一张废纸时 阵法已经布置完成 好胆 看到这一幕和欢宗主又惊又怒 充满威严的声音 从田不缺的口中发出 他冷漠的目光看向夜长生 区区一座简陋的阵法而已 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破解 费不了多大力气 正当他要出手 破开这座阵法时 看到对面那个小子 伸手甩出了一尊小鼎 住手 在看到那尊小鼎的瞬间 田不缺就面色巨变 立刻大喝倒 但 晚了 虽然这座阵法 只能困住这具 由原因修士操控着的 助击躯体三五息 但这够了 叶长生甩出小鼎之后 立刻驾驭着 飞天凌缩闪电般逃离 哄 下一刻 身后爆发出了 惊天动地的爆炸 耀眼的白光 让人睁不开眼睛 整片空域中 煞时间 什么都不复存在了 叶长生根本顾不上回头 看结果如何 只是一味地催动 飞天凌缩 逃离此地 天罗国 何欢宗 宗主洞府内 一声悲痛的长笑声 忽然响起 深圳四野 惊动了无数人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了 那是宗主洞府 宗主他这事 听到这声音的 何欢宗修士议论纷纷 静怡不定地看着远处 那座高峰上的洞府 没有人知道 发生了什么 我儿 隐于越国 所有能抓住凶手的人 可成为我的青传弟子 观看何欢密典一次 赏极品卢顶诗人 心情激荡之下 何欢宗主 居然直接说出了 这样的沉默 什么 这一下子 整个何欢宗沸腾了 所有何欢宗弟子 哪怕是结单期的修士 这一刻也忍不住 先是惊骇 而后心中狂喜 刺激人心的消息 激动的心情 差点让他们把喜悦给 直接表现在脸上 幸好还记得 这是宗主的儿子死了 不能表现出高兴来 于是 这群何欢宗弟子 便努力做出一副悲痛的样子 心里却是乐开了花 宗主的清传弟子啊 那是何等难得的机缘 更不用说 还能观看何欢密典一次 这对整个何欢宗的修士来说 诱惑力是无与伦比的 要知道 很多结单的长老都没有观看何欢密典的机会 毕竟 那是从上古时期就流传下来的顶级魔道修行典籍 里面不知道记载了多少顶尖的功法 秘法 要是流传到外面去 原因修士 也得为了这部秘典抢破头 宗主 何欢宗内 几道不若于 甚至是强于何欢宗主的气息 也在这一刻醒来 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何欢宗主的方向 田不缺那小子被人杀了 什么人如此大胆 难怪他如此愤怒 看来 月谷要乱起来了 我得走一趟了 免得我那女儿也遭了不幸 月谷 叶长生甩出身上所有的天雷子后 便立刻驾驭着飞天零梭 消失不见 片刻后 两道流光迅速向这边赶来 眨眼间便到了刚才发生过 惊天大爆炸的地方 一男一女 气息惊人 是结单修士 坏了 一时不慎 让公子独自跑了出来 这下 我们完了 男子脸色阴沉地 能滴出水来 他们是被安排着 保护田不缺的人 结果田不缺瞒着他们 独自跑了出来 得知消息后 他们一路追赶过来 却终究还是没赶得上 宗主 他会杀了我们吧 女子身躯颤抖着说道 追 必须要追上那个杀死公子的人 只有杀了此人 我们才能活下去 男子咬牙切齿地说道 可是 女子一阵犹豫 但没有说出口 还追得上吗 那人的顿速很快 现在这里 又已经深入越国 他们两个魔道修士 如何能在这里追上人家 不过 想到就这样回到 何欢宗的后果 他不由地打了个寒颤 还是去追吧 说不定能追得上呢 两人立刻化作流光 向刚才叶长生 离去的方向 追了上去 越国空中 叶长生驾驶着 飞天凌缩 急速飞行 根本不敢有丝毫的停歇 刚才 他将身上全部的天雷子 都丢了出去 还赔上了一件极瓶法器 只为了能完全炸死 田不缺和那道分神印记 那可是三十枚天雷子啊 叶长生滴滴 叹息了一声 心痛无比 这次车骑国之行 在出发前 他就将身上几乎所有零食 都复制成了天雷子和俘虏 只剩下了不到五百零食 作为储备 到了原星道人 洞府之行结束后 在两国边境地区 当他决定要穿过边境之前 他又把从那几人身上 得到的零食 也全都复制成了天雷子 结果 为了对付田不缺 这一下全都丢出去了 这一炸 炸掉了六千零食 这还没算之前 为了炸掉田不缺的孔雀 而耗费的几枚天雷子 现在 他浑身上下 只有不到六百零食 一招回到解放前 陈师姐帮他处理福禄所赚的那一万零食 这一下 直接给消耗光了 只希望这田不缺的收藏 能稍微弥补我的损失 叶长生低语道 一边飞 他一边将田不缺的储物袋拿了出来 二十块中阶零食 六百多块低阶零食 总计两千六百零食 不错 不错 这田不缺 果然不愧是和欢宗主的儿子 看到那一堆零食时 叶长生舒了口气 极瓶法器 福宝 这些都不能用 叶长生痛惜地摇了摇头 田不缺储物袋中 有两张福宝和五六件极瓶法器 但这些东西 他一个都不敢用 谁知道 上面有没有留下什么印记 万一和欢宗主循着 这些印记找来 那可就直接凉凉了 丹药仪 这是能在助机器使用的丹药 叶长生发现了一瓶 能帮助助机修饰 法力精进的丹药 打开玉瓶 里面是三粒淡黄色的灵丹 散发出浓郁的灵力 好东西 将这瓶丹药收起 再向田不缺的储物袋中看去 福禄 书画 衣服 一堆杂物 甚至还有一些女人的贴身衣物 咦 这是 一块粉色的玉碱 出现在叶长生面前 神石探入其中 叶长生立刻就看到了四个大字 和欢秘点 和欢宗的功法吗 神石仔细地浏览了片刻 叶长生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 好东西 好东西 一部和欢秘点 包罗万象 里面光是男女双修的功法 就记载了有几十种 有偏磨道的 那种纯掠夺的双修功法 也有那种中正平和的 男女都能获得好处的功法 则则 波大惊深啊 叶长生神石观看了片刻后 感叹道 这和欢秘点中 记载的不只是功法 还有各种颇有情趣的秘法 不行 我得和陈师姐 共同探讨一下 这和欢秘点 叶长生正气凛然地说道 世人大多对和欢宗报有偏见 但是今日一看着功法 他们分明是走在大道上 哪算什么魔道啊 叶长生拿着和欢秘点 看了一阵子后 心中一动 拿出一个空白的预检来 将和欢秘点的内容 全都踏印在新的预检中 而后 消耗六百零石 复制出三枚天蕾子 它降落到地上 将田不缺的橱带 法器 福宝 以及那记载和欢秘点的预检 都聚在一起 看了一眼 叶长生毫不留恋地 丢出三枚天蕾子 在一阵白光中 将这些东西化作乌有 小心无大错 大丈夫应有取游社 关键时刻 不能去贪图小利 否则很有可能 将自己置于危险之地 尽管田不缺的法器 福宝这些东西 价值超过了一万零石 但叶长生 还是毫不犹豫地 用天蕾子 将这些东西彻底毁掉 他不想去冒风险 一万零石而已 又不是赚不到 终究是身外之物 田不缺不同于 以往杀死的任何一人 以前杀掉的那些人 靠山最大的 也就是杰丹修士 而田不缺 那可是原因修士的儿子 他能在田不缺身上 留下分神印记 鬼知道会不会 在那些法器上 留下什么东西 要是因为贪图这点小便宜 而最终惹来一位原因修士 那可真的就纯纯该死了 清理完这里的痕迹后 叶长生再度驾驭法器离去 很快 他刚离去没多久 远处的天边 就有两道流光 急驰而来 他们降落在此地 两人中的那个男子 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 沉声道 这里有公子的气息残存 此地看起来 应该是发生过很惊人的爆炸 应该是杀死公子的那人 在这里毁掉了公子的除袋 女子叹息一声说道 好狡猾的家伙 他身上沾染的公子气息 正在淡去 我们恐怕没法追到他了 男子沉默了一下 说道 他心中压抑 恐惧得厉害 一想到回到何欢宗 可能受到的惩罚 他就忍不住身体要发抖 而这时 那女子却面色变得轻松起来 轻轻一撩发丝 笑道 我倒是有了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前方就是掩月宗的地盘了吧 这掩月宗 是我们何欢宗暗中培养的一支势力 你想借助掩月宗的力量 来找此人 的确是个好主意 掩月宗毕竟是地头蛇 而且是越国最强的宗门 男子沉生道 眼神中焕发出一丝光彩 似乎是觉得 他的这位双修伴侣 提出的建议的确可行 不 你想错了 独立了这么多年 你觉得掩月宗 还会听从我们何欢宗的命令吗 女子轻笑道 这男子的脸色难看了起来 掩月宗早就与我们何欢宗断了联系 他们不可能再去听何欢宗的话 现在的掩月宗 是一个独立的宗门 女子淡淡说道 既然如此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 男子沉生问道 我们回到何欢宗 逃不了一死 就算不死 那种惩罚 你我都不会想接受 既然如此 我们何不投靠掩月宗呢 女子奄然一笑 看着自己的男人 说道 将魔道和正道 打算联手入侵的计划 告诉他们 以此为投名状 请求掩月宗保护我们 听到他这话 男子眉头顿时一宁 沉思了起来 但 你觉得 越国能抵挡住 魔道的入侵吗 他闷声问道 我不知道 但除了掩月宗外 还有谁能庇佑我们 正道已经和我们六宗达成默契 我们要是投靠正道 他们反手 就会把我们送到何欢宗去 而九国盟 批于应付木兰人 更不可能去得罪魔道最大的宗门 所以 我们只能指望越国了 掩月宗肯定不想被何欢宗吞并 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去服 男子文言脸上 也露出沉思之色 江国 车骑国 越国 元武国 紫金国 这些国家要是联合起来 倒也不是不能 和魔道六宗一战 女子奄然一笑 说道 不止如此 北边的西国 东玉国 这些大大小小十几个国家 在得知正魔双方要联手入侵时 会有什么打算 男子脸上露出动容之色 如果这么多国家联合起来的话 实力要远比正魔任何一方都要强 那么 我们去掩月宗吧 将这一切都告诉他们 女子轻笑着说道 还是你聪明 早 男子豪情大发地一笑 说道 这对何欢宗的道理 也不去追那个杀死田不缺的人了 反而转向了掩月宗的方向 准备投成这个越国第一大宗门 叶长生没有料到 因为自己杀死田不缺的原因 日后的天道门可能要提前出现了 他没有丝毫地停歇 借助飞天凌缩这件极品法器 很快就飞到了黄蜂谷的范围 看到太月山脉时 叶长生心里微微松了一口气 他快速回到自己洞府中 阵法合拢 方才真正地安心下来 简陋的洞府里 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 但在这里 叶长生却感受到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亲切与安宁 还是回到自己的家里才安心啊 他叹息了一声 立刻将身上的东西 稍微收拾了一下 然后好好地休息了一阵子 虽然这次车骑国之行 其实也没几天时间 但期间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让叶长生的精神 也有一丝疲乏 几日后 叶长生重新变得精神焕发 快速地将身上的东西 轻点了一番 如今 他只剩下2500零食的现金流 有数百张符录 有快20件极品法器 还有一堆 助击妖兽的材料 轻点完之后 叶长生立刻去了一趟 天心宗方市 找了一家秘店 将身上大部分法器出手 包括十几件极品 十几件上品 换到了近5000零食 妖兽材料 也卖掉了一部分 换取了1500零食 剩下的那些 他打算留着自己练手 尝试练器 卖出这些东西后 他身上重新拥有了9000零食 复制了20枚天雷子 消耗了4000零食 又用掉了3000零食 复制了大量福禄 卖出去 应该能赚14000五千的零食 还剩下2000零食 2000零食 能复制100枚丹药 足够我修行很长时间了 叶长生开始复制丹药修行 这一次 他已经拥有三种丹药了 应该能畅通无阻地 修炼到筑基中气 在叶长生开始 闭关苦修的时候 整个越国忽然间 变得暗流涌动起来 各大宗门的高层们 纷纷走出闭关之地 开始频繁地交流 相聚 一道道传音符 从各个洞符之中发出 那些出门在外 或是闭关苦修的高层修饰 都被召回 唤醒 聚在一起 不知商议着什么 很快 七大宗门的原因 太上长老们 纷纷在掩月宗外 某处密地中相聚 他们神色凝重地 询问着一对男女各种问题 那一男一女 正是曾经追踪过 叶长生的那对 和欢宗 结丹修饰 看起来 他们已经得到了 掩月宗的部分信任 这些人商议了很久 最终纷纷脸色阴沉地散去 太岳山脉 黄蜂谷的一间密室内 七八名结丹妻修饰忽然被召集起来 汇聚在一起 神色紧张地听着一位须发揭白的黄袍老者说着什么 叶长生曾见过的李化元正是其中之一 随着黄袍老者的话音逐渐落下 这些结丹妻的修饰们 人人脸色都变得阴沉了起来 一股沉重的气氛 在洞府中蔓延开来 最终 不知黄袍老者说了些什么 这些结丹修饰 一个个神色阴晴不定地散去 过了几日 一支集结了七派高层精锐的队伍 忽然在掩月宗外集结 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玉带队 如果有认识他的人在此 必然会感到惊讶 因为 此人居然是闭关了数百年 未曾出现的掩月宗大长老 由掩月宗的大长老 这位元英修饰亲自带队 他身后是七八名杰丹修饰 叶长生曾见过的穷老怪赫然就在其中 这一行人 快速地穿过了越国的边界 向车齐国和江国散去 山雨欲来丰满楼 虽然消息还没有传递开来 但是一些靠近高层的筑基修饰 已经听到了一点风声 很快 一股恐慌的气氛 在七派筑基修饰之中弥漫开来 而恋气弟子 对此却是浑然不觉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只是 很快他们就发现 在方式的各种店铺中 密店中 那些福宝 极品法器 高阶福禄的价格快速上升 原本只能卖三百零十的极品法器 现在竟然能卖五百零十 这个溢价非常夸张 物价飞涨 足以引起有心人的注意 还在为助击做着准备的 韩丽就很快发现了不对劲 在接连逛了几次方式之后 她的脸色很快就阴沉下来 虽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但韩丽知道 福禄 法器这些涉及到斗法的东西 忽然间变得紧俏起来 这就意味着多半是有动乱要发生了 平静的越国修仙界 可能要发生什么大事了 韩丽认识的助击修饰不多 百耀元的管事马老头 算是其中一个 叶长生是另一个 这两人中 韩丽更加信任的无疑是马老头 因为他和这个老头相处时间很长 而且 马老头这个人 外冷内热 曾经帮助过韩丽 因此 韩丽对他还是很亲切的 而叶长生 太过神秘 虽然迄今为止 两人都是公平交易 但韩丽还是对他有点警惕 当发现越国这平静下的暗流后 韩丽马上去找了马老头 旁敲侧击了一番 他想从对方嘴里 套出点信息来 结果 谁知道这马老头 一听到韩丽提及方式中物价的变化后 立马变了脸色 他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连连道 这种事情你不要问了 不是你一个练器弟子该操心的 韩丽无奈 离开了马老头的洞府 站在百药园中 他神色殷勤不定 如果不弄清楚 要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他是没办法安心修炼下去的 犹豫了一阵子 韩丽最终咬咬牙 决定去找那位叶师叔打听打听 对方洞府的所在 韩丽是知道的 当初叶长生 让他帮忙搜集丹药所需材料时 告诉过他 叶长生洞府外 飞来了一张传音符 正在闭关的他睁开眼睛 接过那道传音符 将其打开 听到了陈师姐的声音 师弟 那些符路和材料 我已经全都处理掉了 我现在就在你洞府外 叶长生站起身来 打开洞府门口的阵法静置 陈师姐的身影 出现在眼前 一阵相风扑面而来 陈师姐飞了进来 忧愿地看了他一眼 道 师弟 想要和你见上一面 还真是不容易 婉转悠扬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撒娇的意味 叶长生甘笑一声 上前拉起他的手 道 我这不是有事要忙吗 陈师姐闻言 妩媚地白了他一眼 拿出一个除物袋 道 赚得的零食都在这里了 我知道你最关心的是这个 师姐你这话说的 好像我是那无情无义的渣男一样 要知道 在我心中 最重要的人可始终都是你啊 这点零食 又算什么 哪怕把全天下的零食 都放在我眼前 只要有你在 我看都不看一眼 呸 花言巧语 虽然这么说 但陈师姐还是马上就没开眼笑 显然对于这种甜言蜜语 她很是受用 哼 就算是把一个能修成原因的机会 摆在我面前 让我在这份机缘和你之间做选择 我也会毫不犹豫地 将这份机缘踹走 选择你 师姐 你永远也不知道 你在我心中 有多么重要 叶长生张口就来 好听的话 跟不要前世的 不断洒出 一番话 立刻让陈师姐心中的忧怨被打消 动情地抱在叶长生怀中 拿过储物袋 叶长生神石往里面一看 好家伙 近两万零食 这么多 嗯 最近这些福禄价格都上涨了很多 所以赚得的零食多了很多 好家伙 我倒是没想到这一点 叶长生心里想到 战争会带动军火价格的上涨 倒卖军火 发战争才 才是最赚的呀 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这些呢 看来我还是太善良了 叶长生默默想到 他决定 趁着这段时间物价大涨 赶紧多复制一些福禄 法器 出售出去 我可不是为了赚钱 我只是想增强越国一方的实力 我这是再为越国做贡献 七派都得感谢我 叶长生想到 收起那两万零食 叶长生又从储物袋中 拿出几瓶丹药来 递给陈师姐 这些丹药你拿去修行 不够了再问我要 我这边丹药很多 陈师姐拿着丹药一看 足足有六七十枚 全是能帮助助击修饰 法力精进的临丹 这么多 陈师姐心中很惊讶 对于叶长生 屡屡拿出大量福禄 丹药这件事 他心中充满了疑问 这可不是大制服师 大炼丹师这样的说法 能解释得通的 毕竟 就算是日夜不休的制服 炼丹 也不可能 拿出这么多的丹药和福禄来 陈师姐心中甚至怀疑 叶长生是不是发现了 某个古老门派的遗址 得到了其整个门派的 全部物资 所以才能拿出这么多来 不过 虽然心中有疑问 但他也不会多说什么 他的性格就决定了 他只会站在身后 默默地辅助着夜长生 这么多丹药 都能让我在一两年内 修行到住击中期了 陈师姐看着手中 那些灵丹想到 没有多说什么 他将这堆丹药 收进除物袋 而后又从除物袋中 拿一个预检 道这是我又收集到的一张单方 现在越国的形势紧张无比 很多住机修士 都把一些压箱底的东西 都拿了出来 换取临时购买 服录和法器 所以像这样的单方 以后找起来 应该会更容易一些了 结果单方 叶长生惊喜地 亲了陈师姐一口 笑道 师姐 这下我是越来越 离不开你了 是我离不开你才对 陈巧倩呢喃一声 眼神迷离了起来 韩丽站在叶长生洞府前 犹豫了一阵子 终于还是掏出了一张传音符 甩了进去 过了片刻 遮罩在洞府前的阵法打开 一道身影从里面走了出来 韩兄 可真是稀客呀 叶长生轻笑道 看到韩丽他也是 有些惊讶的 以前一直是他找韩丽做交易 没想到 现在韩丽也来主动找他了 看来这家伙 是有了什么紧急的事情 弟子见过叶师说 韩丽恭敬地行了一礼说道 你看你 又来 何必如此客气 我们毕竟是同辈人 你比我还早入门一阵子呢 叶长生客套说道 韩丽苦笑了一下 虽然他入门早 但他现在修为低呀 怎么可能真的在一个 助姬修士面前 称兄道弟 叶师说弟子此行前来 是有一件事情 想要请教师说 韩丽面色一阵变幻 说出了来意 哦 有什么事 斟酌了一下 韩丽问道 师叔可知 最近这段时间方式中的俘虏 法器等东西 价格上涨了许多 这事情我刚刚知道 怎么 你想问这里面的原因 叶长生轻笑道 他立刻明白了韩丽的来意 韩丽一咬牙道 是的 弟子怀疑 这越国修仙界 恐怕即将发生什么动乱 特意来请教师叔一番 这件事情 原因我正好知道 不过这消息 可不能免费呢 叶长生淡淡笑着说道 韩丽早就预料到了此事 他知道 这位叶师叔 一向讲究交易 不管什么事情 都要拿出能让他满意的东西来才行 站在洞府前的空地上 韩丽心中琢磨了起来 考虑自己能给这位师叔带来什么 对方如今已经是筑机修饰 自己身上能让他动心的 恐怕只有那些灵药了 正当韩丽思考的时候 洞府中传来了一道慵懒娇媚的声音 师弟 是什么人啊 饱受滋润 容光焕发的陈师姐走了出来 韩丽寻着声音抬头看去 见到洞府中 走出了一位千娇百妹 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 那冰姬雪夫 花容月貌 拥有惊人的美丽 令人心神摇曳 难以自持 助姬修饰 韩丽看到这位千娇百妹的大美女时 心中一惊 发现对方竟也是为助姬修饰 这是 陈巧倩陈师叔 认出陈巧倩的身份后 韩丽立刻低下了头 不敢再多看 陈巧倩 身为黄蜂谷鼎鼎鼎有名的大美人 韩丽自然不可能不认识她 虽然黄蜂谷弟子很多 但其中还是有那么几个 比较引人注目的存在的 这陈巧倩便是其中之一 没想到 此女竟然也已经助姬成功 韩丽心中涌现出一股羡慕的情绪 什么时候 我也能成功助姬呀 韩丽心中想到 感受到胸口小绿瓶的存在后 她心中稍微有了一丝信心 没关系 只要给我时间 用不了几年我就能助姬成功了 陈巧倩走出来后 看到来人是一个容貌普通的练气弟子 便不再关注 抱住叶长生胳膊 陈师姐逆声道 师弟 我在你这里多住几天吧 有人在呢 叶长生拍了拍她的手 示意她注意一下场合 叶长生可不想 让自己和陈师姐的关系传的整个黄蜂谷都知道了 虽然知道 韩丽并非这样传闲话的人 但如果陈师姐以后 一直这样在公共场合不注意一下的话 那用不了多久 整个黄蜂谷就都会知道 她和陈师姐的恋情 所以 叶长生得提醒她一下 怎么 你怕这个低阶弟子 把我们的事情传出去 让你的老相好知道吗 陈师姐眼波流转 娇哼了一声 说道 什么老相好 别瞎说啊 我在黄蜂谷 就只有你一个人 叶长生立刻严肃认真地说道 黄蜂谷 那意思就是说 你的老相好在别的门派了 不要胡思乱想了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叶长生抓住她的手腕 捏了捏说道 哼 陈师姐不满地哼了一声 身为女人 她的直觉告诉她 叶长生在外面 肯定还有不止一个相好的 这一点 陈师姐是很确定的 两人在这边 旁若无人地打情骂靠 另一边 韩丽心中 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位陈巧茜师叔 居然和叶师叔韩丽心中 涌起了无限惊讶震撼的情绪 看着小鸟依人一般 贴在叶长生身边的陈巧茜 韩丽心中 骤然出现一种酸涩的感觉 陈巧茜身为黄蜂谷著名的 风情万种的大美人 韩丽对其也曾有过幻想 毕竟 她又不是什么清心寡欲的和尚 只是 她知道自己资质太低 修仙前路渺茫 所以从来不敢去靠近男女之情 现在 亲眼见到这位曾经幻想过的大美女 靠在别人怀里 她心里很自然地 就涌现出一股失落感 尤其是 当听到陈师姐抱怨叶长生 在外面还有人时 韩丽心中更是震撼的无以复加 这位夜师说 居然如此风流吗 这一刻 叶长生在韩丽心目中的形象 立刻变了 她变得像个人了 以前 在韩丽的心中 叶长生是一个神秘 不可捉摸的生物 对于这种人 她天然地就不敢靠近 不想与对方有任何的交集 所以 每次叶长生来找她做交易 韩丽都会非常警惕 但现在 在韩丽心中 叶长生忽然就变成了一个 有血有肉的人 是一个可以接触的存在 神秘感退去了 这大概是因为 她在叶长生身上发现了一种 在她看来 算是缺点的东西吧 一个人如果总是表现得很完美 那她就会给人带来一种距离感 不那么容易让人接近 甚至 你都会觉得 她是虚假的 不是真实存在的生物 无疑 这个时候的叶长生 在韩丽的眼中 才变成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可以接触的人 不过 话说回来 这位叶师叔 可真是厉害 在外面有别的女人的同时 还能让这样一位大美女 对她如此依恋 这一刻 韩丽心中涌现出了 无穷的羡慕与佩服 怎么样 韩兄 你考虑的如何了 叶长生忽然问道 韩丽看了看叶长生 又看了看陈巧倩后 忽然脑海中灵光一动 师叔 弟子这里有一粒定年丹 以此来换取师叔的情报 不知是否可行 韩丽拱手问道 定年丹 陈巧倩听闻此言 立刻一声惊呼 定年丹顾名思义 就是可以保持 助人容貌的一种丹药 什么时候服下 就终生保持那个时候的相貌 不再改变 这对女性修饰来说 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毕竟 没有哪个女子 不希望自己能终生保持 年轻貌美时的姿态 不再改变 那种鹤发橘皮的老玉姿态 想想都让她们害怕 女子爱美 爱年轻的天性 即便是修了先 也很难改变 有不少女修 在选择修行功法的时候 宁愿修行速度慢一点 或是斗法威力弱一点 也要选择那种 具有保持容貌功能的功法 定年丹的单方并不罕见 甚至可以说是烂大街的东西 很容易得到 但是 真正让定年丹 在修仙界难得一见的 是其配料 炼制一枚定年丹 需要数种千年灵药 除非是疯了 否则恐怕没多少人 愿意去炼制这种丹药 几株千年灵药 足以炼制出大量 让结丹修士 修为精进的丹药 有了这些丹药 在修炼到瓶颈时 伏下几粒 便能快速突破 如果应用得好了 很有可能会节省上百年的苦工 这就给进阶原因 创造了一丝机会 因此 对于结丹修士来说 这千年灵药的珍贵性 不言而喻 如果真的得到千年灵药 恐怕不会有谁去炼制那定年丹 当然 一些女修 可能真的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比如像现在的陈师姐 拉着叶长生的胳膊 楚楚可怜地看着她 眼神中的渴望不言而喻 韩丽这家伙 居然愿意拿出 几株千年灵药炼制出的丹药 来换取这个信息 还真是下了血本了 叶长生心中想到 她关注的焦点 和陈师姐不一样 她想到的是 韩丽居然愿意下这样的血本 其实只要再等上一段时间 这则消息 就会在黄蜂谷流传开来 韩丽到时候 想要获知魔道入侵的事情 并不难 但看起来 她现在是很焦急了 也是 韩丽不像我这样 有上帝视角 她现在对于越国修仙界 是一片茫然 根本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 未来对我而言是明确的 但她不知道 她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 会不会波及到她 会波及到何种程度 所以 她现在多半是很着急 很恐慌的 对于她而言 能够让她 得知一个明确的未来的信息 其价值要远胜于几株千年灵药 叶长生将韩丽现在的心态 揣摩了个七七八八 想到这里 她淡然一笑 韩兄的交易我接受了 就用定年丹来交换这则信息 韩丽闻言心中一喜 立刻递上一个玉瓶 叶长生接过一看 里面的确有一粒定年丹 点点头 将魔道入侵的消息 告诉了韩丽 一听到这话 韩丽的面色立刻大变 无比的难看 魔道入侵越国 这岂不是意味着 他们这些练习七弟子 会被当作炮灰 被送上战场 这一瞬间 韩丽心中立刻涌现出了 跑路的想法 反正已经有炼制住击丹的三位主要了 直接跑到别的国家 甚至跑到世俗界中去 躲开这场纷争 偷偷住击 倒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叶长生一眼就看出了 韩丽心中的想法 可不能让你给跑了呀 你要跑了 我以后找谁帮我培养灵药 叶长生淡淡一笑 道 其实 接下来要大乱的 不只是越国 正魔双方同时入侵周边的国家 整个天南地区 都将陷入动乱中 没有人能避开这场战乱 韩兄 还是尽快提高修为吧 现在战乱将起 很多以前难得一见的材料 丹药等都会出现在方式上 韩兄最好抓住这个机会 尽快住击 叶长生的话 提醒了韩丽 对呀 他迟迟没有开始炼制住击丹的原因 就是要搜集和培养灵药 按他原本的估计 至少得再用两年时间 才能将全部的灵药都搜集到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方式中材料多了起来 搜集灵药的时间可能会缩短了 这大概是战争给他带来的唯一好消息吧 叶长生的话改变了韩丽的想法 他心中那股想要逃跑的心思 瞬间淡了很多 因为韩丽很清楚 如果离开了黄蜂谷的话 他就很难搜集到炼制住击丹所需的那些材料了 而且如果真的如叶长生所说 整个天南地区都要乱起来了的话 那他跑到哪里去都没用 除非躲入世俗界 但是如果去了世俗界的话 那他就不要指望着能搜集到住击丹的材料了 看来只能留在黄蜂谷 尽量快点住击成功了 只要成为住击修士 那面对未来这场大劫时 多少也能拥有一些保命的能力了 多谢师叔提醒 韩丽明白该怎么做了 韩丽恭敬说道 这一切是真心实意 嗯 对了 我这里又有了一张单方 还是和以前那样吧 你帮我搜集一份材料 我把单方给你 叶长生说着 拿出了陈巧茜之前给他的那张单方 搜集丹药材料这件事 还是得交给韩丽来做 叶长生之前已经看过了那张单方 上面的主要又是几种听都没听过的灵药 还要求年份在五百年以上 看来多半又是一张古方 古方这东西之所以被称为古方 并不单单是因为其出现的比较早 更是因为这些单方所需的材料 在现在的修仙界很难找到 甚至已经灭绝了 也就是说 这些单方基本上快没用了 所以被称为古方 除了韩丽 恐怕也没有谁能整出一份材料来了 陈师姐在拿到这张单方后 肯定尝试过搜集药材 正是因为没找到单药的主材料 她才只将单方给了叶长生 否则 以她的温柔贴心 肯定会将一切都准备好之后 再交给叶长生 连陈师姐这样能借助陈家势力的人 都找不到那些灵药 叶长生不会觉得自己就能找到了 所以 这件事得交给韩丽 韩丽不需要去找那些上了年份的灵药 只要找到种子 从种子开始培养就行了 这 韩丽脸上却露出难色 她现在只想把全部精力 都用在筑基这件事情上 哪里还顾得上筑基之后的事 再怎么说 也得等筑基成功了 才能去考虑筑基丹药的事吧 倾笑一声 叶长生看出了韩丽心中的顾虑 道 你不必着急 这张单方上的材料可以慢慢找 只要在三年内给我就行了 韩丽文言松了口气 恭敬道 多谢师叔体谅 叶长生点了点头 你去吧 韩丽驾驶着清夜法器离去 陈师姐抱着叶长生的胳膊 眼神有些忧虑 师弟 魔道真的要来了吗 我有些担心这场大战 在这种级别的战争面前 筑基7只是高级一点的炮灰罢了 就算是杰丹修士 也不敢说自己一定能在这种大战中活下来 放心 我会保护好你的 叶长生握着他的手 温声说道 嗯 陈师姐软软地答应了一声 靠在他肩上 叶长生眸中闪过忧色 他并不像表面上这么镇定 魔道入侵的事件提前爆发 这不知是好还是坏 虽然现在还没有波及到越国 但是叶长生知道 魔道打到越国来那是迟早的事情 车骑国和江国可挡不住魔道六宗 得尽快提升实力 如果势不可为 立马跑路 叶长生心里想到 两人回到洞府中 陈师姐在这里停留了几天 得到了一枚定年单 而叶长生则是背着陈师姐 一口气复制了十几例 他自己也服用了一例 两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 这一下子容貌永远停留在了这一刻 你以后不会还跟别人换取定年单 送给别的女人吧 陈师姐用一种怀疑的眼神 打亮着叶长生问宝 这种怀疑绝不是空穴来风 毕竟 没有谁比他更了解自己的男人 是个什么样的人 花花公子 风流倜傥 绝不是那种一心一意的好男人 好男人会那么多的花样 好男人会把何欢宗的功法戴在身上 当叶长生把那些花样 用在陈师姐身上时 陈师姐是很震撼的 当然 叶长生自己其实也很震撼 他不得不佩服修仙界的人 会玩的程度远远超过他前世那个时代的人 何欢宗的典籍只能用博大精深来形容 几天后 陈师姐离去之时 又带了一整个储物带的各种俘虏和法器 俨然 叶长生已经成了越国七派最大的个人军火商 生活平静下来后 叶长生继续日复一日的磕丹药修行 早上一粒小药丸 快乐修行每一天 他的修为 距离住击中期已经很近了 只要在修行上两三个月 差不多就能突破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一个月后 前往车骑国和江国的那支越国精锐队伍 终于回来了 他们带来了非常糟糕的消息 车骑国和江国 修仙界有大半势力都沦陷了 本身 这两个国家中 有不少宗派 其实就是磨道六宗培养起来的 更何况 这些年来 磨道源源不断地通过 从底层渗透的方式 将大量的内鬼 送进了各大宗派中 这一开战 两国的修仙界 立马就有大部分势力 被六宗吞并 留存下来的只是一些残兵 这对越国来说 是个很糟糕的消息 眼月宗大长老回来后 七派的原因 太上长老们再一次聚集起来 开始秘密商讨 车骑国和江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越国是绝对不能坐视不理的 得做点什么 这是七派的一个共识 但是 究竟要做到什么程度 这一点却引起了争议 有人主张 七派应该立刻 派援兵进入两国 帮助两国那些 不愿意屈服于魔道的修士 抵抗魔道的入侵 而有人认为 暂时不必这么着急 车骑国和江国 已经没救了 没必要将人手折在里面 现在要做的 应该是 立刻联合其他的国家 组成同盟 准备抵抗魔道和正道的 共同扩张 两派的观点 都有支持的人员 吵闹了半天 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 最后 还是演乐宗的大长老拍了半 既然大家都有各自的观点 那么 不妨两种事情都做 一边派出一支精锐修士队伍 进入车骑国和江国 不求抵抗魔道修士 只要将这两国的那些 不愿意屈从于魔道的人员 救出即可 这是为了给未来对抗魔道 增添有声力量 另一方面 则是 立刻向周围的各个中小国家 发出求救 阐明厉害 让大家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政魔的扩张 于是 做出决定后 各派立刻纷纷行动起来 动 动 动 叶长生所在的黄蜂谷 钟声敲响 将所有筑基以上的弟子 都召集到了义士大殿之中 叶长生也皱着眉 走出了洞府 赶到了黄蜂谷 来到这里时 看到陈师姐和他的大哥陈巧天 早已在这里了 叶兄 陈巧天看到叶长生的那一瞬间 眼中立刻出现感激的神色 走上前来和叶长生打了个招呼 这是他助击后 两人第一次见面 陈巧天得到叶长生的助击单后 终于助击成功 并且败入了李化园门下 陈大哥 叶长生拱了拱手 说道 重重地拍了拍叶长生的肩膀 陈巧天脸上满是感激之色 道 叶兄 啥也不说了 以后有能用到我的地方 尽管吩咐就是 大哥客气了 以我和巧欠的关系 还说这种话干什么 叶长生脸上的笑容 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 陈巧天却是摇头 巧欠是巧欠 我是我 你给了我这么珍贵的东西 我又怎么能没有表示 这份恩情我以后铭记于心 不说这些了 大哥可知 今日宗门让我们来此事为了什么 叶长生摆摆手说道 一旁陈师姐闻言说道 听说是准备公开磨刀入侵的消息了 哦 是这样吗 叶长生摸了摸下巴 眼中露出沉思之色 看来 七派是打算做点什么了 此前 消息一直隐瞒着下面的弟子 仅有少数的风声 从高层流传下来 现在 如果一公开的话 不用想 肯定会引起一些骚乱 师弟 这是你朋友吗 一道清脆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转身看去 是一个秀美的女子 是姐 陈巧天轻呼一声 连忙道 是的 这位叶师弟是我好友 说着 陈巧天又向叶长生介绍道 这位 是我七师姐中卫娘 陈巧天入门后 成为李化元的八弟子 取代了原先韩丽的位置 看来 韩丽要排到老九去了 见过钟师姐 叶长生拱了拱手 钟卫娘眼神略有深意地 在离叶长生 很近的陈巧倩身上 看了又看 笑眯眯说道 叶师弟还真是一表人才 难怪能得到陈家的青睐 这话说的就有点意思了 陈巧倩立刻听明白了 话中之意 脸色刷的一下就红了起来 钟姐姐 你她称了一句 眼神中满是埋怨之意 看起来 两女彼此之间 像是关系不错 卫娘 巧天 你们也来了呀 旁边 又是一道声音传来 陈巧天见到后 立刻给叶长生介绍 原来是李化元门下 三师兄刘静 很快 李化元门下的那些弟子 便一个个接连出现 宋蒙 于坤 武炫 咦 这位师兄有点面声呢 薰儿以前还从未见过 一道娇媚的声音 忽然从众人身边传来 众人转头看去 一位红衣女子走了过来 看起来不过二十岁左右的样子 长得是千娇百媚 眉宇之间隐隐透露出一丝魅意 董轩 看到此女 刘静 宋蒙等人 立刻皱了皱眉头 而李化元门下的六弟子武炫 却是露出一脸的迷恋之色 敢问师兄如何撑火 董轩双眼放光地看着叶长生 柔声问道 陈师姐眉头一皱 走上前去挡在叶长生面前 冷冷道 董轩 你这是什么意思 黄蜂鼓的双胶忽然聚在一起 双方还对峙了起来 这一幕立刻引起了许多助击修士的兴趣 众人议论纷纷起来 肃静 一声大喝 让闹哄哄的意识大殿 立刻安静了下来 两三百名助击修士 全都循着声音看过去 看到了一个满面红光 一双虎目不怒自威的男子 李化元 黄蜂鼓为数不多的杰丹修士之一 是师尊 陈巧田轻声道 你们也都认识老夫 老夫也就不自我介绍了 李化元大声说着 走到了意识大殿的最中央 背负着双手 脸色有些沉重地看着众人 这两天 想必你们也多少听到了一些风声 事到如今 我们也就不隐瞒了 魔道修士入侵了车七国和江国 李化元话音落下 大殿中立刻响起了一片哗然之声 那些早已得知真相的人还好 那些之前只听到一灵半爪的消息 这一刻被确认的人 脸色是真正的难看了起来 这件事情 意味着什么 不用我说 你们也清楚 另外 也不要指望着正道萌 这次魔道的扩张 是和正道商量好的 双方一起进行扩张 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 看到大殿中重铸鸡弟子一个个脸色灰暗 一点信心也没有的样子 李化元心中叹了口气 李化元心中也在叹息 何止是这些铸鸡弟子没有信心 他心中又何尝不是如此 不过 身为门中高层 他还是得站出来给大家鼓劲 你们也不必太过担心 这次正魔双方同时扩张 已经引起了很多国家的不安 魔道修士想要打到我们越国来 没那么容易 周边的几个国家 到时候都有可能来支援我们 我们一方拥有的实力不比魔道弱 李化元洪亮的嗓音 在大殿中回荡着 他大致向众人讲述了一番 七派高层的打算 首先 组建联盟 各派不能各自为战 必须组成联军 将会成立一个机构 到时候统一管辖七派的弟子 所有人都要听从这个机构的调令 其次 七派已经派出能言会道之辈 前往周围的几个国家 陈名利弊 游说他们一起出手 帮助越国抵抗魔道 最后 七派的原英修士们 联名向周围几十个中小国家 发出了倡议 号召大家联合起来 共同抵御正魔双方的扩张 据说 已经有几个国家表达了意想 愿意响应越国的号召 听到这几则振奋人心的消息 大殿中众人的脸上 神色稍微和缓了一些 李化元暗自点了点头 接着说道 接下来 你们所有人就在洞府中 安安心心地修炼 最好不要出远门 如果七派联盟有了命令 而你们十天之内 没有响应的话 就会当作叛徒处理 李化元冷冷说道 杀气四溢 冷酷的话语 立刻让众人心惊 叛徒是什么下场 那自是不用多说 看到众人被震住了 李化元满意地点了点头 接着 他又说了许多 关于这次联盟的细节 比如说 即将会组建一支七派执法队 由结单修士和驻基修士组成 专门负责处理 七派内部叛逃的人 任何人都不要抱着 想要跑路的想法 否则必然要迎来执法 对不死不休的追杀 再比如 将会抽掉部分驻基弟子 前往车骑国和江国 帮助那两个国家的 有生力量撤离 总的来说 就是黄蜂谷的驻基修士 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逍遥自在地修行了 以前他们不用为门派做任何事 门派 每年还会给他们发大量零食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现在该到他们为门派出力的时候了 接下来 为了防止魔道搞破坏 七派很多重要的地方 都需要加强人手守护 驻基弟子们 如果接到征召命令 绝对不允许退缩 好了 你们都回去吧 安心修行 记住了 只要门派有令 就立刻要放下手中 所有的事情去做 李化元嘱吐了大家一句 而后挥挥手 遣散了众人 走出议事大殿 叶长生注意到 这群住基弟子们 脸色都很沉重 没有人脸上 能露出轻松之色 看来 接下来我的军火有得卖了 我得加大供给量 趁机好好赚上一笔才是 叶长生心中想到 他倒是不担心 加大供给量 会被人察觉出异常来 一来 现在是通过陈家的渠道 处理货物 比较隐秘 二来 在这种时期 各地方市上的交易量 必然会激增 每天的各种货物交易会 很频繁 没有谁会注意到 市场上多出了 几千张几万张浮路 看着外面的云海 叶长生大秀一甩 准备回到自己洞府中去 这时 旁边一道婉转动听的声音传来 师兄 你还没有告诉轩名字呢 回头一看 一身红衣 妩媚动人 正是董轩此女 她一副柔媚动人的样子 看起来娇弱可轻 让人有一种 将其抱在怀中联系的冲动 叶长生眉头一挑 淡淡道 董师妹 媚术可不要乱用 否则小心哪天吃了亏 后悔就来不及了 董轩闻言奄然一笑 眸中流光闪动 风情万种 娇滴滴说道 师兄这是在责怪轩吗 董轩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一旁 陈巧千看到事情不对 立刻走上前来 冷冷问道 陈师姐 人家就是想问一下 这位师兄的名字吗 干嘛这么凶 哼 少在我们面前来这一趟 师弟 我们走 陈师姐说着 立刻拉着叶长生离开此地 生怕他对这董轩有想法 毕竟 那董轩的一手魅术 在黄蜂谷 可是鼎鼎大名 不知有多少弟子被他迷惑 甘愿成为群下之臣 而董轩 似乎野乐地 用魅术来玩弄这些黄蜂谷的优秀男弟子 挑动他们彼此之间争风吃醋 对于这种游戏 他玩得乐此不疲 董轩不是个安分的女人 但陈师姐也深深地知道 叶长生更不是个安分的男人 这对男女遇上 谁吃了 谁还不一定呢 陈师姐可不想让自己身边莫名其妙 就多出个竞争者 所以 他赶紧拉着叶长生离开此地 叶长生脸上带着笑 也没有多说什么 任凭陈师姐带他离开 哼 陈巧倩的男人吗 真是有意思 董轩心中冷哼道 我就不信 还降服不了你了 他看着那两人离去的背景 脸上露出了迷人的笑容 轩师妹 轩师妹 你怎么站在这里啊 这里风大 着凉了怎么办 快穿上师兄的衣服 滚 轩师妹是我的 谁穿你的衣服啊 你再说一句 轩师妹跟你有什么关系 身后传来一阵争风吃醋的声音 董轩却连回头看他们一眼 都懒得看 回想起刚才那位师兄的警告之语 董轩脸上就露出一丝饶有兴趣的声色 不要随便使用魅术吗 兮兮 这位师兄还真有意思呢 我倒是越来越好奇你的身份了 居然能让陈巧茜死心塌地 董轩盯着那两道远去的光芒看了许久 下定决心 要去搜集关于叶长生的资料 一定要将这个人的身份调查出来 到时候将他勾引过来 让他抛弃陈巧茜 哼 我倒看陈巧茜以后在我面前 还怎么嚣张 董轩如此想着 一甩袖离开了此地 离开议事大厅所在的山头后 叶长生与陈师姐分离 回到了自己的洞府中 继续嗑丹药修行 董轩的事情 他没放在心上 如果此女执意要招惹他 那掌握了和欢秘点的叶长生 将会让董轩知道 什么叫陪了夫人又折兵 如此 他平静地修行了两个月 终于在某一天 炼化了一枚丹药后 进入了筑机中期 这次突破是水到渠成的 法力积累到了 便成功地进入了这一境界 精灵天心宫的第五层修炼成功 叶长生一身法力的浑厚程度 已经快要超越贾丹修士了 伸了个懒腰 叶长生心满意足地站了起来 走到门口 看到了一堆传音符在阵法中打转 一招手将其全都收了过来 传音符大部分是陈师姐的 告诉她所有的俘虏和法器 都已经处理完毕 总计赚了有五万零食 另外 陈师姐还告诉了 她一些最近发生的事情 黄蜂谷抽掉了一批筑机弟子 前往车骑国和江国 但这批筑机弟子 却不是什么所谓的精锐 大部分都是年纪大了 或是资质不佳的人 总之 这些人不算是门派未来的希望 没有修炼到结单期的可能 所以 首先被派上了危险的战场 当成了炮灰 而后 便是七派组建了执法队 陈巧倩的大哥陈巧天 居然被李化元指定为执法队的成员 执法队 毫无疑问 算是个好差事 因为进了执法队 只需要在越国境内转悠就行了 不需要上战场 就避免了很多危险 李化元让陈巧天这个刚住机的弟子 进入执法队 无疑是保护他的一种举措 可见 他对陈家 应该是很重视了 陈师姐还在传音符中感慨 他大哥拜的这个老师 的确不错 是个好人 当初 李化元从演乐宗的穷老怪那里 赢得了三枚无形针的福宝 这一次 他居然将其中一枚赐给了陈巧天 要知道 那无形针符宝 可是结单修士 都要心动的东西 能这样赐给弟子 说明李化元这个师傅 的确还可以 不像修针界那些 把弟子纯粹是当作奴隶的人 处理完陈师姐的传音符后 叶长生将目光转向那一堆粉色的传音符 叶师兄 薛儿知道 你的身份了 希希 叶师兄 薛儿已经到你的洞府外面来了 师兄就不想见上薛儿一面吗 叶师兄 开开门嘛 好不好 叶师兄 薛儿已经等了你两天了 叶师兄 竟然都是董薛儿的传音符 足足有十几张 叶长生脸上露出古怪之色 看起来 闭关这段时间里 似乎董薛儿在他洞府外来过很多次 叶师兄 薛儿听说 你正在寻找能帮助助机修饰 修为精进的丹药 薛儿正好知道 哪里有这东西哦 最后一道传音符中 董薛儿说出了 让叶长生感兴趣的东西 丹药和丹方 这是叶长生极缺的东西 精灵天星宫的第六层 所需要消耗的资源 比起第五层来 更是要翻倍 按照叶长生的估算 他从助机中期 修炼到后期 大约需要消耗四种丹药 从后期修炼到甲丹 需要消耗两种丹药 也就是说 要修炼到结丹的门槛前 还需要六种不同的丹药 现在 其中一种已经有了着落 交给韩丽去收集材料了 两三年之内 应该会有结果 剩下的五种 还得花时间去搜寻 从突破助机期 到助机中期 我用了不到一年半 接下来 如果丹药供给充足 我就能在三年内 进入助机后期 修炼至甲丹 坐在洞府中 叶长生拖着下巴 陷入了沉思 他修行的速度 远比一般人 要快上很多倍 天灵根也远远不及 因为天灵根 也不可能天天课要修行 只用一年半 就从初期进入中期 这个速度有点吓人 不过 好在也不至于 惊世骇俗 毕竟 若是得到了一些机缘的话 那还是有可能的 但如果接下来 叶长生在三年内 进入助机后期的话 恐怕很多人就绷不住了 叶长生 以往经常拿来 和自己对比的韩力 现在还没助机呢 如果按照正常的时间 走向的话 韩力要成功助机 还得等到两年半之后 那个时候 叶长生都快助机后期了 现在战争来临 正是我的机会 平时那些助机修士 结单修士 一个个把单方宝贵的 跟什么似的 现在为了换取零食 购买各种斗法的资源 他们会大量抛出 各种珍贵的东西 单方 甚至是炼制本命法宝的材料 现在都可以着手去收集 叶长生眼神闪烁 一时间想到了很多 对于进入结单期 他还是很有信心的 到了结单之后 就该考虑炼制法宝的事情 周天星辰静 是《精灵天星宫》中 记载的本命法宝 这种法宝威力极大 但同时 需要的材料 也异常珍贵 两种主材料 幻神纱和九天紫玉 叶长生是毫无头绪 不知道上哪去找 两种最主要的辅材 星元石和星陵墓 同样是很难得到的东西 剩下的 还有十几种辅助材料 相对而言 找起来便容易一些了 叶长生已经让陈师姐 帮忙收集这些材料了 不知道借助陈家的渠道 能不能让他有所收获 还有九窍新元宫的修炼 这门功法修炼起来很慢 但现在 我倒是有加快速度的方法了 叶长生喃喃自语 手中出现了一个预解 是烙印荷欢秘点的那个预解 荷欢秘点中 记载了大量的双修功法 这其中 叶长生就发现了一种比较适合自己的 玉皇吞灵弓 这是一种借助男女双修 淬炼自身体魄的荷欢功法 借助这门法觉 在阴阳相合时 吞纳天地灵气的效率 将会达到平时的数倍 甚至是十倍 叶长生所要修炼的九窍新元宫 恰好就是一门需要大量 吞纳心灵之气的功法 如果将吸收的效率提升上十倍的话 那它淬炼肉身的速度 也能够大幅度增加 按照荷欢秘点中的记载 修炼玉皇吞灵弓时 与之双修的女子 资质越好 功法效率就越高 最好是拥有天灵根 特殊体制的女子 与她们同修这门功法 可以将炼体的效率提升到近十倍 看到这些描述 叶长生立刻就想到了心如阴 龙银之体 也算是一种特殊体制 而且 修炼这门功法的话 心如阴体内的龙银之气 将会作为一种影子 将外界的天地心力 牵引到叶长生的体内 这样的话 心如阴的龙银之气 也将被叶长生吸收 从而缓解这种体制 对她的危害 看到这描述 叶长生是感慨不已 田不缺呀田不缺 你可真是个好人 为了挽救新姑娘 不辞辛劳地将这门功法 送到我手上 我倒不是基于 如阴姑娘的身子 我只是想改变 她英年早逝的命运 叶长生嘀咕着 打开和欢密点 细细参悟了起来 数日后 一个穿着红色长裙的女子 又出现在了她的洞府外面 看着那被阵法 笼罩的洞府 董轩气得牙根痒痒 她已经往这里 跑了快有十趟了 但连叶长生的一根毛 都没看到 船音符扔进去 就像是泥牛入海一样 根本没有动静 董轩有些怀疑 这位叶师兄 是不是故意躲着不见他 但他越是这样做 董轩就越是想要征服他 董轩被叶长生 激起了好胜心 他不信凭自己的魅力 还弥补倒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年轻男子 尤其是 这人还是陈巧欠的相好的 这就更加激起了董轩的兴趣 也正是因此 他才坚持不懈地跑了这么多次 董轩虽然年纪不大 实力也不是很强 但是凭借他那一手魅属 他在黄蜂谷 堪称是消息最灵通的人 稍微调查了一番 他就很容易地得知 叶长生一直以来都在收集助机器 用得上的单方与单药 而他刚好又得知了一种 助机器用得上的单药的下落 因此 他最近几天跑得很勤 有空就来叶长生的洞府前溜达 这次 当他走到阵法前 准备将传音符放进去的时候 忽然间 阵法有了动静 一阵光芒变幻 守护在叶长生洞府门口的阵法打开了 叶长生从里面走了出来 师兄 你终于肯见轩了 董轩见状又惊又喜 娇滴滴地说道 轩都在外面等你好多天了 董师妹 你说你掌握了一种单药的下落 叶长生开门见山问道 董轩闻言立刻就做出一副 渲燃欲气的样子 道 师兄见轩 难道就只是为了那种单药吗 叶长生眉头微皱 淡淡道 我没兴趣听你这些废话 说吧 你要怎样才肯到出 那种单药的下落 听到这话 董轩心中一阵气恼 按道这位叶师兄怎么如此不识风情 别的黄蜂古弟子 他这么一番话下来 早已经迷得找不着北了 但这位叶师兄却是油盐不敬 你要说他是不敬女色吧 看他和陈巧倩那样子 也不像 你要说他是敬女色吧 这么一番挑逗魅惑下来 一点反应也没有 难道他真的是那种 对伴侣中真不二的男人 董轩心中泛起了一丝疑虑 随即他眸子一转 娇声道 那种丹药 就在离我们不远处的元武国 轩可以免费告诉师兄丹药的所在 不需要师兄付出什么 只求师兄能允许轩陪同 一起去找丹药 这董轩真是不知好歹啊 三番五次的媚乎我 这可是 你自己送上门来的 被吃干抹尽了 不要怪我 叶长生心里想到 走吧 他大袖一甩 放出了飞天凌缩 这是元武国神兵们的飞天凌缩 师兄你可真是看到这件法器 董轩很是惊讶 这么快就修成筑机中气 还拿着神兵们从不外传的飞天凌缩 这位师兄可真是越来越让人好奇了 董轩美眸闪烁 跟着叶长生跳上了飞天凌缩 如果说之前的他跑来纠缠叶长生 仅仅是因为那恶劣性格的话 那么现在 他对叶长生 就真的是产生强烈的好奇了 在他眼中 这位叶师兄身上 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给人一种 想要深入探究的冲动 那种丹药会在 元武国三大正派 联合举行的一次拍卖会上出现 师兄可要多准备些零食哦 如果不够的话 雪儿可以见你一些 不用了 叶长生淡淡说着 预使着飞天凌缩向元武国的方向飞去 根据董轩所言 这处拍卖会所在的方式 在元武国的中部 十天之内走一个来回 问题不大 叶长生心中想到 飞天凌缩在这两人快速穿行 到了元武国与越国的边界地区时 叶长生停了下来 和董轩换了另外的飞行法器 这飞天凌缩虽然快 但在元武国却见不得光 站在竹缘上 看着离自己越来越靠近的董轩 叶长生暗暗冷笑一声 刚才他暗中使用了一种 和欢秘典上记载的秘书 这种秘书 对大部分魅术都有克制的作用 董轩越是使用魅术 魅惑叶长生 自己反而会越是沉陷入其中 到最后 便是无可自拔 这是叶长生给他的惩罚 如果他老老实实 不使用魅术 那什么事也没有 一旦他妄图用魅术征服叶长生 那就会被反噬 这种秘书的影响 是潜移默化的 董轩自己是一点感觉也没有 他只觉得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越发地对叶长生感到好奇 越发地想深入了解他 亲近他 也正是因此 他不知不觉地 就距离叶长生越来越近 元武国中部 一处方式中 叶长生和董轩来到了这里 飞云阁 叶长生轻语 看着前方那座高耸的楼阁 这是举行拍卖会的地方 魔道入侵的消息 已经传入元武国 这个与越国锦灵的国家 最近也紧张了起来 各种物资的交换开始频繁 大家都在为将来可能发生的大战做准备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飞云阁拍卖会 被元武国三大正派组织了起来 师兄 这里的人眼神都好凶恶啊 轩害怕 师兄 你会保护好轩吗 董轩娇声若气地说道 他这时候都快靠到叶长生身上了 叶长生四周一看 因为魅术的缘故 已经有很多人将目光看向了他们两人 一些难修看向叶长生的眼神 更是异常凶恶 眉头一挑 叶长生冷冷道 你在这样乱用魅术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了 如果按照董轩一贯的性格 他此刻定会调笑几句 问问叶长生会怎么不客气 但是现在 他心里不知为何 产生了一丝抗拒 不愿意去说 会让叶师兄生气的话 师兄 你别生气 轩儿这就收起魅术 董轩儿连忙说道 整个人气质一变 顿时变得清冷端正了起来 这一下子 周围的狂风浪蝶就少了很多 何欢中的秘术 还真是邪门了 叶长生注意到董轩儿的变化后 心里嘀咕了一声 以董轩儿的性格 加上他背后 还有洪福这么个大靠山 若是在平常 他是绝不可能乖乖听话的 但是现在 他却变得如此乖巧 这要是让熟悉他的人看到 必会非常惊讶 这里面的原因 只有叶长生知道 自然是因为那种何欢秘术 一直对叶长生 使用魅术的董轩儿 不知不觉间 遭受了严重的反噬 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 在飞云阁内部人员的带领下 叶长生和化作 《清冷红裙仙子》的董轩儿 进入了阁楼中的一个房间里 打开房间里的一扇门 向下看去 是一座宽敞的大厅 大厅的中央 是一个圆形的舞台 上面摆放了两张桌子 这应该就是拍卖会主持者 站着的地方了 圆形舞台周围 围绕着舞台摆放了七八排椅子 上面已经快坐满人了 随便一看 大部分都是练气期的修饰 当然 也有不少住机期的 叶长生能上到二楼房间中 还得多亏了董轩儿此女 拿出了一块红服的玉佩 借助红服这个结单修饰的威名 两人少了很多麻烦 二楼几十个房间中 大部分是住机修饰 但也有几个房间里 气息深不可测 叶长生心中一灵 没有用神识去打探 不出意外的话 那里面大概率是结单修饰 没想到 这样一场拍卖会 连结单修饰都出现了 叶长生不由地对拍卖 会多了几分期待 很快 当然来得差不多了后 拍卖会开始了 上来主持的是一个 助级后期的老头 长得慈眉善目 笑容可居 他说话风趣幽默 简短几句 便逗得一些人哈哈大笑了起来 活跃了一下气氛之后 此军便立刻宣布了拍卖会的开始 首先被拿上来拍卖的 是一种四级妖兽的卵 珍贵无比 连那几名结单修饰都动心了 一时间 场中的气氛无比的热烈 那一枚妖兽卵 拍出了两千多零食的高价 开门红之后 便是一件件极品法器 一株株三五百年的灵药 珍贵的炼器材料等 不断地被拿上桌子 几乎看不到什么流派的物品 大部分东西都被人拿下了 或是三五百零食 或是一两千零食 在热烈的气氛中 叶长生终于等到了 自己想要的东西 一瓶月灵丹 能够帮助助击期修饰 精进法力 主委同道 若是有谁即将要突破境界 这瓶丹药 就是不二之选了 拍卖会主持者的一番话语 立刻让在场众多助击修饰 眼神变得火热了起来 修仙界的动乱即将到来 在这种时刻 法力精进一分 自身便安全一分 这种能增进法力的丹药 有多么受欢迎 就可想而知了 底价五百零食 老者刚喊完报价 立刻就有人大声道 八百零食 一千零食 一千二百零食 一千三百零食 报价声此起彼伏 出现在这里的助击修饰 有好几十号人 几乎没有不对 这瓶丹药动心的 一千八百零食 两千零食 当价格飙升到两千零食时 大部分助击修饰 骂骂咧咧地退出了竞争 两千一百零食 两千三百零食 叶长生也加入了竞价的行列 这突然杀出来的竞价者 立刻引得其余几名竞争了 半天的助击修饰 一阵侧目 两千四百零食 两千五百零食 当价格来到这一步时 又有几名助击修饰退了出去 于是 便只剩下了叶长生 以及同样在二楼房间中的 另一方竞争者 两千八百零食 当叶长生将价格一口气 又提升了三百零食时 对面陷入了一片沉默 大哥 怎么办 我们身上的零食快不够了 一道粗力的嗓音响起 包厢中 坐着两名助击修饰 皆是助击中期的修为 两人身材高大 面相丑陋 长相很是相似 看起来是一对兄弟 这瓶单要我志在必得 如果买不到 那我们兄弟就无法在短时间内 突破到助击后期 被称作大哥的人 冷冷说道 两千九百零食 他沉声开口 三千零食 平淡的声音传来 对面毫不犹豫的加价 三千二百零食 粗壮大汉咬着牙 喊出了这么个价格 三千三百零食 对面仍然选择加价 丝毫也没有放弃 这瓶单要的想法 粗壮大汉的拳头 捏得歌之作响 眼神阴冷地盯着那个声音 传出来的包香 大哥 我们没有那么多零食了 旁边 他的兄弟说道 眼神中露出野兽一般的光芒 大哥 没必要和他争了 且让他拍下这瓶单要吧 他说着 嘴角露出了一丝残酷的笑容 看到他的这笑容 他大哥也冷笑了一声 道 看来我们又要做回老本行了 哼哼 如果不干老本行 我们兄弟上哪弄来这么多零食 二人中的老大 眼神阴冷 快速传言给他的兄弟 你去盯着那个包香 先看看里面的人实力如何在做打算 知道了 大哥 交给我吧 说着 这名丑汉离开了包香 向外面走去 看起来 两人做这种事情 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3300时 还有人出更高的价格吗 在接连询问了几声后 这瓶月灵丹 最终归夜长生所有 片刻后 一名侍者敲了敲门 用一张托盘 拖着那瓶丹药 进入了夜长生所在的包厢 打开玉瓶 检查了一下后 夜长生支付了零食 得到了这瓶丹药 十枚丹药卖 3300零食 这对我来说 是血亏 看来我有必要出手一些 住机器用得着的丹药了 这样既赚了零食 又增强了气派修士的实力 一举两得 夜长生想到 得到丹药后 接下来的拍卖会 夜长生就没多少兴趣了 不过 尽管如此 他还是看到了最后 希望拍卖会上 能碰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但最终并没有 于是 当压轴物品出现时 夜长生便带着董轩离开了 压轴物品 是结单修士争抢的东西 趁着他们的注意力被吸引 这时候离开是最安全的 显然 和夜长生抱着一样想法的修士很多 当压轴物品出现后 有一大片炼器 助机修士退场 他们也因此 没能看到最后环节 竞争之激烈 压轴环节 这次拍卖会 居然拿出了两件法宝 来拍卖 这实在是大手笔 结果 包厢中那几位结单七的高人 纷纷下场竞争 一度将其中一件法宝 炒到了五万零十的天价 这个价格 另下面那些炼器 助机的修士 头脑感到发晕 五万零十 他们中很多人 这辈子可能都没见到过那么多零十 随着最后那件法宝 被一位蒙面的结单高人拿下后 这场拍卖会就这样结束了 叶长生带着董轩 飞到元武国与越国的边境地带时 忽然停了下来 师兄 怎么突然停下了 董轩问道 哼 身后有人一直跟着我们 不得停下来等等他们 叶长生淡淡一笑 什么 董轩顿时面色一变 满脸警惕地向身后看去 在修仙界 打架结社是很常见的事情 每一次参加拍卖会 交易会之类的活动 修士们都会小心翼翼 除非是那种 对自己实力特别有自信的 否则大部分人都会谨言慎行 匆匆赶来 匆匆离开 杀人夺宝的事情 董轩也听说过不少 没想到 今日自己亲自碰见了 以前 他的活动范围 主要在越国 仗着洪福的威名 没有人敢招惹他 但现在 在别的国家 洪福的名声 也就没那么好使了 两人停下后 不消片刻 身后便是两道流光 急速飞来 两名助击中期 叶长生 瞇起了眼睛 董轩花容失色 两名助击中期 这可怎么打 他才进入助击初期没多久 战斗力有限得很 师兄 我们快逃吧 使用飞天灵梭 应该很快 就能甩开这两人 董轩急促说道 你先退后吧 这两人我来收拾 叶长生平静吩咐道 董轩站在这里 只会爱手爱脚 师兄 董轩一声惊呼 一人对付两名同街修士 这也太自信了吧 叶师兄明明助击 才一年多 董轩有些失神地想到 我这里有孤祖赐下的福宝 可以助师兄一臂之脸 董轩拿出一张福宝说道 他可不想临阵脱逃 叶长生闻言皱眉 看了他一眼 发现此女清冷的外表下 眼神中满是坚定之一 此女一会儿妩媚 一会儿清冷 反差可真大 叶长生心里感慨道 收敛魅术后 董轩整个人气质 都发生了变化 这不由地让叶长生 再度感慨 何欢宗秘书的可怕 他仅仅是粗略地 学习了其中一门秘书 就让董轩发生了 这样的变化 这要是深入钻研 以后岂不是只用看一眼 就能让大多数女子 投怀送抱 So So 眨眼间 那追踪之人 便来到了叶长生两人面前 身材高大 相貌丑陋 眼神阴冷 闪烁着野兽般的光芒 宋军千里 终有一别 两位跟了这么久 真是辛苦了 接下来就由在下 送两位去休息吧 叶长生背负双手 轻声笑道 看他一副 气定神闲的样子 追上来的这两人 立刻眯起了眼睛 好小子 好气魄 这么多年来 还从来没有人能活着 带走我们 风铃双魔看上的东西 风铃双魔 你们是东玉国的 风铃双魔 董轩儿听到这话后 一声惊呼 脸色煞白地 看着那两人 怎么 轩儿师妹 你认识这两人 叶长生转头问道 师兄 这两人 是东玉国的人 董轩儿急忙给 叶长生传音 快速介绍了 一番这风铃双魔的威名 原来 这两人以前 是东玉国某个 小宗门的修士 后来门派被灭之后 便成了散修 成为散修后 这两人似乎是 彻底放开了手脚 开始肆无忌惮地 对同街和低街修士下手 杀人夺宝 闯出了一番凶名 因为兄弟两人 都是风铃根 因此一些畏惧 他们的修士 给他们两人 起名为风铃双魔 他们所在的 东玉国本身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国家 论起其国家的附属 修仙资源的丰富 以及修仙界的实力 足以排在天南前十 但因为一些历史原因 此国境内 众多门派极为混杂 既有正魔性质的宗门 也有正魔之外的 闲散小派 天南地区 赫赫有名的坠魔谷 就在这个国家 因为修仙界形势复杂 动不动就有小门派 被灭门的缘故 这个国家 境内高阶散修的数量 远多于其他的国家 风铃双魔 便是其中较为有名的 他们兄弟两人的兄名 来源于他们那强悍的实力 即便是铸鸡后妻的修仕 碰到他们 也讨不了好的 据说 这对兄弟 有联手灭杀铸鸡后妻修仕的经历 正是因此 寻常的铸鸡妻修仕 遇到他们后 往往唯恐避之不及 不敢轻易招惹 嘿嘿 看来你们知道我们兄弟的威名 既然如此 就不多说什么了 交出那瓶丹药 或许我们 还可以留你们一命 风铃双魔中的老大 冷笑着说道 我姑祖 是黄蜂谷杰丹长老红福仙子 你们敢对我们动手 董轩脸色苍白地大喊道 红福 风铃双魔听到这个名字 眉头一紧 怎么办 大哥 红福那老娘们不好惹 这下有点麻烦了 没想到 还有红福的后人 风铃双魔中的 老大脸色殷勤不定 犹豫了一下 说道 看在红福前辈的面子上 你们把那瓶丹药交出来 我放你们离去 怎么办 师兄 董轩连忙传音 涉于风铃双魔的威名 他心里是想妥协地 交出丹药 然后离去 在他看来 他和叶长生 是不可能战胜 这对兄弟的 但 选择权 毕竟在叶长生手上 一声冷笑 叶长生冷冷到 一直以来 都是我杀别人夺宝 今天反倒让别人 杀到我头上来了 他这话一出 立刻就让在场三人瞪大了眼珠子 原来 师兄的那飞天灵梭 是杀人夺宝的来的吗 董轩心中难难道 立刻就明白了些什么 碰到同行了 风铃双魔有些惊讶 大哥 看来 此人是不答应了 怎么办 我们要放弃吗 这对兄弟 闯下这么大的威名 还能活到今天 也是因为他们 从来不招惹 不能招惹的人 但这一次 如果放过他们 我们兄弟何时才能 晋升助击后期 再拖延下去 我们就没有 结单的希望了 今天说什么 也不能放过他们 那怎么办 红福那老娘 皮不好惹啊 哼 你觉得 红福现在还顾得上 这种小事吗 魔道快打到越国来了 他们这些高阶修士 应付魔道修士 还来不及呢 顾得上我们兄弟 杀了这两人 我们兄弟 立刻回东域 国藏起来 安心前修 到助击后期 到时候凭借那种秘书 就算是结单修士 出现了 也不怕 大哥说的是 那我们就干这一票吧 风铃双魔中的老二眼神发狠 下定了决心 叶长生不知道 风铃双魔兄弟商量了什么 但看他们的眼神 就知道 这两人已经下定了决心 他们想杀了自己 夺取那瓶丹药 看起来 这两人是有某种 不惧红服这名杰丹修士的底牌了 眼睛微眯 叶长生心中杀意咒起 从对方开始追踪他的那一刻起 他就决定 要杀了这两人了 正如叶长生之前所说 自从他踏入修行界来 一直都是 他杀别人夺宝 还没有别人杀他夺宝的事情 他这一身宝物 大部分是杀人夺来的 虽然 大多数时候 这些人并不是他主动要杀 而是那些人自己送上门来 就像今天这封铃双魔一样 动手 双方几乎是同时动手 叶长生双袖一甩 飞出了两件法器 向对面射去 而对面也同时打出了两件法器 来杀他和董轩 三名酒精沙场的 助击中期修士 动手无比的干脆 唯有董轩这个 没有多少战斗经验的人 一直猛着 直到叶长生提醒 才急忙拿出了一件法器 挡住了向他袭来的攻击 董轩反应慢了一拍 但总算是挡住了 风铃双魔弓 向他的那件极品法器 叶长生处物袋中 不断地飞出一件件法器 到最后 他身前出现了五六件 极品攻击法器 挥舞着各色的流光 向对面那两兄弟攻去 而那两兄弟竟也不差 同样一人操控着 四五件极品法器 双方的法器刚一接触 便立刻纠缠在一起 叶长生雄厚的法力 肆意挥洒 催动着的每一件法器 都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打得对面那两兄弟的法器 节节后退 不好 此人法力竟如此雄厚 风铃双魔一声惊呼 连忙将弓向董轩的 几件法器撤了回来 抵挡叶长生的进攻 董轩怼喘了一口气 他连忙开始准备 手上的那件福宝 叶师兄看着叶长生 大发神威的样子 董轩心中充满了震撼 一人打两人 竟然还将对面给压制了 离谱 这两人 神是怎么这么强大 这边 叶长生心里也充满了惊讶 他凭借强大的法力 催动几件法器 绰绰有余 可对面那两人 没有他这么强的法力 他们面对叶长生 凶猛的进攻 全凭强大的神识 玉石法器抵挡 两人的神识很强 So 叶长生手中 一道福宝飞起 一柄雪白的小剑 从福祉中飞出 寒气逼人 董轩那边的福宝 还没有准备好 叶长生 就已经将福宝记起了 这就是两人之间 法力上的巨大差距 这么快 对面 风铃双魔大吃一惊 他们兄弟两人 同样手里 各自扣了一件福宝 还在准备着呢 从开始斗法到现在 不过三五息的时间 众人 已经是手段齐出 So 韩月小剑 急速落下 斩碎了一件 风铃双魔 用来防御的 极平法器 大哥 救我 一声惊呼 韩月剑飞驰而过 一片血光溅气 啊 一声痛呼 风铃双魔中的老二 脸色因疼痛 变得争鸣了起来 他腰部以下 两条腿被齐根斩断 如果刚才不是用风盾之术闪避 恐怕直接被斩杀了 小爹 一声惊呼 风铃双魔的老大 连忙冲过去 抱住他弟弟 这时 韩月剑已然再度飞过来 气势汹汹 无可阻挡 这是法力上的碾压 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法器 挡在韩月剑面前 都必然会被斩碎 叶长生 以其浑厚的法力 操纵这件福宝 简直就像是一位假丹修士 控制着福宝 攻击两兄弟一样 福宝的威力 已然被发挥到了极致 哪怕是极品防御法器 也挡不住一击 所向披靡 叶师兄太强了 一旁的董轩 看得美眸中一彩连连 韩月剑落下 看着趋势 这对威名赫赫的兄弟 必然要被斩杀 关键时刻 风铃双魔中的老大 一声怒吓 用那一招 他那血流不止 满脸痛苦之色的弟弟 听到这话 脸色一狠 立刻张口吐出了一团血物 血物将两人笼罩 同时 他们的那一件件法器 快速飞向韩月剑 阻挡这件福宝降落 随着这几件法器 被不断斩碎 韩月剑的攻击 也被有效地组织 不过一两息之后 血物散去 原地竟然只剩下了一个人 什么 董轩一声惊呼 叶长生 也是瞳孔 骤然一缩 风铃双魔中的老二不见了 只剩下老大 他眼睛中竟然出现了重铜 他整个人的气息 骤然间变得无比强大 已然超出了助击后期 直逼甲单 韩月剑落下 但与此同时 风铃双魔老大手上的那件福宝 也放出光滑 一柄青色的天歌飞出 挡住了韩月剑 同时 风铃双魔看向了叶长生 怒吓一声 去死吧 叶长生心中咯噔一声 而后便看到 那双诡异的眼睛中 忽然间爆发出两束璀璨的光芒 光芒极亮 从那光芒中 孕育出了两道弧形的刃 那弧形的刃向叶长生展来 速度极快 几乎是瞬移 在叶长生看到 他们眼睛的那一瞬间 弧形的韧光 便飞进了他的眼睛 斩在他的神石上 啊 一瞬间 叶长生只觉得眼前一黑 头疼欲裂 脑袋似乎像是要被撕裂了一样 师兄 隐隐约约间 叶长生像是听到了 这么一声惊呼 他意识混沌 身形不稳 直接向下栽去 韩月剑失去了操控 变成轻飘飘的符指 落下 而与此同时 那青色的天歌 却迅速向叶长生展来 弦灭杀了此人 这是风铃双魔心中的想法 趁着叶长生意识混乱 赶紧将他斩杀 董轩的符宝 已然记起 是一根红色的绳索 他指挥符宝急速飞出 想要挡住那青色天歌 但风铃双魔 仅仅只是用了一件法器 便挡住了这件符宝 以他的法力 想要和现在的风铃双魔斗法 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如果不是要先杀掉叶长生 人家三两个回合 就能就解决了他 青色天歌 毫无阻碍地落下 荧光甲 头痛欲裂之中 叶长生勉强将这门神通施展了出来 璀璨的荧光出现在他身上 形成密不透风的铠甲 将他保护住 当 青色天歌并没有如风铃双魔预想中的那样 将叶长生斩成两节 反而是被那银色的光甲挡住 寸步不能前进 这是什么 风铃双魔暴跳如雷 指挥着青色天歌连连斩击 但都被那银色的光甲挡住 一道神通挡住了福宝的攻击 还是堪比甲丹修士使用的福宝 这有点吓人了 战机是很短暂的 可以说是一瞬即逝 风铃双魔并没有在这短暂的时机中杀死叶长生 而经过这么几席的恢复 叶长生的意识混乱已经初步平复 他的眸光亮了起来 虽然脑袋仍然昏昏沉沉 有一种撕裂般的疼痛 但意识勉强能做出一些应对了 任凭青色天歌打在身上 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没有去管 手中出现另一张符纸 法力急速注入 熟悉之后 符纸亮起 一面镜子从中飞出 轻宁静 镜子上射出一道白光 照在风铃双魔身上 立刻将其定住 一动也不能动 So 董轩立刻抓住战机 欲使一柄红色的小剑 将风铃双魔斩杀 碰 一声乱响 那具诡异的 由两人融合而成的尸体爆炸开来 血肉散落一地 看到那兄弟两人死了后 叶长生身体一晃 差点又栽倒下去 师兄 董轩连忙冲过来 扶住了他 我没事 叶长生晃晃脑袋 让意识清醒了一些 还真是狼狈啊 他苦笑一声 自从出道以来 就没有这么吃亏过 这风铃双魔 太诡异了 将两人的储物袋收起 叶长生从其中发现了本古卷 那是一本功法 名为 吉神印法 吉神印法 这四个字写在古卷的封面上 银沟铁画 气势宏大 打开古卷一看 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小字 记载的是一门功法 专门修行神识的功法 吉神印法 每凝结出来一道印 神魂之力翻倍 第一印 斩魂印 刚才那对兄弟 应该就是用了这斩魂印 差点让我阴沟里翻了船 叶长生难难道 此刻的他 脸色煞白 缺少血色 他坐在地面上 手里拿着古卷观看 身旁是脸色同样苍白 眼泪汪汪的董轩 此女刚才真的是被吓傻了 差点以为 他和叶长生 要被那对兄弟杀掉 一直以来 养尊处优的董轩 何时经历过这样的阵仗 他那刁蛮的性格 在刚才这场生死危机中 也消解得无影无踪 此刻只剩下柔弱与惶恐 如果一招不慎 这一次 岂不是要葬身于此 多亏了叶师兄 董轩美眸寒情 默默地看着身旁的叶长生 盘膝在地 手捧古卷 虽然脸色苍白 但气势凛然 又同皆无敌之事 联想到刚才 他力压风凌霜魔的气势 董轩眼神迷离 在他心中 叶长生的形象 经过这一意后 已然是无限拔高 大略看了一遍这古卷之后 叶长生将其收了起来 极神印法 有四道印 全都修炼 完成的画 神魂之力 能够达到同阶的十六倍 何等觅天的功法 将极神印法 收进储物袋中 叶长生将其郑重地保存起来 现在他的脑袋宛如一团江湖 根本无法去思考太多事情 师兄 刚才掉落的东西 都在这里了 董轩小生说着 将几张符纸递了过来 一张是叶长生的含月剑符纸 另外两张 则是风铃双魔的符宝 一者是那青色的天歌 一件很强的攻击性符宝 另外一个则是一颗珠子 同样为攻击性符宝 将两件符宝收起 叶长生也顾不上 仔细去检查封 磷双魔的储物袋 袖中飞出飞天零梭 淡淡道 董师妹 今天的事情 叶师兄 今天的事情 我不会给任何人说的 我已到心起事 董轩立刻郑重地说道 叶长生点了点头 缓缓道 那样最好 轩师妹 叶长生脸色忽然变得温柔了起来 一声柔和地称呼 师兄 董轩脸色瞬间飞红 看了过来 心情跌宕起伏 脑海中浮想连篇 碰 一声闷响 董轩被叶长生击倒在地 晕了过去 道心起事 我也不能相信啊 叶长生喃喃低语 他手掌一动 放到了董轩的头顶上 手上出现一团粉色的气息 轩师妹 今日 你我二人遭遇风铃双魔 经过一番激战 终于将其斩杀 叶长生低声说着 伴随着他话语不断 一团团粉色的烟雾涌 涌入董轩的脑袋中 修改了他的记忆 关于韩月剑 清明镜 及神印法相关的信息 被抹去了 这几件东西 叶长生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 他所使用的 正是和欢秘点中的秘法 这和欢秘点 还真是一座宝藏 董轩所修行的华春觉 也记载在其中 关于此功法的特点 弱点都有描述 叶长生也因此 能针对性地修改董轩的记忆 不过 现在他的神识之力 受到严重的损伤 无法对董轩的记忆 进行太大的改动 只能抹去 与那几件福宝相关的内容 抹去这些信息后 董轩的记忆纠错能力 会自动填充这些空白 至于怎么填充 那叶长生就不知道了 全看董轩自己的脑补 包括他被打晕的事情 也会自动脑补成别的样子 做完这一切后 叶长生的脸色越发苍白 这一次 神魂遭受到的冲击太严重了 太阳穴仿佛针扎一样 突突地跳着疼 将周围的一切都清扫后 叶长生夹着董轩 坐上飞天凌缩 向黄蜂鼓飞去 过了一阵子 董轩悠悠行转 师兄 小心 他大喊一声 满脸紧张之色 但随即 他愣住了 这是 战斗结束了吗 董轩看着四周云雾缭绕的景象 男男道 轩师妹 你之前在战斗中晕了过去 终于醒来了 叶长生在一旁平静地说道 师兄 那封灵霜魔 已经被我杀了 死 董轩倒吸一口凉气 满脸震撼地看着叶长生 竟然杀了封灵霜魔 这位叶师兄 实力是得有多强 董轩心中充满了震惊与敬佩 随即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脸色一红 小声道 师兄 轩没用 非一旦没能帮上忙 反而给你拖了后腿 无妨 轩师妹表现得也很好了 叶长生温和说道 随即 叶长生话音又一转 道 轩师妹 关于今天的事情 最好不要说出去 这是为何 董轩脸上露出疑惑之色 看到他这样子 叶长生暗自点头 看来此女已经把那些敏感的事情忘光了 否则他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是这样 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我的实力 轩师妹 你也知道 现在正逢魔道危机 如果我的实力爆出来的话 恐怕门内会安排我去做一些危险的任务 这是我不希望的 叶长生轻声说道 原来如此 师兄 我明白了 我已倒心其事 今日的事情绝不会说出去 哪怕是我的姑祖 嗯 叶长生满意地点了点头 两人遂不再多雨 叶长生一路遇使着飞天凌缩 来到了太阅山脉 自己的洞府外 一路上 董轩一直看着叶长生的侧脸 脸上时不时地泛起一丝飞红 这让叶长生心里直犯嘀咕 此女究竟把那场战斗 挠不成了什么样子 董轩的变化让叶长生有些莫名其妙 他猜测这应该是对董轩记忆修改之后的后遗症 多半和董轩脑补的那些记忆空白有关 不过他现在也无暇去考虑这些事情了 头疼得厉害 送走了董轩后 叶长生回到自己洞府 开启阵法 然后倒头就是大睡 这一睡便是七天七夜 醒来时 叶长生的精神重新变得饱满 他伸了个懒腰 从床上走下 拿出那一日得到的风铃双魔的储物袋 清点起来 二十几块中阶零食 几百块低阶零食 残留了三件极品法器 剩下的全都被他的寒月剑给毁了 两张福宝 自是不用多说 威力都挺不错的 关键是 这两张福宝的来历 远比叶长生自己的那两张清白得多 以后可以随便拿出来用 福禄 上品法器 中品法器等 也是一堆 都不怎么值钱 除此之外 叶长生还翻到了一部功法 风铃双魔的主修功法 一种魔功 里面记载了一种特殊的秘法 叶长生看了片刻后 判断出 这应该就是让风铃双魔身躯 融合在一起的秘法 一种限制颇大的秘法 需要血清之人 灵根相同 若是融合在一起 实力会陡增 法力 神识之力等 都会倍增 这天底下 能找出几个适合修炼这种秘法的人 叶长生摇了摇头 除了风铃双魔外 他所知道的 也就黄蜂谷有一对雷灵根的同胞兄弟 叶长生又拿出了极神印法 有了这门功法 我身上最后的短板也补上了 叶长生难难道 法力 精灵天心宫修炼出来的法力 是同阶的三倍 肉身 只要修炼九窍星元宫 肉身之力也会增强 现在 有了极神印法 神识也可以修炼了 之前正是因为疏忽了对神识的防护 所以差点阴沟里翻了船 只是 谁能想到 两个助击修士 能拥有这么诡异的功法 一方面是能融合在一起的功法 另一方面 又是直接攻击神识的功法 按照一般情况来说 神识攻击的手段 是到了原因期才能掌握的 两个助击修士 手上出现这种东西 着实是出乎人意料了 不能小看天下英雄啊 这世上各种奇奇怪怪的秘法 秘宝多了去了 指不定哪天就冒出来 一个能让你阴沟里翻了船的 叶长生难难道 他将这些东西收起后 便再度开始修炼起来 大战在即 实力能增强一分是一分 一个月后 叶长生被一道传音符唤醒 是黄蜂谷掌门中灵道发来的传音符 让他两日后去黄蜂谷义士大殿 两日后 当叶长生到达义士大厅时 在这里看到了好几十位黄蜂谷驻基弟子 站在最中间的正是掌门中灵道 此军长须飘在胸前 一派先锋道鼓的样子 诸位师弟 这次请大家前来 是为了一些事情 中灵道拱手说道 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魔道入侵的事情 现在车弃国和江国的形势 不容乐观 这两国的陷落是迟早的事 而魔道已经有一些修士 开始潜入越国搞破坏 什么 竟有此事 这些魔宅子也太嚣张了 车弃国和江国都还没拿下 就对越国挑衅 也不怕胃口太大 崩了牙吗 看到众人义愤填膺的样子 钟大掌门满意地点了点头 主委师弟热情如此高涨 看来我找大家来 是找对了 中灵道捋着长须说道 现在 魔道潜入境来搞破坏 我们期派一些关键的地方 如零石矿 要山等有遭受魔道攻击的可能性 这些地方以往的守备力量比较薄弱 所以 七派联盟决定抽掉一批弟子 去镇守这些要害之处 什么 这 一听到钟掌门的话 大家的面色立刻就变了 有点犹豫 全然没有刚才那一份填膺的样子 毕竟 刚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现在可是真的有和魔道修士作战的风险啊 主委师弟 老实说 今时不同往日了 大家也别想着安心修行了 不可能的 众人的神色 钟灵道都看在眼里 他的神色冷了下来 钟某让大家去镇守这些要害之地 也算是为诸位好了 要知道 用不了多久 七派还要抽掉一批弟子 去镇守金谷园前线 难道 诸位师弟 有谁想要成为那去往前线的人吗 钟灵道这话一说出 立刻就让众人面色大变 金谷园 那个地方是越国和车骑国交接的地方 将来注定成为前线 虽然现在魔道还没有打到越国的边境上 但大家都知道 这也是迟早的事情 倘若真的去了前线 那岂不是要第一波与魔道修士交战 想到这里 这群助击弟子立刻纷纷表态 愿意接受七派联盟的调遣 去镇守各个要害之地 见到这一幕 钟掌门满意地点了点头 拿出一块预检 道 诸位师弟 可以选择的任务都在这里面 你们各自选一个吧 预检浮在空中 众人神识探进去 便看到了大量的任务 看守灵石矿 看守灵药园 镇守方式等等 叶长生神识一扫 看到了其中的一条任务 镇守靠近边境地区的 一座大型灵石矿 下方还有一行红色的小字提醒 该灵石矿中 常年莫名其妙有人失踪 疑似存在未知的风险 有人莫名其妙失踪 莫非是传送镇那个灵石矿 叶长生心中一动 便立刻向钟掌门 申请了这个任务 倒是没有人跟他竞争 因为他一个住击中期修士 算是这里面修为比较强的了 没有谁愿意得罪 而且 那个任务靠近边境 没几个人愿意选 钟掌门本意是想安排一位 住击后期的修士 去这座灵石矿的 但看到叶长生毛遂自荐 思索了一下 便答应了下来 这位叶师弟 有点眼熟啊 是不是我最近见过 钟掌门心中想到 等等 莫非他是 回想起了与叶长生 上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钟掌门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一年多之前 他与叶长生第一次正式见面 叶长生成为助击弟子 被他登记在侧 现在 过去了还不到两年 他就住击中期了 且不提这位钟掌门 心中如何惊讶 叶长生接了任务之后 立刻离开了意识大殿 回到自己洞府之中 他大量复制了一批福禄 丹药 提着几个鼓鼓囊囊的储物袋 去找了陈师姐 但要你 尽量多分几批放出 不要引起别人注意 叶长生嘱咐道 这些我都知道的 陈师姐点头说道 处理了这么多批 叶长生带来的各种物资后 他早就有了经验 你要出去执行任务了吗 陈师姐有些担忧地问道 嗯 是去镇守一座零石矿 应该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这点你放心 倒是你 可千万要注意着 不要随便被当成炮灰了 叶长生说道 陈师姐脸上露出笑意 我们陈家是黄蜂谷三大家族之一 我又是族长的女儿 不会有谁把我当成炮灰的 那就好 两人温存了一阵子之后 叶长生告辞 没有回自己的洞府 他又马不停蹄地 去了一趟天心中方市 来到了新如荫居住的 那个小院前 公子 是你 打开门 看到叶长生的身影 小梅发出了一声惊喜的呼声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新如荫的身影 马上出现在叶长生的面前 脸上略带一丝红韵 他眼中露出喜色 脸韧一礼 道 如荫见过叶大哥 如荫 不必和我这么客气 叶长生走到他面前 慢慢说道 落座之后 新如荫亲自倒上一杯灵茶 叶长生品了一口 只觉得肺皮间 都泛着一股清香 公子 你再不来 我和小姐都要搬走了 小梅在一旁撅着嘴说道 似乎是在抱怨叶长生长时间 没有来看望他们主仆二人 哈哈 我的错 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忙 当然 以后可能要更忙了 叶长生说着 脸色凝重了起来 是魔道入侵的事情吗 新如荫心中一动 问道 没错 接下来越国要正面 与魔道作战 我可能很长时间里 都无法顾及到你们这边了 叶大哥 你注意安全 新如荫心里 似乎有千言万语想要讲出来 但最终只吐出了这四个字 小梅 把那几座阵法拿来 新如荫吩咐道 小梅一言去了房间中 片刻后拿着一个储物带出来 里面是一堆阵盘 阵棋 这些是如荫最近一段时间里布置出来的 有困敌的 有杀敌的 有隐藏心迹的 新如荫详细地介绍了每一座阵法的作用 以及该如何操控它们 叶长生认真的记下 这些阵法是新如荫的心血 其中最厉害的一座 能够将结单修饰困住几个时辰 可以说是相当的可怕了 叶长生收下了阵法 而后拿出一个储物带 递给新如荫 新如荫打开一看 里面是几千零食 几件极品法器 还有一些丹药 俘禄 他面色一惊 正要说些什么 叶长生却伸出了两根手指 挡在了他的唇前 如荫 不要多说 收下这些零食 叶长生温和说道 这样暧昧的姿态 立刻让新如荫羞羞红了脸 他明眸闪烁 终于还是将储物带收下 从价值上来说 新如荫赠予的这几座阵法 远超叶长生给他的那些东西 新如荫一直挂念着叶长生 对他的救命恩情 以及出于自己心中 那一抹难以言喻的情思 故而每次都是免费给叶长生阵法 但叶长生 又怎能就这样占他的便宜 当然 他并没有给新如荫太过珍贵的宝物 反而是给了一些修行所需的资源 以及保命的东西 这些是新如荫急需的东西 如荫 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叶长生询问道 最近一段时间里 可有发作 新如荫如玉般的脸庞 慢慢恢复平静 他奄然一笑 道 自从上次叶大哥救了我之后 这估计就再没发作过了 叶长生伸出手 搭在他号腕上 探查了一番他体内的情况 的确 在千年灵药的压制下 龙荫肢体的发作暂缓了 不过这只是权宜之计 只要新如荫继续修炼 那经脉仍然会继续萎缩 关于你的体质 我这里已经有了一个解决方案 叶长生缓缓说道 真的吗 即便是以新如荫平静如水的心态 这一刻也忍不住有些失态 是真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能解决你的体质问题 并且还能让你修为快速增长 叶长生脸上露出了笑容 是什么方法 我下次来时 再告诉你 叶长生大有深意地看着他 缓缓说道 新如荫心头一跳 脸上慢慢泛起红霞 总感觉 叶大哥那灼热的目光 像是要把他吃了一样 片刻后 叶长生随着新如荫 去参观了他们的新居所 一座清幽的小山 已经被阵法围了起来 保护的固若金汤 如果不是为了等叶长生 这对主仆早就住进去了 现在 修仙界变得不平静了 他们也不敢继续待在方式中 叶长生来了之后 新如荫和小梅立刻搬迁 将方式中的一切都搬到了 这座小山中 彻底地隐居了起来 对于这里的安全 叶长生很放心 就算是杰丹修氏走到这里来 也不会发现异常 在这里住了两天后 叶长生回到了黄蜂谷 将自己的洞府收拾了一番 然后去了义士大殿 在那里 他见到了掌门中领导 安排给他的十名炼器弟子 这些人 将会随他一起去临时矿中镇守 到了现在 就连炼器弟子 也无法安稳地修行了 各种任务分配下去 当然 优先调动的 还是那些老弱病残 叶长生随便一扫 便发现这十人都是那种年纪比较大的修士 实力的确是挺强 没有一个炼器十层以下的 但显然 这群人也早已没了住击的希望 所以被派了出来 走吧 叶长生带队离开了黄蜂谷 他架起竹渊 带着十名炼器弟子 向灵石矿行去 先去掩月宗 和掩月宗的弟子会合 再去灵石矿 他在竹渊上 叶长生回想起掌门的吩咐 他要去镇守的那座灵石矿 是越国境内的十几座大型灵石矿之一 原本的镇守之人 是一个年纪颇大的住击初期老者 属于天鹊宝 这样的防卫力量 和平时期是够了 但现在这种关键时刻 七派肯定要增援 除了叶长生之外 还有一个掩月宗的住击后期修士 也会前往 一切都以这位掩月宗的修士为主 叶长生要先去与此人会合 然后再共同前往灵石矿 掩月宗 叶长生眼神微动 回想起了南宫晚慈女 国色天香的容貌 巨大的竹渊掠过无尽山巒 叶长生站在竹渊头部 背负双手 长袍在竹渊中烈烈作响 身后是十名炼器弟子 敬畏羡慕的目光 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 住击中期修士 前途无量 比他们这些住击无望的人相比 完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叶师叔 炼器弟子们 心中念叨着这个名字 暗自想到 接下来的一路上 一定要把这位师叔巴结好了 一路顺利 到达掩月宗的山门外 这是一片比黄蜂谷所在的太阅山脉 更加巍峨壮丽的群峰 群峰之巅上 矗立着一片片宫阙 仙鹤飞舞 祥云缭绕 一派仙家圣景之壮 身后的炼器弟子们 眼中露出羡慕之色 炼月宗所占据的灵脉 为越国之最佳 在这里修行 速度比黄蜂谷快多了 降落在炼月宗的山门前 经过通报 出示了令牌之后 叶长生一行人 被引入了炼月宗之中 一位身穿白衣 面容俊朗的儒雅男子 走了过来 笑容满面地 向叶长生等人自我介绍 在下宣乐 炼月宗对外管事之一 也是将要与诸位黄蜂谷同道 共同前往那座灵石矿的人 叶长生 黄蜂谷驻机中期修士 叶长生拱拱手说道 果然是此人 既然炼月宗这边出来的人是宣乐 那么叶长生便能够确定 即将要去的这座灵石矿 正是由古传宋镇的那一座 如果没记错的话 宣乐此人 早年间曾误闯入过古传宋镇所在的地方 那时他修为还较弱 只能勉强在血域之珠手下逃生 古传宋镇和大挪一令 他是知道的 这次魔道入侵 想必也让此人动了心思 所以才会跟他一样 接下了这个任务 叶师弟 本门这边 上要准备一番 我们下午出发如何 宣乐与其温和地问道 叶长生无所谓地点了点头 宣师兄决定就是了 宣乐脸上露出笑容 叶师弟是通情达理之人 接下来的这些时间 不如我陪着师弟 看看炎月宗的风景吧 也好 宣乐带着叶长生向前走去 身后那些黄蜂鼓炼器弟子 被几名炎月宗弟子带去休息 一路前行 走了一阵子后 叶长生忽然问道 宣师兄 你们掩月宗 是有一位姓南宫的 杰丹前辈对吧 嗯 是这样 南宫师叔平日里深居简出 他的名字很少为外人所知 没想到叶师弟 竟然知道这些 宣乐的眼神中 露出一丝异影 哈哈 我也是最近两天 才听说南宫前辈的名字 有一位前辈听说 我要来掩月宗 特地托我将一件东西 交给南宫前辈 烦请宣师兄代劳一下 他说他是南宫前辈的故人 叶长生说着 从储物袋中拿出一个盒子 宣乐面露诧异之色 接过那个盒子 看到上面贴着一张灵符 显然是为了防止被别人打开 这里面装着什么 宣乐心中不可遏制地 产生了一丝好奇心 但他也知道 不该问的别问 叶师弟放心 宣某这就去将东西 交给南宫师叔 宣乐和善地笑了笑 收起盒子 向掩月宗某处山峰走去 叶长生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眼中流露出笑意 距离血色禁地 过去了也就两年左右的时间 南宫晚辞女 想必对那一日的事情 至今记忆犹新吧 一个恋气期的弟子 夺取了他的清白 这件事情在他的心中 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既然如此 今日便让这个烙印 变得更深一些吧 叶长生背负双手 静静地等待了起来 另一边 宣乐带着盒子 来到了南宫晚的洞府前 说是洞府 其实是一座宫雀般的建筑 疑惑与好奇 萦绕在宣乐的心中 南宫前辈的故人 据宣乐所知 这位南宫师叔 平日里非常低调 越国七派 嫌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就连掩月宗内部 见过他真容的人 也是少之又少 他竟然还会有故人 是什么人呢 宣乐心中 一时间想到了很多 南宫晚的宫阙前 两个恋气女修助力着 看到宣乐出现 其中一女凑上来问道 宣师叔 这里是南宫师祖的洞府 你有什么事吗 宣乐拿出盒子 递了过去 道 一位黄蜂谷的筑基七修士 托我将此物带给南宫师叔 说是一位师叔的故事所赠 还请两位通报一下 宣师叔请稍等 女修接过盒子 带着进入了洞府中 黄蜂谷的修士 南宫晚心中一动 接过盒子 吹一口气 灵符飘落 打开一看 里面是一个玉瓶 以及一幅画卷 南宫晚脸上露出疑惑 打开玉瓶一看 煞时间即便是以她的见识 眼神中也露出震动之色 定颜丹 竟是这种丹药 即便是结丹女修 也难寻一枚 虽然 南宫晚的功法 自带助颜效果 根本不需要定颜丹这种东西 但 即便如此 女人的天性 也让她在看到这枚丹药的瞬间 心神震动 这可真是一份大脸 南宫晚心中越发的好奇 她已经猜到是什么人送来的这些了 能送出一枚定颜丹 那这幅画卷中 又是什么呢 盖上玉瓶 打开那幅画卷 这是一幅画像 背景是漫山遍野盛开的灿烂花朵 容貌精致 倾国倾城的南宫晚站在其中 手里捧着花束 闭着眼睛 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 精致的下巴微微扬起 擒手偏过一个弧度 风卷起了长发 带来了花香 她像是沉浸在其中 柔和的线条 淡化了她作为 结单修饰的清冷与高傲 反而把她描绘得 像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女 这种迥然不同的风格 立刻让南宫晚的眼神 有了一丝触动 这是在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吗 失神了片刻 直到放在一旁的玉瓶 忽然滚落到地上 南宫晚方才如梦初醒 卷起画卷 她沉声道 让轩乐进来 是 师祖 门外传来一声应和 片刻后 轩乐走了进来 恭敬行礼 弟子轩乐 见过南宫师叔 低下头的同时 眼角余光快速一瞥 那仙姿欲貌 轩乐眼神闪过一丝火热 南宫师叔一直没有道理 如果自己能结单 那 轩乐心中 有着一丝幻想 其实 南宫晚这个人 他并不陌生 因为他和南宫晚 都是同一期的 掩月宗弟子 只不过 人家早已结单 而他还在筑基后期而已 这样一位 掩月宗的颜值担当 轩乐心中 要说 没有想法 那是不可能的 毕竟 这是掩月宗 又不是尼古安和尚庙 只是 两人之间的巨大差距 让他的想法 只能停留在大脑层面上 给你这东西的黄蜂谷弟子 叫什么 南宫晚冰冷的声音传来 启禀师叔 此人名为夜长生 是一位筑基中期修士 轩乐恭敬说道 筑基中期 南宫晚猛然发出一声惊呼 是师叔 有什么问题吗 轩乐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南宫晚 为何会对一个黄蜂谷弟子的修为 做出如此反应 南宫晚眼神闪烁 恢复了平静 你让他过来一趟 他冷冷吩咐道 是 轩乐退了出去 带着满肚子的疑惑 夜师弟 南宫师叔有请 轩乐用一种奇异的眼神 看着夜长生说道 点了点头 夜长生道 反请轩师兄带路 跟着轩乐 来到了南宫晚居住的那间宫殿前 师弟进去吧 南宫师叔就在前面 轩乐声音温和地说道 麻烦轩师兄啊 夜长生脸上带着淡然的笑意 在门口侍女的带领下 进入了宫殿 掩月宗还真是会讲排场啊 夜长生心里想到 黄蜂谷弟子夜长生 拜见南宫前辈 听到面前传来的声音 南宫晚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神色 眼神中有着说不出的意味 但随即便化作一片冰冷 夜长生 这些东西是谁让你送来的 你如实交代 若有半分欺瞒 我定要重罚于你 南宫晚凤谋微冷 淡淡问道 明知故问 夜长生轻笑一声 抬起头 放肆地打量着 他那俏丽的面容 道 自然是弟子送给师叔的 大胆 南宫晚面如冰霜 一股属于结丹气的强大气势 释放出来 笼罩了整个洞府 你区区一个助击修士 也敢在我面前放色 他站起身来 向前一步 强大的压迫力 向夜长生袭来 夜长生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道 师叔暂且息怒 弟子这边还有一物 想要请师叔品鉴一番 说着 夜长生从储物带中 又拿出了个盒子 南宫晚眼神一凝 目光被那个盒子吸引住 盒子一打开 瞬间 搜 搜 搜数到流光飞速射出 落在南宫晚的洞府四方 那是一杆杆棋子 郑齐 你要干什么 南宫晚一声惊呼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郑齐已经插在了洞府四角 一座阵法 请客间将这里笼罩 惊怒之色 立刻从南宫晚脸上流露出来 他哪里能想到 夜长生居然会玩这么一出 心如阴的阵法 困住杰丹修士不是问题 看着眼前惊怒交加的南宫晚 夜长生脸上笑意越发浓厚 手中一杆棋子 迅速一挥舞 瞬间 阵法中出现一道道锋利凝结成的绳索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缠绕了过去 制住了南宫晚 南宫晚的反应有点迟钝 对于夜长生他潜意识里没有防备 你到底想做什么 南宫晚的神色彻底地冷漠了下来 眼神冰冷地看着夜长生 如果说之前 他还沉浸在一丝那幅画卷所带来的触动中的话 那么现在便是心灰意冷 这样的做法 无疑是挑战了他的底线 在他的洞府里拿阵法困住他 这种做法太放肆了 南宫晚冷冷地盯着夜长生 如果此人接下来要做什么伤害他的事情的话 那他南宫晚也不是好欺负的 拼着损耗几十年的功力 也要让此人付出代价 缓缓走了过去 站在南宫晚面前 夜长生轻声笑道 南宫师叔 我今天要做的 可不仅仅是放肆啊 南宫师祖 你不是说要重罚于我吗 现在 弟子请求南宫师祖惩罚 夜长生的声音 如恶魔低语一般在南宫晚耳边响起 宫殿外 宣乐从上午等到下午 等到日落西山也没见到夜长生出来 他眼神逐渐变得麻木 走上前去 宣乐温和地对那两名恋气妻女修说道 两位师侄能不能提醒一下南宫前辈 无奈地看了宣乐一眼 那两人摇头道 宣师叔 南宫师祖的事情 我们怎么敢打扰 那个黄蜂谷弟子究竟有什么事 要和南宫师叔谈这么久 宣乐有些烦躁地说道 他在宫殿门外踱步 走来走去 皱眉不已 殿内 夜长生低沉雌性的声音响起 师祖 其实我是骗你的哦 外面根本听不见这里的声音 南宫晚恨恨地瞪着夜长生 只是 那眼神中 已经没有了最开始的锋芒凛冽 反而是昧得令人惊心动魄的一汪清泉 没有丝毫的杀伤力 滴滴地笑了一声 夜长生道 师祖 你的眼神是还在责怪我吗 可是 这阵法早就困不住你了呀 夜长生的眼中带着鱿鱼的笑意 仿佛是在说南宫晚故作矜持 南宫晚忍不住想要怒斥 这可不是他不想离开 从一开始他就被夜长生掌控 根本脱不了身 而且 现在浑身都没了力气 哪里动的了 但他却根本不敢张口 生怕一开口就 再也压抑不住自己 只能用那妩媚的眼神 狠狠瞪着他 外面 当宣乐整个人都已经快要等得麻木的时候 终于 门开了 夜长生从里面走了出来 脸色很难看 夜师弟 这时 宣乐立刻走上前来询问 眼神中满是疑问之色 唉 别提了 夜长生一副我倒了大霉了的样子 无奈道 也不知道那位前辈怎么得罪南宫前辈了 南宫前辈将我换进去后 就一直都在训斥责罚我 宣乐闻言 眼中满是怀疑之色 这话他能信吗 但看夜长生的样子 也不像是在说谎 而且 除此之外 好像也没别的解释了 宣乐实在是想不明白 一个住基弟子 待在南宫师叔的洞府中 待这么久能做什么 夜师弟 我们这群人 可都等你半天了 宣乐苦笑道 罪过罪过 是我的罪过 对不住了宣师兄 唉 不说了 走吧 宣乐摇摇头 带着夜长生 离开了此地 宫殿门口 视力在左右的那两名女子中的一人 巧声说道 你有没有闻到 这位夜师叔刚出来的时候 身上好像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他进去的时候 可没有这样的味道 另一名侍女说道 南宫师祖 可从没有让一个人 在他洞府中 待过这么久呢 那位南宫师祖的故事 究竟是什么人 两人正在窃窃私语的时候 忽然间 洞府中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 你们两个在说什么 瞬间 两名侍女脸色变得煞白 立刻跪倒在地 惶恐道 师祖恕罪 长嘴二十 是 两名侍女不敢有任何违抗 只是 在领罚的同时 他们心中也有一丝疑问 为什么南宫师祖的声音 听起来有些嘶哑 殿内 南宫晚无力倒在榻上 带着一种慵懒的风情 他眼神迷离 没有焦距地看着前方 扮赏后 南南道 无耻小贼 经过几天的赶路 叶长生带着黄蜂谷十名弟子 和宣乐他们这些掩跃宗弟子 来到了一片巨大的荒原上 林石矿 位于这荒原内 一条深达百鱼杖的大峡谷内 当叶长生他们来到时 林石矿内也飞出了几名修士来迎接他们 一位名叫于信的筑基修士 看起来是个五六十的老头 脸上带着圆滑之色 五六名炼器弟子 这是整个林石矿之前的全部守卫 众人会合后 宣乐拿出七派联盟的令牌 道 以后我们众人中 以我为首 诸位没有意见吧 身为筑基后期修士 又有七派联盟的授权 宣乐这样说 无可厚非 于信只有筑基初期 自然不会说什么 点头应允 叶长生也没有兴趣 跟他争夺 没什么用的主导权 便也无所谓地点了点头 好 现在我们下去准备布置防卫 虽然以我为首 但两位道兄的意见 我还是会尊重的 宣乐看向两人说道 叶长生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宣乐转头看向林石矿 眼神中出现一抹火热之色 传颂阵 大挪一令 血域之珠 他志在必得 走在林石矿前 隶属于天鹊堡的鱼杏 向叶长生和宣乐 详细介绍了这里的情况 我们每个月要给七派上贡一定量的零食 如果当月的开采量不足的话 就得由我们自己来补上 于信说道 宣乐文言心中一动 问道 那如果多出来呢 多出来 呵呵 不会多出来的 于信大有深意地摇了摇头 笑道 叶长生立刻明白 如果开采的林石多出来的话 那多半是进了于信等人的腰包 这个地方 对我来说是一片宝地啊 看着那一条条矿洞 叶长生心里想到 林石矿 站在一条条矿道前 叶长生叫住一个炼器弟子 问道 听说这里 以前经常有人莫名消失 是的 是说 以前曾有多名炼器弟子 莫名消失在了矿道中 我们调查过几次 但没有发现原因 可能是矿道中有什么妖兽 那名炼器弟子 犹豫了一下说道 妖兽 确定吗 启禀师叔 这只是 我们这些低阶弟子之间流传的说法 没有确切的证据 那名天鹊宝的炼器弟子 苦笑着说道 叶长生文言脸上 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继而又问道 那些人 大概是在哪片区域消失的 此人文言后 立刻拿出一张老旧的地图 指着上面的一片区域道 大概是在这一片 本身这片区域的灵石 已经接近枯竭 后来发生失踪事件后 我们就彻底放弃了开采这片区域 叶长生接过地图 仔细看了一遍 将位置记下 眼角余光 注意到宣乐在和余杏说话 只是时不时策谋看过来的举动 彰显了 他其实也在暗地里关注着叶长生 心中冷笑一声 叶长生走进矿洞 还故意对那名天鹊宝恋气弟子说了一句 我去那边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妖兽作乱 走进矿洞 很快叶长生的背影就消失不见 过了片刻 宣乐和余杏结束谈话 姿态随意地走了过来 站到那名天鹊宝恋气弟子的身边 不经意地问道 刚才我看到黄蜂谷的叶师弟 走进了矿道中 他是有什么事吗 面对一位铸鸡后期修士的询问 这名炼气弟子自然是不敢有任何隐瞒 恭恭敬敬地说道 叶师叔向我打听了 前些年矿道中 有人莫名其妙消失的事情 然后还说 他要去调查一下是什么情况 哦 他是这么说的吗 宣乐的声音变得有些奇怪起来 弟子不敢有任何隐瞒 那名炼气弟子连忙说道 你下去吧 宣乐面露微笑 温文尔雅地说道 是 背负双手 宣乐看着叶长生进入的那片区域 眼神漠然变得阴寒了起来 调查失踪案件 这位黄蜂谷的师弟 究竟是在想什么 是真的对这些案件感兴趣 还是说 他也知道了什么 宣乐的脸色变得无比阴沉 眼神中 隐隐有杀意涌动 还要准备一段时间 叶师弟 在此之前 你可千万不要逼得我提前出手啊 转过身去 宣乐的神色重新变得温和了起来 他叫来了一个掩月宗弟子 你就在这里等 黄蜂谷的叶师弟出来 然后告诉他 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他商量 是 师叔 叶长生按照地图的指引 来到了曾经有人失踪过的那片区域中 这里矿道纵横 一条条漆黑深邃的坑道 不知通向何方 即便是常年在这里工作的人 也很难弄清楚 这样一座大规模的零食矿地下 究竟挖了多少条坑道 叶长生走了几条矿道后 没有感受到 与血域蜘蛛有关的气息 摇了摇头 他想到 还是先去偷点零食吧 血域蜘蛛的事情不急 零食矿中挖出来的零食 通常放在一处集中的场所中 这些零食上面 设置了某种静止 如果不解开静止的话 就无法将其装入储物袋中带走 这样做 是为了防止有人偷偷摸摸地 将这些零食一网打尽 往往只有到了一个月的月初 交接零食的时候 才会由于姓这名筑机修士 将静止打开 这些事情 之前于姓曾详细地 向叶长生和宣乐讲过 不过 叶长生也没有打算去动那些 已经挖出来的零食 他的目标 是藏在矿洞深处的零食脉 找到一片腹肌零食的区域 然后用右手的能力 将这里的零食全都吸掉 叶长生离开雪域蜘蛛活动的那片范围 向矿脉比较集中的那些区域走去 走了很长一段距离后 终于看到了一片闪闪发光的零食 他脸上露出喜色 幸亏我来之前就找齐了腐材 用鱼龙的材料配置了洗练眼睛的灵药 将视力增强了许多 否则想要在这黑暗的地下 快速找到零食还真不容易 他向那片裸露出来的零食走去 从幽浮沼泽中得到的那鱼龙材料 他复制了好多份 全都用来洗练了眼睛 这让他的视力增加到了原来的好几倍 并且在黑暗中事物 和再有光亮的地方没多大区别 现在他的视力所能观察到的范围 远超神势 有了超强的视力 在这黑暗的矿洞中 自然是如鱼得水 走到那片零食前 叶长生右手放了上去 心里默念一声 复制 刷 下一刻 眼前那一片零食全都消失 而叶长生的手上 出现了一枚漆黑的果子 悬瘾果 之前曾在血色禁地中 解析过一枚药林三千年的悬瘾果 现在叶长生借助这里的零食 将其复制了出来 虽然这种果子对他没有用 但是留在手里 说不定以后什么时候就有用了 转眼间 叶长生手中就出现了十几枚悬瘾果 当他想继续复制的时候 忽然间 眼前一声巨响 哄 矿道坍塌 大片石块掉落下来 发出了剧烈的响声 临时被吸走后 其原本占据的地方 一下子空了出来 失去了支撑的力量 所以 矿道直接塌了 叶长生急速避开了这处坍塌的矿道 快速向外面跑去 怎么回事 好像矿道哪处塌了 快去看看情况 等等 先别进去 这个时候 矿道中是最危险的 等完全平静下来了再说 一个稳重的声音说道 叶长生溜到矿道出口处时 听到有人在如此交流 从容地走了出去 叶长生看到那边是几个炼器弟子 见到他 这些人连忙恭敬地称 叶师叔 嗯 我刚在里面调查失踪事件 就听到了这样的声响 发生什么了 启禀师说 好像是某处矿道他了 哦 这样啊 这时 一名掩跃宗弟子走上前道 启禀叶师叔 宣乐师叔 请叶师叔前去一句 宣乐找我 叶长生眼中露出了然之色 看来宣乐也是急了 怕他在下面调查 发现那股传颂阵的位置 恐怕在宣乐心中 早已将那座股传颂阵 和大挪一令 当做了自己的禁鸾 巧了 我也是 所以 叶长生眼神闪烁着 向宣乐所在的地方行去 一间洞窟中 于姓和宣乐都坐在此地 见到叶长生出现 宣乐脸上露出了温文尔雅的笑容 叶师弟 我刚听见外面有些混乱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宣乐语气平和地问道 好像说是矿洞哪里塌了 我正在里面调查呢 听到这声音 就立刻上来了 叶长生的话语 立刻让宣乐眼神一鸣 脸上露出一副好奇之色 问道 叶师弟是在调查什么 失踪事件 宣乐眼中闪过一丝阴霾 随即脸上露出笑意 道 没想到叶师弟 竟对这种事情感兴趣 不过 我们被调到这里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防止魔道偷袭 叶师弟 我觉得这失踪事件 还是先放一放吧 万一失踪在下面调查的时候 魔道修士突然来袭 那到时候 可就只有我和于兄两个人应对了 宣师兄说的没错 叶兄 这失踪事件 真的没什么调查的必要 老头子我坐镇此地十几年 也没调查出个结果来 不要浪费时间了 于信忽然说道 叶长生颇感意外地 看了这个圆滑老者一眼 看来他不在的这一小会儿 此人已经被宣乐拉拢过去了 一个驻姬后妻 掩月宗的修士 一个驻姬中妻 黄蜂谷的修士 该怎么选 估计大部分人遇到这样的问题 都不会有疑问 于信做出了在他看来最正确的选择 面对两人看似和蔼的劝告 叶长生忽然轻笑一声 缓缓道 这可不行 叶师弟 这是什么意思 宣乐的眉头皱了起来 叶兄 宣师兄是七派联盟指定的管事 此地的所有事情 你我都应该听从他的安排才是 否则 若是出了什么岔子 七派联盟追究下来 这个责任恐怕你担不起 于信说道 话语中隐隐带着威胁 我来调查这里的失踪事件 也是奉了黄蜂谷一位 杰丹前辈的命令 多年前 这位杰丹前辈的后人 在此地遇难 所以他嘱托我 一定要将此事调查清楚 两位若是有什么不满 可以去质询我们黄蜂谷的这位前辈 叶长生悠然自在说道 直接搬出一座大山来 赌得宣乐 两人哑口无言 怎么可能真的去质询黄蜂谷的 杰丹修士 两人知道 叶长生这话 多半是在胡扯 但是也拿不出什么证据来证委 这个任务 是黄蜂谷哪位师叔安排给你的 就算是杰丹修士 也不能和七派联盟对抗 宣乐面色一沉 说道 抱歉 这件事涉及了黄蜂谷的秘密 不便多言 叶长生双手暴毙 一点解释的打算也没有 哼 叶师弟 莫非 你觉得 你随便编一个什么 杰丹修士的命令 就可以在此地为所欲为了吗 宣乐终于忍不住 一拍桌子 站起来怒喝道 宣师兄 我说过了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 可以去黄蜂谷质询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叶长生的目光 在两人脸上看了一圈后 直接大摇大摆地离开 宣师兄 此人太过狂妄了 我们立刻将此事 上报七派联盟 不能让他胡作非为下去 看着叶长生远去的背影 于杏说道 不急 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他 宣乐脸上露出阴鬼之色 于兄 等到度过这次魔道危机 你便将你那孙儿送到掩月宗去 我亲自收他为徒 宣乐转过身去 用温和的语气说道 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那就多谢宣师兄了 祝宣师兄早日接待 于杏脸上露出惊喜之色 原本以他圆滑的性格 是绝对不可能在叶长生 和宣乐之间站队的 但宣乐给了他无法拒绝的好处 所以他果断做出了选择 在于杏看来 宣乐 一个一百岁出头的住击后妻 那可是有很大的机会 能结单的人 交好这样的一个人 不愧 于杏离去后 宣乐冷笑一声 看着他的背影 眼中闪过嘲弄之色 接下来的数日里 叶长生不断地进入地下矿脉之中 搜寻血雨之珠的下落 偷零食的事情暂且搁置了 因为这会造成矿洞坍塌 要是矿洞坍塌次数太频繁 那傻子都知道是他在搞鬼 毕竟 每天在矿洞中转悠的 就只有他一个主机修饰 得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再去干这事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 这个机会应该很快就来了 站在矿道中 叶长生眼神闪烁 心里念头转动 经过我这几日里的逼迫 宣乐肯定要做点什么了 他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我 找到古传颂阵 他一定是想杀了我 独吞那传颂阵 但如果此地无缘无故地 少了一个助击修饰 那肯定会引来七派联盟的调查 宣乐肯定不想 让别人过多关注到这里 那么他就必须要想一个办法 让我合情合理地消失 所以 宣乐会怎么做呢 又过了两日 距离叶长生到达此地 已经六天了 这一日 他在地下矿道中探寻的时候 忽然间 发现了一团蜘蛛丝 找到了 叶长生立刻向前走去 一路顺着矿道 有越来越多的蛛丝出现 还有人的骨头 果然是此地无疑 走到矿道尽头时 眼前的空间豁然开朗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地下溶洞 溶洞的中央处 一只巨大的雪白色的蜘蛛 趴在那里 叶师殿 你终究还是找到这里来了 身后 忽然传来一道声音 冷漠的话语中 带着毫不掩饰的沙意 叶长生脸上 没有任何惊讶意外之色 转过身去 但笑道 宣乐师兄 这就是你一直以来 想要隐藏的秘密吗 哼 是啊 我辛辛苦苦地瞒了这么久 结果还是被叶师弟你给发现了 宣乐的身影 从阴影中走出 他的脸上 仍然带着温文尔雅的笑容 但眼神却异常冰寒 充满了杀意 看来宣师兄要想隐藏这个秘密 就只能选择杀死我了 叶长生淡淡说道 叶师弟很聪明 今天是不能让你走出这里了 宣乐脸上露出志在必得的神色 他很有自信能杀掉叶长生 毕竟他是助击后期休士 而叶长生只是助击中期 后期对中期 优势在我 更何况 宣乐眼神不经意间 瞥了一眼那边的血域蜘蛛 就在两人交谈的这片刻时间里 血域蜘蛛的一条猪腿 轻微动了一下 看来 这头四级妖兽 已经察觉到了这里人类的气息 从沉睡中醒来了 我要是死在这里 宣师兄就不怕七派联盟派人来调查吗 叶长生忽然问道 哈哈 师弟尽管放心 三天后 魔道修士便会来到这里 将整个灵石矿摧毁 到时候 人是魔道修士杀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宣乐哈哈大笑道 丝毫不担心大笑声会把那边的血域蜘蛛惊醒 或者说 他本就是想吵醒这头四级妖兽 让齐去对付叶长生 他坐山观虎洞 你果然勾结了魔道 叶长生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这样一来 我便放心了 话音刚落 叶长生手上便出现了一张福宝 是他使用最频繁的寒月剑 刷 雪白的小剑从符址中飞出 带着恐怖的寒气 向宣乐斩去 宣乐脸色一变 没想到叶长生一个助击中期修士 出手如此惊人 那福宝 准备得也太快了吧 寒月剑 你怎么会有此物 他一声惊叫 满脸都是不可置信之色 虽然惊讶 但宣乐手上的动作却不慢 一口黄色的小钟 从他手上飞出 挡住了寒月剑 车天装 冷笑一声 宣乐自傲地说道 叶师弟 我这口遮天中炼制的时候 可是颤了一些炼制法宝 才能用到的铜金 想要破了他的防御 没那么容易 你先和后面那只畜生玩吧 我就不陪着你们了 说着 他手上出现了一个 类似斗篷一样的红色青纱 引灵纱 身后 稀稀索索的声音响起 那是雪域蜘蛛的爬动的声音 这只妖兽已经被惊醒 冲了过来 遮天中的确和宣乐所说的一样 防御力非常强 以前遇到极拼法器 叶长生用福宝一击就能斩碎 而现在 这件遮天中 却足足抵挡了三四下攻击 也没有被击破 披上引灵纱 宣乐身上的所有气息 瞬间被遮掩 神石扫过他 站着的地方 一片空荡荡 什么也察觉不到 唯有叶长生的眼睛 还能看见他的所在 眼看着血域蜘蛛冲了过来 而宣乐即将消失 叶长生却一点也不慌 仍然专心致志地对付那遮天中 哄 叶长生欲使寒月剑再度斩下 终于一声轰鸣之下 遮天中被斩破 而与此同时 血域蜘蛛已经冲到了他的身后 一根尖锐的猪腿高高扬起 直接刺下 这么近的距离 看起来叶长生根本不可能逃脱了 宣乐眼中闪过一丝嘲讽 心里暗想到 蠢货 不知道躲避 居然和我的遮天中应渴 虽然最得意的法器被击破 让宣乐心中有些痛惜 但只要能杀了叶长生 一切都值得了 他眼神中带着怜悯 等待着看到叶长生 被血域蜘蛛刺穿的那一幕 然而 就在这时 叶长生身上忽然冒出荧光 叮 血域蜘蛛的猪腿刺在他身上 竟发出了尖锐无比的声音 仿佛金属碰撞一般 那足以穿透极品防御法器的猪腿 刺在叶长生身上 纹丝不动 无法寸进 怎么可能 一声惊呼 宣乐顿时睁大了眼睛 满脸都是惊骇之色 这时 他听到了叶长生 悠然自在的声音 宣乐师兄 我这神通 防御力可比你的遮天中还强啊 说着 他已经向前冲来 目标直指宣乐 直接无视了身后 那只庞大的血域蜘蛛 宣乐急速后退 手伸向除袋 同时 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我认出你来了 他大喝一声 你是之前参加过血色禁地的黄蜂谷弟子 宣乐的表情震惊至极 当看到寒月剑斧宝时 他才慢慢想起叶长生 难怪之前总觉得 在哪里见过他 当初 血色禁地开启的时候 宣乐作为掩月宗的对外管事之一 也曾跟着霓裳这名结单修士去过 在场所有活着出来的炼器弟子 他都有一面之缘 只是当时叶长生的表现重规重矩 所以没有引起他的过多关注 一直到看到寒月剑 宣乐知道 这件福宝是画刀物的 是寒天涯所有 而此时出现在叶长生手上 什么原因不言自语 寒天涯死在了血色禁地中 那这叶长生 自然就只能是参加过血色禁地的黄蜂谷弟子了 一个炼器修士 短短两年时间内修炼到了注击中期 这个速度让宣乐很是震惊 他很难不怀疑 对方是不是在血色禁地中得到了什么机缘 再联想到之前叶长生和南宫晚的异常 宣乐隐隐觉得 他好像发现了什么 宣师兄终于想起来了吗 叶长生冷笑一声 脚下动作快到了极点 眨眼间就冲到了宣乐面前 哼 一大片符纸向叶长生洒了过来 足足有四五十张密密麻麻的火球 锋刃 兵剑等在这密闭狭小的地下空间中爆发 恐怖的力量涌动 虽然都是触及法术 但这么多在这样狭小的空间中爆发 威力是极其可怕的 这样的威势 假单修士都得退避 但 叶长生毫不畏惧 一身荧光闪烁 直接冲进了这一堆法术之中 密密麻麻的叮当之声响起 大量火球 兵剑砸在叶长生身上 却全被荧光甲挡住 So 叶长生毫发无损地 冲过那一堆法术形成的防御屏障 迅速靠近了宣乐 惊恐之色从宣乐眼中露出 他身上出现了一件火红色的皮甲 这又是一件极品防御法器 但 这件法器和遮天中显然不是一个档次的 寒月剑一斩而过 法器破碎 宣乐被拦腰斩断 这位助击后期修士 就这样轻易被斩杀 血玉蜘蛛嗖嗖地冲了过来 刚才没能吃了这个人类 让他非常愤怒 浑身都变得血红了起来 进入了狂暴状态 叶长生转过身去 寒月剑飞起 向血玉蜘蛛斩去 这件福宝用了这么多次 已经要被他用废掉了 不过没关系 叶长生转眼就能再复制一张 杀 雪白的小剑落下 斩击在雪玉蜘蛛那雪白的躯躁上 发出了尖锐的声音 庞大的法力 让雪白小剑携带着恐怖的力量 一剑将雪玉蜘蛛击飞了出去 但这只蜘蛛的防御力果然恐怖 寒月剑只在其身上展开了一道裂痕 并没有破开其防御 叶长生并不意外 他早就对这只蜘蛛的惊人防御力 有着心理准备 看见雪玉蜘蛛再度冲了过来 他伸手一扬 一张俘虏飞了出去 煞时间 一道道金丝飞出 将雪玉蜘蛛缠住 捆了起来 终极俘虏金丝佛 掉落在地上 雪玉蜘蛛挣扎着 而寒月剑再度落下 接连展落了两次后 这张福宝终于是 变成了一张废纸 飘落在地上 叶长生一拍储物带 手中瞬间又出现一张福宝 那是一杆青色的天歌 正是从风铃 双魔手中得到的两件福宝之一 法力灌注其中 片刻后 福宝上亮起光芒 青色天歌飞出 狠狠地斩下 宛如飓风呼啸一般 一道狭长锐利的 锋刃行程 咔嚓 血玉蜘蛛的外壳 被硬生生破开了 这只四级妖兽 在进入狂暴状态后 其屈翘的防御力 不比刚才那 遮天中弱 甚至还要强上几分 但在夜长生的 接连斩击之下 终于还是被展开 青色天歌落下 血玉蜘蛛被斩杀 走上前去 捡起宣勒的除物袋 扒下那隐灵纱 在夜长生看来 宣勒身上唯一有价值的 就是这隐灵纱了 隐匿浑身气息 能不被神石发现 这是不可多得的好宝贝 检查了一下 他的除物袋 从里面发现了 七百多灵石 两件极拼法器 零零散散几张俘虏 以及一堆杂物 夜长生烧毁他的尸体后 走向那溶洞中央的位置 一堆堆 灵石原矿的中间 簇拥着一座古朴之际的 六角传颂法阵 在传颂阵的一侧 有一具五色海骨盘膝打坐 离地三尺漂浮着 手上则捧着一枚 蓝灿灿的令牌 散发着淡淡的光辉 集炫 大挪一令 补天丹 夜长生心中 涌现出一个个念头 他走向前去 拿下了那枚大挪一令 古朴的花纹 簇拥着古老的文字 让人一看 就会联想到 那蛮荒上古时代 轻轻一捏 软中带硬 并非金属 反而像是某种木质材料 把玩了两下 收起这枚令牌 夜长生又看向那五色海骨 补天丹啊 夜长生喃喃轻语 丢出几颗火球 去焚烧那海骨 这是集炫的海骨 因其服用了补天丹 而变成这样的五彩模样 乱星海鼎鼎大名的补天丹 拥有洗炼 先天灵根的作用 不得不说 这是一种很逆天的东西 对天灵根修饰来说 没什么用 比如蛮胡子 服用了补天丹后 没有感觉到任何变化 但对于真灵根 伪灵根修饰来说 这东西 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 洗炼先天灵根 将资质提升一个档次 是多少修饰 梦寐以求的事情 当海骨被烈火融烧掉后 凝结成了八颗五彩的小珠子 捡起这些小珠子 叶长生解析了一下 立刻又复制出了一大堆 跟吃糖豆一样 一连吃了十几颗 五彩小珠子 进入他的体内后 很快就被法力炼化 化作一丝丝能量 渗入他身体各处 叶长生没有察觉到 身体有任何变化 这补天丹 原著中含老魔 是结丹七服用的 服下之后 用了二十年时间 从四菱根资质 提升到三菱根 我应该能提升到天菱根 只是不知道要用多少年 叶长生难难自语 补天丹洗练菱根 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提升资质 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 但区区二三十年 对他这样的修饰来说 根本不值一提 将周围的东西收拾了一番 把那血域之珠的甲铐拆下来 收进储物袋中 找了一圈 叶长生从一根 粗壮的石柱下面 找到了两枚金银剔透的卵 捡起这拳头般大小的瘦卵 叶长生找出一个灵兽袋来 将其装入其中 而后 将那残破的古传送阵烙印下来 等回去后 给新如荫看看 这个地方 虽然大概率不会有人闯进来 但还是得小心防着点 叶长生从储物袋中 拿出一套布阵材料 将阵盘埋入地下 阵棋插在合适的位置后 一座阵法出现 顿时 古传送阵引去 消失不见 看到这一幕 叶长生满意地点了点头 想到 就算是杰丹修士来到这里 也很难发现此处的阵法了 离开溶洞 叶长生又使用法器劈砍一顿 将洞口掩埋 而后 他便悠然自在地走出了矿洞 外面的那些炼器弟子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就连于姓见到叶长生 也只是冷哼一声 却没有任何奇怪的表现 看来 宣乐没有告诉任何人 他要杀我的事情 叶长生心里想到 也是 这种隐秘的事情 怎么可能告诉别人 就算于姓向宣乐靠拢 宣乐也不可能信任此人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到了傍晚 宣乐一直都没有出现 终于 那些掩跃宗弟子 发现了异常 一名掩跃宗恋气弟子 跑到叶长生和于姓这边来 急促道 敢问两位师叔 可曾见过本门的宣师叔 于姓文言脸上 露出一丝诧异 道 宣师兄不是说 要去临时矿外面 视察一下情况吗 怎么 还没回来吗 启禀师叔 按理来说 宣师叔早就该回来了 可一直到现在 仍然没有见到他的踪影 于姓文言面色一变 立刻站了起来 你们到处都找过了吗 是的 师叔 我们掩跃宗弟子 已经将临时矿找了个遍 可哪里都没有宣师叔的踪影 听到这话 于姓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以宣乐此人的性格 绝不会莫名其妙地离开 而不通知这里的人 那么 他迟迟未曾出现 只能说明他出问题了 叶兄 你怎么看 于姓脸色阴沉地 看向叶长生问道 他倒是没有怀疑叶长生 因为众所周知 叶长生一直待在矿洞中 而宣乐却是离开峡谷 去了外面探查情况 而且 于姓也不觉得 一个住击中期 能杀了住击后期 宣乐可不是那种 刚进入住击后期 境界不稳的人 此事透着诡异 叶长生缓缓说道 于姓文言点头 我也这样认为 宣师兄实力高强 且为人负责 他不声不响地消失 那多半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很有可能已经遭遇不测 难道是魔道修士 叶长生这句话 直接将于姓吓了一跳 不可能吧 他脸色立刻就变得很难看 如果是魔道修士的话 那宣乐还真有可能 已经被杀掉了 如果不是魔道修士的话 那为何宣师兄 迟迟不曾出现 叶长生淡淡说道 于姓紧皱着眉头 夺波 半晌后 对叶长生说道 叶兄 我们还是再找找吧 说不定 宣兄只是去了什么较远的地方 一时间没能回来 叶长生沉吟片刻 道 也好 我去让黄蜂谷弟子 也加入进来 去搜寻宣师兄的下落 老者文言立刻拱手 脸上露出热情的笑容 道 叶兄声名大义 高风亮节 与某佩服 现在宣师兄不在这里 我等众人应以叶兄为首 叶兄尽管吩咐 于某决不推辞 显然 这圆滑老头 看到宣乐出了问题 便立刻开始向叶长生示好了 叶长生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走出去吩咐黄蜂谷的弟子们 出发去搜寻宣乐的下落 而于姓 也立刻发动了天雀堡的弟子 于是 三派弟子便立刻驾起法器 飞出了峡谷 在周围的荒原上 寻找宣乐的下落 找了一个晚上 什么也没有发现 到了第二天早上时 众人不得不承认 宣乐的确是出了问题 掩月宗的那些弟子 一副大祸临头的样子 哭丧着脸 看来 真的有可能是魔道修士作乱 叶长生给宣乐的失踪 做出了总结 叶兄 这可如何是好 连宣师兄都被魔道贼子所害 我等如何住房此殿 魔道若是攻来 该怎么办 于是满脸惊慌之色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很有可能来此地的 只是一个魔道的先遣人员 打探这里的防卫情况 正好撞上了宣师兄 从现在的结果来看 宣师兄多半不是那魔道贼子的对手 不过 我们也无需担心魔道 现在就攻来 既然是先遣人员 那就意味着 和其他人还有一段距离 叶长生的一番话 让惊慌的于姓稍微平静了些 叶兄 现在该怎么办 你来拿主意 于姓连忙表态 为叶长生马首是瞻 心中冷笑一声 叶长生平静道 当前要做的事 我们不能给魔道修士 留下一块零食 于兄 你去解开那些零食的禁止 先将其收起来 于姓连忙点头 道 叶兄说的是 不过我们是不是要立刻上报魔道修士来袭的事情 叶长生却摇了摇头 道 魔道修士 只是我们的猜测 于兄有确切的证据吗 如果宣师兄的死 并非魔道修士 而是另有原因的话 那我们 岂不是谎报了军情 那叶兄的意思是 如实上报便可 把发生了什么事 明明白白讲清楚 不要夹杂我们的个人判断 是否有魔道入侵 交给七派的那些高人们去判断吧 叶长生说道 叶兄高见 如此一来 就算是没有魔道修士 我们也不至于被七派高人们惩罚 于姓脸上 立刻露出佩服之色 他立刻去解开那些零食的禁止 叶长生转身 走向那群黄蜂鼓炼器弟子 对他们吩咐道 你们 马上带着这里的矿工撤离 魔道修士可能要来 你们留在这里 也没用 那师叔您怎么办 一名黄蜂鼓弟子问道 我留在此地 镇守灵石矿 叶长生脸上露出大意凛然的神色 黄蜂鼓众弟子们纷纷敬佩不已 你们赶快去吧 是 师叔 那群黄蜂鼓弟子 正巴不得能离开呢 立刻领命离去 灵石矿所在的峡谷 很快变得冷清了起来 一大群人紧急撤离 叶长生和于姓 带着掩月宗的炼器弟子 留了下来镇守此地 两人都明白 如果真有魔道入侵 这群掩月宗弟子 到时候只会是炮灰 但谁让他们 现在没有助击修士呢 叶兄 为了以防灵石 被魔道贼子夺走 这袋灵石 还是交给你保管吧 于姓颇为不舍地 将一个袋子 递给了叶长生 这看管灵石的任务 是于兄在负责 怎么能交给我呢 叶长生皱眉 假意推辞道 于姓立刻连连摇头 道 现在不同于平时 叶兄是我们中修为 最高实力最强的人 这灵石 自然该交给你保管 此人还真是会见风使舵 叶长生轻轻一笑 接过了那个储物袋 神石一看 里面有几十枚中阶灵石 一万多枚低阶灵石 这是这个月开采出来 还没有来得及 交付给七派的一批灵石 接下来的时间里 两人便带着 掩月宗的炼器弟子 守护在这里 叶长生神色如常 而那于姓 却是时不时地 哀声叹气一番 魔道修士 这四个字 沉甸甸地压在他心头 时间缓缓流逝 到了傍晚时分 忽然一道流光 急速穿过荒原 来到了峡谷上方 流光散去 一道人影浮现出来 是一个长相颇美 但面如冰霜 眸中带着一丝 胸利之色的女子 一张符纸 从她身上飘落 燃烧殆尽 看着此地的荒芜的情景 她冷哼一声 立刻向下坠去 一名白衣女修 突然出现在夜长生 和于姓的面前 感受到对方身上 那强大的气息之后 于姓面色骤然一变 心中有些坠坠不安 竟是一名假丹修士 念慕兄弟 眸光冷烈 杀气毫不掩饰 此女显然来者不善 看到此女出现 那些掩月宗的弟子 立刻无比激动地跑过来 口称宣师叔 宣师叔 叶长生和于姓 同时眸子一宁 对此女的身份 有了几分猜测 一群废物 女子看到那些 掩月宗弟子 一声怒喝 猛地伸出手去 一巴掌扇在 最先跑过来的 掩月宗弟子脸上 啪 啪 在场掩月宗弟子 一个不辣 全都被她掌怪一次 打得满脸是血 叶长生和于姓 眼角同时一抽搐 看来此女性格 不是那么好相处 敢问仙子师 于姓脸上露出 热情的笑容 上前一步问道 那白衣女子 侧眸冷冷看了她一眼 而后直接转过头 将她无视 于姓顿时脸上 一阵红一阵青 眼神中充满了惊怒之色 她好歹是个助击修士 可此女却如此无视她 这是赤裸裸的羞辱 可看到那女子 毫不掩饰的杀意时 她敢怒不敢言 如果不是你们 这群废物留着还有用 我现在就杀了你们 白衣女子冷冷道 看似是在说那些 掩月宗弟子 但眸光却异常冰冷地 在夜长生和于姓身上扫过 显然 她口中的废物 应当是不止这几位 掩月宗恋气弟子 宣师叔恕罪 都是弟子的错 那些掩月宗的恋气弟子们 挨了掌歪之后 全都跪倒在地 磕头如捣蒜 满脸惊恐与畏惧 你们细细道来 我弟弟究竟怎么了 女子冷冷说道 一听到弟弟这个称呼 于姓脸色骤变 叶兄 这下麻烦大了 此女竟是 宣乐师兄的姐姐宣灵 掩月宗最有可能 结单的人之一 于姓苦笑着 给夜长生传音 当想到此女的身份后 她便是有再多的恼怒 也不敢流露出来了 宣师兄莫名失踪 想来此女要把怒火宣泄到我们身上了 于姓说道 她怎么会这么快到来 夜长生传音问道 于姓文言一正 道 不知道 可能是使用了什么珍贵的俘虏吧 叶兄 你我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 最好谨言慎行 切不可惹怒此女 于姓传音道 夜长生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没有回应 两人传音交流的这片刻时间里 那边宣灵已经从掩月宗弟子口中 得知了事情的经过 所以 你们就断定我弟弟已经死了 他的声音冰寒无比 带着强烈的煞气 师叔请恕罪 非是我等不愿寻找宣乐师叔 而是这两位师叔做出如此判断 弟子们也不得不听啊 一名掩月宗的弟子 忽然指着夜长生和于姓说道 于姓立刻面色一变 还不继续去找 宣灵心中怒火涌动 冷斥一声 那群掩月宗弟子文言 立刻惶恐无比的坐鸟受散 纷纷驾驶着法器 冲向那片荒原 去寻找宣乐的下落 转过身来 宣灵其寒无比的目光 在夜长生和于姓身上扫过 你们两个废物 还站着干什么 没听见我说的话吗 他毫不客气地说道 声音中充满了遗旨气使的意味 一个住击初期 一个住击中期 还真没被这位贾丹修士放在眼里 于姓面色一变 一阵红一阵轻 表情极其精彩 被如此辱骂 他心中充满了怒火 但马上 脸上露出鳄鱼的笑容 于某这就去找 宣师兄一定还活着 还请仙子放心 说着 他立刻架起法器 飞离了此地 一位贾丹修士 他不敢得罪 也得罪不起 现在对方明显圣怒而来 正在气头上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做出来 于姓是个实时务的人 不愿意去出这个眉头 而叶长生 则是冷冷地站在一旁不动 看着无动于中的叶长生 熏灵身上的气息 越发冰寒起来 声音悠悠 仿佛从九悠地府中传来一样 你没听到我说的话吗 淡然一笑 叶长生神色平静道 你算什么东西 正飞到半空中的余杏 听到这话 灯时身体一抖 差点栽落下来 他转过头来 满脸惊骇与不可思议 看向叶长生的目光 像是在看待一个疯子 疯了吗 去挑衅一个贾丹修士 简直是不知死活 低个头 装孙子 忍一下就行了的事情 何必呢 好 很好 轩灵怒急而笑 眼神中的冰寒杀意 疯狂涌动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他伸出素白的手 上面一把火红色的小剑 蠢蠢欲动 你大可试试 叶长生抱着双臂 完全不在意他的威胁 看到这一幕 于性不敢再听下去 直接急速飞离此地 同时 心里略带嘲讽地想到 罢了 此人终究是个不知死活的狂徒 那掩月宗的女子 就算不杀了他 也定会好好折磨他一番 要不 我把他和轩师兄 闹出矛盾的事情 告诉那轩灵 或许能讨得 此女的几分好感 于性心中想到 峡谷之中 寝客间只剩下了两人 红色的飞剑 悬浮在轩灵头顶 一副叙事待发的样子 而叶长生 却是抱着双臂 满不在乎 有恃无恐 沙翼在轩灵心中 疯狂地涌动着 他恨不得将眼前之人 碎尸万段 在掩月宗收到 轩乐出世的消息后 轩灵便立刻向 灵石矿赶来 为了尽快到达此地 甚至不惜耗费了 一张终极高阶符 极致的怒火 萦绕在他的心头 只是普普通通地 镇守灵石矿的任务 他弟弟那样地 驻姬后期修士 怎么可能 无声无息地死掉 就算是有魔道修士来袭 可凭借轩乐的修为和法器 逃掉的问题不大 除非是 杰丹修士 或贾丹修士出手 可如果是 这种层次的修士动手 那又怎么会放过 剩下的这些人 所以 在轩灵看来 他弟弟的死 一定有古怪 问题就出在 这里的这些人身上 一阵沉默的对峙后 掩月宗的这名 贾丹修士 最终还是没有动手 怀疑可以 但没有证据 贸然对一名 黄蜂谷的 驻姬弟子动手 那说不过去 别说是贾丹 就算是真正的 杰丹修士 也不能这样 毫无缘由地 在大庭广众之下 杀死一个 其他门派的 驻姬弟子 这等于是在 赤裸裸地 打黄蜂谷的脸 轩灵心中 虽然怒火中烧 但没有真的疯掉 收起手中的法器 他冷冷地说了句 你最好不要一个人出去 同样的话 也奉劝给你 叶长生冷笑一声 说道 轩灵转身离去 心中高涨的杀意 没有丝毫地减弱 现在没有动手 不代表之后 他就不会动手了 只要找到个机会 杀死他 不被人看见就行了 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谁能奈何他 对轩勒的搜寻行动 一直持续到傍晚 那些掩跃宗的弟子 将方圆几十里的范围 都找了个遍 轩勒当然是 不可能找见的 所以这群掩跃宗弟子 只能心惊胆战地回来 向轩灵汇报 此女听到这汇报之后 大发脾气 又把掩跃宗弟子 赶到矿洞中 让他们去搜索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看着冷傲地 站在那里的轩灵 于兴眼神闪烁 心中有念头不断涌起 我之前投靠轩勒之事 已经大大的得罪了那星夜的 此人虽然表面上不说 但内心中 想必是在记恨我 虽然后来我向他示好 但已经晚了点 来不及了 此人心机颇深 说不定就打着谋害我的主意 况且 接下来魔道可能要攻来 对付魔道修士 全要靠轩灵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 轩灵这根大腿 都比那星夜的 值得去投靠 既然如此 我不如那上头名状 交好一位未来的杰丹修士 心中思量片刻 于兴最终一狠心 走向了轩灵 轩仙子 其实在轩勒师兄失踪之前 我曾与他交好 也因此知道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听到于兴的话语 轩灵那冷酷的眼神 终于有了变化 转过身来 冷冷道 说 其实 轩勒师兄和那黄蜂鼓的叶长生 一直都有矛盾 他们之间 因为 于兴快速将轩勒和叶长生 怎么闹出矛盾的事情 说了一遍 听着他的讲述 轩灵的面色越来越冷 眼神中充斥着杀气 这么说 你怀疑我弟弟的死 是跟他有关了 轩灵的声音 宛如酒悠恶魔一般 于兴犹豫一下 硬着头皮说道 是的 如果说这里谁最有动机的话 那一定是叶长生 如果此事与魔道修士无关的话 那大概绿轩师兄的死 与此人有关 你们不是 说我弟弟死在了峡谷外面吗 轩灵的声音中 带着怒火 于兴心里一咯噔 连忙到 薛悦师兄失踪前 是说 他要去峡谷外面探查情况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去了峡谷外面 却没有人真正目击到 所以 轩勒师兄去了矿洞中的 可能也不是没有 远远的 叶长生看到于兴和轩灵 站在一起交谈时 便猜到了 此人会说什么 还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墙头草啊 他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过了片刻 那两人散开 轩灵用其寒无比的眼神 看了叶长生一眼后 忽然走进了矿洞 似乎是去探查里面的情况了 而于兴脸上 则是一副得意的样子 向叶长生走了过来 叶兄 有件事情 师兄想和你商量一下 走到叶长生面前 于兴大大拉拉地说道 一想到轩灵许诺下来的好处 他心中就无比激动 也因此 多了几分底气 面对修为比他高的叶长生 仗着自己年龄大 都敢喊师兄了 筑基中期又如何 我可是抱上了 未来杰单修士的大腿 叶长生目光上下打量了一番 这个看起来有几分圆滑事快的老者 轻声一笑 道 说吧 于兴文言脸上露出了笑意 叶兄啊 昨天 我交给你保管的那些零食 是不是该还回来了 魔道修士随时都有可能来 于兄觉得 这零食放在你身上 怎么看都不太安全 还是交给宣仙子保管 才最为合适啊 于姓笑迷你的说道 两万左右的零食 这对杰单修士来说都是 很大的一笔财富 更不用说筑基修士了 虽然 从名义上来说 这是要上交七派的零食 但是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如果真的有魔道修士攻打进来 那么这些零食 或许可以找一个理由私吞掉 面对这样的诱惑 于姓怎么可能不动心 之前 他将零食交给叶长生时 心中是万般不愿的 但因为那时 他想要讨好叶长生 所以不得不这样做 但现在 又抱上另外的大腿了 自然就想从叶长生身上 索要过来了 怎么 于兄 是觉得 我会被魔道修士杀死吗 叶长生淡笑着问道 你就算不被魔道修士杀死 也要被宣仙子杀死 难道你还觉得 自己能活着离开 这座零食矿吗 于姓心中冷笑一声 不过 他脸上还是带着热情洋溢的笑容 哪里哪里 叶师弟开玩笑了 师兄我可是 一直盼望着 我们能活着离开此地的 只是 师弟的修为 比起宣仙子来 差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 将零食交给宣仙子保管 更为合适 毕竟 七派的增援 还要三日 才能到 在此期间 零食矿的安危 可全都要靠宣仙子啊 于姓摇头晃脑地说着 提到了一个 让叶长生眼睛一亮的信息 哦 七派的增援 这么晚才能来 叶长生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问道 哈哈 是啊 抽掉人手需要时间 从七派赶到这里来也要时间 那些结单气的高人们 又不可能增援一座零食矿 所以 三天都算快的了 文言 叶长生脸上露出了然之色 点了点头 道 如此一来 我就放心了 嗯 放心什么 于姓疑惑问道 放心让你去死了 于姓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低下头 看到自己的胸口处一把小剑 吞吐着风锐之气 粉碎了他的心脏 你你怎敢 于姓嘴角一出血来 脸上满是不可置信之色 惊骇 绝望 愤怒 抬起手来轻轻一划 一颗硕大头颅 掉落在地上 摘下于姓的储物袋 叶长生喃喃道 还得感谢你告诉我 七派援兵的消息 三日后 七派援兵才能到达 而宣乐勾结的魔道修士 明天就能到 既然如此 将这里的人全都杀光 也没事吧 丢出几个火球 烧毁于性的尸体 叶长生走向矿洞的入口 一番布置 他在此地留下了阵法 然后便坐在洞口等待起来 数个时辰后 一名掩跃宗弟子走了出来 他神色如常地向外走来 完全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走了几步 忽然间眼前一阵天旋地转 仿佛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恐怖的力量向他袭来 转瞬间 这名炼器弟子死在了阵法中 无声无息 叶长生仍然坐在矿洞入口外面 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不久又 又有掩跃宗弟子出来 接二连三地踏入了阵法中 被杀死 后面的人浑然没有注意到 四人 五人 六人 叶长生心中默默数着 当第十人踏进阵法后 他睁开了眼睛 掩跃宗的低阶弟子 全都处理完了 现在 这座临时矿中 就只剩下了他和轩灵两人 叶长生站起身来 穿过阵法 进入了矿洞之中 此地又平静下去 一直到了黄昏时分 一阵脚步声从矿洞中传来 轩灵的身影出现在矿洞出口处 走了几步 忽然停了下来 轩灵冷冷地看着矿洞门口 缓缓后退了几步 情况不对 刚才他习惯性地将神石放了出去 结果发现 整个矿洞外面 没有任何人存在 这不对劲 再怎么说 矿洞外面 肯定是要有人的 掩跃宗弟子 于姓 叶长生等人 必然会有人在外面 但现在 空无一人 情况不对 外面出了变谷 轩灵拎起了眼睛 杀意汹涌了起来 是魔道修士 还是黄蜂鼓的那个人 轩灵低语着 眼神中闪烁着疯狂的杀意 如果真的是黄蜂鼓的那个人 那轩灵敢肯定 自己的弟弟轩乐 就一定是此人所杀 不好 他忽然头皮发麻 心中大惊 一股强烈的危险感袭来 急忙向一旁闪避 但 晚了 身后 翘无声息间 一把青色的天歌猛然落下 福宝 咔嚓 青色天歌快速落下 斩在未来的集 完全躲开的轩灵身上 吃 血光似箭 一条手臂飞了起来 鲜血染红了半边身体 轩灵勉强躲过了这次袭杀 但受了重伤 脸色阴沉的 要滴出水来 泽泽 本想着一击轻轻松松将你杀掉呢 看来还是得费点功夫了 果然不愧是假单修饰 叶长生的声音从一次传来 他的身体慢慢地显化出来 摘下了头上的那顶红色斗篷 尹灵杀 轩灵一声惊呼 真的是你 他的牙齿咬得咯咯响 果然是此人杀死了自己的弟弟 刚才自己经过他那边的时候 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 原来是因为尹灵杀吗 如果没有此物 绝不可能被他偷袭 去死 一声怒吓 轩灵手上一把红色的小剑飞起 向夜长生斩来 这是一件接近法宝的极平法器 在假单修饰手中 发挥出了惊人的实力 碰 火红色的小剑 与青色的天歌相撞 两人的法力源源不断地输出 欲使着福宝与法器轰击对方 叶长生和轩灵心中巨势一惊 叶长生惊讶于 对方法器的威力 竟然如此之大 而轩灵则是惊讶于 这个黄蜂谷的筑击中期 居然拥有如此雄厚的法力 竟然能和他这个假单修饰战斗 而不相上下 福宝和法器碰撞几下之后 两人立刻都知道 不可能凭借此物 快速杀死对方 于是 不约而同的手伸向了储物袋 叶长生掏出了一把符露 快速撒了出去 而轩灵则是拿出了一根银针 当看到叶长生 一把撒出这么多符露时 轩灵面色骤变 那是一大片火球 水箭 其中还夹杂着冰枪 虽然都是初级浮露 但数量太多了 根本不可能抵挡 轩灵抛出银针 欲使此物 快速向叶长生射去 同时 自己身体急速后退 看到这一幕 叶长生脸上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银针的速度极快 眨眼间就到了叶长生面前 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法器 叮 飞速射来的银针 并没有如轩灵欲想的那样 穿透叶长生的身躯 反而 被一层荧光挡下 与此同时 当他向后 踏出最后一步时 一片光芒忽然凭空出现 淹没了他 阵法啊 啊 一声惨叫从阵法中传来 片刻后 没了任何声息 叶长生收起福宝 又将轩灵掉落的 两件法器捡起 然后 向前走去 进入阵法中 看到了一片倒在地上的尸体 十一句 皆是身穿白衣的掩月宗弟子 为首之人正是轩灵 收起他们的储物袋 将所有尸体都烧毁 叶长生收起阵法 深深地看了一眼 矿洞外面的天空后 向矿洞中走去 现在 这偌大的一座灵石矿中 就只剩下他一人了 没过多久 矿洞深处 各种轰鸣声不断传来 矿洞各处在坍塌 叶长生在吸取这里零食 到了最后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这边一整片的矿洞 直接全都塌掉了 出口处 光芒一闪 叶长生灰头土脸地 出现在了此地 玩过头了 他难难道 尽管已经小心翼翼了 但他还是引发了 大规模的坍塌 差点被埋在里面 矿洞各处 由于不断地坍塌 导致整个零食矿 几乎被毁掉了 后来之人 即便想继续去开采 这座零食矿 也要耗费上多年时间去 慢慢清理里面的碎石 站在零食矿 坍塌成的废墟前 叶长生掂量着手中 储物袋里 那三千枚中阶零食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为了方便将这些零食 全都装进储物袋 他特意将其转化成了 中阶零食 三千中阶零食 便是三十万零食 这一次是大风烧 可惜矿弄他的太厉害了 不然我怕是能吸收到 上百万的零食 叶长生嘀咕了一声 这一次 直接就得到了 今后几十年的修炼资源 一直到原因前 应该都不会为零食而发愁了 除了零食矿之外 叶长生从杀死的 那些人的储物袋中 也得到了一些 比较珍贵的东西 首先是五千零食 这些大部分 都是从轩灵的储物袋中所得 然后便是接近十件 极品法器 这其中 大部分都属于 对叶长生而言 价值不大的那种 唯有轩灵的那两件 火红色的小件 和银色的真值的收藏 那火红色的小件 是叶长生迄今为止 得到的最好的一件 极品法器 能与福宝相斗的法器 真的不多 这火红色小件 像是用法宝残片链制成的 威力极大 而那根银针 虽然稍逊一筹 但也不弱 此物在偷袭因人方面 有着独到的优势 速度快 穿透力强 发出去的时候 气息很淡 不容易被发现 除非是像叶长生这样 拥有非常厉害的护体神通 否则很容易被这根银针鹰死 最让叶长生感到高兴的是 他从绚灵的储物袋中 得到了一种 对助击修饰有用的丹药 如此一来 他手里便有了两种丹药 加上让含力 搜集材料的那一张丹方 便是三种 只需再得到一种 便可以毫无阻碍地 进入助击后期 接下来 便是等待魔道修饰到来了 站在临时矿前 叶长生心中想到 他看了一眼周围的情况 忽然拿出法器和一些俘虏 朝着周围劈砍起来 弄出了许多斗法的痕迹 嗯 如此一来便没有问题了 这里现在的情形 一看就是经历过一番激战的那种 做完一切准备后 叶长生站在一个角落 带上了引灵纱 安静地等待了起来 第二天 天一亮 没过多久 峡谷上空 便响起了嗖嗖的破空声 一道道身影 降落在临时矿前 满身煞气 冷冷地看着这片冷清的矿场 识人 叶长生看着那群魔道修饰 眯了眯眼睛 为首一位贾丹修饰 剩下九人都是住击中后期的修饰 这绝对是魔道的精锐了 不是精锐 也不敢深入越国啊 这些人 多半掌握着一些非常厉害的手段 搞不好能对付杰丹修饰 还是不要被他们发现为好 叶长生用引灵纱 完全隐秘了气息 冷冷地看着这群魔道修饰 消息错了吗 这里没有人啊 为首那个脸上一道长疤的大汉 喃喃自语 车兄 看起来 这里像是经历过一场激动 他身后 一个住击后期修饰 走上来说道 不错 难道是有其他同行来了此地 那贾丹大汉疑惑问道 应该不会 进入越国的只有三队人马 另外两队距离此地非常遥远 那就奇怪了 让兄弟们小心点 贾丹大汉吩咐道 一行十人 在峡谷中搜查了半天 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 最终 他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这里发生了一场原因不明的战斗 然后所有人都撤走了 晦气 本以为能抢一些零食 结果连根毛都没有 魔道修饰 骂骂咧咧地走了 他们走之后 过了一阵子 叶长生走了出来 魔道的修饰 果然来得比七派援兵早 这下就没有问题 万无一失了 在此地停留片刻后 叶长生大修一甩 飞天零缩出现 迅速离开了这座零食矿 叶师爹 你是说那座零食矿 被魔道修饰袭击 最终只有你一个人活着回来 黄蜂谷一世大殿中 叶长生一脸疲惫之色 像一名黑色长须飘在胸前 先锋倒鼓的中年男子 讲述着什么 当认真听完叶长生的讲述后 此人脸上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是啊 钟师兄 我也是侥幸才逃得一命啊 叶长生一脸后怕的表情 原来如此 叶师弟 你还记得那伙魔道修饰的长相吗 黄蜂谷掌门钟灵道问道 总共有十人 为首一人 脸上有一道长疤 叶长生详细地描述了 他看到的那十名魔道修饰 这么说 掩月宗的轩灵道友 天雀堡的鱼姓道友 都不幸落难了 唉 掌门师兄 他们被魔道修饰盯上 没能逃脱 而我也是在矿山中 发现了一条通往外界的密道 才跑掉的 原来是这样 钟掌门脸上露出若有所思之色 哈哈 师弟 你可真是福大命大啊 实际上 前两天 我们七派联盟 已经派出了一支精锐小队 去支援你们 没想到去晚了 那座矿场已经被毁掉了 唉 这些魔道贼子 得不到的就毁灭 真是可恨 叶长生一脸痛心疾首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好在师弟你机智 提前让那些低阶弟子 带着矿工撤走 这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 掌门师兄何须提醒 叶长生摆了摆手 连连摇头 师弟 接下来你便好好休养吧 这个镇守临时矿的任务 暂时就结束了 可能今后一段时间里 你都会闲着 钟灵道微笑着说道 叶长生文言 立刻心中一喜 拱了拱手 道 那就多谢掌门师兄了 坐在自己洞府中 叶长生复盘了一遍之前的事情 当确定没有遗漏后 开始修行 刚才去了一趟陈师姐那里 他得知了很多信息 江国和车骑国 已经基本上被魔道占据了 这两国有大量的修仙者 退入了越国 驻扎在边界上 与魔道对峙 同时 周边的五六个中小国家 纷纷派来了援军 也到达了越国 在边境上 多国联军和魔道修士对峙 形势非常紧张 魔道吞下两个小国家 总得消化一段时间 应该不会那么快 就再次发动战争 否则会撑破他们肚子 但越国 元五国 紫禁国这些国家的联军 也不敢主动进攻魔道 都是一副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的心思 所以 战争应该短时间内 不会打起来 那么 就有几年的平静时间 用来修行了 扶下丹药 叶长生一刻 也不敢耽搁 快速炼化药力 修行起来 一年后 一道传音符 飞进了叶长生的洞府中 盘坐在地上 苦修了一年的叶长生 睁开了眼睛 身上灵光闪烁 气息又强大了许多 站起身来 走到阵法前 将那道传音符打开 是陈师姐的声音 师殿 你要我打探的心灵木 有消息了 心灵木 叶长生脸上一洗 立刻向陈师姐的洞府飞去 结单之后 他要炼制的本命法宝 周天星辰镜 需要大量的材料 其中有两种主材 和两种辅材 最为重要 心灵木 正是其中的一种辅材 叶长生一年前 便委托陈师姐 帮他打听这几种材料的消息 现在终于有回应了 有人曾在东玉国万岭山脉外围区域 见过一株数百年的心灵木 但因为那树上 栖息着一只四级妖兽 便没敢靠近 东玉国 万岭山脉 叶长生听到这两个名字 顿时眉头一皱 万岭山脉 那不是坠魔谷所在的地方吗 天南地区赫赫有名的坠魔谷 就在万岭山脉的中心地带 这座山脉极其庞大 黄蜂谷所在的太越山脉的规模 拍马也赶不上万岭山脉 在万岭山脉之中 有大量的妖兽生活着 那是天南地区为数不多的 拥有高阶妖兽的地方之一 有传言说 里面甚至有七级的妖兽 便是原因真人遇见了 也要小心应对 传言的真假不为人知 但万岭山脉 的确是一个笼罩着神秘色彩的地方 具有强烈毒性的胀气 几乎笼罩了这座山脉的大部分区域 但也有一些边缘地方 胀气比较稀薄 常年有大量的修士在里面探险 意图获得机缘 亦飞冲天 东玉国 离越国说远也不远 说近也不近 我去一趟倒是无所谓 但只有数百年的年份 叶长生脸上露出沉思之色 东玉国 之前杀死的那封灵霜魔 便是来自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修仙界虽然混乱 但论起实力来 比越国要强不少 毕竟人家那里的资源远比越国要多 师姐 具体位置有吗 叶长生询问道 我花高价买下了一张大致的地图 上面标注了心灵墓所在的区域 陈师姐说着 拿出了一张地图 师弟 你要去东玉国吗 陈师姐轻咬下唇 问道 叶长生摇了摇头 暂时不急 我不一定会去 去东玉国 一个来回至少得耽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这么长的时间 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 那你的打算是 或许我会让别人去帮我找 叶长生轻笑一声说道 而且 找出来的 还是一株万年心灵墓 叶长生在心中默默补充了一句 从陈师姐那边出来后 叶长生一路向谷外飞去 飞到半路上 忽然看到了一个熟人 韩丽 他此刻正和一群炼器弟子 跟在一名筑机修士身后 向谷外飞去 韩老魔满脸的阴郁之色 现在的他仍然是炼器器 还没有筑机 这是 看韩老魔这样子 怕不是碰到了什么倒霉事 叶长生心中猜想到 他念头一转 催动脚下法器 向那边飞去 为首的筑机弟子 看到他飞过来 很是诧异 问道 师兄是 哦 在下叶长生 师弟带着些人 是要有什么任务要执行吗 叶长生拱拱手问道 那名筑机修士 听到他的问题 立刻满脸都是苦涩 苦笑道 不瞒师兄 我们是要前往金谷园前线 金谷园 好家伙 原来是要被送到前线去 难怪这群人一个个垂头丧气 现在各国联军和魔刀六宗 在边界上对峙 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斗 但每天的小打小斗可不少 练气弟子 筑机弟子 每天都要出去厮杀几波 据说双方光是筑机修士 已经死了有上百人了 这等惨烈的形式 待在后方的这些修士 自然没有人愿意上前线 但七派 联军的命令下来了 也不能不遵守 所以 一个个都是垂头丧气的样子 尤其是韩丽 心里充满了阴霾 他已经准备好了筑机的一切材料 正打算闭关炼丹筑机呢 结果突然接到这样的凋零 这一刻 逃离黄蜂谷的念头前所有味的浓厚 他一路上都在琢磨 该怎么偷偷跑路 原来是这样 叶长生说道 看着那筑机修士 一脸同情的样子 注意到韩丽的目光 在自己身上打量个不停 叶长生心念一动 传音道 韩兄 你忘了你是李化元师叔的弟子了吗 说吧 他对那名筑机弟子一拱手 道 师弟一路保重 师兄还有要事 告辞了 叶长生脚下竹渊 载着他向黄蜂谷外飞去 韩丽从叶长生出现开始 就一直看着他 他心里多少也是抱着一点念头 看看叶长生能不能帮到他 毕竟 现在他可真的是一点也不想离开黄蜂谷啊 当接到那一纸调令的时候 韩丽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无力感 他毕竟只是一个恋气弟子 如何能抵抗门派的调令 上战场 即便是不死 也没时间助击了 韩丽认识的人不多 叶长生是其中一个 所以 当他看到叶长生时 心中就抱着一丝希望 希望对方能捞他一把 结果 叶长生还真就提醒了他一下 这立刻就让韩丽恍然大悟 我可是李师祖的弟子 怎么能随便让我上战场呢 如果不是叶长生提醒 韩丽绝对想不到这一层 这一刻 他对叶长生产生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也是说 我以前对他多有误会啊 韩丽心中想到 这一刻 他觉得叶长生多少也算是个好人 可以稍微多信任一点 飞出黄蜂谷 叶长生回想起韩丽之前的表情 心里觉得有点好笑 韩丽这家伙 似乎从来都不知道去借别人的事 从没有想过 他在黄蜂谷可是有个大靠山的 原著中 黄蜂谷撤离越国时 他就是如此 闷声不吭气 结果被黄师叔给当成了弃子 你好歹说一声 你是李化元的弟子啊 人家黄师叔又没有见过你 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 如果你把身份讲明白 那黄师叔看在李化元的面子上 也不可能把你当成弃子啊 毕竟李化元在护短这方面也是出了名的 结果一言不发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放弃了 只能说这操作 大概也是因为 韩老摩从来不相信别人的缘故吧 正是因为不相信 所以连想都想不到这一点 踩着竹渊 叶长生没有立刻回自己的洞府 而是向元武国的方向飞去 是时候将古传送阵的烙印 交给新如荫 让他去研究了 并且 还有上回提到的事情 So 叶长生很快便飞到了元武国境内 在天心中方室外 一座小山前 他停了下来 一张传音符飞了进去 过了片刻 雾气扰动 一条通道从浓雾中出现 新如荫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叶大哥 请进 叶长生飞入其中后 浓雾闭合 散开 此山重新恢复了 原本平平常常的模样 坐在石桌前 品上一杯新如荫 亲手炮制的香名 沁人心脾 唇后清香散开 热水蒸腾 雾气升起 晕在两人中间 使得此地多出了一份朦胧之感 皎洁白皙的玉蓉上 带着明媚的笑容 修长优雅的驳梗前探 束手倾台 他替叶长生添满了空杯 叶大哥 一年多未见 修为越发精湛了 新如荫巧笑倩兮 优雅从容地说道 如荫 我这段时间来比较忙 没能经常来看你 你不会怪我吧 叶长生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 问道 叶大哥这是说的什么话 如荫哪里是那种 分不清轻重的女子 现在天下动乱 叶大哥有大事要忙 不必时常挂念着我这里 说到这些 如荫 你这一年来还好吧 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叶长生问道 新如荫摇了摇头 这一年来 我和小梅深居简出 基本上没怎么和外面的人接触过 麻烦自然是谈不上 那就好 叶长生点了点头 话锋又一转 问道 如荫 还记得我上次说过的话吗 叶大哥指的是 彻底跟着你的龙荫肢体的方法 叶长生说着 脸上带上了一丝笑容 眼神也变得炽热起来 若有深意地盯着心如荫 心如荫洁白的玉蓉 稍微红了红 轻撩发丝 明媚一笑 道 叶大哥上次说 下一次见面会 告诉如荫 如荫可一直记着呢 从储物袋中 拿出一个玉剪来 叶长生递了过去 道 如荫先看看这个吧 心如荫将玉剪贴在额前 神识探入其中 刚一看便发出了一声轻呼 玉皇吞铃弓 煞世间 满面通红 娇羞地看了叶长生一眼 风情万种 这门功法 不用细看就知道 是一门双修功法 叶长生将这样的一门功法交给他 是什么意思 不言自语 如荫 先看完再说 不着急 叶长生温和一笑 心如荫的表情变得娇媚无比 有些心神不宁地将那块预剪中的内容 全都看了一遍 叶大哥 这门功法 真的能治好我的龙荫肢体吗 心如荫放下预剪 问道 你的龙荫肢体 关键之处在于体内经常产生的龙荫肢体 龙荫肢体的存在 打破了身体的阴阳平衡 因此导致你体内经脉萎缩 如果能定时将这龙荫肢气吸走 便足以保持你身体的阴阳平衡 等到以后 你的修为跟上来 这龙荫肢体 就不再是问题了 叶长生温生讲述着 将龙荫肢体的病根所在 详细讲给了心如荫 让他明白了 为何双修功法能治疗他的体质 原来是这样 心如荫难难道 一时间 心乱如麻 和叶大哥双修 这件事对他的冲击有点大 不是接受不了 而是这事情突如其来 他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毕竟 他也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女子 虽然对叶大哥心生情愫 但将身子交出去这种事 还是要做一定的心理建设的 叶大哥 我 心如荫看着叶长生 俊朗温润的面孔 心中一动 就要说些什么 叶长生却是伸出两根手指 贴在他珠唇上 挡住了他接下来要说的话 淡然一笑 叶长生轻声道 如荫 不要急着做决定 好好考虑一下 这不是仓促之间就能决定的事 叶大哥 心如荫眼中露出感动之色 在叶长生身上 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与关怀 这一刻 他再次深切地觉得 将自己托付给叶大哥 不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激动的情绪缓缓回复 心如荫恢复了优雅从容 收起那枚玉剪 落落大方道 叶大哥 我会认真考虑的 即便不是为了治疗身体 只要是叶大哥 我也 说着 他的俏脸又红了起来 叶长生微微一笑 评了口茶 又将那烙印古传宋镇的图卷拿出来 道 这次前来 我还有一件事 要托付给如荫 将图卷递过去 心如荫一看 立刻轻呼道 古传宋镇 是的 这是一座古传宋镇的镇图 可惜残破了 我想请如荫帮忙修复一下 叶长生说道 盯着那张图卷看了片刻 心如荫自信道 叶大哥请放心 这种古传宋镇 我以前接触过 修复起来应该不难 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慢慢来 不着急 还是要以自己的身体为重 叶长生嘱托道 叶大哥请放心 如荫晓得这点 收起图卷后 两人之间 一时间有些沉默 过了片刻 心如荫奄然一笑 忽然道 叶大哥 我知道这附近 有处地方风景不错 想请叶大哥 一起出去散散心 心如荫主动邀约 叶长生哪里会拒绝 当即欣然应允 于是 两人便留下小梅看家 出去童游山川 行走在林间小道上 不知不觉间 叶长生就牵上了 心如荫的手 携手共游 回到洞府后 叶长生前往灵眼之泉 所在的地方 在那里 两枚白玉一般的卵 在其中沉浮 浓厚的灵气钻入其中 那两枚卵表面微微鼓动 看起来 似乎是快要孵化出来了 血玉之珠 叶长生低语一声 走上前去 低下两滴精血 在这两枚卵上 打下了控神静致 如此一来 血玉之珠孵化后 便会自动认它为主 越国与车骑国交界处 金谷园 一片荒原上 叶长生指挥着 两把紫色的小剑上下飞舞 将对面一位 玉林宗助击修士围困住 狂攻各不停 那名玉林宗弟子 不断地从灵兽带中 抛出各种其虫异兽 但这些东西 很难挡住叶长生的攻击 三五下之后 紫色小剑穿过胸口 搅碎了 玉林宗助击修士的心脏 结束了他的性命 叶长生面色如常地 上前去摘下对方的储物袋 四下里看了一眼 很快便消失在了茫茫荒原中 片刻后 他又对上了一位 鬼林宗弟子 经过简单的交手 这名鬼林宗弟子 很快便死在他手上 叶长生熟练之极地 摘下对方的储物袋 去搜寻下一个目标 这样的日子 已经持续了有一年了 两年前 叶长生从临时矿场 回归黄蜂谷 休息了一年 然后就立刻被一纸调令 调到了金谷园战场 在金谷园前线 多国联军与摩道六宗之间的对峙 越发地紧张 黄蜂谷内大部分的住击修士 都无法继续安稳修行了 战场上的厮杀 是不可避免的 自从摩道入侵开始后 越国就立刻派人去周边各国游说 将正摩联合入侵的计划 公布天下 这引起了天南地理位置靠近正摩双方的大量国家的恐慌 为了自保 他们渐渐地变有了联合的趋势 现在 在越国与摩道的前线上 已经汇聚了九个国家的联军 这九个国家中 有越国 元武国 紫金国 这三个中等国家 有被打残吞并的车骑国和江国的残余势力 还有其他四个小国家 总计有四十多个类似黄蜂谷这样的天南大宗派在对抗摩道 在这金谷源前线上 现在光是筑基修士就已经集结了四千多人 而增援还在源源不断地到来 据说最后甚至可能会聚集上万筑基修士 与摩道来一场规模浩大的会战 这种规模的战争 普通人很难想象 上万筑基修士 那是什么样的概念 整个黄蜂谷也就三百多筑基修士而已 九个中小国家 每一个单拎出来都很难与摩道六宗抗衡 但是 联合起来后 这股力量让整个天南都要震动 不过摩道那边也不甘示弱 摩道六宗 哪个筑基弟子不是好几千 凑出上万人来不是问题 于是他们也不断地增兵 现在这筋骨源前线 已经变成了绞肉机 主机修士每个月都能死上几十上百人 更不用说那些练气气的炮灰了 据说正道那边 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况 一群国家组成联军 对抗其入侵 在这样的背景中 叶长生也被调集到了这座战场上 不过 他并没有成为被绞掉的肉 而是成了绞肉的人之一 一年下来 他在这筋骨源战场上 也算是小有名气 手上握着三四十名摩道筑基修士的性命 这其中还包括筑基后妻 很多人都听说了 黄蜂谷一方出了这么一个狠人 就算是筑基后妻的修士 落到他手上 也不一定能赢 不过 众人不知道的是 这样的战果 还是叶长生收敛了许多的结果 否则 以他的实力 筑基七哪有对手 一般的筑基修士 遇上他 也就撑上三五个回合 收割掉一个和欢宗弟子的人头后 天色已经接近黄昏 叶长生抬头看了一眼夕阳 快速撤离战场 没过多久 当天色昏暗之后 筋骨源上狂风大作 飞沙走石 各色光芒乱舞 那是杰丹修士在斗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战后 九国联军和魔刀六宗一方 达成了默契 早上到中午 是炼器弟子之间的厮杀 中午到晚上 是筑基弟子之间的战斗 而到了晚上之后 便是杰丹修士之间的斗法 这样做 自然是为了防止高境界的修士 闯入低阶弟子群体中 去大开杀戒 倘若一个杰丹修士 跑到炼器弟子群体中 那分分钟就能干掉成百上千 这样的损失 双方都接受不了 所以 便按照境界划分了战场 而元英境界的修士们 却彼此之间未曾斗过法 从元英修士的数量上来说 九国联军不比魔刀少 但是 奈何九国联军这边 没有一个元英后期的大修士 这就导致 在最高层战力上不及魔刀 出于这个原因 九国联军不得不和魔刀签订了契约 元英修士不能出战 所以 现在能看到的最高层次的战斗 就是杰丹修士之间的斗法 看了一眼那飞沙走石 黄沙漫天的战场后 叶长生回到了营地 营地被一座大型阵法守护着 在其内部 一大堆木屋 石屋等建筑 乱七八糟地分布着 粗略一看 足足有上万座 在这种地方 只有住基以上的修士 才能拥有自己独立的住所 恋七弟子 都是几十上百人 聚集在一处大营房中 挤在一起 这些营房石屋 按照国家 宗派的划分 分成一个个大小的聚集 叶长生熟练地来到了一间石屋中 开启静置 拿出今天搜集的那一堆储物袋 开始清点起来 这是他的居所 这一年来 他便是在这里修行 由于叶长生打出了一定的名气 七派上层便也就给了他一定的自由度 只要他每个月击杀一定数量的敌人 便不用每天都上战场 按照七派定下的指标 一个月杀死三名魔道助击修士便足够了 叶长生今天一下午杀了有六人 又可以安稳地修行两个月了 都是穷鬼 将这些魔道助击修士的储物袋搜刮一遍后 叶长生连连摇头 战场上出现的这些魔道助击弟子 再一次让他认识到了 普通的助击修士有多穷 大部分身上能有两件疾病法器 都算是不错了 甚至有一回 他杀死了一个全身上下 只有一件上瓶法器的助击弟子 这让叶长生无语了很久 不难猜测 此人大概就是那种 便卖了全部家产 终于勉强助击 然后就被拉上了战场的人 清典完毕后 叶长生得到了十几件法器 两千零食 以及一堆瓶瓶罐罐 他带着这堆东西 向营地最中央处的几个大型食屋走去 在营地最中央处有三座大型的食屋 居中的一座 是九国联军的战功兑换处 根据杀死的敌人的修为 可以兑换成不同数量的战功 然后凭借这些战功 可以兑换一些奖励品 这是九国联军推出来的一种激励弟子们 努力杀敌的手段 炼器弟子可以在这里兑换到助击丹 助击弟子可以在这里兑换到法力精进所需的丹药 能帮助突破瓶颈的灵药 甚至是帮助突破结丹的灵药 甚至就连对结丹期有用的丹药也拿出来了 不过想要兑换到那种丹药 所需的战功积分也极高 基本上得杀死一两个敌方的结丹修士才能换到 除了丹药外 法宝 法器 灵兽 灵药 炼器材料等 各种兑换品一大堆 在那兑换榜丹的最前面 列出的一些名字让结丹修士看见了都心动不已 洪荒古堡 一千多年的灵药 中级高阶服录 高级阵法等 哪样都能让结丹修士眼红 但相应的 兑换这些东西 所需的战功也高得离谱 基本上不杀上两三个同阶修士 是兑换不到这些东西的 九国联军这一次也算是下血本了 这兑换榜丹 对于那些精通斗法的修士来说 简直是一大福音 有了此物 即便是门派不主动调他们上战场 他们也要主动过来 据说 就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已经有几十名炼器弟子 兑换到助击丹 成功助击 有大量助击修士 凭借兑换到的丹药 突破了一个小境界 走进石屋中 叶长生绕过熙熙攘攘的人群 来到助击弟子的战功兑换处 咦 是黄蜂谷的叶兄啊 你今天又出动了 负责清点战功的那名助击修士 和叶长生已经很熟了 对于这种战力超群的修士 他总是会特别关注一番 黄兄 叶长生一抱拳 将一个储物袋丢了过去 这是今天的收获 你看一下 姓黄的修士接过储物袋 熟练地将里面的人头倒了出来 开始清点 身后 一片议论声传来 此人就是黄蜂谷的叶长生 看起来很年轻啊 泽泽 真是年少有为 听说 他以中期的境界 杀过后期的修士 这么厉害 难道它是那种专精斗法的修士 有刚来这里的人惊讶问道 在修仙界 修士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种是斗法特别厉害的 但这种修士修炼速度 相对而言慢一点 而另一种则是修炼较快 但在斗法方面 不怎么擅长的苦修士 这两种是主流 而那种修炼又快 斗法又厉害的 实属人中龙凤 凤毛麟角 这你就想错了 据说此人现在年龄也不过二十多 将来进阶结单 恐怕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死这么厉害 那是自然 在这大营中 在斗法方面 能比他更厉害的没几个 还真是年少有为啊 不像我等 修行前路 已经没有了希望 一名老者眼中 满是羡慕之色说道 这位夜道友 他有道理吗 有貌美女修眼睛一亮 问道 不知道 怎么 林仙子看上他了 呵呵 我看上他很奇怪吗 这样年轻英俊 还有希望进阶结单的男子 哪个助基女修不心动 哈哈 这倒也是 那林仙子可要抓紧机会了 像这样的人 一般来说是很紧俏的 身后的一道道 议论声夜长声听在耳中 却没有丝毫想要搭理的想法 这种谈论 这一年来 他已经听过很多次了 清点完了 叶兄 这次 你杀了六名魔道助基修士 战功又增加了一大笔啊 黄信修士说着 在一块玉牌上 帮夜长声系上了一笔 夜长声接过玉牌 看到上面的积分数字 增加了很多 多谢黄兄了 夜长声拱拱手 立刻带着积分玉牌 向能兑换的地方走去 一年来 这个兑换处 给夜长声带来了太多的惊喜 原本按照他的功法 从助基中期到助基后期 需要四种丹药 从助基后期到甲丹 需要两种丹药 总共六种丹药 之前夜长声花了很长时间 才找到了三种 其中一种还只是丹方 要等韩力帮忙收集一份材料 才能开始练丹 结果 一年前 当夜长声来到这里后 在那兑换榜丹上 发现了一排子十几种 助基漆能用的丹药 这一下子 直接让他又惊又喜 虽然 其中有好几种丹药 都是他用过的 但是 即便排除掉这些 剩下的那些丹药 也绝对够他用了 我要一瓶聚灵丹 和一块赤血石 夜长声将玉牌 递给兑换处的 那名助基修士 请稍等 片刻后 一瓶丹药 和一块红烟烟的石头 就到了夜长声手上 玉牌中的积分 也就此清空 至此 他修炼到贾丹境界 毫无阻碍了 让韩力帮忙收集的 那张丹药用不上了 不过也无所谓了 收起玉瓶 夜长声向外走去 在一群人敬畏 羡慕的神色中 离开了这座石屋 向旁边的一座走去 三座石屋 中间的一座 用来清点战功 兑换奖励品 左边的一座里面 是一些炼丹 炼器 制服等方面的大师 你如果有相关方面的需求 可以消耗一定的战功 找他们帮忙 而右边的那座 则是提供给各国修士 相互交流交易用的 等于是一个大型的 层次很高的方式 在这里 结单修士所用的法宝 都能拿出来交易 什么高级功法 珍惜练才等 更是屡见不鲜 这段时间里 叶长生直接在这里 凑齐了炼制本命法宝 所需的几十种材料 并且 获得了与两种 主要辅才之一的 新原石相关的消息 走到一个摊位前 叶长生将之前 从魔道修士身上 搜刮到的一堆 没用法器 全都售卖了出去 换取了二十多块 中间零食 然后 走向另外一边的一个摊位 明兄 你要的赤血 是我拿到了 现在该告诉我 新原石的消息了吧 叶长生将刚兑换到的 赤血石 丢给摊位的主人 说道 被叶长生称之为 明兄的 是一个叫做 明天瑞的中年男子 一身如山 面向端正 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修士 而更像是一位 世俗中的高官 说来此人的经历 也是颇为奇妙 他早年的确是 越国朝廷的一位高官 曾经官拜兵部尚书 后来 机缘巧合之下 发现了林根 走向了修仙之路 现在是天鹊宝的 一位助击修士 叶长生与此人 在战场上相识 两人曾共同应对过 七八名魔到助击修士的围攻 说起来 这明天瑞在七派修士中 也算是小有名气 他的斗法实力也很强 虽然一派读书人作风 但杀法起来 手段可丝毫不留情 叶长生曾在战功兑换处 打听过新元石的消息 恰好被明天瑞看见 此君便提到 他早年间曾遇到过一块新元石 于是 便与叶长生立下约定 以战功兑换清单上的一块赤血石 来换取新元石的消息 如今 叶长生换到了赤血石 便立刻来找他了 接过那块血红色的石头 明天瑞仔细观察了一下 大笑道 哈哈 果然是赤血石 叶兄出手 当真是不同凡响 这赤血石石炼制法宝的材料 我足足杀了 十名魔道筑机修士 才攒够了战功 兑换到此物 明兄 你给出的信息 若是没有价值 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叶长生淡淡说道 话语中带上了一丝威胁 哈哈 叶兄请放心 我骗谁都不敢骗你啊 明天瑞笑着说道 看向叶长生的目光中 带着一丝敬佩 同时也有一份忌惮 他可是亲眼见过叶长生出手时的实力的 自己虽然同样是筑机中期的修士 但绝对无法与对方抗衡 实不相瞒 那新元石是八十年前 我在越国都城中见到过的 明天瑞脸色一正 说道 八十年前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明兄你那时还在当官吧 叶长生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没错 那时我刚刚当上兵部上书 正意气风发 准备大展身手呢 明天瑞苦笑一声说道 脸上露出一丝怀念之色 然后 你就被贬流放了 叶长生淡淡说道 这段时间来 他对此人也有几分了解 知道他曲折的过去 明天瑞这人 在踏入修仙界之前 是一个一心济世救民的儒官 文武双拳 上马能征战 提笔能成文 一路升迁 三十多岁 就当上了兵部上书 可以说是官运亨通 但因为他过于刚直 不知道怎么就得罪了当时的皇帝 然后就被贬流放了 哈哈 叶兄 对我这段过往也很清楚了 不过 我当初为何被贬 可没跟你说过 叶长生文言 脸上露出沉吟之色 你提起这事 难道那星元时的下落 和你被贬有关 有些牵连 明天瑞说着 脸上露出了回忆之色 当年我刚当上兵部上书的时候 曾派兵护送过一批地方州府上 供给月皇的真奇货物 这批货物中 那些金银珠宝之类的 字不用去提 但里面有些真奇之物 当我踏上修行之路后 才发现 原来是修饰所需的种种材料 彼时 无论是我这样的朝廷官员 还是地方上的官吏们 都不认识这些东西 只是因为 他们很独特 所以 将当作各种祥瑞奇物 进现到了皇宫中去 我曾亲眼见过那批货物 里面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石头 通体呈黑色 但到夜晚时便能闪耀出璀璨的星光 听到明天锐的讲述 叶长生缓缓点了点头 黑色的石头 散发星光 那就是星园时无遗了 想来那些地方官员 是将此物当作夜明珠一类的东西 敬献给皇帝了吧 谁能想到 这竟是一块珍贵的炼制法宝的材料 只是 那月黄 叶长生眼中露出沉思之色 而明天锐 似乎是打开了画匣子 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 护送这批货物的将领 回来后跟我讲了一件奇怪的事 他发现 都城附近的一些村庄 整个庄子都空无一人 所有百姓全都不见了 这很古怪 都城附近又没有战乱 怎么会出现空无一人的村庄呢 恰好过了几天 我从刑部那里听说了越国境内 很多地方都有一些人口莫名消失 他们怀疑 越国境内出现了一个大型的人口贩卖组织 并且有权贵参与其中 我听说这件事后 怒不可遏 便立即上奏朝廷 请求彻查此事 然后你就被贬了 叶长生问道 哈哈 叶兄猜到了 我一路被贬到偏远边境上 却机缘巧合 在一座山林中发现了修炼功法 从此踏上了修行之路 我一直怀疑 人口失踪的案件与皇帝有关 但可惜 当我成为七派弟子之后 便无法前往皇宫调查了 明天瑞连连感慨 一副落寞的表情 看来 此人即便是走进了修仙界 当初那种忧国忧民的心思 仍然没改啊 人口失踪 怕是和那月皇的血迹有关吧 看来 我得走一趟月经了 叶长生心里想道 多谢明兄告知 看来 想要得到新元石 我得另想办法了 叶长生拱手道 哈哈 七派弟子不准进入皇宫 这件事 的确是很麻烦 不过 要是哪天 那皇宫里的新元石被盗了 我明某人可不知道这件事 只希望 那新元石被盗掉的同时 月皇也能被盗贼 一并杀掉 明天锐眨了眨眼 对叶长生说道 叶长生心中一动 也是微微一笑 道 那就要看看 什么样的盗贼如此胆大 敢进入皇宫 还敢杀掉皇帝 现在天下大乱 说不定这盗贼 是魔道修士伪装的 叶兄你说呢 明天锐正色道 明兄所言甚是 两人相识 皆是哈哈大笑起来 走出石屋 叶长生看了一眼 那已经黑漆漆的天空 眼中露出沉思之色 从明天锐的话来看 至少八十年前 修炼血炼神光的月皇 就已经出现了 当时他需要偷偷地血迹凡人 可见那时候的他 修为还一般般 八十年过去 此人已经到了 快要结单的地步 速度不可谓不快 黑煞叫 月皇 抽个空去一趟越国都城吧 叶长生心中想到 叶师兄 真巧 你也在这里 忽然 旁边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叶长生回过头去 看到了一张 普普通通的有黑面孔 是你啊 韩师弟 怎么 今天出战了吗 来人正是韩丽 现在的他 早已经筑击成功 并在一个月之前 就被拉到了战场上来 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韩丽说道 我可不比叶师兄 出战一天就能休养几个月 最近这段时间里 我天天都要去战场上拼杀 韩师弟谦虚了 你的战力可不差 一个刚筑击的修士 就能与筑击中期 斗得不相上下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叶长生淡淡一笑 说道 韩丽此人 来到战场后 也闯出了一点小名声 以筑击初期的修为 遇到了一位 魔盗筑击中期修士 斗了个不相上下 虽然那名魔盗筑击中期修士 身上的极平法器 远远比不上韩丽那么多 并且刚刚经历过一场斗法 实力大减 但 能和对方打个五五开 也足以证明韩丽的实力了 也因为这一战 韩丽在筑击修士中 小小地出了一把风头 后来 他多次出战 斩杀了五六名魔盗筑击修士 使得这份威名越发高涨 黄蜂鼓接连出现斗法狠人 让这个在越国气派中 并不出彩的门派名声大涨 师兄说笑了 韩某哪里能和师兄 力展筑击后期的壮举相比 韩丽谦虚说道 摇摇头 叶长声道 以韩兄的实力 如果想和我这样 干几天 休息几个月 恐怕也不难 韩兄这么卖力的出战 是为了那些筑击丹药吧 师兄慧眼如炬 韩某资质太差 想要在筑击期有所进步 就只能打那些丹药的主意了 韩丽苦笑道 这战功兑换机制 给叶长声带来了很大的惊喜 但给韩丽带来的惊喜更多 因为 那上面不仅拿出了十几种 助击期能用的丹药 更有其相应的单方 只要能拿到足够的战功 就可以去兑换单方 而单方中提到的很多药材 也完全能在这里交易到 这件事 给韩丽带来的惊喜 是巨大的 这九国联军大营 真的是一处宝地 将几千平日里 难得一见的筑击修士 聚集起来 让他们去相互交换 各取所需 整个天南地区 上哪能找到 这么大规模的交易区 筑击期单方这种东西 即便是结单修士 也当得宝式的 捂在手里不肯拿出来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 绝对不可能聚集到 这么多的单方 所以当韩丽一看到那战功兑换清单后 立刻就化身七派最忠诚的战士 每天都在出战 不断地斩获筑击七修士 拿人头换取战功 然后再去换取单方 对了 师兄曾经让我收集的那份单方材料 我已经凑齐了 韩丽说着 拿出了一个储物袋 递给了叶长生 这份材料 对叶长生已经没用了 不过他 还是接过了储物袋 道 每次和韩师弟的交易 都能让我非常满意 以后 说不定我会和韩师弟 做一笔很大的交易 希望韩师弟到时候 一定要答应啊 一听叶长生这话 韩丽心头马上一跳 连忙道 敢问师兄 是什么交易 哼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总之 我提出的交易 绝对不会让韩兄失望的 叶长生似笑非笑地说道 希望如此吧 韩丽苦笑一声 虽然之前的几次交易 叶长生的确没坑过他 两人都是各取所需 心满意足 但这一次 韩丽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叶长生可能会提出一个 让他很难接受的交易 韩兄 告辞 以后有机会再见 叶长生拱拱手 向韩丽告别 回到了自己的食物后 他开始科药修行 按照推算 我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就能修炼到 筑基中期的顶峰 可以尝试着突破后期了 凭借这些单要 突破后期没什么难度 只是 到时候修为还得遮掩一下 不然 五年时间就从筑基成功 一路突破到筑基后期 这有点太惹眼了 天灵根都没这么夸张 这个修行速度 在别人眼里 是有大问题的 叶长生在金谷园战场 又待了半年后 忽然有一日 一道传音符 飞入他的房间 速来议事殿 看了看传音符上面 那道七派联盟的标志 叶长生皱了皱眉 走出了食屋 金谷园大营中的议事殿 有多个 最大的那个 自然是九国修士 共同商议事情的地方 还有若干个小的议事殿 是各国分别商议 各自事情的地方 叶长生走向越国的 那个议事殿 当来到此地时 他看到这里 已经占了几十名铸鸡修士 韩丽 刘静 明天瑞 看到了好几张熟悉的面孔 这是 叶长生心中 涌现出一抹疑惑 你们大家很好奇 为什么七派 要把你们召集到这里来 伴随着一道娇媚的声音响起 一位貌美的少妇 出现在议事殿中 霓裳仙子 众人认出了 这名掩月宗杰丹女修 一时间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你们每个人 都是七派之中 最擅长斗法的那群人 要么是有 助击中后期的修为 要么是有 助击中后期的实力 今天 把你们召集到这里来 是有一个重要的 任务要交给你们去做 霓裳仙子的话音落下 人群中立刻响起了 嗡嗡的议论声